唯一目的就是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独立运行的 思维师体系的时候 当你跟我们讲到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开悟了 我真的明白了 就是当一个人 为什么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他没有自我 他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当你讲到那个犹太的妈妈 通过自己亲弟弟的死 和自己差点死掉 学会了独立思考能力的那一瞬间 我终于明白了 他为什么能够培养 三个孩子都能够成才 都能够成为亿万富 因为我曾经就是一个 没有自我的人 周老师我听到你昨天的分享 让我特别的震撼 当你讲到我们每天 我们每年都有春夏秋冬 都有二十四节气 循环往复的时候 您看到了规律 我突然发现了 为什么你能够觉醒 是因为你带着觉知和觉察的活着 就像你给我们举例 人类所有的那些精英 不管是企业家 发明家 科学家 数学家 物理学家 音乐家 画家 作家 都是因为他们带着觉知的生活 他们一不小心触摸到了某一个领域的规律 他们按规律办事 他们就是神 哇 这个点让我瞬间觉醒 所以从今天起 我也要带着觉知觉察的活着 我要在我的工作跟生活当中 去发现规律 去使用规律 去研究规律 去按规律来办事 来活出我的精彩版本的人生 周老师 今天听到你讲财商的五大资产配置 当你讲到永久富有的秘诀 就是资产配置的时候 我太震撼了 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下我的手表 你讲这个主题将近讲了二十分钟 当你跟我们讲到穷人应该怎么恶作资产配置 富人应该怎么做资产配置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就这二十分钟 我以前很迷茫 我以前很痛苦 当昨天听完您分享的 实现财富自由的七大步骤 我非常的清晰 我终于明白了 您是靠这个步骤实现财富自由的 罗伯的清晰意识 然后我认识的所有的顶级富豪也是 所以我的人生路 我知道该怎么走了 周老师 当你昨天讲到人类最大的问题 就是三维空间发生的问题 要用三维空间的智慧去解决 这叫做猴子捞月 这叫做在投影里面解决问题 你告诉我们说 所有的问题要想解决 一定要上升一个维度 要在投影园里面做文章 您讲到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则尽道义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我的收获太大了 当然了 这是分享的好的 也有分享的不好的 周老师 我以前呢 就只修行 然后我就最喜欢听你讲修行 因为我觉得人一定会死 所以我一直在修空 但是昨天您告诉我们说要色空双修 那人反正要死 为什么还要修色呢 就修空不就行了吗 你看这哥们还没觉醒 我们人活着 叫一定要做事 人不做事 就像花不浇水就会枯萎 叫戒事修人 戒假修真 一阴一阳未知道 一定要色空双修 一定要性命双修 还有一个同学说了 周老师 我以前 我一直在修行 我在修情绪 别人跟我讲 修行就是修情绪 就是修心 就是修贪嗔痴慢疑 但是我修了这么多年 我发现 我还是个普通人 我还是个凡夫俗子 我怎么样才能够超凡入圣呢 来 为什么 今天上午的课程 你们听懂了 你们就明白了 当一个老师教你修行 让你修心 让你修情绪 让你修贪嗔痴慢疑的时候 其实还是教你在 投影里面做文章 大家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还没有进入修行的本质 周老师 这个昨天你讲完 实现财富之后的七大步骤 我现在是自己开公司的 我的公司虽然也赚钱 但是我不喜欢 我不热爱 听完你的课 我准备做一个决定 我回去就把公司关了 我要从七大步骤的 第一步开始走 你这不走偏了吗 我是那意思吗 我说的是一个 普通大学毕业生 应该按照这七步骤 你已经是个老板了 虽然你的企业 不是你想干的 你能不能把他的股份分出去 经营之道 把他的企业自动化运营 把他变成并动书 然后你再出去 这个找一份 你喜欢的事业去做 能不能 你为啥要把现成的事业关了呢 周老师 我昨天听完你太太 杨老师的分享 我终于明白 我为什么不能成功了 就是因为 我没有找到一个 像你老婆这样的老婆 我做了个决定 我老婆做什么都反对我 不像你老婆做什么都支持你 我听完你老婆的课 我要做个决定 我回去我要离婚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我是那个意思吗 你要修行 你要想方设法地 去自己提升 慢慢地提升你老婆 让你老婆变得像我老婆一样 是还是不是 那不是让你离婚呢 周老师 你为什么这么牛逼 因为你娶了杨 娶了杨远然 我要娶了杨远然 我也能像你一样成功 你咋这么牛逼呢 你关键是人家也不会嫁给你啊 你得提升自己啊 你得上升到一定程度 你才能遇到更好的伴侣 对不对 就是 就是那个 你 就是 写遇见未知的自己的那个作者 叫张德芬老师 他是一个大秀行者 他离婚离了三次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 很多人说 周老师 你讲完张德芬老师的故事 我也准备离婚离三次 他不是离婚离三次 找到灵魂伴侣 他是每一次都通过离婚 学到了 学到了东西 提升了自己 他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才能遇到他的灵魂伴侣 因为你们上公开课 你们学到了东西 很多时候你们学到的是 字言片语 甚至会误解讲的内容 那你是导师班 你可以加我微信 你可以亲自跟我聊 我这样想对不对 我这样做的决定对不对 你的每个决定 来想象一下 各位 如果从今天你 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马云帮你做的 都是马斯克帮你做的 都是周文强老师帮你做的 请问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 七年以后 你会过成什么样的人生 有可能你也像余总一样 变成一个 对吧 超级亿万富豪 我们昨天讲到 要想成为一个领袖 必须具备两条 第一条 那就是建立自我 那么建立自我 需要三个课程 解决三件事 你就能建立自我 一个是钱的事 一个是事的事 一个是人的事 把钱是人整懂了 你就建立了自我 你就变成了一个领袖 那么如何能够 把这三件事整通呢 那怎么解决钱的问题 财商知道 怎么解决事的问题 经营知道 那怎么解决人的问题呢 演说知道 我们今天上午会 把周老师知道的内容 给你们免费分享一下 好还是不好 都让你们成为演说家 那么讲完建立自我以后 就要开始追求我 追求无我的意思 就是让你链接高我 你的人生可以顺流而下 你的人生也可以 像现在一样逆流而上 你选择活在头脑层面 用你的头脑去分析利弊 你的人生就是逆流而上 但是如果当你完全 进入灵灾的状态 走心流跟着感觉走 一切全都有 你的人生就会顺流而下 做人有两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叫做 人在做 天在看 人在做 天在看 你知道老天爷看你 有多可笑吗 叫人类一思考 上帝又发笑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 第二种境界叫做 天在做 人在看 我们人做事 经常一不小心触犯了天规 就要被天谴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什么是天规 什么是天条 因为我们在没有觉醒之前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道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规则 我们也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规律 我们一不小心违反了天规 规则 规律 我们就会受道的惩罚 道 它既是冰冷的规则 它也是温暖的怀抱 你背叛它 它就是冰冷的规则 你顺应它 它就是温暖的怀抱 一切皆是道啊 为什么 周老师的抖音 能够在全网 因为抖音有道啊 抖音有规则啊 你顺应它的规则 你就能上热门啊 它就推送你 流量给你啊 你背叛它的规则 就给你封号 就给你关小黑屋 而普通人不知道 抖音的规则 我知道啊 既然我们 人在做 天在看 就会一不小心 触犯到道的规则 不如让道来做 如果让道接管你 道 它不会触犯 它自己的规则 因为它知道 什么是规则 打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来过你此生 这叫什么 这就叫天人合一 这就叫天在做 人在看 这就是活出生命 活出原本具足的自己 所以 你们想不想 过成这样的人生 想不想 想不想 想的举手 我教你们一个 最快的法门 演说 因为演说是 这一天高我 最快的通道 如果你私下认识我 你会发现 台上的我 跟台下的我 根本不是同一个我 就像一个 邻家小男孩一样 对啊 我台上讲了什么 我台下 我根本都不知道 你能理解吗 所以很多人说 很多 昨天有一个分享的 说 周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我也是做培训的 我觉得你的课程 设计得非常好 你给我们讲的这么好 你肯定是在拼命的设计课 这样不停地优化 不停地优化 我们不需要这么累 上来只需要干一件事 直接下载 给你讲完事了 结束了 需要优化吗 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我以前小时候 很喜欢打乒乓球 但是我已经很久 没有打乒乓球了 然后有一天 我的一个要跟我打乒乓球 那我不能输给他 我做什么都得赢啊 你知道吧 但是我真打不过他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在想 不行啊 我能不能够用在台上的 那个状态 连接到高我 让高我来接管我 打这场球呢 肯定能接住 他打了每一个球啊 那一瞬间 我进入了一个 无我状态 这叫无我之境 当我进入那种状态以后 你知道是那种什么感觉吗 不是我在打乒乓球 是我在被乒乓球打 不是说乒乓球打到我的意思啊 那种感觉就是 仿佛有一个更高的唇友 在握着周恩强 周恩强握着球拍 然后 在打乒乓球 我仿佛被一个更高的唇友 握住了 那个感受就是 我仿佛变成了一个 我变成了一个 我变成了一个机器 我看着我在打乒乓球 从那一刻起 你知道吗 对方的球 不管打得多刁砖 仿佛那个更高的唇友 都能精准地 预判到他每一个球的位置 从此以后 那个人再没有接到过我的一个球 打到最后打的是 一百三十一比零 打到最后他说 我感觉到我不是在跟人打乒乓球 我感觉到我在跟上帝打乒乓球 我不打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会发现那些顶级的赛车手 在他完全进入状态的那一瞬间 那个车绳 他是无我的状态 他仿佛跟车合一的感觉 能理解吗 周恩强 就是当刘翔在跨栏的那一瞬间 就是他已经没有刘翔了 他仿佛不是人在跑 是神在跑 就可比在打进球的那个瞬间 那仿佛压根 那都不是人能打出来的球 那仿佛是神在打 那叫神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来 你们想不想让你们的人生活出 那个版本的生命 想不想 学习演说之道 学会演说 因为演说是让你链接高我最快的通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马云会演说 马斯科会演说 乔布斯会演说 佛陀会演说 老子会演说 孔子会演说 而你不会演说 来 这个各位 什么叫演说 演说就是说话呀 来 会说话的举手 会说话的 会说话吗 真的吗 会说话的话 人生能过成这样吗 来 你告诉我 我们跟员工的矛盾 跟父母的冲突 然后跟子女的吵架 跟夫妻的争吵 有哪一条不是因为说话 不会说造成的 来 是还是不是 这个各位 来 这个各位 如果你会说话 那我问你个问题 话是说给谁听的 是说给你听的 还是说给别人听的 既然是说给别人听的 我们是要说 别人想听的 还是要说我们想说的 但是我们每天 都在说我们想说的 而不是别人想听的 所以别人 听完我们讲话 就跟我们翻脸了 是还是不是 各位 你知道演说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吗 说话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吗 永远说别人爱听的话 但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听懂得去说 来 这个各位 想赚钱吗 钱在谁口袋 别人口袋 你想要把别人口袋的钱 撞到你口袋 第一种是用手 就把你抓走了 而且还累 来 第二种 把话说出去 把钱收回来 所以要不要学会演说 这个各位 来 你们有没有过 这样的体验 你们知道演说 最牛逼就牛逼在什么吗 这个演说可以让你 瞬间成为富豪 演说可以让你 瞬间实现财富自由 演说可以让你瞬间 增加你的魅力 增加你的人脉 增加你的影响力 我说过 普通人比的是销售 管理 领导力 而老板 要学一种能力 叫影响力 两个人在一起 要不就是你影响我 要不就是我影响你 到底谁影响谁呢 请问谁影响谁 是有能力的影响没能力的 是有智慧的影响没智慧的 是有学历的影响没学历的 是有钱的影响没钱的 如果有钱的影响没钱的 当年马云没有钱 他为什么能影响谁能忆 如果有能力的影响没能力的 那那个关羽张飞打仗 都比刘备有能力 那为啥刘备能够变成老大呢 如果是有智慧的影响 有智慧的 那刘备能有诸葛亮聪明吗 有智慧吗 那为啥他能影响诸葛亮呢 看来人比的不是能力 不是智慧 不是年龄 不是学历 不是钱 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什么 他说了梦想 因为昨天周老师讲过一句话 说当你有一个哄你的梦想 你就可以吸引无数个 没有梦想的人 和梦想比你小的人 来为你工作 来帮你实验你的梦想 对不对 不对 那是昨天的课 今天升级了 两个人在一起 比的是谁能影响谁 谁能够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 而且能让对方信 能不能听懂 有梦想很厉害 但是你不会说 你说了别人不相信 觉得你吹牛逼 你就影响不了他 大能理解意思吗 对的各位 是把梦想说出来的能力 是把梦想说出来 而且能让对方 身心不移的能力 那就是靠演说呀 换句话讲 影响力的核心就是演说 你能影响多少人 你就能做多大的事业 全地球八十亿人 你不要说影响八十亿好吧 你影响一亿人 没给你一块 恭喜你亿万富豪 就这么简单 所以要不要学习影响力 要不要学习演说 当年的安东罗宾 他拜了个老师叫吉米罗 讲成功学的 他非常穷 他非常想成功 他说老师我想成功 你教我怎么成功啊 他老师说 你今天开个课 教别人讲成功学 他说我这都没成功 我怎么教别人成功 买是西服装成功 教别人成功 然后结果他成功了 罗宾的亲戚破产了 找他的那个副爸爸 副爸爸 我想财务自由 副爸爸第一句话是 第一我是不会借给你钱的 因为前妻就没有你的任何问题 你是不是想财务自由 是的 开个课 专门教别人 怎么实现财富自由 他说副爸爸我都破产了 我开个课 教别人怎么财务自由 你去 你就能实现 然后他就开始 第一次讲课 罗宾的亲戚 他连西服都没有 信用卡都预期的 借了一时西服 上台讲课 讲财务自由 讲着讲着 别人财务自由了 没有我不知道 反正他财务自由了 你知道演说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 就是讲着讲着 把别人讲懵了 把自己讲通了 演说是最好的学习 叫教就是最好的学 来想象一下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你跟你老公吵架 别人怎么劝你都没有用 你走不出来 你的闺蜜 跟他老公吵架 你去劝你闺蜜 到最后闺蜜没劝通 自己劝通了 有没有 自己学题都不会做 教孩子题 教着教着 没把孩子整通 把自己整通了 那为什么 因为演说会让你 不经意之间 进入无我状态 进入无我之境 要不要学习演说 而且 演说是让你 从建立自我 走向无我的一个过程 最快的一个方法 演说就是一把 以天剑 演说就是把铜龙刀 一刀在手 天下全游 上完这个课 就要把那个 刚刚建立的我 给你整没了 进入更高的境界 叫做追求无我 追求无我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的科学 告诉我们说 我们看得到的物质 只有4% 还有96% 叫暗物质 我们是看不到的 暗能量 就更不用说了 欲成大事 必须具备两条 佛祖心 帝王术 缺一不可 什么是佛祖心呢 成就员工 成就顾客之心 此心不变 此生大也必成 那什么是帝王术呢 策略方法 阴谋阳谋 正人行邪法 邪法一正 邪人行正法 正法一邪 正法邪法皆可用 举个例子吧 刘备 能够从一个卖草邪的 到建立蜀汉王朝 请问刘备 有没有佛祖心 有 那刘备看到 曹操大军来袭 他不是自己先跑 让城中百姓先跑 他殿后 这就是他的 辅助心 那请问刘备 有没有帝王术 来刘备借荆州 叫有戒不还 刘备摔孩子 你告诉我 真摔假摔 刘备借了 他的同学 公孙战 一个大将 叫赵云 藏山赵子龙 他发现 这一员大将 太厉害了 那在军中 比关羽 比张飞有时候还猛 他就想把这个人才 给留住 结果他也不好意思说 明说 还留不住 赵云在最后一战当中 把他的 刘备唯一的儿子 阿斗 救出战场 杀了个七进七出 当他看到 主公以后 又跪下来 就把阿斗 就奉献给了主公 说主公 我终于把小公子 救出来了 刘备看到 这的儿子 你说他能不开心吗 他只有这一个儿子 他能不开心吗 但是他拿着 这的儿子说 你这树子差点损我一元大将 要你何用 注意这个表情 注意这个动作 他不是这么衰 这边是石头 这边是草棚 他是这么衰 到最后 这个动作一做 赵云直接就跪倒了 就不叫主公了 直接叫大哥 死地 大哥 死地 大哥 死地 就一节金兰了 这就是帝王术 那我再想问你们个问题 那个唐僧 西天取经能够成功 在唐僧团队里面 唐僧也属于领袖 那请问唐僧有没有佛祖心 那走路都害怕踩死蚂蚁啊 那就是他的佛祖心啊 那请问唐僧有没有帝王术呢 出家人不打狂语来 打不打狂语 正人行邪法 邪法一正啊 邪人行正法 正法一邪嘛 你如果说不懂阴谋阳谋 你怎么做呢 你怎么可能西天取经呢 那么多妖魔鬼怪 对不对 好不容易招了个员工 叫苏悟空不听话 所以呢 这个唐僧说 悟空啊 为师给你买了个帽子 很漂亮 你戴上试试来 结果一戴 紧箍咒 这就是唐僧的帝王术啊 话说这一天 石头四人就路过了女儿国 女儿国顾名思义 全是女人 没有男人啊 一个男人出现了 那都得流哈拉子 流口水 能听懂吗 然后那女儿国的国王一看 玉帝哥哥太帅了 骑着白马 你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骑着白马的 不一定是白马王子 有可能是唐僧 你知道吧 结果就是不行 你今天你必须跟我结婚 你不结婚 你就不要走 我给你的通关文典 让不盖章 就用咱今天的话 海关不给你盖戳 你戳不了境 来请问唐僧有没有妥协 有没有结婚 什么没有 你看过西游记 没有啊 唐僧就把三 师徒四人叫过来 说咱们开个会 为师呢 先结个婚 你们先走 唐僧就跟 这个女王陛下 拜天地了 知道吧 拜完天地以后 拿到了通关文典 护照上盖了章 唐僧跑了 在座各位 唐僧就直接跑了 你知道吗 那唐僧为啥要跑呢 太坏了 有人说唐僧 我告诉你 父亲 父亲一人 父如来 父天下 唐僧所有人 我到底是父亲 还是选择父如来呢 亲 是义人 如来 代表了天下 所有人 所以我选择父亲 不父如来 这就是唐僧的 帝王术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现 咱们民营企业家 有两种死法 第一种死法 就是没有佛祖心 对员工不好 对客户不好 就是想自己赚钱 自私自利 所以他的生意做不大 那第二种呢 就是没有帝王术 不懂阴谋权谋 到最后 要不被同行搞 要不就被员工搞 把自己给搞死了 所以这两个毕上 而且看似 是不是在教你 佛祖心帝王术 其实不然 其实是在教你啥呢 其实是在教你 两个修行的法门 王阳明当年想开悟 想成为圣贤 朱熹跟他讲说 要想开悟 送你四个字 儒学的最高境界 就讲这四个字 叫格物置之 然后呢 这个 王阳明就开始割竹子 割了七天 都割吐血了 也没割出来 他说这个方法没有用 到最后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方法 叫心急礼 圣人之道 无形之主 不加来求 到最后他开悟了 但是我想问你们的问题是 难道 就证明着朱熹的 格物置之 真的无效吗 其实不然 其实不是无效 只是因为 王阳明他没有搞懂 到底什么叫格物置之 会教你们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就是格物置之 让你们通过 向外找 也能够开悟 就这么跟你说吧 倒在哪 倒在外面 倒在哪 倒也在里面 既然倒也在外面 花草树木 皆是道 那我就可以通过外面 找到道啊 得道啊 既然倒在里面 那我当然可以向内求 找到道啊 换句话讲 就是一个是外 一个是内 它其实是一样的 叫阴阴阳卑之道 是教你向外求 找到道 得道 开悟 教你向内求 开悟 其实是一个意思 看似是讲那些 伟大的帝王 其实是以那些伟大的帝王为法身 是为了交混你们一套功法 这套功法 叫做化功大法 我们可以以秦皇汉武为师 以唐宗宋祖为师 以日月三合为师 以花草树木为师 万物皆可为我师啊 一切为我师 我为一切师啊 我们可以在天下万物里 皆找到道啊 来 问你们个问题啊 你们此时此刻 是不是都有桌子 都看到这个桌子了 对吧 来 我问你 这个桌子 它是个桌子吗 桌子只是一个像 它成了一个桌子的像 它是给你来用的 写这用的 那请问桌子的本体是什么 是木头 木头其实也是个像 它给你来用桌子 可以做桌子用的 那木头的本体是什么 是一棵树 树其实也是个像 它是给你来用的 遮风囊雨的 但是实际上 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的本体就是一棵种子 就是一个种子 那种子也是个像啊 它是给你来用的 栽树用的 那它的本体是什么 那个树的种子的 那个本体是什么 就是道 就是道 也就是我们通过天下万物 都可以推出道本身 这是一个修行法门 叫体像用 一切皆是像 所有一切像 皆是给我来用的 所有一切像 对它的本体 都是给我来物的 举个例子 各位 今天有一个员工背叛了我 如果我没有修行 我会很痛苦 我会跟他敌对 我会跟他打官司 我会跟他一起怼 怼到最后 可能怼了两败俱伤 对不对 但是如果正在修行的维度来讲 格物置之的思维来讲 一切皆是像 一切给我来用 一切给我来物 那通过这个员工背叛的这个像 他给我来用的 他给我来用什么呢 问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的十大好处是什么 问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 如何把这件事变成 从坏事变成好事 当你站在更高温度来看这件事 你瞬间明白了 因为以前周老师太大方了 让他们占大股 我占小股 我明白了 从今年起最多只能分到49 即使再爱他 咱们也要掌握绝对控股权 是不是以后 我的江山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对还对不对 就是一切像皆是给我来用的 皆是给我来物的 我可以把瞬间坏事都变成好事 当年我做房地产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我赚了很多钱 当然了跟现在比小屋见大屋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来讲 已经算很大钱了 但是呢我的一个同行 因为我做的那个大学生公寓太火了 然后呢有很多客户来我这住 没地方住 我这个人又心善 我就把他推荐到了竞争对手那里住 竞争对手不但没有感谢我 反而知道了我的存在 就知道我做得很好 就想方式法弄我 想方式法举报我 想方式法找关系来打压我 到最后我一想 算了这个行业这么不好干 我不干了 关了 如果是你们 你们可能会抱怨指责 甚至会跟对方对的干 但是我就会觉得 有可能这不是我的轨道 想象一下 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坏人 没有那个小人 我可能一辈子 最多当个二房东 最多一年 最多最多就是个千万富豪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当你用了体相 用这个思维以后 你可以把人世间的所有坏事 瞬间变成好事 那头毛驴掉在了坑里 我们为了不让人掉进去 我们要把那个坑给它埋了 刚开始这个毛驴支抓乱叫 一定要活埋它 但是过了一会儿 发现这个毛驴不叫了 以为毛驴死了 结果抬头一看 发现毛驴离地面越来越近了 当我们再把泥土 买到毛驴身上的时候 毛驴做了个动作 抖抖肩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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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其奇迹般地浮出的地面 那个困难就像那个泥土一样 它可以淹没我们 同时也可以垫高我们 那些所有杀不死我们的 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当你有的体相 用这个思维以后 你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嗯 contacting Are you 演示了 来 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 就是小人的攻击 员工的背叛 同行的对待 然后各种各样的 会不会遇到 那我们很多老板就算了 我不做了 我不创业了 那我们今天 用化工大法来画一画素 我会带着你们一起去到 咱们在座的各位都是 都是炎黄子孙吧 咱们去黄帝林看一看 黄帝林 有一棵黄帝 当年亲手植的一棵树 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了 依然还在 长得非常的澎湃 长得非常的茂盛 我们就以树为师 见树悟道 那个树 在成长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 枯枝烂叶背叛它 那请问那棵树 在过程当中 遇到枯枝烂叶背叛它 那个树有没有说 从此以后 再也不长新知新业了 如果那个树 再也不长新知新业 这个树也就死了 这个树会明白 我只要长更多的新知新业 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旧的一定会去 新的也一定会来 对还是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智慧学过来 用到我们的公司 在中国有一家公司 叫金夫人婚纱摄影 这个老板发现 他培养的员工 只要培养到一定程度 全都想自己出来创业 拦是拦不住了 怎么办呢 不如不拦 允许他创业 而且我投资你 你们知道 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 他们有一个口号叫 巨石一团火 散坐满天星 我把你培养出来 留在企业 是在给我企业做贡献 就算你有一天 从我企业走了 不也是在给这个祖国 做贡献吗 在给人类做贡献吗 在给这个社会 做贡献吗 就因为这个老板的格局 每一个离职员工 老板亲自投你 只要你的项目靠谱 结果金夫人婚纱摄影 一年只能做两三个亿 结果他的员工 富华的企业 现在一年大概做 十几个亿到二十几个亿 而这个老板占了 一半的股份 来能听懂他说什么的 巨烧 马云的阿里巴巴 今天大概将近 三万个亿到四万个亿的体量 你知不知道 马云的离职员工 现在一起出来创业 他们所有的员工 离职员工 创业加起来的体量 超过阿里 将近六万多亿 而阿里巴巴 都是他们最大的股东 这个格局 这个境界厉不厉害 来 我们再向树学习 那个树在成长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 突然一个零鸣闪电 把他拦腰砍断了 突然一个狂风暴雨 把他的树枝 全给他裹死了 有没有 那请问树 有没有像你们样验生 验尸 要自杀 那个树继续往下扎根 他知道他会长出 新执行业 对不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我再问两点 我们做企业都在追求 把企业做大做强做快 那请问那个树 一个种子发芽 是先往上涨 还是先往下涨 是先往下涨 那个下扎的足够深 根扎的足够深 才会开始往上涨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是农村人 我们家小时候 经常看到有人砍树 刨树 没有一个刨树的人 是把那个树根 全部刨出来了 都是把树根砍断了 你知道为啥 不能把树根 整个刨出来吗 你们看到的树 地面如果有一百米 地下就有一百五十米 甚至两百米 来万松给大家放一张图 我们来看一看 一棵树能在地面 长这么大 它下面就有这么大 所以我们企业只追求做快 只追求做大 不追求做强 那就如水中扶平 一个危机就给你吹到了 来树有没有学问 我们可以以树为师 用化工大法向树学习 那我们能不能以水为师呢 水利万物而不争 水滴为害 人滴为亡 上善若水啊 老子最推上的就是水 来这位各位 水叫什么 水是什么体 来告诉我 错 水不是液体 水在零度以下是固体 冰 在零度以上一百度以内 才是液体 水 到了一百度气体 水是什么体 水无形无相 水懂得有一个智慧 在什么场显什么像 一会是固体 一会是液体 一会是气体 但是水的本质不会变 HRO本质不会变 你知道我们老板 为什么会痛苦吗 为什么没有当上老板以后 没有当上老板以前 高朋满座 当上老板以后呢 朋友都不跟你玩了 老婆也跟别人跑了 父母也不理你了 孩子也不认你了 就剩你家 就剩你跟你家那条狗了 狗在前面 摇头晃倒很开心 你在后面垂头上气 到底是狗溜人 还是人溜狗呢 狗都过得比你开心 那为啥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老板老板 当上老板赚到钱以后呢 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老板了 他到哪都是老板 见他爹 我是老板 见他儿子 我是老板 见他老婆 我是老板 见他同学 我是老板 永远就是显那个老板的像 大家能听懂吗 各位 在说各位 向水学习 我们要在什么场 显什么像 我们在公司 就是老板 以本正经 要显示自己的权威 我们见了我们的儿子呢 哎 儿子 就显爸爸的像 见了老婆了 就显老公像 见了自己的父母呢 就显孩子像 老公跟老婆在一起创业 为什么到最后都创没了 为啥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不懂得在什么场 显什么像 在公司 张总你好 李总你好 对吧 你不能叫老婆好 老公好 对吧 在公司 公事公事 你要懂得在什么场 显什么像啊 来 这个各位 水是往高处流 还是往低处流 水滴为海 那人滴呢 为王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越有钱的人 越低调 越谦虚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就的各位 水有没有智慧 哎 就这各位 水揉起来 水揉起来 滴到你的手上 就像在抚摸你的皮肤一样 对不对 那请问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 有一种枪叫水枪 那个水枪是专门 就是在自传业 割钢板用的水枪 就是水 可以变成一把枪 可以把那个钢板都能够 瞬间把它拉开 就是现在我们全世界的造船业 都是在用这个水 都是在用这个水墙 水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样 它既能够揉 又能够钢 来 那我们这一点 能不能像水学习 我们要干嘛 该揉的时候就要揉 该钢的时候就要钢 在座各位 水是什么样的形状 它在圆杯子里 它就是个圆 在方杯子 它就是个方 它无形无相 它又有形有相 那我们人也应该活成这种状态 我什么都不能 我什么都能 我无所不能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是 我无所不是 我在此处也在彼处 我无处不在 这就是水 这就是水 我在此处也在彼处 我无处不在 这句话能听懂吗 来你告诉我 水在不在这 你看 水在不在这 水在这 那你说水在不在这 水在不在这 来这个地方 有没有水蒸汽 你看不到 不代表它没有 它一定有 它一定有湿度 水 这就是水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可以以水为师 见水物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 以秦皇汉物为师呢 仔细听啊 各位 昨天我讲到 要分配股权 给到自己的员工 让权源分红 很多人说周老师啊 我就是我也想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分 别吹牛了 不是你不知道怎么分 是你压根没有 这个格局跟境界分 老板的格局 就是老板的结局 老板的境界 就是老板的高度 老板的高度 如果是只有一米 宽度也只有一米 请问里面 能装几个人 装你自己都费劲 但是如果老板的高度 是一万米呢 宽度是一万米呢 你可以装多少人 你心中能装多少人 你才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来 在整个战国七雄里面 秦国是最弱的一个国家 你们知道吗 而且六国经常一起打秦国 无数次六国一起灭秦 那为啥到最后 秦不但没有被灭掉 反而秦国灭了六国 统一的华夏 统一的天下呢 为什么 就是因为秦始皇的格局跟境界啊 他的格局跟境界 可以把整个天下 装入自己的胸膛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为什么今天的欧洲四分五裂 为什么华夏一统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有那么大的版图 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秦始皇 他统一了整个华夏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不管是楚王 不管是齐王 不管是赵王 都在后宫里面 九池入林 想的都是个人享受的时候 只有秦国的王 每天只想一件事 如何结束战乱 如何统一华夏 如何能够让我的民族 能够在这片我们的家乡里面 繁衍生息 让人间再无战争 这个格局 这个境界 才有可能统一华夏 周老师在网上讲秦始皇的段子火了 为啥火了 因为讲的是真相 因为那是我 带着我的去秦始皇陵 讲大秦帝国的时候 我瞬间连动了秦始皇的能量 秦始皇说 为什么寡人建国的大秦帝国 十四年就灭了 就是因为寡人心中没有嬴世 寡人心中没有秦国 寡人心中只有天下 只有华夏 华夏嬴世可以灭 秦国可以灭 华夏民族不能灭 然后我就去翻阅了史料 我再说各位 话说秦始皇统一天下 秦国有百万雄师 打遍天下无敌手 把匈奴打得都不敢进来了 不要说有长城 没长城 匈奴也不敢进来 整个天下全部收平以后 这个王俭的五十万灭六国的军队 迟迟没有北规 秦始皇亲自去到了南中国 去问王俭 为何 王俭说 大王我们灭了百月上百个国家 我们今天拿到了广东 拿到了广西 拿到了桂林 拿到了那个海南 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我军会议下 但是围城发现 这里全是少数民族啊 这个地方的语言文字 跟我们汉族完全不一样啊 如果老夫派五十万军队全撤了 这个地方马上就会再招乱 我不单止五十万军队不能撤 你还得再给我派五十万人来 青壮年来这跟当地通婚 我们要一起去汉化他们 秦始皇说行 秦始皇为了中国有南中国 做了个决定 把关中的老秦人签了五十万青壮年 去到南中国跟当地人通婚 你知道这个举措在朝中 是所有人都反对的 因为倘若有一天秦国有难 五十万军队在南中国 另外五十万军队在守北匈奴 朝中空虚啊 朝中现在无意志军队可用啊 而且整个关中老秦人 全部被你牵走了 如果六国复辟秦当如何呀 就在这个时候 王俭死了 王俭的继任者赵佗 亲自去到咸阳宫 面见皇帝陛下 说皇帝陛下 微臣准备做一个决定 那就是把五十万军队分两队 一队继续守南中国 另外二十五万人马重新返秦 来保卫秦国 因为万一六国复辟呢 秦始皇说不可 不但你这二十五万不能归秦 寡人还要给你领密照 倘若有一天 北境有难 秦不得北上秦王 我操这赵佗一下来就火了 说如果秦国有难 我们都是秦军将士 怎么能不北上秦王呢 秦始皇说了一句话 我嬴氏族群可以灭 我秦国五百四十年的王座可以灭 但是华夏族群不能灭 将军如果率五十万军队北上秦王 从此华夏版图再无难中国 讲到这的时候赵佗就哭了 赵佗说陛下 就算我不北上秦王 三军将领 他们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故国 被铁骑犹猎 他们肯定不可能听围臣的号令 秦始皇说 寡人早都已经想好了 我给你一个赵书 倘若有一天 秦国有难 三军将士军中有人划遍 你可以拿这个赵书 这个赵书上写得非常清晰 一切听赵将军的 北上有难 不允许北上秦王 你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守住南中国 这个赵书今天在故宫博物馆 这座各位 所以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 项羽跟刘邦帅着不到两万人马 就直接把秦国给灭了 因为秦军压根没有主力 五十万守南中国 五十万守匈奴 后来大汉王朝 到了汉武帝时期 想让这个南朝的赵佗 当时被称为南越国 让他自立 你可以称为南越王 只要你承认我汉朝的主权就可以 结果赵佗上书 说不 我不成王 我归降你 我不跟你打 我归降你 我不要你的任何好处 这个时候汉朝皇帝都懵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赵佗手上五十万人马 很厉害的 那为啥不打就降了呢 赵佗说 我曾经答应过一个人 绝对不让国土分裂 所以我想你 他说的这个人 就是秦始皇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这种格局的人 他不统一天下 谁统一天下 楚国的王每天想的 就是自己的楚氏江山 齐国的王每天想的 就是后宫家里三千 只有秦国的王 想的是整个华夏族群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在这儿跟你讲 这个你没有感觉 咱去到秦始皇陵 你的格局会瞬间被拉大 你的境界会瞬间被拉伸 你会瞬间大到 能够把整个天下 装入你的胸膛 当你格局一旦提升 你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之所以改变 就是因为 在十七岁的我 去到了秦始皇陵 我有一种格局被拉扯的感觉 格局决定结局啊 在座各位 来白板上来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那就是 你给自己的人生做计划 你的过去是多久 你的未来是多久 可能很多人的过去就是一年 我给自己做计划 就做一个一年的计划 最多做一个十年的计划 我想告诉你 我的过去是华夏五千年文明 我的未来是未来人类文明五千年 我的当下就是我活着的这一百年 站在一万年的历史尺度下 来看今天我活的这一百年 今天中国不缺少一个会赚钱的商人 今天全世界也不缺少一个企业家 但是今天全世界缺少一个新的智者 能够引领人类重新走两千五百年 走五千年的智者 两千五百年前 在地球的同一个经纬度内诞生了一批人 这批人的名字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乔达摩 希达多 老子 孔子 曾子 莫子 韩非子 我们今天人类用的思想 全是来自于两千五百年 这些圣人的思想 他们曾经也想让人类觉醒 当人类觉醒以后 世界大通才有可能实现 今天国与国的冲突 其实并不是政权与政权的冲突 也不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 更不是宗教与宗教的冲突 实际上就是因为人类没有觉醒 想象一下 如果人人都成圣成贤了 人人都觉醒以后 发现万物本一体 众生皆守如 每一个人爱别人 就像爱自己一样 怎么可能还会有战争呢 怎么可能还有尔语我诈呢 如果你说 周老师 你讲的这个太大了 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我再讲一个 跟你们有关的 在汉武帝领 我教你们要爱员工 爱员工爱到什么程度呢 是老板快死的时候 不是说把我的儿子叫过来 而是把我的总裁叫过来 要爱到这种程度 要爱你的员工 超过你的孩子 你们肯定做不到 来 我们去到汉武帝领 汉武帝为什么他的国号 成为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为什么他给了一个民族 挺霸千秋的自信 去到汉武帝领 旁边有两个墓 我就问 我说你猜猜 这两边埋的是谁呀 肯定是汉武帝的儿子 孙子 我说那我们去看看吧 从墓地下来以后发现 汉武帝领 左边埋的是胃青 右边埋的是获取病 再往前面走 埋的是桑红羊 就那一瞬间 就我们很多个格局 瞬间 瞬间被拉大了 那个格局 进去瞬间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那种体验 是在这讲课 没有办法给到你的 你去到那个感受 去到那个现场 感受一下 激活你华夏子孙的 那种骄傲感 那种自尊感 哇 那种 那种感觉 一旦激活 一旦令人上 整个祖宗 整个秦皇 和我们整个人生 从此再也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不是企业家 不管你是不是老板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你们 人生当中的王 你是个暴君 还是个雍君 还是个昏君 还是个明君 去到秦始皇 为什么那你去看 秦始皇汉武帝 唐太宗 宋太祖 就是要让你 练进那些明君的能量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接下来 周老师来 把你们的格局 瞬间给你们拉升一下 好还是不好 我们来体验一下 好不好 有没有人 看过三国演绎的 举手 三国演绎 三国是哪三国 曹操对吧 刘备对吧 孙权对吧 魏蜀吾对不对 那请问魏蜀吾 这三个人 有没有一个 真真正的统一天下 给老百姓 安静的生活 有没有 没有 到最后是谁 统一的天下 司马仪对不对 那请问司马仪 为什么能够统一天下 因为还有三条国 司马仪为什么 可以统一天下 司马仪 是一个文人 他以前是个文人 他家里面 历代都当官的 他看不起曹操 曹操当年请他出餐 他不愿意去 给曹贼工作 他觉得曹贼串了汗 他不愿意 给曹操工作 他就愿意 给汉曹工作 曹操请了他两次 第三次说 你要不出餐 就给你杀了 司马仪 干了一件事 你知道吗 让他家的马车 从他的腿上碾过 瘸了 我没法上朝了 就司马仪以前 是个这样的人 那个格局 那个境界 是很低微的 哪有天下呀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他的老师 四世三公 文人默克之首 河北名士姓崔 叫崔岩 人生崔公 曹操晚年呢 生了魏王 他不喜欢 自己的长子曹丕 他喜欢自己的幼稚曹直 他希望把曹直立为地 但是你们要明白 古代为什么要 不能够费掌利诱啊 要利掌不利贤 就是因为利掌不利贤 就不会让朝中的皇子 为了争皇位而大大出手 天下乱了这么多年 上百年了 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 十四九空啊 在这个时候 曹操仗下第一谋是寻遇 以自己的死来牵卫王 一定不能够费掌利诱 费掌利诱乃取乱之祸 但是曹操没听 曹操没听 吹眼的这个朋友 寻遇 人称寻令军 自杀了 享用自己的死 唤醒曹操 但是曹操依然没有醒 虽然曹操很伤心 曹操派人去整理 寻令军的遗物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封书信 这封书信 是曹丕写给寻令军的 上面大骂自己的父王 曹操一看很生气 马上就把曹操下了大狱 曹操打死都不承认 这不是我写的 字迹就是你的 你还想否认 字迹是我的 有可能是没人冒充的 反正我没有写过 直到最后 忠遥重审此案 他突然发现 有一个人 这个人四世三公 天下文人莫克之首 这个人就是崔眼 只有他的笔记 能够模仿全天下所有人 有没有可能是崔眼做的事呢 来问问吧 把崔眼叫过来以后 崔眼想都没想 折都没折 说对啊 就是我写的 我写的 我嫁祸曹丕 我嫁祸曹丕 你为什么要嫁祸他 因为曹植是我的女婿啊 我要帮助曹植上位啊 当他讲到这的时候 大理寺所有官员都不相信 大理寺所有的官员都明白了 崔眼四世三公 文人莫克之首 那是圣人 那是圣贤 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大家都明白了 这是崔眼在牺牲自己的名誉 牺牲自己的生命 以死作局 这叫局中局 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 看似侮辱的 嫁祸的是曹丕 实际不是 是为了看似嫁祸曹丕 实际上是为了嫁祸曹职 嫁祸自己的亲女婿 就是为了维护敌长之统 让天下再无再乱 崔眼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啊 这件事深深地激发了 那个司马懿的境界 司马懿 那个格局瞬间被拉伸的那一瞬间 瞬间以安天下为己任 不为己安 不为天下安 不为己谋生 为天下人谋生 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那一刻 司马懿把天下装入了胸膛 所以才能够创立大晋王朝 统一天下乱世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在崔眼临死之前 和司马懿的对话 当年我看到这的时候 泪流满面 格局瞬间被撕裂 那一瞬间 一切都变了 我的整个世界都变了 所以希望 这两分钟 也能够瞬间拉动你们的格局 司马懿 亲眼看到了 寻令君 以自己的死 来唤醒魏王 而崔眼崔公 牺牲自己 世世三公的名誉 古时候的文人 比要他们的命 更重要的就是 污蔑他们的名啊 冒着被满门操展的风险 以死做局 为的就是天下一统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寻令君 他想死吗 他说人间滋味真香啊 他不想死 但是为什么要死呢 因为有些事 总要有人来做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 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去到了 马来西亚的华人博物馆 我看到了华人博物馆 我力流满面 一 所有的海外华人 都是因为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才会背景离乡 来到了异国他乡 赚到钱以后 看到我们的祖国有难 在抗日战争时期 无数的华人 卖房卖地 卖了自己海外 打拼几十年的产业 来去回馈自己的祖国 因为这件事 得罪了日本 日本占领马来西亚 对华人进行了大清洗 二 我们华人来到这里 不希望让自己的文化灭绝 有无数人 为了保住我们华文教育 不惜含冤如玉 不需被割夺了 公民权利 今天整个全球海外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应该是保留最好的 就是因为有无数项 催眼这样的人 他站了出来 因为有些事 他总要有人来做 为什么欧洲曾经也出现过 罗马统一了整个欧洲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欧洲 依然四分五裂 而我样样华夏 被灭国四次 但是今天依然可以处理不倒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以色列导游是中国人 他在以色列待了十年 他深深爱上了以色列 他说周老师 你不知道犹太这个民族 太牛逼了 被灭国两次 到最后流亡海外两千年 两千年以后 他们终于复国了 太牛了他们 我听到这以后 我说不对 我说应该我们中华民族更牛逼 他说为啥 我说我们民族被灭了四次 我们曾经进朝的时候 被五胡乱华灭掉 几乎汉族被杀 几乎杀大尽 我们被蒙古人灭过 我们被满清灭过 我们在唐朝的时候 被五代十国灭过 我们被灭过四次 但是中华民族没有逃亡 中华民族总是在 民族为难的时候 有一个人 像英雄一样的 站了出来 所以这个民族 才能够屹立不倒 延续两千五百年 四大文明 古国都已经不在了 只有华夏文明还在 就是因为这个民族 有英雄气 就是因为这个民族 不但有武将 像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 还有谁 还有像孔子 像孟子 像张子 像韩非子 这样的人 每当民族危难的时候 就有人站了出来 就像崔岩一样 崔岩是一个文人默客 愿意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 来去实现天下一统 那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我今天如果不讲崔岩 你们谁知道历史上 有一个人叫崔岩 你们不知道 但是他说了 后世说我们愚忠也罢 愚蠢也罢 不重要 有些事 总要有人来做 试想一下 中华历史走五千年 有多少个像崔岩崔公的人 有多少一个像崔岩崔公的人 冒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来让这个民族 一直在往前走 岳飞 明明兵权在守 他明明知道皇帝八块金牌 叫他回去 是要送死 那为什么还要去呢 于谦 是大明王朝最后的脊梁啊 明明知道废帝 回来以后 他不杀废帝 他一定会被废帝所杀 但是 他依然选择了赢废帝 因为他说 我要的不是一世之命 我要的是万世之命 所以这个民族是一个极其 有生命力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一个极其 有自尊感的民族 瞬间拿回炎黄子孙的那种气度 那种状态 那种感觉 如果没有秦始皇 如果没有孔子的思想 没有秦始皇的武力 华夏不可能走到今天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 叫天不生忠尼 万古如长叶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里面 有多少人像崔眼一样 在民族危难的时候 站了出来呢 掌声有请 孔秋 天不生忠尼 万古如长叶 秦三世 子英 在被项羽砍头之前 他喊的不是饶命 他喊的是 佩公 秦统一天下的理想不该被灭 答应我 让这个理想重新活下去 每道民族危难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民族英雄站出来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民族被灭了四次 但是今天依然 屹立世界 处理不倒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为什么 华夏民族是全世界最骄傲的民族 为什么 就是因为每道民族危难的时候 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 因为有些事 总要有人来干 就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两个多年没有直播了 百度 官方 非要请我去直播 推也推不掉 说在中国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经济学家 跟你一起对话 周老师 你看你是江湖派 他是学员派 你是实战派 他是理论派 你们两个人对话 肯定能够插出火花 你说未来会发生进入危机 他说未来经济会越来越好 你们一起对话 我就去了 我很尊重对方 一上来就开始恭维他 但是他一上来 就开始辱骂我 你就是那周文强是吧 今天忽悠别人创业那个是吧 你知不知道 我是文科状元 你知不知道 我是 红二代 你知不知道 我一出生就决定了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普通人一出生就决定了 他们应该做什么 普通人就应该去打工 普通人就应该去 为那些有钱人工作 你忽悠他们创业 他们能成功吗 就当他讲到这的时候 那场直播 我叫你两百多万人在线看 无数人在下面评论 说不是周老师需要我们 是我们需要周老师 你今天连我们创业 做老板的梦想都不给我们了 那是不是明天 我们连呼吸的权利都没有了呢 当时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教授啊 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你心中没有众生 你心中只有你的利益集团 全中国解决就业岗位 最多的不是国企 不是央企 是中小民营企业 给国家创造最多税收的 依然是中国民营企业 这些老板需要学财商 这些老板需要学创业 这些老板需要学会直播 那一刻我说实话 前一秒我真的做了个决定 我准备退出了 说实话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醒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开悟 那个时候我很怕死啊 我也很怕失去我的一切啊 我从15岁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走到今天 我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才活下来的 所以我不能请你死去 但是就在那一刻 我做了个决定 我真的看到了 那台下200多万评论区 在那里评论 周老师你一定要讲课 不是你需要我们 是我们需要你 那一刻我做了个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部电影上映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江子牙 我就去看电影去了 反正我现在不是不讲课了吗 疫情嘛刚好 正在跟对方正在谈谈 休了两个月 我去看电影吧 江子牙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江子牙 马上就要跪下封神了 他的师尊告诉他说 我要封你为众神之掌 你只需要拿起这把剑 斩杀狐妖 你就可以成为众神之掌 江子牙拿起自己的宝剑 正准备斩杀狐妖的时候 突然发现 狐妖里面有一个人 打几十个人 狐妖只是附了他的体 他说师尊不行啊 这里面有个人啊 他师尊说 斩了 你就是众神之掌 你不斩 为师就把你贬为凡人 江子牙说 一人不救何以救畅生 他选择被贬 成为凡夫俗子 他也不愿意成为众神之掌 从那天起 江子牙被贬凡臣 变成了一个凡人 他一直在追查狐妖的真相 终于他明白了 原来这一切 都是他的师尊 和九尾狐妖做的一个局 从那天起 他愿意 知身汉昆仑 以天下众神为敞 为敌 也愿意寻找真相 因为江子牙告诉我说 走自己的路 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神 一人不救何以救畅生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愿天下再无不公 愿世间再无愚昧谎言 不为己安 为安天下 不为己谋生 为天下人谋生 因为天下 是天下人的天下 那一刻 我真的 穿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那一刻 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今天起 我不讲课了 即使我活着 我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讲课就是我的生命啊 就像篮球 就是科比的生命一样啊 所以那个时候 我做了个决定 死要上台 讲 因为有些事 总要有人来做 不是我们 又是谁呢 当我开始 站在台上讲课的那一瞬间 我仿佛 一直在追求开悟觉醒 我不知道什么是开悟觉醒 我也不知道 怎么样才能开悟觉醒 我仿佛走进了一个 黑暗的房间 我不知道门在哪 我很清楚 当你开悟觉醒以后 就如同柳暗花面 又一村 会走向另外一番场景 但是我不知道门在哪 就在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一束光 我开始向一束光走去 直到最后 我推开了那扇门 我的整个人生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从那天起 我真的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 你经历的所有的苦难 都不是为了把你给整死 都是为了让你醒来 都是为了让唤醒你 所有大彻大悟的人 都曾经历过 无药可救 心不死 则道不生 人的末路 就是神的开端 倘若冲突末路 那便始终复杂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就像当年的孔子一样 孔子要让他的儒学 推广到全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让人人都能成为圣贤 让人人都能成为君子 让华夏之国成为君子之国 他认为天下大乱 都是因为礼崩乐坏 在鲁国 他最高做到了代国相 但是鲁国的济师告诉他 你可以继续当你的代国相 但是只有一条不允许在讲课 不允许在推广你的学说 孔子之所以会被迫带着弟子 周游列国 其实是被贬出鲁国 他不走会被人杀的 十几年以来 他带着他的弟子一起周游列国 一事无成 但是他的儒学 真的推广到了全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到最后 华夏文明就是因为有了儒家 才有了华夏文明2500年 我们今天不管有没有读过论语 其实我们已经深深地 被儒家思想印在了我们的骨髓里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中国人再怎么计划生语 死若生个儿子 这就是儒家学说呀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当年孔子能够成功 靠的不是一个孔子 靠的是孔子和孔子的众弟子 靠的是他的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 因为我知道 如果能够把财商变成普世之学 天下才能够真真正正地实现太平 试想一下 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实现财富自由了 谁还偷谁啊 谁还抢谁啊 谁还打谁啊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这件事靠我一个人 能不能实现 不可能 你不需要向外求 你原本居住 此生只要你能学会的智慧 都证明你本身就有 你会找到你的 真真正正的那个你 你会活出那个 真真正正正的你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知道你是谁吗 你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谁吗 你是那个伟大的创造者 你就是道 在138亿年前 有一个意识存在着 他就是道 他存在了上兆万亿年 他突然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存在吗 他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他要想感受到我 他得创造出一个非我 所以开始宇宙大爆炸 形成了星系 形成了日月三合 也形成了你我 我们每一个人 都经历了宇宙大爆炸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宇宙大爆炸的参与者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那个宇宙源头来的 而来到这里的 唯一任务是什么 我们都记得在讲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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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到底是修啥呀 是修心吗 是修情绪吗 是修贪嗔痴慢疑吗 在市面上 无数人讲修行 我觉得最接近修行的 本质的是 日本的精英之圣 道生和夫先生 道生和夫先生说 人活着唯一目的 是让自己的灵魂 走的时候 比来的时候 更高一点 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更高一点呢 他还是没讲明白 在我觉醒以后 我突然看到了 这个宇宙的真相 那就是 每一个人 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 就是修自己的成绩 我们每一个人 从出生那刻起 我们的成绩就注定了 我们的成绩 是由我们上辈子的 修为和福报 来去决定的 一个成绩 在地狱道的人 他就会很倒霉 终生就会很倒霉 你会发现 他就会比别人笨 你就会发现 他这辈子 都有嗔恨心 他的嗔恨心极重 一个人 就是因为嗔恨心极重 才会堕落地狱道 今天我讲的地狱 跟你们所理解的地狱 不一样 你们不要认为 是死了以后去地狱 再说各位 你不觉得有时候 活着就是地狱吗 此时此刻 有没有人 正在经历战乱 此时此刻 有没有人 正在经历绑架 再说各位 此时此刻 有没有人 正在医院 被人开肠破肚 得了癌症 不自治症 有没有 那请问 他们此时此刻 活在哪 如同活在炼狱 如同活在地狱 还有一种人 叫恶鬼 恶鬼 为什么会堕落到 恶鬼道呢 就是一个字叫贪 吃多少都不够 那再往上走 叫畜生道 我想问一下 这种各位 你们有没有过 这样的体验 就是你教两个孩子 就有一个孩子 一学就会 但是就有一个孩子 怎么学都不会 这么简单 他就是不会 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所以他笨啊 所以他蠢啊 吃 贪嗔吃慢衣的吃 再往上走 人道 你会发现 你小时候 总是在为父母着想 到学校 总是在为老师着想 谈个女朋友 总在为女朋友着想 生个孩子 总是为孩子着想 你总是为别人着想 你从来没有 为你自己想过 所以你此生 压根就没有活过 死亡不可怕 可怕的人压根就没有活过 我们每一个人 都活在不同程序 如果说 你想过上 每天 哇 很幸福 很健康 遇到的全是好人 遇到的全是好事 哇 又是赚钱 又是健康 又是好运 又是贵人 那是天人道 才能碰到的事 你的成绩到天人道 你自然就会 过上那样的生活 就是有些人 真的他没有你有努力 也没有你有能力 他就是赚的钱比你多 为什么 因为成绩比你高啊 所以修行 修的本质就是修成绩 不是修贪嗔痴慢衣 贪嗔痴慢衣 只是成绩显得一个像 举个例子啊 各位 为什么一个人 会堕落地狱岛 就是因为这个人 有强烈的嗔恨心 如果说他有嗔恨心 他是从地狱到来的 他做任何事 都会有嗔恨心 那我恨他爹 恨他妈 恨别人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如果曾经在第一关 有打过游戏的举手 你打游戏的时候 你在第一关 你把那个妖怪杀了 往前走 又杀了一个妖怪 又往前走 你还在第一关 那个妖怪你往回走 他又回来了 这叫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修贪嗔痴慢衣 是磨道 是在投影里面做文章 你曾经在地狱到 你就一定会有嗔恨心 那怎么样才能 没有嗔恨心呢 曾经从第一等级 上升到第二等级的时候 你的嗔恨心 瞬间就消失了 但是 新的妖怪来了 那就是瘫 那个瘫来了 为什么很多人就瘫呢 因为这个人生下来 就是二啊 就是二等级 他就是天生就瘫啊 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骗 就是因为瘫嘛 如果你不瘫 怎么可能被人骗呢 为什么总是骗的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呢 就是因为你的层级是二等级 你会吸引骗子 会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而且在这里 我要给你们讲个 很高的东西啊 认真听啊 你出门 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骗子 把你给骗了 我出门 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贵人包 给帮了 可怕的是 我们遇到的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 他人是你一时的投影 这个世界有无数个 版本的他人 这个人到底是个好人 还是坏人 跟你层级有关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你这个层级的 这个版本的专属演员 各位 你买了辆宝马车 宝马车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是低配的 第二个是中配的 第三个是高配的 你买的那个低配的 那个宝马发动机是低配的 那个皮 上面的漆 喇叭 音响 全是低配的 但是你买的是 那个高配的宝马汽车 你的发动机是高配的 你的轮胎是高配的 你的那个皮是高配的 你上面喷的漆是高配的 你里面装的那个喇叭 音响是高配的 就所有一些都是高配的 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这个乖 你们知道什么叫修行吗 修行修的成绩 我曾经有一个 我这个经常被他父母打骂 从小 然后这样的一个老公 被他老公打骂 他说周老师 我发现我生命中全是坏人 我太痛苦了 我跟我老公离婚 我说你离婚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离婚以后 你还会碰到一个家暴的男人 他说周老师 你说得太对了 其实这是我第二个男 第二个老公 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吗 你老公只是你这个意识的 一个投影而已 你变了他就变了 你是地狱道的 你的老公就是地狱道的 你的孩子就是地狱道的 你的所有的家人 都是被你投影 投到地狱道了 如果你的这个 一提升了 你会发现 你老公会变得很爱你 你身体的就会变了 改变世界是神经病 改变自己是神 他老公不再打他了 反而非常爱他 现在过得无比的幸福 他说他老公变了 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 不是他老公变了 是谁变了 是你自己变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修行的本质 就是提升这等级 给大家举个例子 王阳明出生的时候 是第四道 而宁王一出生 比王阳明还高 所以他一出生就是王爷 后宫加力三千 过得非常好 很奢华 但是王阳明出生以后 他每天在想一件事 如何干好事 如何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他的成绩不行升级 而宁王呢 每天想的就是造反 我当皇帝 就因为宁王造反这一件事 因为他这一个举动 有多少百姓会流离失所 有多少将士会战死家杀场 他本来有福报 就因为他做了这一个动作 直接进入地狱道 所以宁王到最后是怎么死的 被林池处死 一刀一刀刮 刮了三千七百七十七刀 不但宁王被处死 宁王的全部家人 孩子全部被林池处死 来 请问结束了吗 也就是他得轮回多少年 才能够往上走 大家能听懂得说什么吗 所以这个是比较慢的 一种修行方法 就是修福报 我们再来讲一个 比较快的方法好不好 开悟直接 知道进入地狱道 是个什么状态吗 出门见喜 出门欲贵人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心向事成 你们想不想过这样的 所以修行的本质 就是修灵魂成绩 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成绩 都是不一样的 要想让提升这种 其实很简单 我再教你们个 更快的方法好不好 根据宇宙的能量守恒定律 同频共振定律 一个灵魂成绩 在第一道的人 每天都跟一个灵魂成绩 在第八道的人 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灵魂成绩 第一道的会瞬间被拉升 能听懂吗 各位 那如果一个灵魂成绩 本身在第四道的 天天跟那些灵魂成绩 在第一道的人在一起 就会被拉低 仔细听 给大家放一个视频 大家认真看 第一个视频 有一匹马 一不小心呢 踩到了沼泽地里 它越挣扎 它往下陷得越狠 然后到最后 它整个半个身体 都已经被陷到泥土里了 还在往下陷 这个马都已经放弃了 不再蹦了 马的主人看到以后 就想救这个马呀 拉半天 拉不动啊 而且差点把它蹲进去 这个时候 这个马是不是必死了 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马 是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日本的著名科学家 做了个实验 就是有很多的钟摆 他无意地把这些钟摆 全部拨动 这钟摆都在乱摆 但是摆着摆着 同频共振了 所有的钟摆是同一个方向 仿佛军队一样 哇 那个力量感超乎想象 这是一个震惊 中外的一个实验 在美国 有一个科学家 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那就是 他发现有一群猴子 特别喜欢吃番薯 他就故意把那个番薯上 抹点泥给那些小猴 那小猴用手扒了半天 把泥扒了干净才能吃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科学家呢 就找到了一处山泉 故意让一个猴看着他 拿着带泥的番薯 在那个山泉里面 让那个水自动把那个泥给冲走了 然后他开始吃 当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 那个猴看见了就学会了 那个猴就拿一个泥的番薯去那洗 当一只猴学会洗番薯以后 其他看到的猴也学会了 慢慢的 那座猴山里面 有将近两三千只猴 同时都学会了洗番薯 当他们都学会洗番薯以后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一夜之间 全地球的所有猴子 瞬间都学会了洗番薯 这就是同频共振 这就是量子纠缠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全地球 有一批人开悟了 这个开悟人的这个 这种频率到了一定的临界值以后 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人 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开悟 当全世界的人 全部都开悟觉醒以后 你会发现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我怎么会伤害你呢 伤害你不就是伤害我吗 为什么那些觉醒的人 他不再杀生了呢 他不再吃肉了呢 因为你吃了一条鱼 其实鱼就是你的一部分 就是你吃了你自己的一部分 你觉醒以后你会吃自己吗 有一朵浪花 一直在寻找大海 他熟不知 他其实他就是大海啊 有一天这个浪花突然觉醒了 他突然发现 我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突然有一天 他体验到了 他就是大海 他就是大海 他不是大海的一部分 他就是大海的全部 哇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觉醒了 这个世界还会有战争吗 这个世界还会有种族冲突吗 这个世界还会有坏人吗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马斯克说 我为了人类文明继续能够延续 我必须保证 在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 让人类可以登陆火星 殖民火星 因为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定是核武器 那人类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一定要在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窗口期 帮助人类实现登陆火星 那我想问的是 这是他给人类开的药方啊 马云给人类开的药方是 我用我的商业账 让人类繁荣一百年 马斯克给人类开的药方是 我要让人类登陆火星 成为跨星星种族 让人类文明可以得以延续 但是我给人类开的药方是 就算人类到火星了 人类不觉醒 火星也有可能发生战争 把火星给炸了 你信不信 是还是不是 这对各位 那什么时候 才有可能不发生战争呢 就是人人皆可成为圣贤 人人皆开悟觉醒以后 会成的梦想是 让一家族实现财富自由 而的梦想是 让众生觉醒 各规其道各行其事自行运转 把这娑婆世界 变成美丽的莲花帮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做的各位 那匹马 它已经 它自己在那整半天 它都已经放弃了 每一次蹦 只会让自己陷得更深 它都已经放弃了 它的主人拉 它都不走了 那为啥又不走了呢 因为有一大匹马在那 转在那跑 刚开始我看这个视频 我是懵的 牵着马在那跑 有什么用啊 结果跑跑跑跑 跑到最后那个正频 有没有就影响这个马了吗 这个马就开始 直到最后跳出泥潭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做的各位 宇宙的第一规律是什么 就是同频共振 低频的人遇到一个高频的人 低频的人 瞬间会被高频的人拉高 同频共振 什么是开悟 开悟就是你突然意识到了 原来人生就是一场梦 开悟就是你突然明白了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只有你自己的体验是真的 开悟就是我处于这个世界 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庄子有一天做梦 梦见了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庄子梦醒以后就问自己 到底是这个庄周这个人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呢 还是蝴蝶做梦 梦见了自己变成了庄周这个人呢 如果你问庄子 到底庄子是真的 还是蝴蝶是真的 庄子会告诉你说 都不是真的 梦是真的 觉醒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 你只是在演一个角色而已 角色 演员 观察者 你既是那个角色 又是那个演员 又是那个观察者 为什么说开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呢 请问今天不开悟的时候 你的老婆跟你吵架了 你痛不痛苦啊 你生意失败了你痛不痛苦啊 你今天生病了你痛不痛苦啊 小孩不听话你痛不痛苦 你肯定会痛苦 但是请问你能控制 你老婆一辈子不跟你吵架吗 你能控制小孩一辈子都听话吗 你能控制你在生意场上 一辈子都能赢吗 不可能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 有好就一定有坏啊 那为什么说开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呢 因为开悟以后你会发现 你不再追求幸福 因为你就是幸福本身 幸福是一个大背景 我们应该让我们人生当中的 吃喝拉杀输赢生死 都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 幸福应该是个大背景 幸福不应该是个目的地 我们应该每天都活在幸福当中 因为我们就是幸福本身啊 今天你老婆在跟你吵架 站在更高的维度 一个开悟者来看 你老婆正在跟你演一场戏 她在戏里面演一个 骂你的老婆 那你就演一个被他骂的老公警察而已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演戏 人生如细细如人生啊 当你一旦觉醒以后 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假的 你不是周文强 你在演一个周文强 周文强是你演的一个角色而已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开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 所有一切全变了 好还是不好 这是修行的本质啊 各位 我接下来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从如此普通 有些是下岗女工 有些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有些一辈子都没有赚到钱 那为什么就改变这么大呢 可能在你们看来是 学了财商 学了方法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圈子 就像那匹马一样 在泥潭里面挣扎了几十年都跳不出来 都快淹死了 一群马群一滴力 哗就上来了 那个场不一样了 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做 天下无财不养道 很多人会认为 无财不养道的意思就是 没有钱又不能去修道 其实不是那意思 我们今天在世界里 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道给我们的 无财不养道的意思就是 道给你的每一分钱 都是为了让你来修道用的 你不把这个钱花到修道上 你花到吃喝玩乐上 道就把你钱收走了 道就是我们的母亲 想一想 你的妈妈 很有钱 送你去美国留学 你要好好学习 报课 嘎嘎给你钱 结果你拿你妈给你的钱 不报课 你天天吃喝玩乐 坑梦拐骗偷 对吧 吃喝标头抽 你告诉我 你妈还给你钱吗 就把你卡给你冻结了 给你收回了 无财不养道指的就是 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道给的 我们的衣服是道给的 我们今天吃的食物道给的 我们今天用的钱都是道给的 道给我们才是让我们来修道用的 今天你不把这个钱花在修道上 你的钱就会消失 再说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财富总是在平均分配 你们知道核心原因是什么吗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无财不养道 还是那句话 所有的人才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周老师能够走到今天 如果没有花钱去修行 花钱去学习 我没有今天 在这个世界上人生成功是需要贵人的 叫做各位 那你的贵人为什么迟迟没有出现呢 因为你要先成为别人的贵人 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件事 对你来讲可能比登天还难 你相信吗 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可能易如反掌 但是有一件事 对你来讲可能易如反掌 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可能比登天还难 如果你帮助了那个人 把他难比登天的事 你帮他易如反掌给他办了 你难比登天的事 让那个易如反掌给你办了 你们两个人不都易如反掌了吗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人生是需要贵人的 你的人生之所以贵人迟迟没有出现 因为你还没有成为别人的贵人 要想让帮你的人出现 首先你要先帮助别人 就是因为你帮助别人 到最后你一定被别人所帮 爱出者爱犯 付出什么就会收获什么 凡是想害别人的 到最后一定被别人所害 凡是想帮别人 到最后一定被别人所帮 因为万事万物 其实只有你一个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 你帮助别人 其实不是在帮助别人 是在帮助你自己 你害别人 其实不是在害别人 是在害你自己 今日我是必成 今日是我 是成之日 感恩这美好所有的一切 我很开心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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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幸福 太棒了 又是聰明 太棒了 又是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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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今天我會 順順順順順 今天幸運女神 與我相伴 今天機遇女神 光臨我的生活 太棒了 今天是多麼美好的一天 充滿了愛 充滿感 充滿喜悅 充滿財富 充滿健康 充滿好運 充滿養殖 充滿和平 還是那句話 在這個世界上 你所聽到的 看到的 學到的 都叫知識 知識都是別人的 叫詩人雅慧 而你自己體驗到的 悟到的才叫做智慧 我想讓你們分享 絕對不是為了讓你們 重複我說過的話 就是周老師的化工大法的 前三部告訴你們了 為什麼第三部叫生發呢 為什麼叫生發 因為只有你自己生發的才是你的 老師是往你大腦不斷的裝些什麼 叫知識 而大師是讓你自己在內心身底 長出些什麼 叫智慧 所以當你們在分享的時候 一定要分享自己真實的感受 還是那句話 我讓你寄的筆記其實都不重要 你自己通過這堂課 你學到了一個點 然後你把它寫下來 那個是你的 那個很重要 今天上午 就假如說聽了上午的課程 你們能感受到原來一切都是道 原來一切都是規律 你看這個世界的那個狀態變了 今天上午的課 你才叫真真正正的學懂 還是那句話 整個世界每一年有四季 春夏秋冬有二十四個節氣 然後周而復始 換句話講我們活在一個 充滿了規律的世界 如果沒有規律 不可能有科學 也不可能有物理學 那你們知不知道 在這個世界上 那些活得最頂級的那些人 成為各個領域的領袖 成為各個社會的精英 能夠成為這個世界的 某一個領域的神 這些所謂的人 我們喜歡用一個字來表示 什麼家 發明家 科學家 音樂家 數學家 物理學家 等等 畫家 作家 來我問你們個問題 這些人 為什麼可以成為什麼什麼家 有人說了 他們 有人說了 他們在某一個領域做出了成就 那他們為什麼能做出成就 專注 他說專注 這肯定是不對的 究竟上完上午的課怎麼還說專注呢 他發現了某一個領域的規律 他按照那個規律去辦事 也就是這個世界所有的這個家那個家 他都是在某一個領域找到了規律 而且按那個規律去辦事 按那個規律去辦事 他叫順道而行啊 叫順道而為啊 叫順流而下啊 當你合道以後叫天父叫天賜 但是如果說你背道 你違背規律 不好意思 你要遭天譴的 這一句話可能不好聽 但是這句話如果你們能聽懂 我讓你們瞬間醒來 那就是如果你此時此刻 正在經歷病痛貧窮痛苦 等等這樣的東西在折磨你 我想送給你一句話 你正在遭天譴 大家能聽懂得說說嗎 我這個行業今年才是我做的十二年 就對於他們來講 我曾經我是後來者 那為什麼我變成後來者沮喪了呢 就像那個 就像那個 我以前我聽不懂啊 就是以前 我就不說名字了吧 就跟你們說一個能說的吧 比如說孫子 孫子兵法 他講到就是兩個人對役 兩個人對戰 其實比的就是誰不犯錯 那時候我聽不懂 但是現在我聽懂了 你們聽懂了嗎 比的誰不犯錯指的就是 這個人如果沒有合道 他不可能成功 這個人如果沒有合道 他不可能成為帝王 這個人沒有合道 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將領 他肯定是曾經做了一些事 是合道了 他才能拉起一支隊伍 我們兩軍對壤比的就是 誰不犯錯 誰不犯錯指的就是 咱只要不被盜 敵人被盜了 敵人就會造天譴 敵人就會死 敵人死了 我們這樣就贏了 大家能聽懂得說說嗎 知道各位 就是你們知不知道 修道修道一定程度以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世界普通人士 遇到事以後就怕就躲 那個困難就變成了災難 高手就是我不害怕 我願意承擔 我願意為我做的 所有的一切去承擔責任 那領袖是什麼 領袖就是我出現事了 我不怕事 我還能把事給平了 但是你知道最頂級的那些修行者 那些所謂的聖賢 他們是可以做到 我可以讓這件事發生 也可以讓這件事不發生 我可以讓這件事發生 並且能夠控制這件事情 發生的走向 我可以控制它 是往好了方向發生 還是向壞了那個方向發生 你們能聽懂我在說什麼的 舉個手 也就是當你有一天 雨到河了 你是可以控制 任何一件事情的走向的 你可以把發生在你身上的 所有的事都變成好事 來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 今天在座的各位 就是為什麼孙子兵法裡面 還有一篇 它講的是個什麼道理呢 就是我不出手則矣 我一出手一定必勝 你知道為什麼他能必勝嗎 因為知道他出手沒有必勝的把握的時候 他選擇不出手 你們知不知道 曾經的秦國有一個最牛逼的人 他一戰打敗了趙國 坑殺趙國四十萬 這個人叫白起 都聽過吧 秦國有一個將領叫白起 你們都知道白起滅了趙國以後 後來他是被秦王給砍了腦袋的 他為什麼會被秦王砍了腦袋呢 因為滅完趙四十萬人 秦王又讓他去打另外一場仗 而這場仗他不想打 他告訴秦王這個仗不能打 打了必敗 但是秦王就說必須打 而且我要派你去打 他說那我不去 稱病在家 皇帝說你不去就是違反我將領 我把你殺了 那你殺我也不去 就在看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以前我是不了解的 我是不理解 我是無法接受 為什麼他寧可死都不願意這次上戰場 就是當我有一天得到以後我明白了 為什麼 你們說為什麼 他寧可死也不打這場仗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把握 他不是沒有把握 是他知道打這場仗必敗 就是他知道我作為一個將領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就是百戰百勝 一個將領為什麼可以百戰百勝 因為他敗的時候他不出手 他不打 你能聽懂嗎這位 這就是高手 當然了 我跟你們講的 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 那實際上 當然了 他只是在某一個領域得到了 他在更高的領域沒有得到 再直接一點吧 他的道是在戰場 而不是在廟堂 如果他是一個完全得到的人 他可以在戰場上得到 他依然可以在廟堂上得到 他可以不打敗 讓自己成為常勝將軍 他亦可以讓皇帝在廟堂上不殺他 這才叫高手 能聽懂再說說嗎這位各位 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在做事 有人做企業 有人做音樂 有人做風水 有人在講課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我把這個世界上 分為三種境界的人 有人靠講課就是在賺錢 有人靠做互聯網就是在賺錢 有人靠給別人看風水 改名字就是在賺錢 這是太low了你知道嗎 而你們大多數都在這個維度 那比這個境界更高一點的是什麼呢 把這件事當成了自己的事業 把這件事當成了自己的使命 自己的生命與這件事合一了 就如果不讓我講課 我寧可去死 無比的愛好 無比的熱愛 就像科比熱愛籃球一樣 已經把事業當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這是第二境界 那你知道最高境界是什麼嗎 做事業的最高境界 不是把它當成事業來做 是把它當成神業來做 能聽懂什麼叫神業嗎 能聽懂什麼叫神業嗎 只是為了賺錢叫商業 把它當成事業來做 畢生的使命叫事業 再往上叫神業 神業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不是在講課 我都在借講課這件事修行 能聽懂嗎 就是有人是給別人看風水師賺點錢 有人是把當風水師 當成了自己一輩子的使命 他覺得我生下來就是為了幹這件事 而還有一些就是 我把風水當成了修行 以風水入道 通過這件事讓自己修成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就為什麼一定要讓你修行呢 就像今天有一個同學說 周老師你講的東西我都聽不懂 因為我今年就十二歲 非常好 你是最棒的 十二歲的孩子在哪啊 你聽不懂你就繼續在這炮著 就炮著炮著 炮到第四天 你可能就通了 那不開玩笑啊 漢朝有一個人叫桑洪陽 十二歲當了宰相 當了大漢王朝的宰相 什麼概念 為什麼他的國號成為了一個民族永遠的名字 為什麼他給了一個民族挺麻千秋的自信 為什麼我們都是漢族對不對 我們漢族是誰給了我們這個民族 就是漢武帝 漢武帝為什麼那麼牛逼 就是因為他可以用一個十八歲的獲取病 來做飄騎將軍 他可以用一個十三歲的小孩 桑洪陽來做宰相 跟年齡沒有關係 醒了就是醒了 覺醒了就是覺醒了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 還是那句話 聽不懂更要聽 就是窮人思維是聽不懂 算了我不聽了 就是你知道我當年去聽一個老師的課 我就覺得我聽不懂 所以我報了他所有的課 因為我覺得他肯定比我高 我太低了所以我聽不懂 我更要聽 我聽第一遍聽不懂 我聽兩遍三遍四遍五遍 直到聽懂為止 能聽懂我在說什麼舉手來 這句能聽懂的 所以很正常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家人們 就是上完周老師的課以後 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就是你看什麼都是規律 看什麼都是規律 把孩子培養成領袖 是有規律可循的 去找到那個背後的規律 把夫妻感情經營好 是有規律可循的 把家庭經營好 是有規律可循的 讓自己父母長壽開心 是有規律可循的 讓自己每天健康 無疾二中 是有規律可循的 就萬事萬物都是規律 都是道 皆是道 就當你進入這種狀態的時候 那叫開悟的前兆 突然有一天你觸摸到了 某一個領域的規律 你就得到了 所以我們通過 以周老師的課程為法身 我們講錢不是為了講錢 是為了講錢背後的那個道 那個規律 然後通過以財入道 讓你們通過創造財富而得到 你們說這樣好還是不好 但是在正式講課之前 我跟今天上午說了 佛祖有三部教 無緣者不渡 無怨者不渡 無信者不渡 不是他不渡是他渡不了 我還是那句話 你們能坐在這兒證明咱們有緣 既然咱們有緣 咱們要不要珍惜這個緣分 能不能坐在這兒睡覺 能不能停了一半跑了 不能來回走動了 能不能做到 第二 無怨者不渡 能不能給我生起一個月 什麼不能呢 能不能生起一個月 我要成為聖賢 我要覺醒 能不能生起這個月 能不能 來 無信者不渡 還是那句話 相信我 你又沒損失 萬一你成功了呢 對 還是不對 佛祖有三部度 周三不教 不是君子不教 不是孝子不教 不是行子不教 不教不是我不想教 是我教不了 不是君子不教 我以前我不明白 為什麼孔子教弟子 有一半的時間 在教他的弟子怎麼做人 在教他的弟子如何做君子 你為啥不直接上干貨呢 我總是在這麼想 你直接上干貨唄 但是後來我做培訓做了12年 我終於發現了孔子的智慧 我們都想賺錢 錢的背後是事 把事做好了才能賺到錢 而事的背後是人 把人做好了才有可能把事做好 你知道嗎 我發現跟我學習的 有很多很多人 他真的是通過跟我學完以後賺了很多錢 但是過了兩年以後 又破產了 甚至混得比以前還差 甚至坐監獄了 但是有一部分 他真的就是越來越好了 你知道這兩人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人到底是個君子還是個小人 再說各位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都說了 離到越近越健康 離到越近越幸福 離到越近越有錢 對不對 那是什麼東西讓你離到越來越近 或者說是什麼東西讓你離到越來越遠 我們用佛家的話來講 福報是真實存在的 福報多了 你就會離到越來越近 業障也是真實存在的 業障多了 就會讓你離到越來越遠 他跟我學了將近有四年 他都沒有賺到錢 這是以前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的課程是很落地的 然後我就跟他聊 我說你講一講你到底做過什麼缺德事 你給我好好說 你給我說實話 他說 我打過胎 我說你打過幾個 他說我打過十二個 現在他生不出孩子 然後呢老公跟他離婚 然後身體一塌糊塗 然後事情一塌糊塗 我還是那句話 出來混淆還的 我們每一個人說的每一句話 想的每一個念 做的每一個事 都決定了這件事是福報還是業障 都決定了你在離到越來越近 還是在離到越來越遠 離到越近越健康 離到越近越有錢 離到越近越幸福 離到越遠越生病 離到越遠越貧窮 離到越遠越倒楣 那我們是想離到越來越近 還是想離到越來越遠呢 想離到越來越近 我送你們四個字 咱們老祖宗說天道愁秦 對不對 實際上不對 那是被別人改了道德經 改成天道愁秦了 那是不對的 如果天道愁秦的話 最有錢應該是農民工 應該是我爸跟我媽 看來不對嘛 天道愁什麼 天道愁散 善良的那個善 把它寫下來 天道愁散 我說要想成為一個聖賢 要有四顆心 第一顆心是什麼心 還記得嗎 感恩之心對不對 要感恩我們的父母 要感恩我們的國家 要感恩我們的民主 要感恩你認識的每一個人 對不對 我今天告訴你第二顆心 叫赤子之心 如果你問我說周老師 你是如何從一個普通的少年 到今天的人物 我就跟你說四個字 赤子之心 就不管別人怎麼對我 我永遠用這顆赤子之心 對別人 我這顆赤子之心 就是王陽明先生講的那個 在王陽明即將死去的時候 他的弟子就去到他病床前 你再跟我們講講唄 王陽明說還講啥呀講 非要講的話 最後八個字 此心光明亦附何言 什麼叫此心光明 你知道嗎 此心光明就是 你今天說的每一句話 生起的每一個念 做的每一個動作 你不要認為別人不知道 叫人在做 天在看 我對得起天對得起地 中間對得起立民百姓 對得起我生命當中 遇到的每一個人 這叫此心光明 所以咱們華人 有一個習俗 就是人死了以後 得用白布把臉遮住 你知道這是為啥嗎 因為你生前做過很多 缺德上良性的事 你無言面對老天爺 把臉遮住 但是王陽明跟他的弟子說 我死以後不允許白布遮滅 他的弟子大獲不解 後來大的弟子 跑過來奔商 看到師父這個遺訓 就馬上就懂了 在他的師父那個 花圈上提了個腕簾 自信平生無愧是 死後方敢對青天 就是我們的師父已經自信到 自信平生無愧是 他此生沒有幹過一件 對不起天 對不起地 對不起皇上 對不起黎明百姓的事 所以死後方敢對青天 這句話有沒有力量 這就是此心光明 這就是第二顆心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今天在做的各位 我希望大家如果想好 從今天起 你記住 所思 所言 所行 就是一台3D打印機 它在打印你的人生啊 打印你的生命啊 你想讓自己變得更好 生起的每一念 都要把它變成善念 說的每一句話都把它變成善語 做的每一件事都把它變成善行 能聽懂嗎 你們知不知道一句話有可能害死一個人 但是一句話有可能幫助一個人 就你知道嗎 你不經意的一句話就有可能害死一個人 你害死的那一個人 那一個人對某個人來講可能就是全世界 你知道嗎 你可能在不經意之間你的一句話 你的一個動作就毀滅了整個全世界 被網爆致死的 在中國還有一個案例 就是因為這個人被網爆致死了 他全家全死了 全自殺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一句話也可以救一個人 你知道在互聯網上有多少人 他負債幾百萬幾千萬 然後呢信用卡預期馬上變成黑戶 他很痛苦 他人生已經不想活了 在自殺的邊緣 他突然刷短視頻刷到了周老師 周老師馬上就跳出來跟他講了一句話 所有大策大悟的人都曾經歷過無藥可救 行不死則道不生 人的末路就是神的開端 倘若衝突末路那便失足破路 如果你的人生已經走到谷底了 往哪走都是下殺 你知道我這一個段子救了多少人嗎 在上海疫情封城的那幾個月 有一個企業家因為封城房租要繼續付 員工工資繼續付 瞬間從一個千萬富豪到負債幾千萬 他是走在樓頂要跳樓的 打開手機想給他們家人發最後一個信息 拍最後一條抖音 突然一滑刷到了周老師 就因為這一句話 他正要跳樓 他說人的末路就是神的開端 這句話太有力量了 那證明我也快成神了呀 你的人生走到谷底了 往哪走都是向上 對呀我都到谷底了 痞疾太來呀 把周老師所有的視頻全刷完 連續刷了三個小時 手機刷沒電了 這哥們直接刷覺醒了 用了半年時間重新東山再起 不但還清了所有的負債 還成為了億萬富豪 就因為刷了一條短視頻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 一句話有可能害死一個人 害死一個人 這個人可能對某一個人來講 就是全世界 你可能一瞬間一句話 就毀滅了全世界 但是你的一句話 有可能救一個人 而你救了這個人 你知道嗎 有可能救了一個人的全世界 是還是不是 是 所以為什麼周老師能越來越好 因為我每天都在救人啊 我每天只做有福報的事啊 所以從今天起 你們是要繼續離到越來越遠 還是要離到越來越近 正在周老師講課的時候 你馬上升起一個念頭 我靠周老師講得真好 但是是不是想成交我 這一念升起你的福報 第一 你為啥不能升個更好的念 哇這句話講得太好了 就同樣是 升起這個念 第一加一千分 你說你升起個惡念就算了吧 對不對 你還跟別人講 對不對 別人要報課 你還跟別人講 不要報 可太貴了 這句話一說出來 你的福報存責 第一扣你的所思 你的所言 你的所行 就證明了你是君子 還是小人 君子 就與道合了 叫合道天成 天父天賜 你做的這個動作 是個小人行徑 小人 就是在背道二位 等著你的 只有一個 天賤 君子如玉 哎 喜不喜歡玉啊 搞個玉班 戴手上好不好看 戴個玉配好不好看 戴個玉手肘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叫君子如玉 小人如蛆啊 我見過很多人 我見過很多人把玉 戴在身上 有沒有人把蛆 戴在身上的 啊 來 慢說 給他們放幾個玉 看一看 來 喜不喜歡玉 喜不喜歡玉 這玉好不好看 戴身上 君子如玉 為啥 孔子讓他的弟子 每個人戴個玉 時時刻刻警惕自己 我要當君子 啊 因為君子何道 天賜 好 繼續 慢說 小人如蛆 把玉戴身上 有沒有人把蛆戴身上 來 不知道啥是蛆 萬松他們不知道啥是蛆 給他們放一下 這是蛆 有人說啊 好噁心啊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你曾經有沒有幹過蛆干的事呢 很多人其實幹過 把這句話寫上 君子如玉 小人如蛆 君子何道 何道而天成 天賦 天賜 小人如蛆 蛆者被道也 天天 所以 萬松你把他打出來 打出字 他們不會寫 上面有是吧 有人說周老師好噁心 你別給我放這個了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人都在成為這樣的人 他自己都是小人 他自己都不知之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看似眼前的利益 讓他賺錢了 實際上 整個家族的人生全毀了 這就是為什麼說 一個女人 就是真的 女的嫁錯男的 這輩子毀了 男的娶錯女的 祖宗三代都毀了 你知道嗎 所以 還是那句話 咱們都覺得蛆噁心 但是咱不要不經意之間 就做了蛆做的事 咱就成了蛆 咱就成了別人的小人 好還是不好 所以 非君子不交 非孝子不交 就聽我的課 如果你不孝順 不好意思 我幫不到你 我們都說了 和道天成 天賦天賜 想和道嗎 想不想和道 怎麼和道 我不知道你們這兒有沒有啊 咱們華人一般情況下 都會有 就很多人說咱們華人沒有信仰 其實華人是全世界最有信仰的人 咱們信仰的是啥 天地君親師 每個家裡面都有這個牌位 天地君親師 為什麼要天地君親師 咱不說其他 咱就說一個字親 父母是根 是樹根 你想讓這個樹開花 結果結果 你不往那個根上澆水施肥 那個根枯萎了 你這個樹不也死了嗎 總是出去拜佛 總是出去做慈善 你最應該拜的佛 就是你父母 不孝順父母的人 他不可能成為有錢人 我的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學生 全都是最有錢的人 包括我周老師 跑遍整個世界 我發現泰國的首富 新加坡的首富 馬來西亞的首富 各個國家的首富 全是大孝子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 在多了貴還是那個字 真的就是孝王 這個在三四年前吧 我來馬來西亞講課 有一個學生 就是咱們馬來西亞 最出名的一家公司 應該是新加坡排行 前八的富豪吧 做墓地的 有人知道吧 我跟他老闆在一起聊 我說你是怎麼樣賺到錢的 他說我以前也沒有錢 他說我岳父死了 我岳父生前是個很 很斯文的人 很有身份的人 我希望給我岳父找一個好的 好的歸所 他說我跑遍整個新加坡 跑遍整個馬來西亞 跑遍整個東南亞 我發現沒有一個墓地 能夠配得上我老丈人 既然沒有 不如我幹這件事 他就開始幹墓地了 是他對他老丈人的孝順 讓他進入了他的軌道 他一旦進入軌道以後 就勢如破竹 猶如神柱 然後變成了整個東南亞 最大的墓地集團 就是我去過他的那個墓地 太牛逼了 咱們吉隆坡也有 你看似一個超高級的甲級物業 以為是個寫字樓 一進去 五星級酒店 結果再進去 墓地 你進去一個園林 你以為是個旅遊景點呢 圓明園差不多 一進去 墓地 太厲害了 全地球的墓地 就他家做的最漂亮 為啥人家做這個 能夠做到行業第一 那他為什麼能找到他的軌道呢 你為什麼找不到你的軌道呢 因為你不笑啊 笑很重要 笑是一種力量 是一種原動力 所以要不要孝順老人 每一年過年都要 在家裡給老人跪拜 磕頭 然後一年給壓歲錢 五十多歲了 他說 我在沒有跟你學習之前 我每一年給我父母兩百塊錢 經常跟我父母打罵 我自己企業做了一塌糊塗 婚一塌糊塗 我給你學完以後 我學會了孝順父母 我現在 我爸過年 然後我給兩三萬三四萬 他們過生日兩三萬三四萬 我每一年平均最少給二三十萬 然後陪他們聊天 然後帶他們一起來上課 就他媽都已經八十多了 學習我的直播 已經直播三年了 每天直播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他說周老師你知道嗎 我在沒有跟你學習之前 我從來沒有給父母磕過頭 我不知道咱們這裡 有沒有這個習俗了 就是每到大年初一 給父母拜年 你們還有這個習俗嗎 沒了 整丟了 我教你們一個方法 讓你們財運 歲年來年翻三倍好不好 就過年的時候 給你父母磕過頭 不是開玩笑的各位 真不是跟你開玩笑 所以不孝者不教 那最後一個 不是行子不教 什麼是行子啊 行子聽不懂叫行者 孫行者 孫大聖 孫悟空為什麼叫他孫行者 因為他是整個西游團隊的行動力最強的人 有沒有發現 上天入地 也就是很多人 他光聽課聽完不行動 來這種人能不能幫他 幫不了 把這三句話寫上 非君子者不教 非孝子者不教 非孝子者不教 非行子者不教 當你們成為一個君子 所思所言所行都是君子之風 當你成為一個大孝子 對得起自己的父母 然後當你成為一個行子 行動力超強 我告訴你 在結合上的課 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 白板上來 聽到這兒能不能給自己做個決定 我從今天起 要做一個君子 我從今天起 要做一個孝子 我從今天起 要做一個行子 能不能給自己做個決定 能做到 我就正式開始教了 今天有一個人上我的課程 學到了一個點 今天有一個人上我的課 學到了兩個點 兩個點連成了一條線 今天有一個人上我的課 學到了四個點 四個點連成了一個面 這是零為 這是一為 這是二為 為什麼周老師的課 喜歡用金字塔來表示呢 因為金字塔是八面 有無數個面 這叫三圍 圍度與圍度的關係是 一圍是二圍的投影 二圍是三圍的投影 三圍是四圍的投影 想像一下啊 就是一圍的這條線 你不管讓誰畫 都沒有所謂的美感 但是如果說 你畫一幅平面的畫 那就會很美 那你畫一個山水畫 再美都不如去看 真真正正的山水美 也就是生命美多一圍 你的生命就美無窮碑 而且圍度與圍度的關係 是一圍是二圍的投影 二圍是三圍的投影 那請問三圍是幾圍的投影 對 三圍是四圍的投影 我們要想讓自己的三圍生活變得好 我們要進入四圍 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三圍空間遇到的問題 想用三圍空間的智慧去解決 這是一張 我拿張白紙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這是一張白紙 這張白紙 如果說我們現在 這個白紙上 飛著在上面爬了一隻螞蟻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螞蟻是二位生物 它是沒有高低這個概念的 它只有前後左右 它是平面四位 如果這個時候 突然有一隻蒼蠅 飛到了這個紙上 對於螞蟻的視角來講 這個蒼蠅是平空出現的 而對於螞蟻的視角來講 蒼蠅是平空消失的 又飛過來了 又飛走了 螞蟻就直接跪了 這是神啊 大家能聽懂嗎 你今天讓一隻螞蟻 從A點到B點 只給它一秒鐘的時間 沒有一隻螞蟻能做到 因為最快的這條直線 它也得爬個30秒 但是對於我們人類來講 只需要做一個動作 螞蟻瞬間從A點到B點 螞蟻就蒙了 怎麼回事要穿越了 在螞蟻裡面 最聰明的螞蟻 它們被稱為科學家 它說這叫 時空扭曲 來 這是A點 這是B點 我們又想讓螞蟻 從這個A點爬到這個B點 它爬了要爬更久 一秒鐘就讓它做到 它做不到 但是我們人類只需要做個動作 在上面戳個洞 螞蟻瞬間從A點到B點 這個時候螞蟻又蒙圈了 怎麼回事啊 螞蟻裡面最聰明的螞蟻 你被稱為科學家 他們研究以後發現說 這叫蟲洞 可以穿越時空 想像一下 來 所有人 做三個深呼吸 也就是你的意識是可以 沒有時間的概念 可以隨時穿梭的 沒有時空概念 隨時可以穿梭的 你今天碰到的所有問題 都只是 你今天在三維空間看到的所有像 都只是你意識的一個投影而已 大家能聽得來說說嗎 是假的 你想解決這個投影很簡單 要去投影園上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來 所有人睜開眼看我 我們以前開車的時候 是不是經常會迷路啊 導航被發明出來以後 是不是十個人都可以學會開車了 而且那個導航能告訴我們 哪裡堵 哪裡不堵 來 你告訴我是誰看見了 是導航看見了嗎 是你的手機看見了嗎 是在天上的衛星看見了 那條路堵 那條路不堵 來 告訴我是還是不是 換句話講 就是在三維空間遇到的問題 如果站在四維空間 瞬間那個問題就解決了 還是那句話 手是三維 投到這個影子上就有一個影子 你們可以自己把你們的手 放到桌子上 是不是有一個影子 那個影子是不是二維 你不想看到這個影子 你把桌子砸了都沒有用 你只需要把手一收 這個影子就消失了 要在投影園上做文章 大家能聽懂嗎 你今天看了一場電影 這個電影播這個電影 你不喜歡看 你看得好無聊 你在那罵打 你把屏幕砸了都沒有用 只需要幹一件事 去換個影片就可以了 對還是不對 所以在座的各位 維次 維度 你們要升維 我要把你們從三維空間 拉到四維 拉到五維 拉到六維 拉到七維 拉到八維 拉到九維 長江商學院是李嘉誠創立的 在中國有很多企業家 都是他的學生 馬雲啊 馮倫啊 史玉柱啊 潘石屹啊 他們在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的校長 為什麼能夠變成首富 因為你們都知道 中國的首富幾乎是 每一年換一下 每一年換一下 今天是首富 明天就有可能變成首富 負債的富 那為啥李嘉誠可以 永遠做首富呢 咱們去採訪採訪李嘉誠 咱問問校長吧 就去李嘉誠家了 以為李嘉誠會跟他們 長篇大論講半天 結果李嘉誠只講了一句話 用粵語講了一遍 然後用普通話講了一遍 用英文講了一遍 講完以後說 你們走吧 這就是我的秘訣 你們想知道 李嘉誠說他成為首富的 秘訣是什麼 你們想知道嗎 建立自我 追求無我 講完了 來 什麼叫建立自我 什麼叫建立自我 你們覺得什麼叫建立自我 你覺得什麼叫建立自我 你有自我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什麼叫建立自我 找到自己內心當中那個 什麼叫建立自我 老闆來這裡聽課 學到一個方法 學到一句話 老闆學習的唯一目的是 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 獨立運行的思維意識體系 當你一旦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 獨立運行的思維意識體系的時候 你就成為領袖了 想像一下飛機 好像失勢了 降在一個荒島上 有億萬富豪 有機長 有政客 他們一定會選一個人做領袖 帶他們重返人間 請問會選誰 會選最有錢的 最有學歷的 年齡最大的 會選誰 來做這幫人領袖 會選所有人都驚慌失措 都懵了都不知道該咋辦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來跟我走 我帶你們重返人間 能聽懂嗎這個怪 為啥只有那麼幾個老大呢 因為每當幫派發生危機的時候 只有老大知道如何做 如何能夠帶領大家解除危機 他有一套自己的獨立思考體系 再直接一點吧 就是這個世界有兩種人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跟百分之三的人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叫人云亦云 叫羊群效應 叫乌合之眾 在學校聽老師的話 娶個老婆聽著老婆的話 生孩子聽著孩子的話 有了孫子以後聽孫子的話 來你告訴我 大多數人是不是這樣的 如果我講這套 獨立運行的思維師體系 你聽不懂的話 我再給你講一個例子啊 我強烈建議你們看一本書 這本書叫《矽谷超級家長課》 這本書是你們都知道馬斯克吧 世界首富馬斯克是怎麼被培養出來的 就是用這本書裡的方法 《矽谷超級家長課》 這個人寫這本書的這個人是個猶太人 她是馬斯克媽媽的閨蜜 梅耶馬斯克的閨蜜 她培養了三個孩子 這三個孩子 其中有一個是谷歌教母 是谷歌的創始人之一 還有一個做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上市 還有一個是生物學博士 在非洲這個工藝的救人 就是她三個孩子一個比一個成功 牛不牛逼 她是怎麼樣把這三個孩子 都培養成領袖了呢 來這段故事很重要很精彩啊 她說在我們猶太人的家庭裡面 有一個核心點 培養孩子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就是 要培養孩子獨立思考能力 如果那個建立自我你們聽不懂的話 你就把它簡單理解成一個獨立思考的能力 你們知道一個人有獨立思考能力 跟一個人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是兩種人生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這個媽媽 為了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是用死亡為代價才學會的 她出生在一個猶太家庭 她是一個女兒 她出生以後有了一個弟弟 然後又有一個弟弟 她的小弟弟在學會爬的時候 有一天在家裡面一不小心 把那個裝的阿斯匹林片的那個藥瓶給打碎了 她以為那是糖豆 就把那個藥當糖豆吃 吃完以後就口頭白沫 她第一時間發現就找她媽 說媽媽 弟弟口頭白沫可能是吃了這個藥了 她爸不在家 她媽媽又是個不識字的普通農村婦女 她媽就很著急啊 然後她就說媽媽咱們把弟弟趕快送到醫院吧 她說你別著急我想想 她媽媽想了二十分鐘說這樣 我們先給醫院打個電話吧 給醫院打電話 接電話那個小鎮的那個護士呢 剛好就知道他們家沒有錢 就說了你先觀察觀察吧 知道他們家沒有錢 你來了還要掛號還要收費 她媽媽就等了半個小時 在這期間這個大女兒 最少三次跟她媽說 要把弟弟送到醫院 但她弟弟都沒有聽她的 還打她了一頓說你別管 跟她先喝水 先觀察一下 知道半個小時以後 她的弟弟就眼睛都翻白眼了 她的媽媽才把她的弟弟帶到醫院 帶到醫院以後 醫生就把她放到了那個急診室 醫生從急診室出來了 你只要再來十分鐘這個孩子 我就能救活 她的弟弟死了 一條鮮活的生命就這麼死了 又過了兩年 有一天正在家裡面玩 突然她發現她有點暈 她的二弟也說有點暈 她的媽媽也有點感覺暈 然後呢這個小女兒就帶著她的弟弟走出了家門 她媽媽說你這樣不能走出家門 你在床上待著 我去叫人看看怎麼回事 她媽媽把這個大女兒帶到了房間 讓她上床給她蓋好被子 抱著她的那個二兒子去找人去了 半個小時她媽媽都沒有回來 這個小女孩就在床上待著 但是她就覺得越呆越難受 頭暈 感覺都要暈倒了 喘不過氣 她本想出去讓她聽到她媽媽的話 在床上我待著 等我 但是她的本能啊 求生欲的那個本能 戰勝了她媽媽跟她說的那個話 她是爬出家門的 當她爬出家門的時候 讓她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時候 感覺都好多了 半個小時以後她的媽媽才回家 帶了一個人 去了家裡一檢查 瓦斯泄露 就是煤氣中毒 就如果說她這一次 如果再聽她媽媽的 而不是聽自己的本能 她會跟她三弟一起 離開人世 從那天起 這個小女孩學到了 人生當中最寶貴的一課 叫做 一個人如果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人云亦云 這個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 那個獨立自我 接下來 周老師會把我的思維模型給你們拆開 讓你們觸摸我的思維路徑 把我的思維模型給到你們 讓你們建立一套 屬於你們自己的思考模型 好孩子不好 所以 如何培養孩子獨立自主的能力 就是培養孩子出現問題以後 自己去解決 讓他靠自己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思維 大家能聽懂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 人活著其實就是在解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 問題 小時候你不讓孩子去面對那些問題 家長幫他承擔了一切 長大以後 卻讓孩子獨自面對這個世界 因為我們跟孩子之間一定是一場 必定會分手的旅程 所以培養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啊 當你有了一套獨立思考能力的時候 才能稱得上是你是一個有自我的人 很多人根本就沒有我 然後再追求無我 鏈接高我 活出那個真真正的那個神性生命版本的你 好 我們來看看中文的思維模型 白板上來 就是你們來到這兒要聽課對吧 你們來到這兒為什麼要聽課 一定是遇到問題了 那我的課程是怎麼開發出來的呢 就是這張圖 你們遇到什麼問題了回來聽課呢 有人說了 周老師我賺不到錢呀 周老師我做項目做一個賠一個呀 周老師我公司員工招不來人呀 周老師我公司產品賣不出去呀 周老師我公司員工背叛我呀 就你們說的所有問題 在我看來都不是真正的問題 我把問題分為兩種 一種叫外圍 一種叫核心 賺不到錢 因為你沒有搞懂錢的運作規律 做事做不成 因為你沒有搞懂一個事物發展的規律 這個世界沒有賣不出的產品 只有賣不出產品的 人 你沒有搞懂人的規律 所以你駕馭不了人 員工會背叛你 因為你在駕馭這個人 而駕馭員工的最高境界 不是駕馭員工這個人 而駕馭員工人背後的那個魂 如何解決你們錢的問題 周老師生發了一個課 這個課的名字叫做 財商之道 四天四夜 上完這個課程以後 在錢上你沒有困惑了 你搞懂了今天的運作規律 你搞懂了什麼叫 什麼叫白手起家 你學會了這個課程以後 你會發現賺錢是這個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 拿走你的所有一切 一個月以後你再次變成富豪 那如何解決事的問題呢 經營之道 經營之道乃經營世間萬物之規律 如何經營好自己的家庭 如何經營好自己的事業 如何讓這些企業自動化運營 如何老闆解放企業重生 能夠讓你賺到必動輸入 這個課程上完以後 任何人的企業都可以自動化運營 這個輩子你遇到再多的事 你都能夠游人有餘地去解決它 你可以控制一件事情發生或者不發生 你可以控制一件事往哪個方向發生 是往好的方向發生 還是往壞的方向發生 來 如何搞定人呢 眼說之道 你記住老闆就是企業的第一產品 你能把自己賣給多少人 你就能成長多大的事業 你能把自己能力複製給多少員工 你就能成長多大的事業 所以老闆必須要學會演說 你會發現馬雲 比爾蓋茨 馬斯克 喬布斯 一個比一個會演說 來告訴我 是不是 財商知道什麼是財商 写上 創造財富和駕馭財富的能力 不然說 打文字 寫 人有三商 智商 情商 財商 智商 教的是做事的學問 寫上 做事 情商 教的是做人的學問 箭頭 做人 財商 教的是寫 布局 布局的學問 智商讓你聰明 不讓你富有 情商讓你學會為錢工作 變成錢的奴隶 只有財商 才讓你成為錢的主人 當你一旦學會財商以後 你整個人生就完全不一樣了 做事做到極致 不過就是優秀嘛 做人做到極致 不過就是卓越嘛 但是布局 布到極致 那就是輝煌 你要想讓自己人生 能夠走向輝煌 你一定要擁有財商 要不然你的整個人生 永遠是最低的 最低維持的 來寫上 畫一張圖在本上 這個世界有四種人 E S B I 在金錢的世界有四種人 E 雇員 一輩子為別人工作 要錢沒錢 要時間沒時間 S 小老闆 自由職業者 幹就有錢 不幹就沒錢 別人是為你工作 你是為自己工作 反正都要工作 所以 你也沒時間沒錢 E和S 寫上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不管怎麼努力值 擁有一種收入 叫做主動收入 B和I 他們可以創造第二種收入 百分之三的人 是在BI現象 寫上 叫被動收入 什麼叫主動收入 什麼叫主動收入 寫上工資收入 勞動收入 幹就有 不幹就沒有 那什麼叫被動收入呢 比如說 比如說你公司的分紅 你買的房子租出去 房租 不需要你工作 錢到你口袋 叫被動收入 智商是教你如何做雇員的學問 情商最多是教你如何做小老闆的學問 只有財商是教你如何做且家和投資家的學問 ESBA先進入四項線 把這個世界上的人分為四種人 那就是 雇員 小老闆 自由職業者 企業家跟投資家 換句話講 要想實現財富自由 其實我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第一條 創業成為 企業家 第二條 投資成為 投資家 你們都羡慕馬斯克 都羡慕馬雲 都羡慕這些頂級的富豪 那請問 他們跟你們最大的區別是啥呢 請問馬雲最開始 是不是也跟我們一樣 在做雇員 在打工 是不是 馬斯克也一樣 喬布斯也一樣 但是 他們牛逼就牛逼在 我們是在一個項線 一待就待了一輩子 而他們是從E項線 變成S項線 自己創業去了 我們在一個S項線 當小老闆一當就當了一輩子 但是他們呢 想方設法從S項線到B項線 S和B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老闆離開企業一年 企業就倒閉了S 老闆離開企業一年 企業做得更大了 更好了 B S跟B最大的區別兩個字 叫系統 你的企業沒有系統 就無法自動化運營 你的企業無法自動化運營 你的企業就不是你的資產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馬雲曾經是個老師 做雇員的 喬布斯 包括李嘉誠 以前也是個普通的員工 在酒店做跑堂的 也是個雇員 但是慢慢的從E到S 從B到I 很多人會覺得 創業好難 投資很難 創業難投資難 是因為你沒有掌握 創業跟投資的規律 你沒有掌握規律 是因為你沒有學 怎麼學習 你找一個掌握了 創業規律的人 教你 你也掌握創業規律 那不就行了嗎 能聽懂我在說什麼的句話 再直接一點吧 如果你非要問我 你說周老師啊 財商到底教了你啥 讓你命運改變了 財商教了我第一個東西 他給了我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那個東西叫做夢想 當你有一個紅銀的夢想 你就可以吸引無數個 沒有夢想的人 和夢想比你小的人 來為你工作 來幫你實現你的夢想 財商給了我一個夢想 這個夢想就是寫上 財務自由 我以前沒有這個夢想 我以前是個沒有夢想的人 跟你們一樣 想的就是找個工作啊 賺點錢啊 找個老婆啊 生個孩子啊 就這樣咯 但是我學完財商以後 我生起了夢想 我要實現財富自由 那什麼是財富自由呢 財富自由的公式寫上 財富自由等於被動收入大於支出 財富自由等於被動收入大於支出 財富自由絕對不是說你今天瘋狂的賺錢 賺了一大堆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 那是不對的 財富自由是要教你 不是教你瘋狂賺錢 財富自由是教你瘋狂幹嗎 瘋狂建立資產 讓資產給你帶來源源不斷的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大於支出 你就實現財富自由了 財商是一種生活方式 財商就是一種正確的金錢觀 我一定要買勞斯萊斯 我一定要帶百達菲林 那是錯的 那就變成了物質 那就變成了欲望 欲望是個無底洞啊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財商是給你正確的金錢觀 你今天在馬來西亞 你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車子 有自己的老婆 有自己的孩子 你一個月最多消費一萬塊錢 你已經過得很開心了 如果你有一種收入方式 這種收入方式每一個月有1.5萬 留進你的口袋 你已經財富自由了 能聽懂嗎 你比王健林過得好 那我們如何實現財富自由呢 不斷地增加資產 不斷地減少負債 增加資產就會增加被動收入 減少負債就會減少支出 那什麼是資產 什麼是負債 這個很重要 你知道窮人為什麼窮嗎 說的各位 你們錯把負債當資產 錯把資產當負債 問你們個問題啊 所有人一起回答我 該寫的讓你寫啊 來 所有人看著我 帥不帥 帥 你也可以這麼帥 你財務自由以後 你會發現你也很帥 不提醒以後 你會發現你也很帥 來 所有人回答我一個問題 房子是資產還是負債 汽車是資產還是負債 股票是資產還是負債 黃金是資產還是負債 孩子是資產還是負債 有人說資產 有人說負債 回答通通錯誤 有財商 這所有東西 人家手上都會變成資產 沒有財商 這些東西人家手上都是負債 什麼叫資產 不需要你工作 就能把更多的錢 裝進你口袋的東西 叫資產 什麼叫負債 不需要你工作 就把你的錢掏走的 叫負債 來 今天你不懂得房地產投資 你買了房子以後 你自己住 每個月要交月供 而且你的房子買了以後 一直在貶值 請問這個時候 房子是你的資產還是你的負債 你今天會房地產投資 你投資了房子以後 租給別人租金 當然月供 還有租金流金口袋 而且你的房子不停在上漲 來 請問這個時候 你的房子是資產還是負債 你今天買股票 買黃金虧了 那就是負債 買黃金買股票賺了 那就是資產 對孩子不對 你今天培養一個孩子 懂孝順 懂感恩 學會了領導力 學會了眼說力 然後呢 建立了一個自己的企業 然後非常感恩 每一年給你 給你孝敬你個把義 來 這個時候房子 孩子是資產還是負債 但是你培養一個孩子 白眼狼今天很老 然後呢 打你 罵你 就不工作 來 這個時候孩子是資產還是負債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什麼是資產 寫 人類唯一的資產就是自己的頭腦 即思維方式 即財商 這話寫上 人類唯一的資產就是自己的頭腦 即思維方式 即財商 頭腦經過訓練 所有東西在你手上都是資產 頭腦沒有訓練 所有東西連手上都是負債 在你們聲明當中 你們發現過這樣的事兒 別人買房賺了 你買房虧了 別人開店賺了 你開店虧了 別人炒幣賺了 你炒幣賄了 為啥 是倒霉嗎 是運氣不好嗎 來 是什麼 是因為你沒有財商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要不要學習財商 你們今天花錢去買房 不如花錢去買車 不如花錢投資腦袋 讓頭腦變成資產 你們知不知道周老師前面奮鬥的這二十多年 我只幹了一件事 就是把賺的所有的錢全 投到腦子裡 大家能聽懂嗎 各位 我家孩子在以前 我的大兒子在公立學校讀書 他去入國際學校考試的時候 因為他不學英文嘛 英文學的比較差 他的考試成績出來以後 他是幼兒園水平 我給他找了一個補課老師 一個小時大概要將近八百多塊錢 然後補了將近半個多月 花了我將近四萬多 結果再次測試 就已經到了小學五年級水平 因為他現在本身就是五年級 也就是說 你才能理解到就是真的 你知道那些頂級的富豪 他為什麼能成立精英 那是用錢堆出來的 你們能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各位 所以我的智慧哪來的 那是用錢堆出來的 我今年去以色列游學花了 然後去迪拜 去阿里巴巴 去騰訊 去谷歌 去京詞 去到處學習 到處學習 就是 我告訴你 那你覺得值不值 那樣孩子值不值 那肯定值還能跟他說嗎 那這回報率高的 超乎你想像啊 你不願意在教育上投錢 你這輩子就廢了 犹太人流軟了2500年 2000多年以後重新復國 整個總統舉目望去 全部是敵人 就是因為他們 最重視什麼東西 教育 教育 每一個家庭把賺的所有的錢 全投在了孩子的教育上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你們如果不願意在教育上投錢 你這輩子就廢了 我真不是開玩笑的各位 這個世界有兩種收入 第一種叫主動收入 第二種叫被動收入 我們在沒有學習財商之前 我們連被動收入這個詞都沒聽過 來 是不是 聽所未聽聞所未聞 還有一種收入叫被動收入啊 不知道 咱就只知道一種收入 主動收入 咱就只知道幹活 咱就只知道工作 來是還是不是 這個世界 把人分為三六九等 三種階層 第一種階層叫窮人 第二種階層叫中產階級 第三種階層叫富人 來你們想不想從窮人或者中產變成富人 變成億萬富豪 想不想啊 來想的舉手 你知道窮人為啥窮嗎 因為窮人在沒有學習財商的時候 他滿腦子每天都在想一件事 如何掙錢 來寫上窮人 箭頭掙錢 來那個掙錢的掙怎麼寫 一個踢手旁一個爭 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然後來去賺錢 這就是窮人 窮人為什麼窮 因為你的勞動力是有限的 你的時間 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靠掙錢 你永遠是個窮王蛋 來 中產為什麼能變成中產 因為中產滿腦的想的就不是掙錢了 不是去碼頭背大包了 中產想的是什麼錢 如何 如何賺錢 來寫上中產 賺錢 來那個賺錢的賺字怎麼寫 一個背 一個肩 啥意思呢 用錢來賺錢 不用我努力了 我只需要兼職偶爾去一下就行 但是就因為中產想的是如何賺錢 所以中產 他一定是要有錢 要有本金的 他總是說我的生意做不到 就是因為我本金少啊 我沒有錢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馬雲創業之前有錢嗎 馬斯科創業之前有錢嗎 比爾蓋茨喬布斯創業之前有錢嗎 你知道那些頂級的富豪 滿腦子在想什麼嗎 各位 各位 不是在想如何掙錢 也不是在想如何賺錢 你知道他在想什麼嗎 啊 財富的最高境界 就四個字 無中生有 有人看過富爸爸 窮爸爸這本書的舉手 真看過呀 看懂了嗎 看了幾遍 問你們個問題啊 看過這本書的舉手 答對給你們加一百分啊 羅伯德清奇 你 他是個普通的小孩 他想學習如何賺錢 成為有錢人 他找到了他的同學 麦克爾的爸爸 麦克爾的爸爸 就是被他稱為 叫副爸爸的那個人 那個副爸爸 為什麼要收他為徒 把自己一生的筆領 全部交給了他 為什麼 那你說 也不是你聽過課 聽過課的不能說 第一次來上我課的舉手 好 看過那本書的繼續訣 看過窮媽父母的繼續訣 你告訴我為啥 你看過是吧 你說 為啥 為啥免費交流我的星期 如何成為富豪 為什麼 因為要 try 看他的方式 是不是能成功 是吧 他傳給他兒子就行了 為什麼要傳給他呢 他傳給麦克爾 為什麼要傳給他呢 想要裝起來嗎 羅伯特清奇想成為有錢人 他拉了他的同學麦克爾 他們在想 我們如何能夠變成有錢人呢 他們突然想到了 他們上自然那個課堂的時候 講到了那個硬幣是怎麼造的 他們就跑到鄰居家裡 把別人用完的那個牙膏皮拿過來 買了一個那個 那個一美分的那個 做美元的那個模具 用火燒 把它融化以後放到那個模具裡 然後咔碰一下 那個一美分就做出來了 當他做到這兒的時候 他的窮爸爸看到以後 他的窮爸爸是 開心 興奮還是生氣 無比生氣 你們倆在幹嘛 你們在硬假鈔 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 這就是窮人思維 他看到的就是孩子在犯罪意啊 父爸爸之所以願意收他為徒 就是因為他看到了他們兩個人 不是在掙錢 也不是在賺錢 是在造錢 是在印錢 所以才同意免費教他 但是免費教他 你不能白教啊 你真免費他反而學不到東西啊 叫培訓不交費永遠學不會啊 能聽懂嗎 就把他叫過來跟他談條件 說那親戚你想學是吧 想學 好 你這樣 你去我便利店給我打工 每週日每週天 你幫我免費打掃衛生 我一個小時給你五美分 我就教你如何成為一個富豪 親戚說行 就去了 連續少了三個月 每週六週天都不去玩了 跑到店裡打工 但是他發現 父爸從來沒有見過他 沒有跟他講過一句話 給他的工資少得可憐 他就忍不住跟他的窮媽媽講了 跟他的窮媽媽講 他說他教我 讓我去給他免費打工 然後只給我發五美分一個小時 他窮媽媽一聽你知道嗎 生氣了 告他 必須要給你掌工資 不然他違反勞動法 我們去起訴他 這就是窮人思維 這就是窮人思維 窮人思維永遠就是要對立 要去搞別人 要去做負能量的事 小孩就說嫌虎去 我去找他聊一聊 找到父爸爸 父爸爸正在忙 等了將近四五個小時 才等到他 等到他以後呢 這小孩都快 委屈都快哭了 他進來了 快哭了 你是個騙子 父爸說我騙你什麼了 村裡面都說你是騙子 果然你是騙子 我騙你什麼了 你說過要教我的 你都沒有教我 父爸說我一直在教你啊 你教我啥了 我給你免費幹了三個月 你一天都沒見過我 你教我啥了 這個時候父爸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 教東西一定要說的嗎 生活才是你最好的老師啊 你這三個月體驗到了什麼 很辛苦 發工資以後的感覺呢 不夠 太少了 然後呢 你想不想過這樣的人生啊 不想 你知不知道 你把這個工作體驗乘以三十年 就等於普通人的一生 你想過這樣的人生嗎 我不想 那個給我工作的那些工人 他們每天開心嗎 不開心 天天想辭職 都覺得少 他們為啥不辭職呢 他們說辭職以後就沒有錢付帳單了 所以說準備再給你幹兩年 父爸說 兩年前他們也是這麼說的 你學到了什麼 把小孩問懵了 父爸接下來一句話更狠 想讓我真的教你嗎 現在回去免費給我幹 一分錢工資不給你發 你可以選擇接受 你可以選擇不接受 麥克爾已經接受了 接受以後 你這輩子不會再缺錢 如果你不接受 你會像那個胖阿姨一樣 為我工作一輩子 你現在是選擇 YES 還是YES 給小孩整懵了 YES 回去免費工作吧 本來要漲工資的 結果不但沒漲工資沒了 然後回去又工作了三個月 三個月以後 父母爸終於出現了 把他叫過來了 正在工作 買了兩個冰淇淋 小孩叫過來 這三個月工作咋樣啊 親戚拿著冰淇淋邊吃邊說 這三個月比那三個月輕鬆 咋這三個月輕鬆呢 反正也沒錢 反而不糾結了 反而很開心 開心工作 那現在這樣吧 你有兩個選擇 一 繼續免費為我工作 我教你如何成為一個富人 永遠不會再缺錢 二 我可以給你漲工資 你不是想五美分少嗎 十美分一個小時 當講到十美分的時候 親戚心裡面有一種聲音 我說好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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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接受的話 我將會成為很有錢的小孩 我就可以買新的棒球帽 我就可以買新的自行車 然後看到他正在猶豫 然後父母又說 三十美分一個小時 當收到三十美分的時候 我的親戚都在想 我接受 我太牛逼了 我都跟我爸賺的一樣多了 來 一美元一個小時 當收到一美元的時候 親戚在想 吹牛逼 不可能 當年的美國五六十年代 我爸都賺不到一美元 反而 陰差陽錯過關了 聽懂了嗎 然後這個時候 副爸爸意味深藏的 微笑的點點頭 恭喜你經過了考驗 恭喜你經過了考驗 一個人從窮人 變成富人 中間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個鴻溝你們如果過不去 你這輩子都會是個窮人 錢解決不了你們的任何問題 你就算今天再有錢 你這一刻上沒有過 沒有考過 你還是個窮男 你們知道那條鴻溝是什麼嗎 那條鴻溝就是恐懼和欲望 你害怕辭職 沒有錢付帳單 所以你繼續工作 你告訴自己說 只要我賺到錢了以後 我還清了信用卡 我一定辭職 我要去創業 結果當你拿到工資以後 你又去買新的包包 你又去買新的衣服 你又去看新的電影 你又去旅遊 又把錢花完了 那個慾望 慾望跟恐懼 就像一個籠子一樣 把你關進去了 錢解決不了你的任何問題 你缺的不是錢 你缺的不是錢 錢解決不了你的任何問題 這句話我當時我沒聽懂 我現在真聽懂啊 我不知道你們聽懂了沒有 來這個世界有多少人 因為中了彩票 變成了百萬富翁 億萬富翁 結果沒中 結果中了以後 比沒中還窮 告訴我是不是 再說各位 一個老人走在街上 有一個人 撿到了一個金戒指 哎呀 撿到了一個金戒指 老奶奶咱們倆一起看到的 對吧 見面分一半 這樣吧 你口袋裡錢給我 我把這個大戒指給你 我沒有帶錢 那你手上不是有個小戒指嗎 然後我把我那個大的給你 你那個小的給我 老奶奶說行 結果回去一看假的 你知道為啥嗎 因為那一關他沒有過 因為那一關他沒有過 能聽懂嗎 這位各位 錢解決不了你的任何問題 窮人跟富人 中間有一個不可悅的鴻溝 那個鴻溝叫做恐懼和欲望 你沒有賣過去 你這輩子都是窮人 我在15歲就賣過去了 羅伯特親戚在9歲的時候 就賣過去了 如果你們看過我的陰夢而生 那本自傳的話 當年我很窮很窮 我窮的兜裡面 真的只有幾十塊錢 你知道嗎 我去出差 住的都是五人打通鋪的那種旅館 然後呢 我去那個公共澡堂洗澡 在洗澡的時候 突然看到上面有一個錢包 來你們在兜裡 只有幾十塊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錢包 而且打開一看 裡面裝了500塊錢 你會怎麼樣 哇 發財了 太好了 莊總 你猜猜我看到那個錢包 是什麼感覺 小樣想騙我是吧 我看看裡面有沒有錢 我一看 500 小樣還裝500塊錢想騙我是吧 我就不拿 那是17歲的我 知道各位 不是跟你開玩笑 你知不知道 就是這些年有多少紫金盤 多少P2P 多少B 這個B 那個B 騙了多少人 你們遇到的這些機會 跟我遇到的機會 我的機會 跟你們的機會比 就我的機會 我遇到的誘惑 要比你們多的多的多 你們能聽懂嗎 有多少人跟我說 這個項目太好了 你頭上說這個項目太好了 這個項目太好了 那為什麼我能如如不動呢 就是因為我從17歲 上完財商那間科目 已經賣過去了 而很多人這輩子都沒有賣過去 所以你可能到50到60到70 還有可能一五五左右 失去所有的一切 當蘿蔔的親戚賣過去 弄坎的時候 傅巴格爾他說 從今天起 免費 繼續免費為我工作 我今天教你的第一課叫做 窮人為錢工作了一輩子 變成了錢的奴隸 富人不為錢工作 窮人每天在想如何掙錢 如果你讓我給我打掃衛生 我給你發錢 這叫掙錢 你就只能當窮人 你接受了這份工作 你這輩子就廢了 如果你想我要賺錢 我要拿個錢 跟你一樣開一家便利店 你也廢了 因為那叫賺錢 那不是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叫什麼 叫造錢 叫無中生有 孩子們 從今天起擦亮你的雙眼 不再為錢工作 讓錢為你工作 你會發現生活裡 全是賺錢的機會 這就是財商的最高境界 你缺的永遠不是錢 來 正如各位 現在如果讓你 創業到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你能不能成為有錢人 有人說那肯定能啊 買股票啊 買房產啊 逼得人去買這麼多發財 那那個時候你有錢嗎 沒有 那怎麼辦 我貸款都要買呀 對呀 看來你缺的不是錢嗎 對不對 正如各位 你以為那個時候 改要開放 中國剛改要開放 誰有錢 誰的第一筒 你不是貸款貸的啊 那是別人敢貸 你不敢貸 為什麼 因為他看見了 你沒看見 樓伯德清奇那天上完那節課以後啊 那個冰淇淋一口都沒有吃 嘩 留在他手上了 他覺得他看到了另外一個時間 回去繼續工作 就在第二週 有一個動作 他已經反覆連續看了六個月了 每個禮拜看一次 那就是那個胖阿姨 把賣不完的小人書 撕掉一半 扔到那個垃圾桶裡 那個動作他已經看了六個月了 他以前沒有感覺 但是那一刻 阿姨 一個九歲的小孩 人出無害 阿姨 那書怎麼撕了呀 賣不掉啊 扔給那個舊書啊 讓他給我們換新書啊 那這個書能給我嗎阿姨 你問那個書商 答那個書商就過來了 那個書商的來了 那個書商的來了以後 他就跑過去 叔叔 這個書能給我嗎 你是幹嘛 我在這裡工作的 我們老闆一分錢工資不給我發 我是來免費工作的 然後呢我特別想勤工俭學 然後我就看 我喜歡看小兒子書 我也沒有錢買 你答應我這個書你不能賣 你只是看我就給你 我答應 我保證不賣 行 給你吧 他就拿到了那個書商 所有要收的那些書籍 要銷毀的書籍 全部給了蘿蔔的親戚 從此每一個禮拜 那個書商都會把這個 賣不出去的那個救贖 給到蘿蔔的親戚 蘿蔔的親戚 就把那個小兒子 重新把它沾好 放到學校門口擺了個攤 說來這裡看書 五美分可以看一個小時 只看不賣 賺了很多錢 他又想到了 傅爸說的那句話 我們要想成為真真正正的財務自由 必須要賺被動收入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跟那個合夥人 麦克爾說 麦克爾 聽說你還有個妹妹是不是 是啊 你把你妹妹叫過來 我跟她聊兩句 她妹妹就來了 蘿蔔的親戚說 想不想買芭比娃娃 想 你在這給我看書攤 看一天 我給你發一美元 小女孩說 好 蘿蔔的親戚在九歲 擁有了自己第一個員工 從此她開始賺被動收入 挺懂的句說 而在這個生意裡賺的錢 遠遠超過當年 父爸爸給她發的那個薪稅 九歲的蘿蔔的親戚 他學會了財商 從此以後你告訴我 這個小孩長大以後 會不會給別人去打工 因為他滿眼睛 看到全世界全是機會 你之所以看不到機會 你知道你為什麼看不到機會嗎 你們身上有沒有人帶錢呢 來給我一張來 有帶錢的嗎 好 你知道 來我問你一個問題啊 人的眼睛能夠看多遠 你覺得 兩百米 兩百米 你有看過天上的月亮嗎 有 離我們1.5萬里 你有看過天上的太陽嗎 有 離我們3點多光年 你有看過天上的星星嗎 有 最遠的星星 離我們40光年 光都得跑40年 你告訴我你的眼睛可以看多遠 這樣清楚的看到 啊 你的眼睛可以看多遠 無限遠 都可以看到天上的那個星星 離我們幾萬光年啊 那為啥看不到了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三維世界 這個錢是二維的 這個錢放到你眼睛裡面 你能看到啥 你只能看到這個二維的錢 對不對 把這個錢從你眼睛裡面拿開 你瞬間看到三維世界 你之所以看不到機會 是因為 你被錢 迷了雙眼 天天想如何賺錢 你就看不到機會 從今天起 再也不要想為錢工作 你就會看到大把機會 把這句話寫上 窮人為錢工作 成為錢的奴隸 富人不為錢工作 讓錢為他工作 老伯親期後來就自己創業啊 做錢包公司啊 後來又做培訓公司啊 當他做培訓公司賺到錢以後 那個時候他在整個全球的這個培訓行業 聲明應該算是要超過安東尼羅賓N倍 什麼安東尼羅賓啊 這個喬吉拉德啊 亞伯拉罕啊 然後這個約翰库迪斯啊等等 羅伯德親期遠遠超過他們 一堂課賣兩萬美金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最火爆的時候 他做了個決定 不開課了 不講課了 把賣兩萬美金的課 變成一本書 賣三十九塊九 哎 你知道 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所有培訓行業的同行 是怎麼看他的嗎 那你猜猜羅伯德親期是怎麼看 罵他撒鼻的那些人呢 你們才是 就在他們看來 哇 你賣幾萬塊錢 那課程變成幾十塊 你不傻嗎 你不開課了 這麼賺錢 開堂課賺幾千萬不幹了 那羅伯德親期看來 這是主動輸入 我要賺被動輸入 到今天為止 羅伯德親期的書籍 已經出了三十多本了 富八系列書籍 出了三十多本 還在出啊 一本書現在最便宜的 賣到八十九塊錢 我不知道在這賣多少錢 在大陸都是八十九 八十九 九十多一本 我每次拿到羅伯德親期的書的時候 我就打開聞一下 那是馬尼的味道啊 那哪是書的味道 那是馬尼的味道啊 那是在印書嗎 那是在幹啥 你告訴我 那都是錢啊 厲不厲害 賺的是什麼收入 告訴我 純被動收入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滴滴 沒有一台車 沒有一個司機 但是前天下 所有的司機跟私家車 都為他所用 他只是創造了一個平台 他在造錢 馬雲不生產一個產品 馬雲也不買一個產品 搭了個平台 讓生產的廠家放上去 讓買東西的消費者也放上去 然後他抽水賺錢 來能聽懂在說什麼的舉手 來是不是 各位 也就是頂級富豪的 最高級的商業模式 都是在幹嘛 造錢 無中生有 所以如果你們 真的上完了 周老師的財商之道 我將會拿掉 在你頭腦裡面的 還記得剛才那個錢的故事嗎 錢是二維的 擋在你的眼睛裡面 你只能看到二維 你看不到三維世界 拿走 瞬間得三維智慧 那你知道你為什麼 今天在三維空間活得如此悲痛 活得如此貧窮嗎 就是因為 三維空間只是四維的一個投影 上完財商之道我要幹一件事 不是把二維空間的那個錢 從你眼中拿走 是要把整個三維空間所有的幻象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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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你眼上拿走 當拿走最後一個 擋在你眼睛面前的三維空間的那個障礙的時候 你瞬間得四維智慧 就那一瞬間你會發現 你能一眼看穿一個人的本質 你能一眼看穿一個事物發展的規律和本質 你能一眼看穿一個生意的本質 能聽懂在說什麼嗎 你們不興奮的 財商有四大能力所組成 把它寫下來 一 營銷 二 財務知識 三 法律 四 投資學 什麼叫營銷 以前你們可能喜歡用的是銷售 老師我是做銷售的 銷售是主動收入 是你要賣東西給別人 別人選你不是你選別人 營銷是被動收入 你們有沒有發現大的公司 大的品牌是不做銷售 只做銷售的 你們知不知道蘋果公司是不做銷售的 蘋果總部 比如說在中國只開了兩家店 這兩家蘋果零售店 只是做諮詢做服務做客服 它不做銷售 它的銷售全部是到底代理商那桌 它只要做一件事就是銷 蘋果的新產品發佈會 就是它們最頂級的銷售方式 銷售手段 能聽懂嗎各位 大公司全是做銷售的 窮人跟富人最大的區別就是 你會不會銷售 你這個演員需不需要銷售自己啊 找個男女朋友需不需要銷售自己 找份工作需不需要銷售自己 要不要 你會銷售你就是富人 你不會銷售你就是窮人 銷售就是財商的第一能力 叫創富 財務知識 你要看懂資產負債表 現金流量表 收入支出表 你看懂了這三張財務報表 才能守住你的錢 賺再多錢守不住有什麼用呢 真正的財富不是你在賺了多少錢 而是你能夠留住多少錢 並且能夠留住多久 真正的財富不是用錢的數量來衡量 是用時間來衡量的 所以財商的第二件叫什麼 叫首富 比首富更高的是什麼 用富越用越富 比用富更高的境界是什麼 叫船富 一個人富不叫富 一個家族富不叫富 富過三代富過五代 像螺絲材料的家族一樣 富過九代才叫富 馬上升起一個金字塔 財商金字塔 第一境界 創富 第二境界 首富 第三境界 用富 第四境界 船富 所以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啊 你們覺得誰需要學財商 是窮人需要學財商嗎 不用說了窮人肯定要學 因為窮人只有學了財商 學會了創富才有可能成為有錢人 那請問富人要不要學財商呢 我告訴你 富人其實比窮人更要學財商 只有學了財商 你才能守住你的錢啊 才能把你的財富傳承下去啊 來 咱們在滿清的時候 最有錢的那個紅頂商人 叫啥名字 叫胡雪岩對不對 來 胡雪岩有沒有錢 清朝首富有沒有錢 有沒有財商 他有錢 但是他沒有財商 所以他在幹嘛 破產至死 流浪街頭 活活餓死 這個餓死之前 給胡家後人臨下祖訓 胡氏後人終生不得經商 這叫有財商嗎 我們要想實現財富自由 得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叫人身自由 第二個叫時間自由 第三個叫財富自由 我們為了財富自由 人身自由都沒了 要錢有什麼意義 來告訴我是不是 你們知道學財商跟不學財商 有多可怕嗎 在沒有學財商之前 如果今天有一份工作 給到你 讓你一天可以賺八十萬 請問你會怎麼幹 死裡幹 幹到什麼時候為止 幹到中風為止 幹到偏壇為止 請問那份工作 對你來講是資產還是負債呢 那是負債啊 那是福報還是業障呢 那是業障啊 來我再問你個問題 今天自己在創業的局勺 自己在創業呢 問你個問題啊 摸著良心回答我 你是擁有事業 還是被事業所擁有 你是擁有事業 還是被事業所擁有 如果因為這份事業 你沒有時間陪孩子 你沒有時間陪家人 你沒有時間陪父母 你的身體健康也被你搞垮了 你沒有擁有事業 你是被事業所擁有 能聽懂我在說什麼的舉手 在座各位 你們知道全球那個誰的財商最高 是不是猶太人 你們有沒有發現猶太人很到什麼程度 在座各位 每周六過安息日 再大的老闆 都是在陪自己的家人 陪自己的孩子 但是當你真真正正的去了猶太人 你跟他深入接觸 你會發現他們是對的 就在他們看來 他們的企業只是一個工具 我的企業有可能破產有可能倒閉 但是我的孩子 他會傳承 一代 兩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十代 所以他認為最寶貴的是誰 是自己的家族 往高的上面講 是因為他們以前合道了 但是現在他們背道了 往低的上面講 就是因為不懂財商 我們剛才講到財商的四大能力 接下來我要跟你講 財商的五大資產 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是最實戰的 馬上就可以用的啊 來 各位 你們想一時有錢 還是想一輩子有錢 還是想祖祖輩輩都有錢 想祖祖輩輩都有錢的舉手 索羅斯 巴菲特 查理 芒格 都講過同樣一句話 包括羅斯塞尔德家族 他們說 要想擁有 永久富有 永遠富有 永久富有 的秘訣 是什麽你們知道嗎 資產配置 寫上 永遠富有的秘訣 是資產配置 永遠富有的秘訣 是資產配置 我們把全世界分為五種資產 寫上 第一個 可以自動化運營 並且為你帶來正向現地流的企業 也就是股權投資 第二 不動產 也就是房地產 第三 有價證券 股票啊 基金啊 債券啊 保險啊 數字貨幣啊 第四 專利權著作權 第五 可以流通保值生殖的物品 古丸 字畫 黃金 翡翠 都屬於 那我們來看看這五大資產 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我們沒有學習財商之前 一個老闆開工廠賺了錢 這個老闆會幹啥 他會把所有的錢全部開工廠 買地皮 買機器設備 進員材料 來告訴我 是不是 結果這個工廠一個政策被取締了 這個老闆會咋樣 一夜回到解放前 這個不用抄 這個本上都有 不用抄 來看我 如果一個人是炒股賺了錢 這個人會怎麼幹 所有錢全投到股市買更多股票 來告訴我是不是 來一個人炒幣賺了錢會怎麼幹 所有的錢全投到幣圈 來告訴我是不是 來一個人 他炒黃金賺的錢 炒外匯賺的錢 炒期貨賺的錢 他就全OIN進去了 那什麼叫資產配支呢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到同一個籃子裡 舉個例子啊 各位認真聽啊 看我 我教你們的方法 讓你們可以永遠富有好不好 你有十個億 你能不能拿兩個億投資你的企業 剩下兩個億投資房地產 剩下兩個億有價證券 股票 基金 債券 保險 數字貨幣 剩下兩個億專利權 著作權 剩下兩個億 投資這個可以流通的保值的物品 股丸 字化 黃金 想像一下 如果你按照我的這個方法 全部配置完了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企業因為一個政策被取締了 還有八億 房地產崩盤了 還有八億 股票崩盤了 還有八億 未來有人說了 老實未來打仗了 全崩盤了怎麼辦 全崩盤了還有兩億 為啥呢 因為 咱們不是還買了兩億的黃金嗎 對還是不對 各位 這叫風險對沖 來 我們把五大資產分為兩大類 這個點很重要啊 來 所有人認真看我啊 我們把五大資產分為兩大類 第一種叫顯性資產 第二種叫隱形資產 這都是富豪才不會 永遠不會告訴你的秘密啊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大多數人賺到錢以後 只會把錢放到顯性資產上 什麼叫顯性資產 你名下的房 你名下的車 你名下的債券 你名下的這些 這些公司股權 這些都是顯性資產 一旦你有了債權債務 一旦你有了官司 這些瞬間都會被法院凍結 你一夜之間回到解放前 你連請律師的錢都沒有 來告訴我是不是 那如果說你今天拿出五個億 投資顯性資產 那你拿出五個億 投資隱形資產呢 來 什麼是隱形資產 信託 家族信託 數字貨幣 食物的黃金 古玩字化 這些屬於隱形資產 來 我問你個問題啊 你今天買了金條 把它藏起來了 誰知道你經常在哪 會不會因為你犯罪了 把你金條必須交出來 會不會 不會啊 能聽懂得說什麼嗎 這就叫資產配置 講到這兒以後 可能很多人說了 周老師你說的都是有錢人學的學問 我都沒有錢 我哪有十個億啊 我十毛都沒有 你十毛都沒有 你也得學資產配置啊 富人有富人的配置方法 穷人有穷人的配置方法 這個各位 我問你們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見過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這兒有沒有啊 就是我們中國大陸 最多的就是叫水滴仇 就是一個人家裡孩子 得了白血病沒有錢 就發動別人捐款 有沒有過你們這兒 應該也有吧 有沒有 甚至在街上乞討給別人磕頭 有沒有 來 為什麼 沒有財商啊 張三是男人 娶了一個人叫李四 是女人 生了個孩子叫王五 照六 孫七照八 養了一大群人 張三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 張三一生病 家垮了 張三意外死亡 這個家瞬間坍塌了 就不說張三生病 張三死亡 張三家裡面任何一個人生病 這個家就塌了 來告訴我 是不是 那如果說張三花了幾百塊 給家裡面每個人買了一張 百萬醫療的保單呢 家裡面所有人生病醫院 保險公司全報銷 如果他還有財商 他不但買了一張百萬醫療的保單 他還買了一張重疾險的保單 而且只需要幾百塊錢 是那種消費型的保險 記住保險分兩種 一種叫消費型 一種叫理財型 很貴的那種重疾險 要幾萬塊的 那種屬於理財型 你又買那種消費型的 幾千塊就搞定了 家裡面有人生病 百萬醫療保單 百分之百給你墊付醫療費 重疾險還給你賠錢 比如說你得了這個病 直接賠你三十萬五十萬 你這個病不用看 你不用交錢 你不用交錢給醫院 你還能賺錢 生個病還能賺兩百萬 聽懂了嗎 各位 你們知道有財商跟沒有財商 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嗎 我們中國人房子失火了 都哭啊 美國人房子失火了 趕快拍個照片 因為保險公司陪我個新的 這說各位 就在上一場 在這個會場 馬來西亞一個學生 在那個廣州 做了一個物流中心 專門是發貨的 給別人發貨 往東南亞發的 正常 你的倉庫要不要買個保險 他不買 他說沒人知道讓我買啊 倉庫失火 線路老化 整個倉庫全燒了 客户的貨款要不要賠 你猜猜他賠了多少錢 兩千五百萬 人民幣 你們猜猜如果他有財商 他買保險 他買多少錢的保險 保險公司會給他賠這兩千五百萬 你們猜猜 花多少錢買賠財產線 你們猜猜 不到十萬塊錢 八萬夠了 賠額兩千五百萬 不到八萬塊錢 知道各位 你們聽完以後不震撼嗎 寫上 這個要讓你們寫 咱說窮人不好聽 咱就說中產吧 來 中產必配的保單 百萬醫療 就是醫療險 幾百塊錢買最便宜的 每家保險公司都有 但他不告訴你 他都會讓你買什麼年金險 教育險 分紅險 投聯險 全忽悠你的 因為這個保險 保險的利潤太低了 所以沒人願意推 叫百萬醫療保單 第二 重疾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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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說一遍 不要買那種有儲蓄型的 就買消費型的 消費型的便宜 一年就一兩千塊錢 就搞定了 重疾險 好 繼續 是老闆的同學請舉手 就接下來這一條 我保你一時平安 我最少給你審個幾百萬 來 是老闆的舉手 給員工買上意外險 寫上意外險 幾十塊錢就能買到 來 在座各位 你們知不知道有多少 老闆含心如苦 一年就賺兩百萬 結果員工一不小心猝死了 賠不賠 老闆得不得賠 一夜回到解放錢 如果老闆花了幾十塊錢 給員工買了個意外險呢 保險公司賠 你們聽懂了嗎 意外險 自己給自己也買上 給員工也買上 窮人你就賠 這些保險一定要賠 來寫上富人 富人必配的啊 增額終身受的保險 記住這幾個字 增額終身受 最好是買3.5福利的 增額終身受聽不懂是吧 就是說 你們如果買了一張教育險 或者買了一張分紅險 或者買了一個投資性的保險 如果你有債權債務 這個錢是會被充公的 是會被擊穿的 因為你買的投資性的保險 屬於金融資產 也是屬於隱形的 沒有任何的隔離作用 能聽懂嗎 我們富人要的是防火牆 這種保險是有防火牆作用的 叫做增額終身受險 是以你的生命為標的 死了以後才賠你錢的那種 但是他披上了增額終身受的萬一 實際上裡面還是投資險 有3.5的福利 正常有3.5的福利 你不要小看這3.5的福利啊 各位 我不知道你們這兒 現在什麼情況啊 在中國大陸 在銀行買理財 你是私行客戶 你一次性投資5000萬 你都買不到3.5的 但是保險還有 3.5而且是福利 福利是很誇張的啊 你一年 你一年買個三五百萬 三十年以後 你都變成億萬富翁了 福利是第八大奇蹟啊 財商裡面 我們有一截客專門講福利 正常有3.5福利的 富人第一個 第二個寫上 家族信託 家族信託 聽不懂先寄上 寄上以後找保險工資 學就完事了 我再教你們一招 如何學會保險 來繼續 家族信託 繼續 保險金信託 保險金信託也可以 家族信託也可以 好繼續 十五黃金 必配 這是必配下十五黃金 就富人啊 必配 因為 你 你只要做生意 就一定會遇到官司 遇到官司以後 你的顯性資產都可能被 都可能被凍結 我這裡說的這些東西 全都是隱形資產 好 十五黃金 我再說一遍 是十五黃金啊 別在銀行買那種紫黃金 到最後還是會被凍結的 提出來 金條 聽懂了沒有 十五黃金啊 來繼續 來所有人認真看我 財商知道這個課牛逼到什麼程度啊 這個課上完以後 你從此沒有人再 能騙你錢了 財商知道這個課上完以後 你這輩子再也不用花錢上課了 來 我剛才講保險 是不是有些人就懵了 你又沒聽過這種保險 對不對 不懂 不懂就會被騙 對不對 那你想不想懂 我就教你一招 讓你馬上懂 怎麼做 你去保險公司公司上班 你三個月 你看你懂不懂 是不是全懂了 老師我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是吧 你讓你有時間的一個親戚 去三個月可以吧 來再教你個更猛的好不好 告訴所有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我投保險投兩個億 找你們公司最屌的 最牛逼的總裁來服務我 跟你講保險 跟你講得非常專業 而且把你奉多上賓 所有的知識全部免費交給你 聽懂得舉手 來告訴我 是不是 想投資房產 永遠不會被別人騙嗎 想不想 投資房產永遠賺錢 不會被別人騙 想不想 順成人逆成仙 玄妙直在顛倒間 聽懂了嗎 聽不懂是吧 你要去買房 說我要買房 告訴我這裡的房多少錢 他說三萬五一個平民 租金都能租到 三千塊一個月 你買了就賺了 他肯定是騙你的 你要買房 順成人 逆成仙 玄妙直在顛倒間 萬聪把這句話給我打出來 你就跑到中間那說 我是業主 我要賣房 跟我說說現在這房價 能賣多少錢 能租多少錢 我敢保證他 你報的是真價 能聽懂嗎 你是業主要賣房 要租房 你別跑到中間 我是業主 我要放牌 你告訴我這裡能租多少錢 能賣多少錢 他肯定騙你 跟你房私利呀 你就告訴他說 我是買房的 我要看房 這兒的房業 多少錢 聽懂舉手 來再教你個更狠的好不好 想賣房怎麼辦 去你家小區附近 應聘房地產經濟人 在那邊幹三個月 三個月 把自己的房子賣掉以後 佣金都賺自己口袋了 聽懂舉手 狠不狠 羅伯德清奇告訴我們說 投資為什麼會虧錢你知道嗎 有兩種投資者 一種叫內部投資者 一種叫外部投資者 什麼叫外部投資者 什麼叫外部投資者 什麼叫內部投資者 內部投資者就是 保險公司的那些人 自己給自己買的保險 一定不會虧 這叫內部投資者 自己中介自己炒房的中介 都會賺錢 因為沒有人比他更了解行情 能聽懂嗎 來你告訴我 學這個思維值多少錢 還能被人騙嗎 來把這句話寫本上 順成仁 逆成仙 玄妙之在 編道見 謝謝 接下来就是六大财商 人类有六大财商 等你知道这六大财商是什么的时候 你的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咱们不能全讲 这是咱们品牌课里的核心 我就先给你讲第一条吧 叫做第一财商 叫赚更多的钱 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赚更多的钱呢 你永远记住 你的财富跟你的认知成正比 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以外的钱 就算凭运气赚掉也会凭实力亏掉 这个世界有159种收割你的方法 直到你的财富跟你的认知成正比 换句话讲 只要提升认知才有可能提升财富 见没见过的人 听没听过的课 去没去过的地方 找那些比你更高的人 找那些演技比你更高的人 找那些世界比你更大的人 跟他们在一起 找那些比你更有钱的人 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跟比你能量高的人做朋友 你的能量就会被他拉升 跟比你能量低的人做交易 做生意 他的钱就会被你的能量吸到你的口袋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能搞得定的客户 都是能量不如你的人 见识不如你的人 认知不如你的人 有没有发现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要提升你的第一财商 赚更多的钱 你要提升你的第二财商守住你的钱 我们在财商这道课程里面 会通过一个游戏 叫做现金流游戏 来教会你的六大财商 来提升你的六大财商 那个游戏太牛逼了 那就是罗伯特清奇设计的 那个游戏就模拟我们从一出生 到上学 到找一份工作 到创业 然后到这个投资 到实现财富自由 我们在现场会教大家玩这个新型的游戏 越玩财商越高 然后呢 那就是七 实现财富自由的七大步骤 咱们六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在品牌课里面 有一整天的事情来讲这个 我把这个给你们详细讲一讲 因为这个很重要 叫做实现财富自由的七大步骤 任何人 你记住 是任何人 只要他是个人 按照我的七步骤走 任何人都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你们说好还是不好 来 写上 实现财富自由的第一步 寻找富爸爸 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个各位 金庸先生里面的所有的顶级高手 不管是杨过也好 还是这个令狐冲也好 还是这个郭靖也好 没有一个一出生就是绝世高手 他们都是干嘛 出门 拜师 学艺 才变成了绝世高手 对还是不对 郭靖以前就是个普通人 找了七个老师 叫江南七怪 打架 经常被杨康给打哭 后来拜了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叫什么 红旗公 那就变成绝世高手了 叫寻找富爸爸 叫做寻找人生导师 写上寻找人生导师 如 罗伯特清奇找到富爸爸 如 周文强老师找到 罗伯特清奇做老师 你寻找的这个富爸爸 他一定是自己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 他的认知 他的格局 他的境界 他的成就一定比你大 他一定是社空双修的 他一定是性命双修的 他不但在物质世界 已经达到了顶端 而且他在精神世界达到了顶端 才知道你学习 能听懂吗 各位 寻找富爸爸 来 这一步难不难 这一步什么不难 这一步太难了 有多少人这一辈子到处上课 但是他不会拜师 来 上课跟拜师 是两个性质的 这里的寻找富爸爸指的是拜师 是真正把他当成人生一辈子的导师 是磕头拜师 有多少人一辈子上了无数课 但是找不到一个人叫他师父 太难了 是还是不是 但是你们很幸运 你们无比幸运 因为你们要找的那个名师 就在现场 我这里说的名师 是不是那个有名的 很有名的那个名师 很出名的那个名师 我这里说的名师 你记住啊 是日月名的名师 对 这个名师 日月名的名师指的是什么名 对 明星线线谁说的 好 继续 第二步 第二步 找一份 无比热爱 无比擅长 无比有趋势 无比有意义的工作 这四个 这四个无比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们想不想找到你的轨道 财道就是轨道嘛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财道 你一旦找到你的财道 你就能够赚到钱 就像周杰伦找到音乐 周星驰找到电影 马云找到互联网 周文强找到演讲 科比找到篮球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 一出生就有的 你一旦找到轨道 就是你的财道 那怎么找轨道呢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找工作 找一份无比热爱 这份工作 你无比热爱 一做就兴奋了 无比擅长 能够把你的天赋 发挥到极致啊 无比有趋势 大失所趋啊 而且无比有意义 如果你找到那份工作 又是你热爱的 又是你擅长的 又有意义 又有趋势 那件事肯定就是你的轨道 你会有一种感觉 我愿意做这个行业一辈子 你会有一种感觉 我就是为这个行业而生的 这个行业就是为我而生的 大家能听懂吗 当然了 如果你找不到这种工作 咋办呢 来往下 再往下走一个层次 创业有三要素 有了这三个才能够创业成功 第一要素叫能力 第二要素叫经验 第三叫资源 没有钱啊 不需要钱 创业不需要钱 只要你有了能力 有了经验 有了资源就能赚到钱 但是请问能力经验资源哪来 能力可以上课学 但是经验 不好意思 只有实践当中才能获得 是还是不是 所以我们找的第二份工作就是 不能光说我讲啊 你们得自己想啊 如果找不到我们很热爱 很有趋势 很有意义的 很擅长的工作 我们要找什么工作 就是这个工作 能够有很完美的培训系统 它可以把我的能力 给我培养起来 这里的能力是什么能力 这里指的能力是什么能力 我把公司分为三个层级 基层 中层和高层 基层的员工就是做销售 中层的干部就是做管理 高层的领导人就是做领导力 我这里指的能力 指的就是这三个能力 能力后面扩呼一下 我说销售 管理 领导力 比如说我找了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可能我不一定很热爱 但是呢 这份工作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培训系统 比如说 安利 我去做直销去了 直销公司是最牛逼的培训公司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是非常培养人的 我就冲着这个 我就在值 我在这干两年 把能力给提升上去 能听懂吗 来 经验我就不用说了吧 你们知道为什么 你们在你们的世界里面 创业会变得很难吗 我用一秒钟把创业这件事 变成全世界最简单的事 你们说好不好 有一个小女孩 在工厂上班拧 螺丝拧了一辈子 她最大的梦想 就是去家里面开家服装店 终于攒了钱 干了15年女工 回家开了个服装店 她能赚钱吗 她根本就没有开过服装店的经验 她都没有干过服装这个行业 能听懂吗 来 一个男的 她就想回家开家自己的餐馆 结果就找了一份工作按脚 给别人当按脚师 摁了十年 终于攒了个钱 回家开了个饭馆 饭馆 她能赚到钱吗 要想做服装很简单 你就别去工厂了 就进入一家服装公司 从基层做到中层 做到高层 做到店长 有了这样的能力经验跟资源 以后 你再回去开家自己的服装店 你的成功几率90%以上 你想去开家餐馆 你就不要去摁脚了 你就直接找一家饭店干 从基层做到中层 做到高层 做到店长 然后有了能力 有了经验 有了资源 以后再开一家餐馆 你的成功几率90%以上 听懂了吗 所以为什么第二步 要让你们找一份 这样的工作 就是为了让你 为创业做准备 来写上第三步 第三步 控制你的现金流 强制储蓄 延迟相拥 听不懂的话 给你们翻一声人话 俩这 攒钱 为创业做准备 你们知不知道 在周老师 没有实现财富自由之前 我没有进电影院 看过一场电影 我没有买过 超过300块钱的鞋子 超过1000块钱的衣服 省吃俭用 我所有的钱 都放在两个地方 一 报客 投资大脑 二 为创业做准备 能听懂吗 我这里为创业做准备 是不是为了 创业的起始资金 做做准备 不是 我说的创业不需要钱 创业就是空头半浪 这就是本质 我说的创业的准备 是为了我的房贷 因为创业以后 你就没有薪水了 我的房贷 然后我的家人开支 为这个东西再做准备 我得做好 我创业就算半年 一分钱不赚 我的这个家人 能正常运转 你能听懂吗 来 继续 第四步 创业 第四步 创业 我现在跟你说的 这四个步骤 是你们所羡慕的 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都走过的路 马斯克也这样走过 马云也这样走过 史玉柱也这样走过 牛根生也这样走过 比尔盖茨也这样走过 都走过 来 创业 我们把创业分为几个类型 写上 一 自我创业 这是最难的 就一个人创业 创一个品牌 创一个平台 这太难了 二 合伙创业 三 加盟代理 四 直销 我这里说的直销 是真直销 不是传销 就牌照的 而且不会清空的 是真的把你拿到 并容输入的 我这里说的代理加盟 你们应该能理解啥意思 合伙创业 能理解啥意思 我这里最推荐的是 合伙创业 因为未来一定是 合伙的时代 合伙创业 来我给你解释一下 来扩乎 我这里的合伙创业 不是说你们 应该找一批人 合伙创业 我这里的合伙创业 是什么呢 写上 加入一家伟大的公司 加入一家伟大的 有格局的公司 老板愿意给你股份的 如 华为 如 阿里 如 惠城 就这样的公司 在华为 人人都是股东 在阿里 只要你干得好 人人都可以成为股东 在惠城 只要你干得好 人人都可以成为股东 所以 就像你们今天看到 我们整个惠城 所有的教练 他们全是股东 全是惠城的股东 他们不需要花一分钱 我用一把股份分给他们 第一年我分了二十 三十 第三年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全分出去 人人都是股东 企业的规模等于 有多少人为他干 有多少人为他操心 你一个老板 带来一千员工 我一个老板 带来一千老板 你怎么跟我比 咱们团的能力 团的市场 大家能理解 再说什么吗 好继续 第几步了 这第几步了 这第四步是吧 来写上 第五步 学习 所有的创业课程 把企业打造成一个自动化运营的资产 学习所有的创业课程 把企业打造成一个自动化运营的资产 因为只有这样 你的企业才是必动收入 我们学财商跟没有学商人的创业 完全两个思维 我们学财商人的创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企业自动化 让我们可以不用去公司也可以赚到钱 能够赚到被动收入 好继续 第六步 我们走到这一步 我们的企业已经自动化运营了 已经给我们带来被动收入了 那第六步应该干嘛了 布局五大资产 这样 学习所有的投资课程 布局自己的五大资产 建设自己的资产方过 刚才我说财务自由是被动收入 大资产 你们是不是想的 就是我一个公司自动化运营了 一年能够赚二十万 我可以不用工作了 我就辞职了 可不是那意思 我今天有一个房子出租了 我房子租出去 每个月有两万块钱收入 流进我口袋 我可以不用工作了 可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的财富自由是什么 你知道吗 五大资产 五五二十五 我开五家公司 我第二大资产不动产 我买五套房子 有别墅 有写字楼 有商铺 都是有租金收的 都还是一线城市升值的地方 我做有价证券 股票 基金 债券 保险 数字货币 家族信托 全怼上 五条 每条被动收入 流进我的口袋 都远远大于我的支出 我有二十五条 被动收入管道 能听懂吗 而且国内二十五条 国外二十五条 你们知道吗 罗伯特说 我们都是全球公民 学财商人 你要给自己一个思维 我是全球公民 如果他的资产都在美国 如果美国打仗了 美国衰落了 是不是他就回到解放前了 他在欧洲有资产 他在亚洲有资产 他在澳洲有资产 他的概念就是 只要地球爆炸 哥就是有钱人 大家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资产配置 一定要全球资产配置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啥 这都可以 不能光马来西亚配置 不能光新加坡配置 要全球资产配置 好来继续 第七步 享受人生 做慈善 回馈社会 进入精神世界 修行 我讲到第七步 才敢享受人生 啥叫享受人生 买豪车 买名表 买奢侈品 就到这一步了 才有资格享受人生 而且到这一步 我们用的 所有享受人生的钱 全是啥钱 全是资产带来的 被动收入 你家有一只鸡 我家也有一只鸡 你家的鸡下蛋 我家的鸡也下蛋 你把蛋卖掉 然后发现卖蛋的钱太少了 你把鸡杀了 把鸡里的蛋全卖了 把鸡都卖了 就变成穷光蛋了 我呢就只卖蛋 后来我发现不行 我蛋我也不卖了 让鸡辅蛋 鸡就辅出了更多鸡 更多鸡 下更多蛋 到最后我家开了个养鸡厂 我就只卖 那个鸡蛋的钱 就够我花了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举个手 叫切勿杀鸡取卵 财商最终的一个概念 就是延迟享用 而今天大多数人 会变成穷人全民负债 就是因为你们是在提前享用 是还是不是得贵 不是月光族了现在 现在是什么族 提前享用 把恨不得把明年的钱 后年的钱都享受到 按照这七步 人人皆可实现财富自由 反正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这只是我们课程的一丁点内容 还有八大投资原理 让你的投资永赚不赔 还有财商的九道法门 让你瞬间 这个真的是拥有一种 点石成金的能力 这都是财商的内容 来这个课要不要上 这个课一定要上 而且要去中国上 要去海南上 要去深圳上 是什么让你变穷 让你变富 是趋势 是趋势让你的房子 变成了资产 是趋势让你的房子 变成了负债 2012年 我就告诉我 变丧已死 微商时代已经来临 一定要做微商 相信我的人 转型做微商 然后一个90后 卖面膜 卖眼罩 一年干十几个亿 两年时间实现财富自由 到了16年 我就告诉他们说 微商已死 波商时代已经来临 我是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第一个通过直播 江科的老师 自己开设自己的直播系统 带着我的学员一起转型 做波商 我当时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未来你 或者你的产品 不能出现在直播间 人家会被社会淘汰 大学刚刚毕业的包一成 就因为跟我学波商 然后通过现在创业 一年干五千多万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跟上趋势 就是财商 学财商的人 跟没有学财商的人 完全两个概念 2019年 把我的老师 罗伯特清奇 从美国 请到中国来演讲 他说台下有80% 都是中文强老师的学生 那我今天来了以后 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 我们都在想 哇 这这这这 师尊要送礼了 送啥礼啊 然后罗伯特清奇说了 2022年 全球 会发生一次 非常大的金融危机 我们已经都傻了 这怎么能叫大礼呢 罗伯特清奇说 你们为什么这个表情啊 我曾经预言过 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一次是2000年 一次是08年 我通过两次金融危机 赚的钱 超过这辈子的组合 然后结果 2022年发生疫情 疫情来了以后 就在家里直播 带着我的学生 一起做直播 结果三年疫情过去了 我的学生 跟我转型做直播 不但没有亏钱 反而还赚钱了 他们把房子卖掉了 几乎都是最高价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上财商之道 这个课程上完以后 你们想赚钱 就发现赚钱跟玩一样 很简单 真的就是一个思维转变 你整个认知一变 什么都变了 好还是不好 上完财商之道 要上经营之道 经营之道乃经营世间万物之规律 经营之道是一套经营哲学 学会的这套经营哲学 上可以经营自己的企业 让企业自动化运营 下可以经营自己的家庭 让自己的家族自动化运营 也可以经营自己的健康 经营自己的人生 让自己的人生的螺旋上升 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经营就是财商之道 是掌握了钱的运作规律 所以你赚钱很简单 而经营之道 是掌握了事的运作规律 你可以让一件事情发生 也可以让一件事情不发生 你可以让一件事情 像你想要的那一面发生 这就是经营之道 经营之道更像是什么呢 更像是 经营之道就交一个主题 就是如何让你的企业 自动化运营 老板解放企业重生 你的企业如果 如果无法自动化运营 你的企业就不是你的资产 就是你的负债 我再说一遍 你是想拥有企业 还是想被企业所拥有 我们学过财商的人创业 跟没有学过财商的人创业 完成两个概念 来我问你们个问题 这次老板轻不轻松 这次老板为啥轻松 他甚至都不用动 后面的人都得推他往前走 他不走也得走 因为这次是为谁干 是为自己干 我要在经营之道现场 会把你们从火车 变动车 变高铁 变飞机 变宇宙飞转到 最后把你们都变成UFO 你们说这样好还是不好 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在没有上过经营之道之前 是对立体 上完经营之道 我要把你们打造成 利益共同体 事业共同体 精神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我们财商有五大系统 ESBA那个图 出来来说 S跟B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老板离开企业 一年企业倒闭了 S 老板离开企业 一年企业发财了 B S跟B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系统 财商有五大系统 第一套系统 叫分配系统 员工 从四面八方而来 是为什么而来 没有一个是为了实现 你的梦想而来 都是为分而来 为分明分立分权而来 对还是不对 当你敢于把股份 分给员工的时候 你的整个人生 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分配系统 到竞生系统 到文化系统 到风险管控系统 到营销系统 你整个完全不一样 大公司 小公司在研究制度 制度是为了 约束人算计人 发员工款 辞到早退罚款 而机制是为了引爆人 商鞅变法变了什么 让秦国 从一个六国里面 最弱的国家 变成一个统一天下的国家 就是变了机制 商鞅变法之前 我们是奴隶制 什么是奴隶制呢 奴隶 不管怎么奴隶 都是奴隶 贵族 不管怎么不奴隶 都是贵族 而商鞅变法变得是 贵族如果不努力 就会被降成奴隶 而奴隶 只要努力 就会生成贵族 所以以前 上阵杀敌 是为国家打仗 但是现在 上阵杀敌 是为了谁打仗 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改变 整个子孙后代的命运 商鞅变法 就变了两个机制 一个是耕 一个是战 耕是什么 耕就是耕地 凡在我秦国 开垢荒地 超过五母以上者 拥有秦国绿卡 以前奴隶 赚的所有粮食 全部归奴隶族 奴隶族 只分一丢丢口羊 给其次奴隶 而现在 你只要去开垢荒地 70%归你 30%上邀国库 从此人人都开始 在地里面开垢荒地 六国无数军民 都愿意来秦国种地 因为在这里赚的更多 所有的奴隶 全跑到秦国了 听懂了吗 第二个字叫战 以前当兵打仗 是为了别人而战 这一次是为了 改变家族命运 公猴博子男 我能从一个奴隶 因为我的战功 而让自己成为一个贵族 改变了我整个 子孙后代的命运 这是什么概念啊 而且秦人打仗 看的是什么 只看人头 砍一个人头 就升一关 还等什么呢 上战场杀敌吧 那秦军只要一去战场 那就像过年一样开心 你知道吗 上了战场 那看到敌军手机 那不是手机 这不是人头 这是我的功名利禄啊 这是啊 看到人头就砍啊 砍了以后还不敢丢掉 知道吗 浑身绑个麻绳 终于站进人头上 穿个眼儿 麻绳穿到身上 背到身上 怕别人把他抢了 能听懂吗 去领功 浑身上下秦军 穿的全是人头 剩下的六国军民 那是喂了一口饭吃 当兵吃粮啊 看到秦国浑身上下 背的全是人头 这是魔鬼啊 这是来玩命的 所以秦国军民看到 秦军将士全部投降 我不打了 来 投降 能不能接受你投降 不接受投降 因为你投降 我领不了官 所以赵军四十万投降 白起下令 斩 全部砍头 杀的赵国一夜之间 再无难兵啊 这什么概念 但是今天 画了个圈 告诉大家 从今天起 包产到户 递分给你个人了 除了给国家交工粮以外 剩下全是你的 公司你自己开 除了给国家交税 剩下的全是你的 从此以后 那个农民恨不得住在地里 能听懂吗 从此以后 你告诉我怎么干 没日没夜地往死里干呢 那还说什么说 改革开放改了什么 其实就是改变了机制 改变了为谁干的问题 如果说 你们上完经营之道以后 让员工从为你干 变成为自己干 变成和你一起干 整个企业瞬间就不一样了 要不要上经营之道 要不要 就上完经营之道 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是一种俯瞰商业的感觉 商业是有规律可循的 你之所以公司做不大 你之所以公司会亏钱 是因为你根本不懂 你从来没有学过什么是商业 我们有一张 经营之道的商业俯瞰图 就那个俯瞰图 如果你看懂以后 你才会发现 哦 原来做一家公司 让它融资 让它上市 让它变成一个百年企业 让它可以自动化运营 它需要这么多 我开发财商之道这个课 所有市面上跟投资 跟财商有关的课全上完 我开发经营之道这个课 只要是跟经营企业有关的 我只研究世界500强的企业 他们是怎么自动化运营的 他们是怎么创业的 为什么它可以出离世界上百年 我把我研究的 就看到了一张全貌图 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 经营之道的全貌 那温松打出来 我们惠城集团的全案咨询 经营之道 讲创业的18个模块 把这18个模块整懂了 你的企业瞬间 才能够实现自动化 18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 做老板 做企业 必须要懂得股权架构 第二个模块 战略布局 第三个模块 商业模式 第四个模块 品牌定位 第五个模块 营销策划 第六个模块 企业文化 第七个模块 人才系统 第八个模块 运营管理 第九个模块 招商融资 第十个模块 全网营销 第十一个 连锁复制 第十二个 风险管控 第十三个 财税管理 第十四个 声望管理 第十五个 公关管理 然后上市辅导 市值管理 第十八个模块 我不告诉你 等到你上完经营之道 再告诉你 就看完这张图以后 你们用心看一看 你如果真的用心看懂了 你才会发现 为什么我的企业做不大 为什么我的企业会亏钱 这十八个模块 你只要一个模块 没有整懂 你的企业就不可能自动化 你的企业就一定会出问题 你必须要懂得股权架构 你在搭股权的那个设计 那个瞬间 就已经决定了 你的企业什么时候会死了 你必须要懂得战略布局 已经开始在干拨商了 你还在用电商 传统的模式在做 你就废了 八十年代做商 坐在家里开家店就能赚钱 九十年代行商 渠道为王 到了00年代就是电商 1900年代就是微商 20年代就是波商 你不跟这个时代走 战略错了 一切都错 商业模式 你企业没有一个赚钱的商业模式 你企业根本就赚不到钱 品牌定位 营销策划 企业管理 人才系统 运营管理 招商融资 全网营销 连锁复制 风险管控 财税管理 生贩管理 公关管理 就如果你的企业不上市 这十五个模块是避雪的 这是一个商业俯瞰全貌图 经营指导 就是把这十八个模块 全部交回你 然后把你们的企业 变成自动化运行的公司 而且争生日上 好还是不好 再加上我们财商的五大引进 五大系统一安装 企业就赚起来了 所以啥都不说了 有机会走进 周老师的经营指导 财道还没有开始 今天晚上正式开启财道 在座各位 这个世界选择大于努力 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人生最重要的是三个选择 一 选对教练 二 选对办理 三 选对圈子 今天一整天 我都在让你看到 什么叫教练的威力 而今天晚上 我要让你看懂 什么叫圈子的威力 什么叫做伴侣的威力 朱元璋曾经一无所有 刘邦 刘秀曾经一无所有 刘备曾经一无所有 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要饭的 黄绝寺的和尚 一个卖草鞋的 卖草席的 一个普通的市水亭厂 能够建立自己的大汉王朝 就是因为他们选对了伴侣 周老师之所以能成功 也是因为选对了伴侣 今天晚上 我将请两个 我们会城最顶级的落地吃 帮你们把一整天的课程 给你们落地了 好还是不好 各位 你记住 一个老板的人品好不好 就看他身边跟的是什么人 如果一问这个老板很牛逼 结果一问身边的助理 身边的所有的伙伴 都是一年两年的 就证明这个老板 可能一般 人品可能一般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见到一个人 你比如说周老师 你去到我公司 你加入会城多久了 五年 你呢 八年 你呢 十年 你呢 十二年 你呢 我认识周老师十五年了 你 十八年 你呢 我认识周老师二十八年 就证明这个人品一定还不错 对还对不对 美好所有的一切 我很开心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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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会 顺... 今天幸运 女神 与我相伴 今天与女神 关我的生活 太棒了 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一起来 充满了爱 充满感恩 充满喜悦 充满财富 充满健康 充满好运 充满教科 充满和平 在座各位 今天周老师是不是告诉你的 人生有两种 第一种人在座天在看 逆流而上 第二种天在座人在看 顺流而下 来你们想不想像 自己的人生是顺流而下的 想不想 来想的举手 我说过 你活在你的头脑层面 你的人生永远是逆流而上 我们要活在哪 活在自己的心 跟着感觉走一切全都有 不跟感觉走要啥啥没有 你马上就要醒来了 你知道吗 马上你一哭出来 那一瞬间 咔 格局就开了 你就开悟了 结果 你憋住了 你差点干啥呀 我想告诉你 你所排斥的 恰恰是你所需要的 你们记住 一个人天天喜欢吃土豆丝 就不喜欢吃西兰花 证明你身体里面 就那个土豆丝的营养 已经过剩了 你知道不 你就缺西兰花的营养 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所排斥的 恰恰是你所需要的 在座各位 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什么样的人 能实现财富自由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样的人 能开悟决心 登上祖母拉马峰的 从来都不是 最有体力的 是死多上去的人 什么样的人 能实现财富自由 下定决心 死多财富自由的人 什么样的人能开悟 下定决心 死多开悟的人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跟我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敢下定决心 而你不敢 你们想象一下 当年我把我所有的钱 投资学习的时候 多少人反对我 但是我为什么要做 那个决定 因为我很清楚 如果我不学习 我这辈子只能在 社会的底层 我不可能实现 自己的阶层越迁 我的人生我做主 我要为我的梦想 买单一次 这个世界我来过 我努力过 奋斗过 我不后悔 我不在乎结局 我妈说 如果你交了这个钱 没学会怎么办 我说万一学会了怎么办 万一能学会 我能成为亿万富 我没学怎么办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人老了以后 往往不会因为 自己年轻的时候 做过什么而后悔 而是自己年轻的时候 没做过什么而后悔 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修行 没有第二件事 生灵万物 皆是为修行而来 看过《西游记》的巨授 来 你说你没资源 没背景 没学历 你还能用孙悟空 没资源 没背景 没学历吗 孙悟空连爹妈都没有啊 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 你知道吗 蹦出来以后 什么都没有 但是 他看到有很多猴 他就想融入这个团队 没话 找话啊 他就问那些猴说 你看旁边有一个水田洞 有没有猴敢蹦过去 猴说我不敢 孙悟空说我也不敢 咱这样吧 谁敢蹦过去 而且没死的话 咱就扮他做美猴王如何 猴说可以啊 来 谁敢 这个时候没人说话 孙悟空说 既然你们都不敢 那我试试吧 孙悟空这一蹦 就变成了美猴王 从此以后 他拥有了整个猴三的资产 整个猴三 所有的女配交配权 都是他的 你知道吗 所有金银珠宝都是他的 你知道吗 从此以后 在猴三里面 就开始享乐啊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他看到有一只猴老了 他看到有一只猴病了 他看到有一只猴死了 孙悟空这个时候大惑不及 怎么会死呢 怎么会老呢 怎么会生病呢 旁边有个年长的猴就说了 都是这样子的呀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呀 世间所有生灵万物 皆会经历生老病死啊 悟空说那不好玩 能不能不经历 老猴说可以呀 那得修行 那得得到成仙 才有可能不经历 生老病死之苦 悟空说哪有神仙 你告诉我 老猴说我也不知道 反正应该有人说 在大海的对面有 悟空放弃自己猴三 所有的资产 驾着一夜偏舟 在海上飘了整整八年 在座各位 整整八年 八年以后 他终于去到了海的对面 他想找神仙 他不知道去哪找神仙呢 当悟空来到现场 见到菩提老祖的时候 请问菩提老祖 有没有传他真本领 大会场讲规矩 真本领肯定是要 一对一传说 上了两天课 也没有教他真本领 这个时候悟空就在想 不行 我一定要学会真本领 没有机会 我就创造机会 结果这一堂课 悟空这个中午有点困 然后呢 大瞌睡 老师走在下面 在他后脑手上 敲了三下 意思是让他好好听课 结果这个是悟空想了 没有机会 我就创造机会 老师肯定是想告诉我 晚上三点 穿我真本领 晚上三点 悟空就跑到老师房间门口 老师正睡觉呢 就听到有人在外喧哗 何人在外喧哗 师父是我 你是何人 我是悟空 你来做甚 不是您说的吗 敲了我三下 告诉我晚上三点 穿我真本领吗 师父说我没说 悟空说你就说了 你今天不教我 我就不走了 这个时候老师说 你这婆婆 进来吧 悟空就进来了 跪倒在师父的床前 真想拜我为师 跟我学习吗 是的 这个时候 师父终于从床上坐了起来 请问 什么没有 看过西游记没有 教了他 七十二般变化 教了他一个金斗云 就能飞十万八千里 悟空学到了真本领 他从美猴王 到最后变成七天大圣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 所有同学 猴都知道 要花钱学习啊 你不知道啊 啊 猴都知道要拜师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遭闻到西死可以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 就听到这儿以后 你们 就今天上午的课程 如果真听懂了 我告诉你 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教你们修行的 老师都是告诉你修心 修情绪 修贪嗔痴慢疑 那都没有用 那都是在投影里做文章 我教你们修灵魂成绩 那个感受才是 真真正正的修行 当年的斯加摩 你就因为发现了一个规律 直接开悟成佛 他当年发现了一个 什么样的规律 就这个规律 如果你们今天掌握了 整个人生 那游戏 咔咔咔升官 咔咔咔升级 灵魂成绩咔咔咔往上走 还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来 佛陀 发现了一个规律 让他开悟成佛 这个规律是 因果定律 佛陀成佛以后 讲了49年的佛法 其实49年的佛法 就讲了四个字 写上 缘起 性空 如果缘起 性空你听不懂 我给你翻译成现代话 你就瞬间听懂了 无数人学佛 学了三十年 四十年也没整懂 接下来五分钟 让你瞬间听懂 写上 因缘 果报 就缘起 性空听不懂 就写四个字 万说给他打出来 叫因缘果报 因缘果报 如果还听不懂 来给你画张图 白板上来 接下来这五分钟 是改变 明明的五分钟 认真听 很多人说 我的灵魂成绩 如果比较低 我这辈子能修成吗 来告诉我 一辈子能不能修成 我上辈子 作恶多端 我能修成吗 能不能修成 叫放下 屠刀 立地成佛 怎么可能不能修成呢 我送你们一句话 任何人都可以 一时修成 来 认真看啊 什么叫缘起性空 什么叫做因缘果报 因缘果报 这个报 你们无法理解 我简单给你用一个 翻译一个 你们更能理解的 我们把它翻译成 业里 业 我们都以为 这个世界的因果定律 就是因决定了果 对不对 因是不是决定了果 是不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不对 或者说不完全对 今天你要种一个黄瓜 你种了一个黄瓜的种子 黄瓜的种子就是因 你种下去以后 它一定能得出个黄瓜吗 不一定 它要想真真正正正 得出个黄瓜 它得有缘 缘是什么呢 这个黄瓜 所需要的土壤 所需要的养分 所需要的水 所需要的阳光 所需要的空气 这就是缘 黄瓜的种子 种在了合适的土壤 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水 合适的肥 合适的阳光 合适的空气 它才能够到最后 长出黄瓜 大家能听懂 再说什么吗 换句话讲就是 不是因决定的果 是因缘 决定的果 那是什么决定的缘呢 是业决定的缘 这有点高了 业你们可以把它 离业成业力 业力分两种 一种叫善业 一种叫恶业 业力听不懂的话 你们应该都听过 六祖的一首诗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停伏 是 莫是热尘埃 谁就是想告诉我们 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每一个人 都像一面镜子一样 这个镜子 都可以造出世间万物 但是这个镜子上面 如果有灰尘 落的灰尘太多了 就啥也造不出来了 要想让你 造出世间万物 很简单 叫时时停伏式 莫是者尘埃 你把那个镜子擦干净 它又恢复本来面目了 换句话讲 吴主想告诉我们 一个什么道理呢 人人皆是开悟者 你之所以不开悟 是因为你的业力太重 因为你的业障 你有业障 所以你没有开悟 但是什么时候 把那个业力 给你还完了 你就开悟了 打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这个人明明是第一次见 你就觉得你见过 这个地方明明是第一次 你就觉得你来过 有一种人 这种人 不管你怎么对他好 他就对你不好 但是你还想对他好 但是有一种人 你明明你对他不好 他就嘎嘎对你好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一切都是业力 在前移你 在座各位仔细听 这个境界很高 在这个世界上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注定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这个人会怎么对你的 都是注定的 都是游戏设定 都是由你上辈子决定的 但是你怎么对别人 是由你决定的 这叫做自由意志 神赐予你最大的礼物 就是自由意志 我们讲完这个灵魂前出生计划 再来看这张图 拜拜 因缘果报 缘起星空 再来看这张图 很重要啊 这两分钟看懂了 就真开悟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出生 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 结果 想要一个好的结果 赚钱 成功 幸福 发财 是不是 我们都在追求这个结果 对不对 好 这个结果是有什么决定的 是由因和缘决定的 对不对 那因是空的 仔细听啊 缘起星空的空 就是这个意思 因是空的 你出生的那刻起 你的思维意识是被清空的状态 你可以选择抱怨来解决人世间每一件事 你也可以选择感恩来解决每一件事 你是抱怨还是感恩 你是负能量还是正能量 是空的 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跟上辈怎么有关系 听不听到 来 第二 那个业力 是不是空的 业力不是空的吗 你的累生累世 除 我告诉你们个惊天秘密啊 你们累生累世 这里的所有业力 在你转世 就是投胎的那一瞬间 全转换成了圆 投胎的那一瞬间 这个业力已经清空了 你已经没有业了 你是清空的状态 因为业全转换成了圆 圆就是你这辈子会遇到的人 这个人会怎么对你 听没听到 换句话讲 这个是空的 这个也是空的 只有这个圆 是注定的 那请问这个结果 结果是不是注定的 很多人说宿命论 我看你的八字 就知道你这辈子 发不了财 你的命中注定的 命中注定 我还分头啥呀 结果是不是注定的 结果不是注定的呀 这都是空的呀 只有这一个是确定的呀 结果也是空的 只要我们用正能量 对待我们生命当中 遇到的每一个圆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正能量的果 只要我们不再造新业 我们就能开悟 能听懂吗 如果听不懂的话 这一句话一定让你听懂 种 善 因 不是得善果 是种善因 结 善 缘 得 善 得善 果 把这句话写上 种 善 因 结 善 看我很重要 这个懂就懂了 不懂你记住也没有用 来看我 很重要啊 还记不记得我说过 我说开悟就是我知道了这是我的道 我只要走在我的道上我可以永远成功 我其他地方我不去 对不对 那你知道什么叫成道吗 开悟就是我知道了这是我的道 我只在我的道上走 我可以永远成功 但是其他地方我不能去 我去了我会失败 那我的自由度就受限了 那什么是成道呢 成道就是我修成了我记者道 我走在哪 哪就是我的道 开悟就是你被北大录取了 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演戏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演戏 有做过梦的举手 梦跟真实一不一样 在梦里被打是不是也疼 那我想问几个问题 那是假的 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梦 你们知道什么叫疼痛吗 疼痛只是一堆大脑的信号 疼痛在物理学上 就是大脑的神经元 几个神经元放电 给到大脑一个模拟信号 说这叫疼痛 在二战的时候 犹太人做过一个实验 抓到了一个人 把他眼睛蒙上 用了一块冰块 说我要拿刀 把你的大动脉给你划开 让你的血流干而死 然后就拿了那个冰块 在他手桌上哐哒滑了一下 然后打开水龙头 滴水滴滴滴 那个人他眼睛被闭上了 你知道吧 他就感觉到手上一凉 然后就听到在滴滴滴滴滴滴 一个小时以后这个人死了 医生检查 他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贫血而死 他是贫血而死 因为他认为 他的血被放干了 能听懂再说什么吗 这位各位 能不能听懂 毛毛虫 是一试 作茧字符变成茧 是第二试 化茧成蝶变成蝴蝶 是第三试 当毛毛虫变成蝴蝶以后 我想问一下 毛毛虫去哪了 他说变蝴蝶了 我想告诉你的真相是 毛毛虫死了 蝴蝶才能重生 一只毛毛虫 两只毛毛虫 我们都是毛毛虫 在一起玩泥吧 我们认为世界 就那个裤子烂叶那么大 突然有一天我修行了 我作茧字符变成蝴蝶了 我发现 哇 这个世界好大 有蓝天 有白云 哇 有大海 哇 有高山 有流水 哇 太美了 然后我就飞过来 跟我的那个小时候 跟我一起玩的毛毛虫说 兄弟啊 修行吧 然后你说 你谁要 没有作茧字符盒 来化茧成蝶呢 那个毛毛虫 如果不把自己变成茧 它怎么可能变成蝴蝶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仔细听啊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一直在推荐 国内有一部小说 叫江夜 你们有人看过吗 江夜 没有一个人看过是吧 有人看过是吧 电视剧看过是吧 你们回去一定要看 最好是找那个小说的原著去看 在国内还有一本小说 很聪明 也拍成了电视剧 叫《庆余年》 有人看过吗 庆余年 庆余年 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有两个男主人公 一个叫做宁缺 一个叫做范贤 这两个人都被人 吃一酷刑 那个宁缺是被 他的老婆 是浩天 一片一片 把他的肉给他割掉 然后重新长出来 再割 有一次呢 我生病了 我要吃中药 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药 但是那个时候 我要开课 我必须得吃中药 我中药苦 我喝了就吐 我忍不住 但是当我突然 想起来 我给你们讲课 讲这段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说既然疼痛 是一堆电信号 请问苦 是不是也是一种电信号 然后我就跟那个中药说 你是最甜的 你像椰子一样甜 你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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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金子玉叶啊 太好喝了 你像橙浆玉孽一样 然后我就开始 拼命地给自己洗脑 然后开始喝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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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甘甜味 你们回家可以试试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有一次 我得了一种病 这种病叫做 泡疹 是长在腿上的 是长在神经链条上的 那个病很 就是长除了很多小水泡 特别痒 然后那种病是很难治的 因为我背后有一个医医嘛 他说你来 我专治泡疹 一百年 一百年不复发 然后我就去了 你们知道 他是怎么治病的吗 他首先 拿着一个 像苍蝇拍一样的东西 上面全是针 那个苍蝇拍 上面全是针尖 然后就拿了 那个针尖干嘛呢 就在我腿上 在我的那个伤口上 像拍苍蝇一样 一直拍 你知道这要干嘛吗 要把那个泡泡 全部都扎破 扎破以后 那个病毒就出来了 全扎破 扎破完以后 拿火烧 他说我告诉你 没有一种病毒 可以在高温多少度以下 存活多少多少秒 再说各位 我是一个很怕疼的人 你知道吗 我到了他的诊室 他开始拿那个 苍蝇拍的时候 给我疼的呀 浑身之毛冷汗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我说你等会儿 然后我说你可以开始了 我看着他们 受的最要比我的 打得多得多 所以那个人那一刻 不疼了 我还在安慰他们俩 我说宁轩 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不疼 再坚持一下 一会儿就好了 人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生起情绪嘛 一会儿生起开心的情绪 你很开心 一会儿生起悲伤的情绪 你很悲伤 那佛祖说了 那如果让他不生呢 什么都没有呢 如果能够进入 不生不灭呢 那种状态下 那不就没有痛苦了吗 来 今天上午 我带着你们临在 来 所有人吧 咱现在现场来一下 现场所有人 你可以用眼睛 盯着一个东西看 也可以用耳朵听 反正就是 所有东西都忘掉 来 一二三 什么感觉 空了是吧 有发过呆的举手 发呆的时候 啥感觉 美美 大脑里什么都没有想 没有任何的念 安详 喜悦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 拍了你一下 吓你一机灵 你今天为啥痛苦 在这想公司的事 在公司想家的事 你能不痛苦吗 你们在吗 你压根不在这啊 你没有在当下啊 你被头脑拉到了幻象里啊 你被拉到了过去 或者未来啊 过去全都痛苦 未来全都恐惧 而当下只有爱 只有想和 只有美 你知道美有多简单吗 你知道为什么人类 会殖民于性这件事吗 因为你在这的时候 你一定是在当下的 你脑袋里一定是一边空白 你能不能边做边想 你肯定是完全临在的状态吗 那还说什么说啊 你如果吃饭 不看手机 不聊事 只跟饭临在 吃饭也可以很爽 你如果在散步的时候 你什么事都不想 你就是跟身体临在 散步也可以变得很爽 写字也可以变得很爽 画画也可以变得很爽 听音乐也可以变得很爽 烹茶也可以变得很爽 扶琴也可以变得很爽 关羽也可以变得很爽 听风也可以变得很爽 看白云都可以变得很爽 就是这样啊 对啊 开悟就是不再过生活 让生活来过我 来什么体验什么 开悟就是不再寓树临风 让风灵寓树 那个感觉 美美 再座各位 我刚才是不是讲了 第一个规律叫因果规律啊 有人说老师呢 你别讲了 你讲的都是人家的 来我讲一个 我发现的规律好不好 佛祖发现了一个规律叫因果规律 悟出了缘起性空 搞懂了因缘果报 老子发明了阴阳规律 跳出二元对立 进入非二元 而且是永恒非二元的状态 也就是进入合一的状态 跳出二元对立 进入合一状态 所以他承道 耶稣发现了一个规律 那就是万有引力 既然万有引力 思想有没有引力 语言有没有引力 动作有没有引力 所以为什么耶稣 要让你行善事呢 说善话呢 就是因为你的每一个东西 都有引力 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你升起的每一念 都在宇宙当中 它都是一个赠品 就是假如说 现在量子物理学 就是你们如果真的研究过 量子物理学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人的本质 所有物质的本质 都是一个震动 都是一个频率 都是一个波 都是一个震频 你听懂吗 这个规 你的一个念头 也是一个波 也是一个能量波 所以耶稣告诉大家 一定要想好事 一定要祈祷 每天只想 正能量的事 你就会遇到 正能量的人 那周老师 发现了一个规律 叫生命能量 叫生命周期 你不需要记 你记没有用 你也听不懂 我跟你们讲 好不好 仔细听 我是不是说过 从你一出生起 你在这辈子 遇到什么样的人 他会怎么对你 或者说你遇到 什么样的事 都是注定的 那能不能知道 我会在什么节点 遇到什么样的人 可不可以知道 当然可以知道了 来 周族各位 睁开眼睛 看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 有没有一个东西 是没有用的 这个水杯 这个杯 这杯制造出来 有没有用 这个钱袈 被制造出来 有没有用 这个眼睛 被制造出来 有没有用 来 这些都是人造的 连人造的东西 都有用 请问我们是谁造的 我们是比人 更高的一个存有 你可以把它称为神 把它称为上帝 把它称为老天 把它称为道 反正就是一个 更高的存有造的 对不对 我们是神造的 你告诉我我们有没有用 老天爷造刘翔出来 就是为了让跨栏 只要跨栏就是神 老天爷造周杰伦 就是来唱歌的 唱歌就是神 老天爷造周星石 就是演电影的 演电影就是神 老天爷造我 就是来演讲的 听懂了吗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一个 说明书的 买台电视 有没有说明书啊 买台电脑 有没有说明书啊 请问老天爷 把你造出来 有没有说明书啊 有人说没有 老师在哪呢 老师我没看见 问你们个问题啊 这对各位 我们是不是脑袋里面 那个意识 决定了我们的生命 那请问什么 决定的意识 今天 你们现在 把你们扔到南极 你会自动做一个动作 你是自动的 今天把你扔到 那个最热的那个地方 你会自动脱衣服 那是自动的 那叫做能量 那叫做环境决定的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就是这个人 你就是喜欢他 你第一眼见他 就是喜欢他 他对你不咋样 你也喜欢他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人 他就是喜欢你 我们在公司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碰到这种状况 我们看中的员工 反而背叛了我们 我们不喜欢的那个员工 在我们最关键的时候 顶了我们一把 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我在这里 再说一句话 这个世界 没有不行的男人 也没有不行的女人 只有不行的配置 什么神奇 什么神奇 这个各位 你们现在体验不到 你们体验到了以后 你才会发现 倒是真实存在的呀 倒是真实不虚的呀 做企业也是一样 有多少公司 就是因为选错了一个员工 这个公司 有多少男人 就是因为 取错了一个女的 这个家就 但是有多少公司 是因为选对了一个总经理 这个公司 有多少家庭 是因为选对了一个女人 这个家 来是还是不是 这个各位 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 要用人 一定要用生亡我们的人 员工 有没有一些公司 是老板在养员工 员工赚到钱 老板没赚到钱 有没有这样的公司 那有没有这样的公司 就是员工赚不到钱 但是让老板赚了很多钱 有没有这样的公司 当然了 还有一些公司 是老板员工 都没赚到钱 有没有 那就是员工课老板 我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 对各位 这个真的得学 这就是生命能量 这就是生命周期 发现规律以后 按规律办事 就是神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人 活在三个层次 第一个 叫生存 其实我相信 你们能够来到现场 你们都早已经过了 生存的围次了 再往上走叫生活 再往上走叫生命 为什么现在 西方的开悟者 远远超过我们东方 就是因为我们华人 太勤奋了 我们明明已经可以 进入生活的围次了 我们还在生存的围次 还在拼命地赚钱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们离生命 这个围度太高了 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现在的 大多数觉醒者 都在外国 都在美国 就是因为他们 早都已经从生存的围次 进入了生命 从生命进入生活 所以在座的各位 用生命陪伴生命 用生命点亮生命 用生命唤醒生命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在三维空间 想赚钱太难了 进入四维 你的灵魂层次 修行上升了以后 那显化点财富 简直跟一一一样 财商之道 专门解决钱的问题 上完课 你掌握了金钱的运作规律 再赚钱的数一人 经营之道 专门解决事的问题 这个课程上完以后 你可以把发生在你身上的 任何一件坏事 把它变成好事 你可以控制一件事情发生 控制一件事情不发生 控制一件事情 往哪个方向发生 而且把你的企业 瞬间实现自动化运营 经营企业 自动化运营的 十八个模块 打造财商 自动化运营的五大系统 一旦用上去以后 你的整个人生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去完以色列以后 发现 哇 真的 就是他们有三个核心 他们非常重视教育 他们非常重视教育 这个教育的核心点是什么 第一 家庭教育 一个孩子长大以后 能否成功用三种教育 第一个叫家庭教育 第二个叫学校教育 第三个叫社会教育 你们告诉我 一个孩子长大以后 能否成为社会的精英 还是成为社会的独流 你觉得这三个教育 哪个教育最重要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占了一个孩子 成功的百分之七十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联合国教委说的 那第二个教育 就是什么呢 财商教育 你们无法想象 犹太人从两岁 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财商了 那第三个 那就是创新教育 不创新 无宁死 我们今天用的优盘 我们今天用的互联网 我们今天用的 即时通讯的这种 QQ社交软件 全是犹太人发明的 所以我去完以后 我很震撼 周老师今天太感谢你了 你今天讲到因缘果报 讲到灵魂前的出生前计划 真的 我以前我非常恨我的前夫 我以前非常恨我的合作伙伴 他们为什么会骗我 就是在你讲这个点的时候 我瞬间疗愈了 我觉得真的不是放过了他们 而是放过了我自己 记住一句话 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我们很多很多人 遇到这些痛苦的事的时候呢 就想去报复他 报复他到最后是报复不到他的 因为报复到最后是报复你自己 因为他就是你 你就是他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你一个人的游戏 他只是你那个投影而已 那还有一些人呢 是干嘛呢 想去感化他 那请问能不能感化 就一个好人 能不能感化了一个坏人 能不能 感化不了 就你不管是去报复他 还是要去感化他 焦点都放在了谁的身上 别人的身上 他只是个投影 所以从今天起 要从报复他 感化他 到改变谁 提升谁 你变了 他就变了 因为你是投影员 周老师 你昨天放那个马的那个视频 我真的太震撼了 我学懂了 同频共振 要想提升灵魂成绩 最快的方法 就是与灵魂成绩比较高的人在一起 要想提升财富 我们就进入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的财富都比我高 叫跟着亿万赚千万 跟着千万赚百万 讲得好不好 太好了 周老师 我还没有找到我的轨道 我不知道 我到底要做什么 把课程听完 你们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轨道 好还是不好 周老师 你讲到你被骗 你还很兴奋 你还想让他赶快骗你 我觉得你这样做很反人性 我们人有三性 兽性 人性 和神性 我们的兽性 是我们这么多年 从动物演化变成人类 这是几万年 在你身上的原始积累 这叫本能 这叫求生的本能 那么人性呢 出现才五千年 是被教化出来的 是被教化出来的人意理智性 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你 我们真真正正的我们是什么 是神性 是那个神性的生命 要顺道而为 所以如果你真的听懂了 昨天的课 你就不会认为 那是在反人性了 如果你非要说反人性 也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是我跟你们最大的区别就是 我愿意付费 我愿意付费 因为付费就是最好的人脉 而且当我愿意给他钱的时候 其实倒会给我更多的钱 就是这样 无财不养道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大家一定要敢于去付出 当你不敢付钱学习的时候 你内在是匮乏的 你会认为自己没有 你会认为自己穷 那你这种感觉 宇宙就会让你更匮乏吗 所以你要相信你是丰盛的 你是富足的 周老师 昨天你讲到那些古代的历史 非常有牺牲精神 你讲到吹眼的时候 我泪流满面 你讲到你的故事的时候 你还愿意在那里讲 它为我们传道 你真的也让我很感动 但是我觉得 仿佛你不是活在现代 你是活在古代 我做不到 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 很少有你像你这样的人 来 周周各位 有听过陈家庚 知道陈家庚是谁的举个手 有听过林连玉先生 是谁的举个手 有听过沈穆宇先生 是谁的举个手 这三个人你们去查一下 他们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人 陈家庚先生 把自己赚来的所有的钱 全部捐给祖国 帮助祖国发动辛亥革命 帮助祖国八年抗战 然后又把自己所有的钱卖掉 把自己的大厦卖掉 叫陈家庚卖大厦建夏大 今天的厦门大学是他建的 他在中国捐了将近两百多所 极美小学 这就是陈家庚先生 他不但自己捐 他带着所有的海外华侨 我们必须要去反扑祖国 就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全捐了 所以无数的海外华侨跟他一起给祖国捐款 到最后就因为这件事得罪了日本人 当日本人侵占马来西亚以后 对着我们当地的华侨进行屠杀 但是没有一个华人后悔 这就是陈家庚先生的故事 我刚才讲到的第二个人叫林连玉 在座各位 你们是在生活在国外 但是你们会说华语 你们所有人都应该感谢这个人 因为如果没有他 有可能你们现在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你不会写汉字 你也不会说汉语 他被称为我们华人的族魂 他以一己之力把华文教育 变成了马来西亚所有华人的母语 如果没有他 马来西亚没有华文教育 因为他和他的战友 沈穆宇先生的坚持 努力 才让我们马来西亚人 他能够从小学习华文 但是这两个人被剥夺公民身份 被含冤入狱 然后被打 然后被骂 然后被威胁 然后被要挟 那请问他们为了什么 他们为的是这个民主 他们为的是所有的海外华人 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 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啊 永远会有这样的人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 每到民族危难一定会有人站出来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他们必定会轻视流明 所以当林莲玉先生离开人世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无数华人 人山人海去送他 无数华人 哇那真是哭得泪流满面 他注定是会载入史册的人物 我们很多人会说 哇他太伟大了 离我太遥远了 你也可以像他一样伟大 就像周老师讲的一样 有些事总要有人来做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为什么来在海外开课 为什么 第一 帮助海外华人 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 因为曾经 祖国有难 所有的海外华人 那是抛头鲁撒热血 来支持祖国 今天祖国强大了 我希望 能够来报当年之恩 所以我来了 财商具体落地 表现形式就两个 一个是创业 一个是投资 那如何创业 让我们的企业 实现自动化运营 如何创业 能够让我们的企业 基业长青 像那些世界500强一样 能够传承百年 曾经创业做得很大 他一年也能赚 好几千万新币的 但是为啥 每次 倒了 又创一个业 又赚钱了 又倒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没有系统性的学果 周老师的精英之道 来自于两个东西 一个是罗伯德钦奇先生 罗伯德钦奇先生 研究世界500强 他去研究 通用电器 为什么可以传承百年 为什么丰田松下 可以传承百年 福特 为什么可以传承百年 他去研究这些企业 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他把它称为叫做BI三角形 我把它称为叫做 晶晶晶晶晶晶 那这是第一个来源 那第二个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周老师自己本人 去到日本精词 去到美国 谷歌 Facebook 然后苹果 然后去到中国的华为 去到中国的腾讯 去学习 这些世界500强 它为什么能够变成世界500强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整套体系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 我先跟你们说一句话吧 你们知道你们最好的老师是谁吗 当下师为无上师 当下法为无上法 其实你的同行 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我们做企业 今天不要再闭门造居了 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 其实早都已经 有人已经解决了 甚至它已经形成了 科学的方法论 你只需要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我这样讲大能听懂吗 举个例子 就是各位 在中国有两家企业 是非常非常顶级的 一家叫华为 一家叫阿里 那么华为呢 我也去上过课 我挺简单 华为当年认证非赚到钱的 第一件事 就是请IBM 去企业里面 给他做培训 给他做咨询 他当年是花了四十个亿 在做个位 四十个亿 当年华为一年的利润 也没有四十个亿 那是他创业 那是他创业好多年的 纯利润 拿出四十个亿 请IBM 给他做顾问 做咨询 才有了今天的华为帝国 但是那套东西 是完全美国人的 它不适合中国人 它不太适合华人 或者说 它很适合那些高精尖的 那些高知识分子 能够接受 而我们普通的中小企业 我们就是泥腿的出身 我们甚至没有高学历 我们没有高认知 所以那套东西 我发现 我用在企业里面的时候 很别扭 包括当年华为 用的时候也很别扭 用了将近五年时间 才做了内化成功 而阿里巴巴不一样 马云跟我们一样出身 他也没有资源 没有被定 而他的这套管理系统 太牛逼了 马云也是将近 花了四十多个亿 请全球最顶尖的 一会儿是麦肯锡 一会儿是 反正就是把全球最顶尖的 咨询公司 全部请到阿里巴巴去培训 但是培训完以后 马云就觉得这东西不行 落不了地 这是美国人的东西 中国人穿美国鞋的不习惯 后来马云就在想 我们能不能自己生发一套 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就像那个程咬金的三板斧一样 咔咔咔 砍三下就有用呢 好 马云就开始 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打造出了一套 最适合华人 最适合中国人的人情世故的 那套东西 管理哲学 叫做阿里三板斧 阿里管理三板斧 阿里总裁三板斧 阿里销售三板斧 就这套东西出来以后 它不是讲课程的 这不是个课程 这是它内部的培训体系 这套东西有了以后 整个阿里就突风猛进 打造出了一只又一只的阿里铁军 然后再加上阿里巴巴的 企业文化建设 因为在中国曾经的BAT 百度是排第一的 因为 因为那个百度是以营销为驱动的公司 而腾讯是以技术驱动的公司 而阿里是以文化驱动的公司 所以当马云把这套东西整完以后 他发现 哇 这个企业太厉害了 从此以后 全中国所有的这些顶级企业 不管是去哪儿啊 协程啊 滴滴啊 美团啊 拼多多啊 包括今日头条啊 就是抖音啊 所有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全部去到马云公司去学习 慢慢的 阿里就构建出了一个自己的商学院 那么以前去马云公司学习的 那都要在中国是独角兽的企业 包括马云专门搞了一个湖畔大学 专门赋能中国的民营企业 而像我们这种普通企业 你压根就没有资格去阿里游学 但是呢 因为一次机缘巧合 我认识了一个阿里的总裁 所以我先去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我自己去完以后就震撼了 哇 把铁军打造这套方法学过来 我的企业不就变成铁军了吗 把阿里巴巴三盘府弄过来 那我的企业不也开始腾飞了吗 把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学会 那我不就构建出了 自己的会城文化吗 我听完以后很兴奋 首先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15岁就初中辍学了 然后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没有人脉 从工地的农民工开始走到今天 修过房子 盖过桥 架过高压线 进过工厂 进过工地 摆过地摊 那为什么我能从一个没有资源 没有人脉 没有学历 什么都没有的人 能够走到今天呢 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 财道 财道 为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学习 学习改变命运 虽然我很穷 虽然我没有学历 但是 我在17岁的时候 就做了个决定 那就是穷人靠脖子以下赚钱 富人靠脖子以上赚钱 我要把我在工地里 赚的所有的钱 全部投到我脖子以上 所以我开始到处地花钱学习 我从工地里面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学习电脑很热门 我就 把我所有的钱 然后报了一个电脑学校 然后从电脑学校毕业以后呢 我就不需要去工地上班了 我就可以进IT市场 做一个普通的销售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到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富爸爸 穷爸爸 你们知道为什么 全地球 看过这本书的人 超过几千万人 那为什么这本书 它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呢 它可以让我从一个穷光蛋 变成一个亿万富翁 让我实现财富自由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人把那本书 都当成了一本普通的书 而我把那本书 当成了我的信仰 我相信那本书上 罗伯特欣奇写的每一个字 说的每一句话 我相信它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变成亿万富 我也可以 而且我在看完那本书以后 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就你们知道 普通人跟高手最大的区别 是什么吗 普通人跟高手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也听课了 我也听课了 你听完课程以后就没有了 就结束了 但是我听完课程以后 我会给自己做一个什么 决定 决定决定命运 新的决定决定新的命运 可能听一首歌 看一部电影 让我做一个决定 看一本书听一堂课 让我做一个决定 我的人生命运就会截然不同 来 这首歌 各位想象一下 有没有可能就因为 周老师做的这个决定 会让周老师的课程 走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来帮助全球的所有人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在座的各位 很多事 在没有做决定的时候 都很难 在做了决定以后 都很简单 你和亿万富 中间只差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决定 一个不开悟的人 跟一个开悟的人 它中间只有一条红沟 那个红沟就是决定 所以如果你问我 你说周老师 你是如何从一无所有 到实现财富自由的 我会告诉你 因为我做了一个 财富自由的决定 如果你问我说 周老师 你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 凡福俗子 到今天超凡入圣 你是如何学习的 我也会告诉你 那是因为给自己 做了一个什么 决定 当你做了一个决定以后 这说各位 整个宇宙都会洗耳恭听 全宇宙的所有资源 都会推到你的身边 来帮助你实现你这个梦想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刚刚我们很多同学上来分享 他们从人生低谷 走上人生巅峰 为什么 只是因为看了周老师的视频 他真的学到了什么东西吗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给自己狠狠地 做了个决定 他觉得 周老师可以这样 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我出现在 你们生命当中 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为了造谣 而是想告诉世人 人应该这么活着 这应该是你的本来面目 这才叫活着 死亡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压根没有活过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听课 你们知道吗 你们相信命运啊 你们相信缘分啊 全球80亿人 你知道周老师在全网 现在有多少粉丝吗 那能够走到周老师课程现场 我告诉你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艰难啊 因为现在你们都知道 就是互联网的诞生 让很多很多的 这个诈骗的成本 变得非常非常的低 就是当周老师在上一场 在马来西亚开课的时候 当人知道我在海外开课的时候 就是有无数个中文墙 都冒出来说要开课 能听懂吗 然后我还没有去台湾开课的计划 因为我台湾很多粉丝 然后就有一家培训公司说 我已经邀请到了周恩强老师 然后要来台湾讲课 那个门票都卖爆了 能听懂吗 卖的还很贵 然后给我发信息 你要来台湾吗 我怎么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把信息发给我一看 我说根本不是我们公司啊 就是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能买到真票来到现场 你们福报很大 知道吧 因为今天在现场 有马来西亚的 有新加坡的 有台湾的 有日本的 有韩国的 有欧洲的 有澳大利亚的 你们买的是真票 所以证明你们的福报很大 证明你们是天选之人 那既然来了 请问这四天 你准备怎么过 好好过 准备怎么过 是随便来看一看 就走了 还是要全神贯注地 把自己生命的当下 你们想不想通过一堂课 就让你的命运魔术般的发生改变 你们想不想通过学习周老师的课程 就能够像周老师一样活出生命的 本质居足的状态 我送你们两个字 相信 相信 来的时候各位 我问你们个问题 你们说那个 那个佛祖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 但是 佛有三不度 无缘者不度 无信者不度 无愿者不度 来把这三句话写上 佛有三不度 无缘者不度 那为啥无缘者不度呢 你跟我没有缘啊 你跟我没有缘 我都无法见到你 我怎么度你呢 第二 无信者不度 万说把他打出来 无信者不度 为什么无信者不度呢 不是佛祖不想度 是他什么 他度不了啊 他怎么度啊 你都不相信我 我怎么度你啊 来 第三个叫无愿者不度 这里的愿 那个愿是什么愿的愿 你们写上 这个愿不是愿望的愿 是愿力的愿 这个愿是愿力的愿 我们人 活在三维的物质空间 在三维空间最高的能量叫爱 爱是三维空间最高的能量 在三维空间 就你们遇到那点破事 就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没有学会爱 就是因为你不够爱 你为什么这个企业做不起来 你为什么在你公司赚不到钱 你压根就不爱那个行业 你不爱 你是为了责任干 你是为了钱干 那就是消耗 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是为了爱 就像柯比爱篮球一样 就像周杰伦爱音乐一样 就像周星驰爱电影一样 就像周文强爱演讲一样 你会发现那种能量是爆棚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四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什么呢 有人说对你说得太对了 我跟我老婆之间为啥总是吵架呢 因为你压根就不爱她 孩子为什么不听你话呢 因为你压根就不知道怎么爱孩子 也就是三维空间 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不够爱 你不懂爱 身体为什么会出问题 你不够爱啊 你根本都不爱你的身体啊 你天天熬夜啊 你天天吃垃圾食品啊 她能不生病吗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举个手来 那有人又说了 那我们怎么才能爱呢 来 对于三维空间的爱来讲 其实它只是四维空间的一个投影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我们的手是不是三维的 你把它投到灯光下 是不是出来一个阴影 那个阴影是不是二维的 那个投到那个阴影 你想不想要看那个阴影 你把地板砸了都没有用 那个阴影依然还在 你要不想看那个阴影 只有干嘛 你把三维空间的那个投影 原意抽那个影 是不是就没了吗 能听懂得说什么吗 所以既然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那请问三维的这个东西 这个最高能量叫爱 爱是什么的投影 四维空间的能量的投影 四维空间最高能量叫什么 叫感恩 中国首富刘永豪说 感恩的心离财富最近 其实不是感恩的心离财富最近 感恩的心离健康最近 感恩的心离好运最近 感恩的心离一切美好事物最近 大家能理解吗 仔细听啊 一个人之所以自私自利 打老婆骂孩子 一事无成 就是因为他压根不懂爱嘛 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嘛 因为这个世界爱出者爱反 这个世界是圆的 但是请问这个人为什么不懂爱 因为他没有感恩之心 那能听懂吗 就是你们想不想成为一个智者 成为一个圣贤 成为一个财务自由的人 想不想 要想成为一个圣贤 圣贤首先要有的第一颗心 把它写下来 叫感恩之心 很多人问说 王阳明的心学到底在讲啥 王阳明的心学就讲了四颗心 他说任何一个人 只要找到这四颗心 都可以成为圣贤 都可以和他一样 那第一颗心就是感恩之心 你会发现 为什么耶稣觉醒以后 叫了他的弟子说 我们每一次吃饭之前 要先干嘛 要感恩食物 对不对 你要感恩 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 就如果你有一颗感恩之心 你坐在这里听课 跟没有一颗感恩之心 坐在这里听课 是完成两个课程 你们都知道 周老师在网上 有几个段子特别火 比如说其中有个段子 叫说哈 做人叫说哈 说哈是一种智慧 要敢于说哈 说哈一下 单车变摩托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是不是都看过这个段子 在互联网播放量 但是实际上 它不是那么回事 你知道吧 那个原话是 我们在财商指导课程现场 我跟大家讲 我说越是穷 越要敢于说哈 本身你就穷 本身你就一无所有 本身你就一无所有 输了你还是一无所有吗 你有啥损失 第一桶金 一定都是搏过来的 各位说是不是 但是当我们赚到第一桶金 变成了一个百万封 千万封 甚至已经通过自己的 不懈努力 变成一个亿万封的时候 千万就不能说哈了 要步步为营 要如履搏兵 要有输家战略 要做任何事 之前都问 我投这个项目 我亏了 我能不能承受 如果能我干 如果不能我不干 输家战略 赢家思维 结果呢 这么互联网这边 把那个后面那个 给我剪了 那你如果在互联网上 你学到了 就只是学到上半段 是不是就把你学废了 有没有看过 那个金庸先生 写的一部 那个非常喜欢的 叫《笑江湖》 有看过的 这本小说的巨招 来《笑江湖》里面 有一个武林秘籍 叫奎花宝典 就只要练这个功 就能变成世界第一名 都听懂啊 对 第一章上面写的是 欲练此功 必先自功 就你听完这一章以后 你回去就把这给自功了 你没看第二章啊 第二章写的是 不必自功 也可练功 就是只要我拿起麦克风 我就会把这堂课 当成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堂课讲 而且我会毫无保留 我还你一个美丽人生 好不好 因为很多人 他之所以有问题 就是你们 就是我说话 可能稍微有点难听 就是假如说 我夸你们 我一个张志不带 我夸你们 让你们夸你们 夸四天 夸了你很开心 但是你生命 没有任何改变 就是当我讲的一个观点 你们很认同的时候 证明那个观点 你是不需要跟我学的 证明你本身也有 当我讲某一个观点 让你感觉到 很不爽的时候 甚至你是觉得 无法接受的时候 恰恰是这个点 我有你没有 所以造就了你 我的人生如此不动 能听懂吗 假如说你认为 你的思想都是对的 那你为啥还能活成这样 就证明肯定 我们有些思想是不对的 那能理解吗 所以佛祖说了 无缘者不度 请问我们有没有缘 没有缘 你进不到我的会场 来 无愿者不度 来 这个愿很重要 我刚才说了 爱是三维空间 最高的能量 感恩是四维空间 最高的能量 愿力是五维空间 最高的能量 有一个人想成佛 这个人就发了一个大愿 说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个人瞬间变成佛 叫地藏王菩萨 成佛的故事 大家都听过 对不对 这就是愿力 就刚刚有一个同学在分享 他说我以前是一个 没有使命 没有梦想的人 通过跟您学习 我生起了使命 然后我的事业 从人生低谷 走向人生巅峰 就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他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发光的 就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跟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 他的那个能量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什么是梦想 梦想是跟你自己有关系 我要成为亿万缝 这就是梦想 那什么是使命 马云说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就是使命 你的梦想跟谁有关 就能拉动 谁的力量来成就你 如果你的梦想 只跟你自己有关 你只能给你自己的力量 但是如果你的梦想 跟三千员工都有关 跟三万顾客都有关 跟全世界八十亿人都有关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那个愿力很重要 就是你今天 你想不想 就是如果周老师的智慧 是百分之百的话 你们想学多少回去 两百 太贪了你 就我是百分之百的智慧 你就不要说你学百分之两百了 你能学百分之百 就已经很牛逼了 对不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 你学不到吗 那个 没有抄笔记 那个笔记上抄的叫知识 知识是不能改变命运的 我把在台上讲课的人 分为三种人 第一种叫讲师 第二种叫老师 第三种叫大师 你们以前都在听 讲师跟老师讲课 所以听了这种同样课 你们的命运依然没有改变 什么是讲师 讲师就是讲别人成功的方法跟故事 他自己都没有成功 他怎么能帮助你成功呢 什么叫老师 他自己已经成功了 把自己说的方法全部讲给你 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个屁 他讲的全是他什么时候的方法 全是过去的 记住一句话 过去等于过时 他的方法再好适合他 必须适合你 他的方法再好适合他那个行业 必须适合你的行业 他的方法再好适合他的国家 必须适合你的国家 听懂举手 那大师上来讲什么呢 大师上来从来不讲自己成功的方法跟经验 因为学习别人的方法跟经验 只会让你死路一条 那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佛祖你不是要普渡众生吗 那你为啥不把你 这个普渡众生 怎么开悟 怎么决心的方法教给我们呢 佛法一个字叫什么 那个禅中的禅叫禅禅悟道 佛祖讲的所有一切都在说禅 禅是什么 不可说的叫禅 禅要让我们干嘛 要让我们悟 那为什么你要让我们悟呢 你明知道我们悟不到 你这告诉我们就行了吗 佛祖为什么让我们悟 不直接把这些方法告诉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 佛祖说八万四千个人开悟 就会有八万四千个开悟的法门 我只是找到了适合我的法门 所以我开悟了 如果我把我的方法讲出来 从此人间 因为每一个人都只会按照我的方法去修炼 我的方法再好适合我不一定适合你 我的方法再好适合这个时代 不一定适合未来 所以大师上来 从来不会分享自己成功的方法跟经验 他会分享什么 自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成功方法跟经验的 唤醒台下的听众 让你们一转身找到自己的 你知道孔子有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 为什么没有一个后人 学习了孔子的课程 做成像孔子一样的成就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孔子的弟子 都在学习孔子讲过的话 他们把它写成一本书叫《论语》 学习孔子的最高境界 绝对不是读孔子的《论语》 是一转身 问自己一个问题 孔子是怎么变成孔子的 然后一转身变成自己 老子得道以后写了一本《道德经》 但是后人无一人因为《道德经》 而得道 为何 因为大家都在学习《道德经》本身的内容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学习《道德经》的最高境界 是学习老子是怎么写出《道德经》的 然后一转身 写出自己经营 企业经营人生的经》 来请问 人类文明最璀璨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春秋战国 百家争鸣 那个时候地球同时出现了一批人 你知道吗 西方出现了苏格拉底 波拉头 亚里士多德 印度出现了乔达摩 西达多 中国出现了老子 孔子 曾子 莫子 韩非子 那个时代 被科学家称为轴心时代 而出现这批圣贤的所有人 他都是在地球的同一个经纬度内 而且是同一个时代 后来所有的宗教 后来所有的学说 其实都来源于2500年前的那个时代 那是一批人 一批人的觉醒 那是地球的第一个 最璀璨的时代 你知不知道 接下来会迎来一个更璀璨的时代 就是现在 浩月当空的时代已经结束 群青璀璨的时代已经来临 将会有一批智者 他们的智慧就如同苏格拉底一样 他们的智慧就如同乔达摩 西达多一样 他们的智慧就如同耶稣 穆罕默德一样 他们的智慧就如同老子 孔子一样 就讲到这儿以后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周老师 我就是来学怎么赚个钱 你让我当圣贤 离我太遥远了吧 来 目前是抱着这个心态的 来举个手 来 是来学赚钱的 你觉得我是来教你们赚钱的吗 你觉得周文强是干嘛的 讲课的 演说家 企业家 投资家 讲财商的 来 你们有没有发现你看我所有的课 从财道 到财商之道 到经营之道 到演说之道 就课程前面那个名字都在变 只有一个字没有变 你们是不是来上财道的 你们都是冲着那个财子来的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明白 你要想赚到财富 你得干嘛呀 你得得到啊 你没有到 你怎么赚到财呢 所以接下来我要向你们宣布 我的真实身份 周文强不是个演说家 不是个网红 不是个企业家 不是个投资家 我的真实身份是 我是一个修道者 我是一个修行者 我想问你 马云是干什么的 干互联网的 他是修行的 道森和夫是干嘛的 日本的经营之圣 他是一个修行者 马斯克干嘛的 他是一个修行者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叫普通人 第二种人叫修行者 普通人 不懂什么叫修行 他们只相信 他们看到的物质世界 他们一辈子在为钱 名 利 房子 车子 孩子 票子 奋斗众生 他们没有觉醒 他们没有开悟 他们没有得到 他们的人生 在我看来 就是NPC 就是那些已经觉醒的 那些修行者的一个修行道具 大家能听懂得说什么吗 就是陪练 来 你们是准备回去继续做NPC呢 还是想觉醒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 要不要觉醒 那什么是觉醒 什么是开悟啊 佛家叫开悟 道家叫得道 今天的灵性叫觉醒 儒家叫明理 其实是一个意思啊 那斯加摩尼曾经给开悟做了一个定义 开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 能听到吗 开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 不用记啊 这段是心流 我会让你们记得啊 来 所有人看到我 你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你问问你内心 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可能此时此刻的你正在经历贫穷 疾病 婚姻 痛苦 背叛 等等的这种折磨 把你折磨得觉得人活得太痛苦了 你想改变 你才会来到课程现场 对不对 那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经历贫穷 疾病 痛苦 这些所有一切的折磨吗 你要找到背后那个因啊 一个人生病了 他不知道那个病是怎么来的 他怎么能把那个病送走呢 叫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之所先后则尽道义 为什么一个人得了糖尿病 得了高血压 吃降压药 打胰岛素 没有用的 他要终身服药 一停药立刻恢复 他其实都没有搞懂 他得了高血压 得了糖尿病 他其实就是饮食规律有问题 他的生活习惯出问题了 他把那个生活习惯变了以后 其实他不用吃降压药 不用打胰岛素就好了 打能听得来说什么吗 就是你知道病怎么来的 才能知道怎么把他们送走 我把世界上的所有一切 都分割成四个部分 我的课程 我今天才到课程 先给你们讲第一个金字塔 我把它称为叫做会议演金字塔 为什么别人能够看到你看不到的商机 李嘉诚 包括比尔盖茨 别人问他说你是怎么成为首富的 他们都说不是因为我能力比别人强 是因为我看得比别人远 为什么97年香港回归 所有人都认为香港不好 但是李嘉诚说香港一定会更好 所以他欧印了整个香港所有的房产 一跃成为香港首富 为什么在09年 所有人都认为 哇中国很好 香港很好 他把中国大陆的房产 把香港房产全部卖完 他在18年就开始卖了 然后买了英国 那个时候英国闹脱欧 英国闹脱欧 要退出欧盟 甚至英国要英格兰苏格兰分裂 所有人都认为 可能英国大英帝国都不复存在了 他这个时候去 去把中国好的资产 变现成不好的资产 所有人都认为他有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18年他把香港房产全卖完以后 19年香港发生了什么 你们都知道的 对吧 然后英国现在变成了什么 他的资产翻了多少倍 就为什么他总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呢 因为他有双慧眼 因为这个人开悟以后 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我们普通人是用眼看 他用他中间那个眼看 那个慧眼 来把这个金字塔画到本上 道 法 树 气 写上 慧眼金字塔 好 什么是道 道就是原理 道就是规律 什么是法 法就是战略 方向 什么是术 方法 技巧 什么是弃 工具 全天下所有的课程 都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 道的课程 那些讲修行的 那个印度的合一大学 比赞的清而易举的富足 创造丰盛的课程 那些讲修行的课 叫道层面的课 叫灵性课 那什么是法类的课 成功学激励你的 什么是术类的课 教你设计商业模式 教你营销 教你管理的 什么是工具类的课 比如说积分管理 给你一套工具 比如说KPI绩效考核 价值观考核 给你一套工具 套表格就完事了 全天下我把所有的课 分为四大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哪种课最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些人学灵性课 只上灵性课 你让他去上成功学 他会觉得你太low了 你让他去上北大总裁班 他会觉得你太low了 你让他去上一个工具课 他会觉得你太low了 但是请问 只上灵性课的人 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发现有两个极端 本身他很赚钱的 他很会赚钱的 他上完灵性课 确实他更饱满了 更会赚钱了 但是本身就不会赚钱的 他上完灵性课以后 他反而更不赚钱了 飘了 不落地了 佛系了 没有赚钱的欲望了 来 有没有 他本身就会赚钱 就证明 他有赚钱的方法论 他有数 但他还没有到 当他学了灵性课 倒数结合以后 他会更好 但是如果他本身就赚不到钱 就证明他本身就没有赚钱的方法 他又上了灵性课 就飘了 就不落地了 来 拜拜拿上来 给你们画张图 你们认真看 这个叫人生坐标图 我们很多很多人之所以不成功 就是因为这张图没有整动 给我个投影 来说 X轴和Y轴 X轴就是物质 Y轴就是精神 今天很多人在追求物质 有没有 大多数人在追求物质 这个世界70%的人 现在最大量的追求物质 我要赚一百万 我要赚一千万 我要赚一个亿 我要赚十个亿 我要赚一百个亿 来请问 如果一个人就算赚到了一百个亿 他的人生图 如果画出来的话是这样的 我想送你们一句话 你生而有意 为何却要天天爬行 就假如说你不修行 你只是追求物质 你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来 物质能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 能不能 你觉得你今天不幸福 不开心 是因为你没有钱 对不对 你觉得你赚到一百万了 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你赚到一百万以后 你会发现解决不了 你想赚一千万 赚一个亿 赚十个亿 赚一百个亿 中国有一家互联网公司 比马云还牛逼当年 这不要动 赚了上百个亿啊 那请问这哥们赚了上百个亿以后 开不开心 有飞机 有豪车 每天都在玩 来他开心吗 他得了抑郁症 每天睡不着觉 他到现在为止啊 没有老婆 没有孩子 没有家庭 他很痛苦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而存在 他每天焦虑睡不着 这就是只执迷物质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啊 有一些人 他只执迷修行 有没有这样的人 家也不要了 老婆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啥也不要了 修到这儿 叫明礼 修到这儿叫明心 修到这儿叫见性 修到这儿叫 开悟 修到这儿叫成佛 成圣成道 修行 如果这个人只修行 你会发现这个人 上不接天 下不接地 中间他接不上空气 听懂啊 就佛祖以前在讲课的时候 他的这个生团就出现过 这两种极端 只执迷物质的 他们把它叫做色 只执迷修行的 他们把它叫做 只执迷空 就佛祖有一帮弟子 上完佛祖的课以后 家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公司也不要了 就跟佛祖修行了 只执迷空 但是还有一群弟子 他们还 跟佛祖学习以后 还在赚钱 还在做大自己的事业 把佛学用在自己的事业上 所以这帮弟子 就很看不起这帮弟子 而这帮弟子 也看不起这帮弟子 能听懂吗 然后有一次呢 这个 就有一个弟子姓色 叫色利子 就在现场问佛祖 佛祖 什么是色 佛祖说 色即是空 他没听懂 色利子又问 那什么是空 佛祖说 空即是色 来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来 这句话你们都听过 心经最关键的 就讲这一句话 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其实是佛祖骂他弟子的意思 就是想告诉这些 只殖民于空的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你们只殖民于空的人 跟那些只殖民于色的人 在我看来你们是一样低的 能听懂吗 来 今天是不是很多人修行 说我啥也不要了 隐居深山老林了 找个寺院藏起来了 有没有这样的 能修成吗 来 佛祖此生有没有长 佛祖是开培训公司的 到处讲课 讲了四十九年 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他有没有脱离过红尘 在红尘当中 修行才是最高的修行 换句话讲就是 佛祖说要色空双修啊 大家能听懂 什么叫色空双修吗 你今年修到明理这个维度了 你给我在俗世当中 显化一百万的财富 来证明你的修位 让你的父母过上好生活 你今天都修到 见性这个维持了 来你给我显化 一千万的财富 来证明你的修为 让你的家人 让你的员工 因为你而过上好生活 你都已经开悟觉醒了 来 你给我显化 一个亿的财富 让我看看 让你的客户 让所有认识你的人 都因为你而过上好生活 来 你都已经修到 成佛成圣成道了 来你给我显化 一百亿的财富 你捐给这个社会 整个慈善基金 来去让更多人 因为你而过上好生活 来证明你的修为 这才叫真正的人生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是想让你们的人生图 是这样式的 还是这样式的 还是这样式的 是不是想这样式的 来想这样式的 要干嘛 要射空什么 射空双修啊 这是什么 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什么巴 道巴 什么道巴 这是宇宙 这是无穷大 这是射 只殖民物质的人 这是空 只殖民修行的人 来请问 佛祖想告诫他的弟子 应该在哪 在中间啊 在中间不动啊 隐居中南山道 佛祖告他的弟子 应该这样 听没听懂 在射空当中 来回穿梭 再直接一点吧 穿起西服 拿起麦克风 该收钱收钱 披上道袍 在深山老林 该修道修道 来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的举手 在红尘当中修行 才叫最高级的修行 所以你们只殖民于物质 这辈子完了 废了 你这辈子都赚不到钱 跟蝼蚁没啥区别 过一辈子 就我强烈建议你们 回家给你们布这个作业啊 就是没事干的时候 在地上 扔个面包屑 然后看看那些小蚂蚁 有一个小蚂蚁看到了 马上就叫一帮小蚂蚁 过来把那个面包屑 抬到自己的山洞 就每天就忙活这事 然后在坐上飞机 飞机飞上云霄的时候 看看那个地下的人 跟那个蝼蚁 有啥区别 人活着要吃饭 但是人活着不能 只是为了吃饭 能听懂在说什么的举手 那只执迷于空也不行啊 只执迷于空 那不就修偏了吗 所以要在红尘当中修行 有出世法 也有入世法 这才牛逼 大家能听懂得说什么吗 好我们继续看啊 道法素器 如果你非要问我哪个课好 我想告诉你的是缺一不可 都要有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有三观 对不对 这个人三观不正 来何为三观啊 其实一个人不应该有三观 应该有四观 在你的本上写上四个大字 道法素器 器是什么 写上价值观 素是什么 人生观 法是什么 世界观 道是什么 宇宙观 如果一个人他只有 只在气的层面 只有价值观 你知道这个人叫什么人吗 写上四个字叫凡夫俗子 叫蝼蚁 你就跟那动物没啥区别 那如果这个人不但有价值观 他还有人生观呢 他不在学气的内容 他还要学树的内容 那这个人叫什么呢 两个字叫精英 叫精英 为什么华尔街的那些精英 能那么有钱 为什么那些精英那么有钱 因为这个世界是靠他们在推动啊 大多数人都躺平了 浑浑噩噩 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是他们这些人在带动的这个人类文明在发展啊 那如果这个人他不但有价值观 不但有人生观 他还有世界观呢 两个字 领袖 这种人叫领袖 商业领袖 政界领袖 叫领袖 那请问 如果一个人不但有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 还有宇宙观呢 那这个人应该叫啥 写上四个字 超凡入圣 叫圣贤 叫圣人 你们选吧 想当哪种 有人说老师 我就想当反复苏子 你现在就可以退场了 因为你已经试了 你不用学了 有人说老师 那我能当圣贤吗 哎呀 超凡入圣这词 哎呀 我能行吗 能不能行 写上四个字在本上 我本圣贤 你本身就是圣贤 那个本来面目的那个你 那个真真正正的你 你本身就是圣贤 你本身就是道 这就是佛祖说的 佛陀是已经觉醒的众生 而众生是尚未觉醒的佛陀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醒而已 那如何能够超凡入圣 能够成为圣贤呢 就得什么 道家叫什么 两个字写上叫得道 那什么叫得道呢 道是什么 来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道是什么 很重要啊 今天一上午就把这个问题整整整就够了 来道是什么 谁能回答我 道是什么 你们相不相信道的存在 道存不存在 道看不到摸不着 但是它存不存在 叫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大道无名常养万物 无不知其名强明月刀 道看不到摸不着 但是它存不存在 手机信号能看到吗 但是它存在啊 氧气能看到吗 但它存在啊 这个世界是看不到的决定了看得到的 思想能看到吗 但是它决定了你我的成败啊 是还是不是 道是什么 你可以把道简单理解成规律 规则 我再说一遍 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贫穷 疾病 痛苦 灾难 这些等等折磨 我想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 就是因为你被道了 当你一旦得到 当你一旦觉醒 所有的痛苦瞬间终结 你这辈子再不会痛苦了 好不好 所以来认真看到我啊 道是不是看不到摸不着 但是它存在 你可以把道简单理解成规律 来你相不相信 我们生活在一个规律的世界 我们的老祖宗皇帝 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炎黄子孙吧 咱们的老祖宗皇帝 为什么成为皇帝啊 在我们老祖先靠农耕为活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那个粮食什么时候种地 你知道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种 反正有种的就种呗 来咬种的就种到土里 就跟它浇水 跟它试飞 它能不能长出种子 它不能 它能啥呀能 它不能 该种的时候要种 该收的时候要收 不该种的时候 下种没有用的 二十四节气 有一个节气叫盲种 那个盲种就是 你得赶快种了 过了这个节气 再种不好意思没有用了 来我们来看看二十四节气 来半生 我们来看春天 说小 从春天开始放 你看啊 二十四节气 历春 雨水 惊泽 春分 清明 古雨 是不是有六个 是不是有四季 四六 是不是刚好二十四 来到了夏 夏天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小鼠 大鼠 来 这种各位 咱们是不是前段时间 刚刚经历了大鼠 热不热 但是热完以后呢 来马上进入秋天 立秋了 立完秋以后就粗鼠 就白露 就秋分 就寒露 就霜降 然后又开始循环 每一年都如此 上千年了 上万年了 上亿年了 这种各位 地球从五十多亿年形成 一直是这样的 来 看完这个以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 来 看着我 看完这个以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生活在一个 无比规律的世界 春耕 夏长 秋收 冬长 一年 春 夏 秋 冬 过完了 又开始 春 夏 秋 冬 我们生活在一个 无比规律的世界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世界 是有规律的 一个不懂规律的人 仔细听啊 一个男孩 跟一个女孩结婚了 他们想要孩子 结婚当天 他老婆就来立嫁了 小伙子 在着急啊 就等着赶快播种了 立嫁刚结束 就吭吱吱吱吱吱吱干 连干十几天 实在是干不动了 说我休息一下 休息了一个礼拜 又继续吭吱吱吱吱吱吱干 干到来立嫁为止 连续干了三年 颗粒无收 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他完美地避过了 他老婆的每一次排卵期 这叫规律 这叫道 健康有没有健康的规律啊 为什么人会生病啊 如果你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如果你每天按时吃早餐 中餐晚餐 如果你吃的那些食物 全是健康的 无公害的 如果你每天 根本任何事都不往心里去 你会生病 你会得癌 不可能 你生病了只是因为 你违背了规律 你违背了道 那请问赚钱 有没有赚钱的规律啊 你违背了 你就只能亏钱啊 那请问 创业成功 有没有成功的规律啊 投资赚钱 有没有赚钱的规律啊 我们生活在一个 充满规律的世界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规律 这个世界不可能产生科学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规律 这个世界不可能产生物理学 我们这个世界 有物理学的存在 我们这个世界 有科学的存在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是一个充满规律的世界 你可以把规律称为道 这是一个充满道的世界 弟子问师父 师父 道在哪 道无处不在 师父道大吗 大呀 他说大到什么程度 其大无碍 大到没有外面 整个语字都是道生出来的 徒弟又问师父 师父 道小吗 道小啊 他说小到什么程度 其小无内 用放大镜 把人体 把花草树木 日月三合 所有的有形物质 放到最后全是分子 再往下原子 再往下夸克 再往下电子 再往下 就是上帝粒子 这都是道 道七大无碍 道七小无内 徒弟又问师父 师父 那什么是道 师父答 什么不是道 什么不是道 你是谁生的 你是谁生的 妈妈 你妈生的 那你妈是谁生的 妈妈的妈妈 那你妈妈的妈妈 谁生的 妈妈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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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第一个妈吧 你第一个妈谁生的 不懂 你怎么不觉性呢 教你们有多难 你们大声告诉他 他的第一个妈妈 是谁生的 道 笑什么 诶 真的 你们以后再跟你开玩笑吗 你们以后再跟你开玩笑吗 如果你非要说 你是你妈生的 你妈的功劳只占1% 道的功劳在99% 要不然你不会存在 这个世界都是道生的 你可以把道称为老天爷 称为上帝 称为神 称为真主阿拉 其实讲到底 都是一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牛顿 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为什么霍金 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为什么当今 世界最顶级的 诺贝尔获得者 杨振宁 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非要问我 这个世界有神吗 如果你说的神 是个像人一样的 那我觉得没有 但是如果说 有没有一个造物者 那我想一定是有的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称为道 道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都是道生的 道就是规律 我们生活在一个 无比规律的世界 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 无比规律的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不可能产生科学 我们这个世界 不可能产生物理学 那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 无比规律的世界 就证明一切都有规律 健康有规律 赚钱有规律 成功有规律 那你掌握了这个规律 一个掌握了这个规律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们想象一下 那就是一个 要财富有财富 要人脉有人脉 要健康有健康 要幸福有幸福 要啥有啥的人 听懂了吗 你们总是在 那个像上做文章 如猴子捞月 而那些所有的大抉择 都是在那个像的 那个投影员上做文章 在道上做文章 因为只说把道成懂了 剩下全懂了 如果这样讲 还听不懂 来不需要记忆 我再说一遍 看着我 我让你干啥 你干啥 当你不懂的时候 听话着着着 你懂得着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教委的最高级是唤醒 我一旦把你唤醒了 你瞬间 什么都 什么都你全解决了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我这个舞台 就是整个宇宙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生在这个茫茫宇宙当中 我觉得自己无限渺小 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就想走 假如说 这个中间这条地板 这条线 就是我的道 但是我不知道 那是我的道 我没有走在我的道上的时候 我就是失败的 我就是不顺的 我就是痛苦的 我就是倒霉的 一不小心 我踩到了我的道上 我成功了 我赚钱了 我发财了 但是我不知道 这是我的道 我又走出去我的道 我又失败了 大家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那白板上来 在未觉醒之前 人类所有的成功 都来自于偶然 而失败来自于必然 成功只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 一不小心 和道了 与道和了 顺应规律了 所以成了 叫和道天成 失败只是因为 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被道了 叫被道而亡 如果这张A四子 就是整个宇宙的话 假如说 这就是你的道 你走在这 你是失败的 走在这 你是失败的 走在这 你还是失败的 一不小心走在这 你成功了 但是你不知道 这是你的道 你没有觉醒 你又往前走 你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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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小心又走上了 你又成功了 然后又失败了 来 你告诉我 普通人是不是这样子 过期一生啊 看着楼席 看着楼塌 看着这个人发财 看着这个人破产 看着这个人生光 看着这个人被双规 得道以后呢 我既然知道了 这是我的道 请问我还去 其他地方吗 我就只在我道上走 我可以永远成功 能听懂他说什么吗 我们把这个道 称为鬼道 马云说 我创业这么多年 失败了那么多次 我终于悟道了 他悟道的是什么道 企业的使命 愿景价值观 就是我们企业的道 我的使命 就是让天下 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为什么做阿里巴巴 能成功 为什么做支付宝 能成功 做菜鸟物流 能成功 做阿里云能成功 因为这些 都是在道上 都是为了做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但是马云 为什么收购 中国雅虎 做搜索失败了 开发来往 类似于微信 这样的社交软件 也失败了 因为马云说 我们做搜索 只是为了 跟百度竞争 做来往 做社交 也只是为了 跟腾讯竞争 而这不是我们的道 我们的道 就应该做电商 我们为什么 做淘宝成功 做天猫成功 做支付宝成功 做菜鸟物流 能成功 做阿里云能成功 因为在我们的道上 也就是阿里有阿里的道 腾讯有腾讯的道 百度有百度的道 能听懂我在说啥的 举个手 你的那个道 就像你的火车的 那个轨道一样 火车如果出轨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车毁人亡 如果火车不出轨 就在自己的轨道上跑呢 无比丝滑 犹如神助 讲到这儿 听懂得举手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你们想要的是啥 你们想要的 无非就是 老师我要每天都很健康 每天都很开心 每天都很快乐 每天都能赚很多钱 实现财富自由 我的婚姻也好 孩子也好 什么都好 可以啊 可以什么都好 怎么才能什么都好 怎么才能永远都好 得到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他这句话写上 人类 没有觉醒之前 所有的成功 都来自偶然 而失败 是必然 成功只是因为 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合到了 四个字 合到天成 失败 只是因为 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被到了 叫被盗而亡 春夏秋冬 二十四节气 往复循环 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规律的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律 就不可能产生科学 更不可能产生物理学 科学和物理学的存在 更加证明了 规律是存在的 规律的背后 是规则 是道 道 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疾病 贫穷 痛苦 灾难 厄运 皆因你在背道而行 健康之道 成功之道 富有之道 幸福之道 领袖之道 世间万物皆是道 你们想不想把你们的小孩 培养成领袖啊 有没有规律 有没有道 你们想不想让自己 找到灵魂伴侣 把自己的婚姻经营成 无比的幸福啊 有没有规律可循 有没有道 你们想不想这辈子 无病无灾 想不想 健康 有没有健康的道 万物皆是道 抓想明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就如果 如果就这个 这一点学懂了以后 从此以后 你找到了健康的道呢 你找到了幸福的道呢 你找到了财富的道呢 你找到了开悟的道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健康不就变得很简单了吗 收医生吗 那还说什么说啊 为啥 我不说其他的 那为啥那些得得到的人 就活得先锋道武啊 他得到了 你们真不兴奋 是没听懂 还是咋回事 就如果你们真的听懂了 你人世间的所有痛苦困难 是不是都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道 那你不知道什么是道 我知道啊 想学吗 我教你啊 你不知道我知道 我教会你 你不就也得到了吗 是不是 是不是 各位 你得到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告诉我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你追着健康跑 你追着财富跑吗 是健康追着你跑 是财富追着你跑 能不能听懂 各位 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本质啊 在座各位 有一个科学家 正在做科学试验 他的两岁的孩子 总在那捣乱 你知道吧 爸爸又不能骂他 因为这个爸爸 是很懂得教育孩子的 所以这个爸爸呢 刚好看到 他的那个书桌上 有一个世界地图 他就把这个世界地图拿过来 说儿子你过来 爸爸把这个地图撕掉 咱们玩个拼图游戏 你把这个地图重新拼好 拼好以后 爸爸给你个奖励 给你买奥特曼 小孩一定好啊 他爸爸就拿地图 开始撕 卡卡卡卡 那都已经撕了几百块 卡卡的扔到地上那个房间了 说去吧 孩子 这科学家想 总算 最少他 三个小时拼不出来 对吧 过了不到五分钟 小孩过来了 敲门 怎么了 爸我拼好了 怎么可能呢 你拼对了吗 你世界地图 你都不认识 你拼好了 我真拼好了 你看看 他爸一看 真好了 儿子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拼 做到的 儿子说 我拼半天 我不会呀 我也 结果后来我发现 就这个图有两面 咱们家这张图 就是背面是个广告 是个明星模特 是个女的 长得还挺漂亮 长得挺丰满 我拼地图 拼不起来 我就拼那个女的吧 头 胸 屁股 胳膊 腿 我拼好以后 把它粘起来 粘起来以后 这不就好了吗 所以你知道人类 为什么会痛苦吗 人类所有的问题 都是因为你们在 三维空间遇到的问题 总想用三维空间的 智慧和知识去解决 我再说一遍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你今天在三维空间 遇到问题了 你想用三维空间的 去解决 就如同猴子捞月 在投影里面做文章 你要在投影员上 做文章 投影员改变了 投影才会改变 能听懂吗 就是你们普通 去到处学习 我有一个学习金字塔 学习金字塔的 最低境界知道是什么吗 叫学知识 学知识怎么能改变命运呢 知识改变不了命运 比学知识更高一点的是 学啥呢 学方法 方法就有效 学了以后就能用 方法论 那比方法更高的是啥呢 思维 思维一旦变了 一切都变了 那比思维更高的是啥呢 境界 境界一旦提升 问题立刻消失 那比境界再高一点的是啥呢 维次 围次就是道 境界就是法 思维就是素 方法就是气 就在我这儿 仔细听啊 在我这儿 方法 不是道 很多人把方法当成道 在我这儿 方法就是个工具 就是个气 我会通过365个角度 来唤醒你 你别管我用什么方法 叫做 有一些人可能在我讲道的时候 瞬间醒了 有一些人可能在我讲素的时候 他瞬间醒了 有些人可能在我讲气的时候 他瞬间醒了 有些人可能在我讲法的时候 他瞬间醒了 就听周老师 刚开始有点蒙 正常 叫深入浅出 刚开始听的时候 你一听 不懂 听不懂就证明你太低了 你得更加认真听 但是听着听着 你们听到第二天 第三天 你会有一种这个感觉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一拍大腿 懂了 就那一刻 你会有一种感觉 体悟观点 瞬间醒来 就是一个人没有觉醒的时候 去看佛经是看不懂的 你会觉得晦涩难种 不管是看佛经 金刚经还是圣经 你都看不懂 但是当你觉醒以后 你再读圣经 你再读金刚经 你再读佛经 你看啥经都能看懂 就瞬间通了 叫一通百通 所以 周老师会带着我的四大 周老师以前讲课 听课 我跟你们一样是学生 我到现在为止 投到脖子以上 最少超过一学费了 就我为了上一个课 可以去印度 可以跑到美国 可以跑到日本 可以跑到加拿大 可以跑到新加坡 可以跑到马来西亚 可以跑到全国的 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上课 我可能跑到一个地方上的 就是讲一个气的课程 又跑到一个地方 要上一个树的课程 又跑一个地方 上一个法的课程 又跑一个地方 上一个道的课程 我当时我就在想 为什么没有一战士 就把道法术器全讲了呢 就道法术器 更像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更像是一个 一个武林高手 要想成为一个高手 他要不要有 深厚的内功 要不要有心法 要不要有招式 要不要有一把 称手的兵器 如果只有心法 没有招式 没有只有招式 没有心法 都没有用的 如果你有看过 笑傲江湖的举手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里面 其实那个葵花宝典 不是东方不败 练的葵花宝典 变成绝世第一高手吗 实际上 还有一个名字 叫辟邪剑谱 而辟邪剑谱 全家都被人灭了 为啥呢 又是因为他不厉害 他为啥不厉害 招式有 但是没有心法 却心法 换句话讲 就是听周老师讲课呢 我第一天会讲道 传你们心法 心法你听不懂正常 因为心法压根 不是讲给你听的 是讲给你的心情的 是讲给你的高卧听的 那第二天会讲法 传你内功 第三天就讲具体的方法 技巧了 那谁都能听懂 第四天直接给你一把兵器 我就跟你们这么说吧 凡事上到 第四天晚上呢 全都有大礼相送 给你们一把兵器 以天剑屠龙刀 一刀在手 天下全有 拿着以天剑 跟着周老师 又学会了道法 又学会了心法 然后又有技巧 又有剑士 然后再有一把称手的兵器 就可以跟我一起 以天铺龙 好还是不好 对吧 你坐直的时候 你的中脉是通的 我的每一句话 通过你的顶轮 到你的眉心轮 激活你的碎眼 到你的喉轮 到你的咔 中脉也跟你打通 认诺二脉也通 你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这样审的 能进来吗 能量进不来啊 好还是不好 就像佛祖 说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你说佛祖狂 就像耶稣说 我记得道路 我记得真理 只有通过我 才能到天父那里去 你会觉得他狂 他一点都不狂 他在说真相 只是因为你不了解 你说他狂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这里的我 指的不是佛祖本人 是每一个 找到真我的那个人 来你们怎么称呼自己 你们怎么称呼自己 我 我 我 耶稣说 我既是道路 我既是真理 只有通过我 才能到神那里去 那里的我 也指的不是 耶稣本人 是指的是每一个自己 能听懂吗 这位 能不能听懂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仔细听啊 有没有一只老鼠会打动 有一只老鼠不会打动的 没有吧 有没有一只鸭会游泳 有一只鸭不会游泳的 有没有一只鸟会飞 一只鸟不会飞的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是人的请举手 怎么还要看一下是啥意思啊 不确定啊 是人的举手 既然我们都是人 我想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是人能干到的事 你都能干 因为你也是人 马云可以创业成功 你也能 巴菲特可以投资成功 你也能 老子可以成为圣人 你也能 听懂了吗 因为你也是人啊 你之前不能是因为 你没有学过嘛 来 请问这个世界 有没有人不会开车 有啊 谁不会开车 没学过的人 如果学呢 一定能学会开车 来 请问这个世界 有没有人不会游泳 有啊 谁 没学过游泳的人 只要学过就一定能 学会游泳 来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所以那请问 你们能不能创业成功啊 你们能不能实现财富自由啊 你们能不能可以 只要学过就能 但是你要看看 跟谁学啊 就为啥你以前 没有实现财富自由呢 因为教你那个老师 都还没有 他怎么能帮你呢 就对于一个 会的人来讲 就很简单 对于一个 不会的人来讲 就很难 能理解吗 所以 我就准备 教你们两个本领 就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唤醒 你们体内的两个基因 第一个基因 让你们实现财富自由 再也不用被牵手烦恼 先让你在物质世界解脱 第二个技能 教你们觉醒 最近 国产有一部电影 特别好看 叫长安三万里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上映啊 没有是吧 去中国看 中国看不了 就在互联网 应该以后也能看 叫长安三万里 讲的是李白的故事 李白年少轻狂 他的朋友王氏问他 说李白啊 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他说 大丈夫胜于世 首先要在书上中建立 不是功勋 然后呢 然后就功成身退 得到修仙 就他的观点 跟周老师观点 如出一辙 周老师的观点 就是先在红尘当中 创业 实现财富自由 然后再离开红尘 得到 我觉得特别好 对吧 人活一世 就应该做出点功绩 要不然活得 没有什么意思 好还是不好 那我们就 正式进入 我们的财道课程 刚才我说了 我把道法术器 称为慧眼金字塔 换句话讲 就是我做事 跟你们做事 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做任何事 都会从道出发 因为道生 一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我做任何事 都是会通过 道法术器四个维度 举个例子 我要想让你们赚到钱 学会财商 实现财富自由 我问你 光教你创业的方法 让你实现 你能赚钱吗 就算能 不能持续 大家能听懂得说什么吗 就是我要想让一个人 举个例子 来 再给他配合一下 我要想让一个人 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 变成一个超级亿万富豪 这辈子再也不缺钱的人 我要通过四个维度来打通他 第一个维度叫财商之道 财商之道是什么 就是他的财商意识 他的潜意识 试想一下 如果这个人 他的潜意识 都觉得赚钱好难啊 我不行啊 我好自卑啊 我什么都不会啊 我很笨啊 我怎么可能创业成功呢 如果他有这样的潜意识 他有这样的信念 我教他这样的方法 没有用 你相信吗 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 我首先要把他的穷人意识 把他从潜意识里面 给他摘掉 给他种上富人意识 这个举动难不难 这是从道的层面 我们再来说法的层面 叫做财商之法 我要改变他的思维 你们知道穷人为什么穷吗 就是因为他的思维模型 是个穷人的思维模型 老师我也想报你的课 但是我没有钱 那我以后有钱 以后一定会报 你还有机会有钱吗 因为没钱 所以不学习 因为不学习 所以更没钱 更没钱 更不学 更不学 更没钱 负面循环 你去问一下 马云没有学习之前有钱吗 你去问一下 那个巴菲特 没有学习之前有钱吗 我们都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去学习 所以有钱了 所以更去学习 所以更有钱 能听懂吗 我要改变他的穷人思维 把它变成富人思维 这是法 我们再来讲素 你光讲这些 飘的虚的没有用 还得教他具体的方法 为什么学成功学 让你生起了梦想 我要买老师来 我要成为一万富翁 结果在现场很激动 回到家以后一动不动 不是他不想动 他不知道怎么动 因为老师没有教他动 是还是不是 你得给他方法论啊 你得告诉他 第一步回家怎么做 第二步怎么做 第三步怎么做 第四步怎么做 对还是不对 这是素 那第四 起工具 工具 就是我让你自己写文案 我说了 现在拍短视频 你们人人都可以零成本创业 实现财富自由 因为现在是波上的时代 但是我今天让你写段子 你写不出来呀 你没这个脑子呀 怎么办呢 我给你一个工具吗 我教你如何用拆个GDP 给你写原创文案 不就完事了吗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老师写完文案了以后 我记不住词 我录一条短视频 要录一天 给你个APP 对吧 那个APP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提词器 就是你在录的时候 直接把那个文案 就打到屏幕上了 你念总行吧 对还是不对 各位 给你工具吗 这叫器吗 也就是财商之道 财商之法 财商之术 财商之器 我要通过道法 素器 才有可能把这个人 从穷人变成富人 而且我这里说的富 不是负一时 负一时不叫富 叫负一世 才叫富 负一世不叫富 一个人富不叫富 整个家族富才叫富 整个家族富不叫富 不是让你整个家族富 我是让你整个子孙后代都富 才叫做真真正正的富 听懂了吗 来 好 我再问你个问题 来 我问你啊 假如说 这是你妈 或者你朋友 她生病了 请问你们在没有跟我 上过我的课之前 你们会 一个人生病了 就你们家人生病了 或者你自己生病了 你们会怎么做 相信西医的 带她去医院看西医 有人说中医好 你说中医都是骗人的 告诉我是不是 相信中医的 只带看中医 西医骗人的 全是抗生素 只去相信中医 来告诉我是不是 来 相信安利的 只吃安利产品 不用看病 吃安利就好了 来 相信某个宗教的 你就在家里 念阿弥陀佛就能好 相信风水的 没事 我给你布个局就行 来 你告诉我 是不是吧 所以到最后 它好还是不好 就是壮大运呢 就是壮大运 人生病四个层面 一 物理层面的病 它真的就是内脏里面 长了个肿 之后 给它割了就好了 你必须用西医 中医割不了 听懂了吗 是还是不是 对各位 还有一个层面 它就是脾胃虚 所以它容易拉肚子 你给它再弄 没有用 你就只需要给它 补个吃中药 把它那个脾胃 给它补上来就好了 能听懂吗 能听懂吗 所以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很多 跟我学完以后 家里病都治好了 请问我会让它 怎么去治病 对症下药 我没那么多时间 让它对症下药 我说西医去检查 中医去看 保健品必须吃 风水局必须布 跳大石必须跳 同时怼 肯定有一个 能跟它懂好 你信不信 这个各位 大家能听懂 来说什么吗 我是给你举一个 很极端的例子 来我再问你个问题 请坐 我再问你个问题 你是做销售的 他想把销售做好 来普通的销售员 会怎么做 我就学习 我就学习销售技巧 我就学习销售方法 是还是不是 能行吗 要不就是 我就相信 我一定是第一名 上成功学都上傻的 第一名 如果不能 我就一定要 如果我不能 我就一定要 那就说明你不能吗 我一定会成功的 我一定会成功的 你念我一定是成功的 你像宇宙发出的信号 就是你不成功 马云会念 我一定会成功的 马云会念吗 马云都是成功的呀 对还是不对 请问怎么办 怎么办 什么我成功啊 还是一句话 道法书气全怼上 销售之道 销售之道是什么 你的起心动念 我有一段剪讲稿 叫中国梦 讲完以后 现场所有人 自动起立鼓掌 从上台报我课 每次讲完以后 就成交全场 我的培训同行 看到以后 就模仿我的课件 把我的背景音乐 把我的知识 把我的那个 自己动作表情 全都全备好了 结果上完以后 发现没人起来鼓掌 也没人从上台报课 他就很好奇 他说周老师 为啥我跟你说的 一模一样啊 你看一看 我一看 我一看不像 发型都跟我一模一样 他为啥 他结果不一样来 我就问他 我说兄弟 你上台讲我这段 言稿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呀 收钱啊 成交啊 我说你觉得 我当时在讲这段 讲稿在讲什么 你们觉得 我在讲这段 讲稿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什么 拯救啊 我要拯救我的同胞 我要让我的同胞 都做出自己的 中国民族品牌啊 能听懂他说什么吗 起心动念 决定的你是谁 我销售之道 就是改变你的起心动念 从赚客户的钱 到真真正正的 帮助顾客 爱他就要成交他 只有彻底成交他 能彻底帮助他 在座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上一次我来马来西亚 上课给我吓坏了 也是让你们 从上台讲嘛 对吧 都是我太感谢周老师了 周老师我是从台湾来的 没有上你的课之前 我是个穷光蛋 因为学了你疫情三年 我现在自己创业 我现在已经变成千万疯了 然后在台湾还买了别墅 我是马来西亚的 周老师我是开早餐店的 我很痛苦 然后呢 就是因为上了你的课 然后让我充实信心 我现在做直播 我现在赚的钱 比我以前做早餐店 还赚的钱多 我太感谢你了 每次上台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突然有一个同学 接过麦克风 周老师 我恨你 吓坏我了 我来砸场的 我问你恨我干啥 五年前 你来马来西亚演讲 第一次我就在 你当时就跟我讲 直播是趋势 什么叫做播商 讲了一大堆 但是 你没有狠狠地成交我 我犹豫了 我当时就在想 我今天我回过头想 你如果再那么推我一把 我可能就报了你 结果就你没推 你没推我 那一场会 我有四个朋友 有三个都报了你 现在他们三个 都过得非常好 我恨你就是 你当时为什么 不狠狠地成交我 这是真事啊 对的各位 你想想我听完以后 我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太不是人了 我是不是得狠狠地 成交你们 对啊 就信念要改变 销售之道 来销售之法 思维 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必须得绝对成交 十大步骤 怼上 然后素方法 具体的方法 对比成交法 案例成交法 结果成交法 这个都得学 弃成交客户的工具 客户见证 就是一个很好的 成交客户的工具啊 对吧 上完我的课 有见证 我给你看啊 你是卖这个 整容用品的 给照片给他看 视频给他看 这就是工具啊 也就是你想 成为一个销售高手 道法素器都要怼上 能听懂吗 能不能听懂 来坐 今天 来 你想 找一个好老公 总是遇到渣男 总是恋爱 谈到最后就分走了 来 请问 学完课以后 要怎么办 道法素器全怼上 对啦 道法素器全怼上 恋爱有没有道 恋爱之道 恋爱之法 恋爱之术 恋爱之气 全怼上 全怼上才有效 才是个宇宙 道法素器才是个宇宙 道声音一声二 二声三 三声万物 光搞一个是没有用的 能不能听得到什么 所以从今天起 你们做任何事的思维 今天给我变掉 从此时此刻起 做任何事的思维 都是道法素器全用上 写啊 现在可以写啊 闲 恋爱 销售 创业呢 演说呢 健康呢 道法素器全怼上 对吧 创业之道 创业之法 创业之术 创业之气 所以接下来 咱们先把道给你们怼上 好不好 把道给你们怼上 下午再给你们整法 明天再整术整气 好不好 周老师的生命当中 有两个贵人 第一个贵人呢 就是罗伯德琴奇 他让我生起了梦想 财富自由 他让我知道了 人生还有第三条路 以前我不知道的 以前我们都一样 你们虽然在国外 你们也跟我一样 我们就认为 世界只有两条路 好好学习 将来找份 好工作 学门手艺 将来找份 好工作 没了 两条路都走不通 家里没钱了 不能上学了 第一条路走不通了 学手艺 我学过修车 学过补轮胎 学过电机汉 学过在工厂开车床 锯床 磨床 洗床 一事无成 到最后我妈说了 你只有最后一条路 我说什么路 她说去工地 我就只能进工地了 你知道吧 但是在我看完 罗伯特清奇的书以后 我发现 我的人生 还有第三条路 跟第四条路 第三条路是什么 创业成为企业家 投资成为投资家 而且只有这两条路 才是活路 那两条路 压根就是死路 那两条路 只能让我们赚 主动输入 永远无法实现财富自由 所以那一刻 我的人生有了方向 有了目标 有了梦想 但是请问我有没有 因为上了 罗伯特清奇的课 学了他的书籍 我就马上拿到结果了 没有 虽然我有了法 我也学到了术 但是 我还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气 一个是道 特别是道 我从骨子里 不相信自己能有钱 我从骨子里 就觉得自己 从小是个倒霉鬼 直到我遇到 人生中第二个恩人 也就是秘密的 那个作者朗拿白恩 当我看完秘密 那个电影以后 我瞬间明白了 宇宙心理法则就是道 就是规律 就是真实存在的 来 说的各位 我不管你有没有学过 宇宙心理法则 我就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突然想起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就联系你了 这就是宇宙心理法则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本来已经好久 没有人找你借钱了 突然有个朋友 给你在抱怨 哎呀 我别人借钱 给我好烦 我不好意思不借 借了他又不还我 你正在嘲笑他 第二天有朋友找你借钱 有没有 各位 早上起来心情很好 一天什么都好 早上起来心情不好 一天什么都不好 这就是宇宙心理法则 同频公正 想好事就会吸引好人 好事进入你的生命 想坏事 伤心就会吸引更伤心的人 何事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从那一刻起 我就学到了道 我学到道以后 你知道吗 我开始运用宇宙心理法则 然后我从一个月 只能赚几千块钱的 一个普通义务员 到一个月赚二十七万 到一个月赚一百万 然后到吸引人生当中 第一辆房 第一套房 第一辆车 全都是这么来的 我去上了很多很多 跟吸引力有关的课程 我看了很多很多 跟吸引力有关的书籍 有可能我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 我就把它 把它浓缩成 用我的化工大法 吸引大法的 变成了一句话 变成了一个词 然后我把它叫做 能量咒语 我每天早上都会 念那段能量咒语 比如说我今天是个业务员 我想开三单 就能够完成这个月的业绩 我就可以换台新车 然后呢 我就会念 今日我是必成 今日是我事成之日 感谢这美好所有的一切 我很开心 我很快乐 我很健康 我很富有 今天我会顺顺顺顺顺 今天幸运女神与我相伴 今天基于女神光临我的生活 太棒了 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充满了爱 感恩 能量 然后你知道吗 当我每天这样念的时候 我整个能量场完全不一样 因为能量同频共振啊 我们人就是一个能量的赠品嘛 你能量高了 就会吸引能量高的人和事 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个充光蛋 我就天天念 我是百万疯 天生的百万疯 你知道吗 念了不到半年 稀里糊涂就赚了一百万 后来我就换成了 我是千万疯 天生的千万疯 然后报了不到一年 时间就赚到一千万 后来我就念 我是亿万疯 天生的亿万疯 然后当我开始做培训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现场 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念 然后呢 每一次来上我课的学生 很多人都会跟我讲 说周老师你知道吗 上了你的课 学了啥我不知道 回去以后 哇 爆单了 无数客户主动找我购买 还有朋友不还我的钱 主动还我钱 哇 运气爆掉了 业绩瞬间翻了三倍 还有个同学说 周老师你知道吗 上完你的课太神奇了 但是 他们只要 就是两三个月 不来上我的课 又打回原型了 我让他们每天都念 但是他们无法回去坚持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 如何能够让我的学生 不用再来复训我的课 也能拿到结果呢 我就把它写成一首歌 然后我找了将近 三十一个亿万富豪 都是身价过亿 有人过几十亿的 然后跟我一起唱这首歌 就这首歌叫太棒了 就你们知道吗 如果有机会 你们我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用那个 酷狗的音乐 酷狗还有QQ音乐 那个评论区 你们可以看一看 有很多的网友说 我从负债累累 听到这首歌 听了一年 我现在奇迹万地 还清了负债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是由能量构成的 能量一变一切都变 向由心生 竟随心转 心生万物 所以来我们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词 刚才我在跟你们讲 我说我要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来我要 我一定要 这个是正能量 还是负能量 这个是负能量 证明你匮乏了 证明你没有了 内在丰盛外在 才能富足吗 而什么才是 全宇宙最大的正能量 你知道吗 什么想要 想要就证明你没有嘛 对不对 你想要买一台保时捷 你肯定想要 你买到以后 你还想要吗 你都有了 你怎么还想要呢 对不对 是什么 我是 当你在念我是的时候 整个宇宙都在西娅宫听 然后太棒了 这个词很神奇 太棒了是全宇宙一个非常牛逼的词 它是一个把负能量瞬间变成正能的词 你知道太棒了 和我是 这两个词句有点像什么吗 所以接下来你们就念这个就行了 我是成功的 我是富有的 我是年轻的 我是漂亮的 我是觉醒的 对吧 好不好 当周老师念到我是健康的 然后你来了一句 Yes 我是 瞬间把全宇宙的财富能量都变成你的了 好还是不好 所以这首歌必须得学会 接下来我们从演讲会 一秒钟切换成演唱会现场 你得找一个好老师 那郭靖以前拜了七个老师 叫江南七怪 跟杨康打架 经常被杨康打哭 后来找了个老师叫洪七公 就教了他一招 翔龙十八掌 就变成郭大侠了吗 来试海是不是 所以出门 拜诗 学艺 你的老师是谁很重要 找到你们的轨道 把你带到道上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 之所以今天不成功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你的轨道 什么是轨道 轨道就是财道 在这个世界有一件事 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没有人可以干过你 就像刘翔找到跨栏这件事一样 就像柯比找到篮球这件事一样 就像周星驰找到电影一样 就像周杰伦找到音乐一样 就像周文强找到演讲一样 也有一件事 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当你一旦找到那件事以后 就会有一种感觉 叫犹如神助 当你一旦找到那件事以后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就是为这个行业而生的 不 这个行业是为你而生的 就那种感觉就是顺流而下 那种感觉就是仿佛 全世界在推着你往前走 那怎么找到自己的轨道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之所以一事无成 就是因为他混了一辈子 也没有找到自己的轨道 所以我们接下来晚上 我教你们 让你们迅速找到自己轨道的方法 好还是不好 这张图如果看懂了 你就明白了 这张图如果看不懂 你这辈子可能都发不了财 假如说365行 这一行就是你的天命 就是你的使命 就是你的轨道 但是你学的刚好是这一条的专业 然后你就从大学毕业 一直干这一行干到死 虽然这一行让你赚不到钱 虽然这一行只让你养牙虎口 但是你觉得我学的是这个专业 我只会干这个 一条道跑到黑 这就是普通人一辈子的人生 吴京都听过吴京吧 一部战狼干了五十多个亿 对吧 在座各位 你知不知道吴京以前是卖牛仔裤的 在北京开了个店 怎么做都不成功 直到后来找到了自己的轨道 做影视才一炮而红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这就是普通人很多人的一生 那我跟你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干这个行我觉得不顺 我觉得我不热爱 我觉得我不擅长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天命 我就会选择换一条 再不是再换一条 再不是再换一条 当我一旦找到了我的轨道以后 就真的是犹如神助 所以我做了二十六份工作 横跨十二个行业 直到最后才找到自己的轨道 你们都知道刘翔 刘翔以前不是搞百米跨栏的 以前刘翔 他是搞塞跑的 他塞了N多年 他也没成功 直到有一天 他的高我 他的感觉觉得 我想去跨栏 他跟教练说 我想去跨栏 教练是不允许的 教练说你怎么能跨栏呢 你练了这么多年 这是两个项目 这是两个田径赛项目 但是他觉得 我就要跟着感觉走 我想试一次 不然我这边就会后悔 结果 这一跨不要紧 就跨出个世界冠军 这都各位 你知道刘翔 他的使命是什么吗 他的使命 就是来告诉你们 无所不能 这个世界有三种人 黑人 白人 黄种人 在这个田径赛项目上 只有黑人能夺冠 白人都很少 更不要说黄种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造人是公平的 黑人体力最强 但是他的智商最低 白人体力比黑人稍微弱一点 但是他们的智商比黑人高一点 我们黄种人是体力最差的 但是我们也是智商最高的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在刘翔出世以前 在这个项目上 没有一个黄种人能够夺冠 所以当人类都认为 我们不可能的时候 老天爷就派了刘翔下来 你们无所不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行呢 如果刘翔这辈子没跨栏 他就是跟你我一样普通 但是就是因为 他跟着感觉走了 找到了自己的轨道 他变成了神 在座各位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之所以不成功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 找到自己的轨道 所以如果你当下 做的那件事 只能让你糊口 不是你热爱的 不是你擅长的 我建议你一定要把它换掉 送你们一句话 请问今天这个社会 你能不能饿死 你随便干点啥都不会被饿死 对还是不对 反正饿不死 那为什么不找一个 自己爱的事去做呢 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 那人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找一个有感觉的人 在爱的地方做爱的事业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当下做那件事 不是你擅长的 不是你热爱的 就不要干了 那什么样的事是你的轨道呢 来写上 一热爱 这个热爱是百分之百的热爱 就是这件事一干以后 你什么事都不想干了 就像我讲课一样 我什么事都不想干了 我这辈子只讲课 太多人诱惑我了 因为我只对讲课这件事有感觉 我对其他事都没有兴趣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第一个就是热爱 热爱热到什么程度 叫轨道呢 写上 我愿意死在这件事上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当中最后一天 请问假如今天是你生命当中最后一天 你会做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你还没有找到 但是我想问一下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当中最后一天 我会做什么 一定是讲课 一定是讲课 古时候听到很多将军说 我此生的最高追求就是 战士沙场 马格果施 那个时候我不能理解 但是那一刻我找到我鬼道的一瞬间 我真的能够理解这句话 来这是第一 来写上 第二天赋 或者叫擅长 就这件事 它把你整个人的天赋 发挥到了极致 那天周围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道理 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地方 是擅长的 但是只有一个场版 是最长的 你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成功 都是找到了自己的优势 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擅长 那件事是你的擅长 那件事是你的天赋 那件事你一干 你就是神 没人能干得过你 来写上 第三 那件事有意义 那件事有意义 它能帮人 来第四 那件事 它不但有意义 它不但有意义 更核心的是什么呢 这件事 有 去 是 写上四个字 大势所趋 vs 大势已去 既然 这件事是你的轨道 它一定是符合这个时代的 符合当下的 它一定是大势所趋的 如果那件事大势已去 证明它肯定不是你的轨道 那 如何找到自己的轨道呢 其实当年的孔子去问道于老子 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孔子问道于老子 第一次入州问礼 那高兴回来都合不拢嘴 那众弟子就问他呀 说你跟老子学啥了呀 孔子说了 遭闻道西死可以 那是我这辈子 离道最近的一次 第二次 再次去问道于老子 就是 先生 我的道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 老子跟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如果当年孔子听懂了 也就不会有 后来他的颠沛流离 而孔子当年没有听懂 孔子死的时候 把这句话告诉了 他的孙子 他的孙子孔吉 把他写在了一本书里面 这本书叫礼记 后来礼记 被人单独拿那篇摘出来 变成了今天的中庸 那老子到底对 孔子当年说了什么呢 第一句话 天命 未知性 天命未知性 啥意思呢 就是你不是要找你的轨道吗 你的轨道就是你的天命嘛 你的天命是什么 天命未知性 跟着你的本性走 你对什么有兴趣 什么就是你的天命 结果孔子没听懂 所以老子跟他说的第二句话 率性 未知道 你的道 只要四个字就能找到 叫率性而为 结果老子还没听懂 到最后 孔子还没听懂 老子到最后第三句 只能讲明牌了 修道 未知教 把这三句话写上 天命之为信 天命之为信 率性 之为道 修道 之为教 天命之为信 天命就是你的轨道 就是你的使命 之为信 就是往你的本性上找 在座各位 孔夫子 他出生于一个破落贵族 他是全球第一个办私学的人 让他声明确赫的 就是因为他办了私学 他讲课的成功了 讲课成功以后 他就想从政 想当宰相 想推销他的政治主张 但是老子就直接问孔子 如果你的本心 跟着本心走 你是想当官 还是想讲课 其实孔子肯定还是想讲课 但是他为了帮助黎明百姓 让天下从礼崩乐坏 重新回到周礼的时代 所以他愿意 把他这套学说 变成一套政的学说 从政 结果在鲁国从政就失败了 失败以后 祭司跟他讲了 你可以继续当在国相 这个时候 他不得已带着弟子 周幽列国 其实说周幽列国 说白了就是逃亡 就是去其他国家找工作 结果跑遍了所有的国家 没有一个君主 愿意接受他这套政治主张 话说 已经流浪十几年了 你想想六七十岁的老人 流浪了十几年啊 食不果腹啊 有一次被当作逃犯 差点被官兵杀了 无数次国家派军队倾剿他 然后有一次被围于上菜 因为他马上要去楚国 他听说楚国的君王很欣赏他 他想去楚国从政 结果这个时候上菜 这个国王就说了 如果你要去楚国 我就杀你 把他饿于陈菜 饿了整整十几天 差点红红饿死 直到最后他的弟子子贡 去楚国搬来救兵 才救了他 当解救的时候 楚国是他唯一的希望 因为所有的国家已经全跑完了 楚国是最后一战了 他非常的兴奋 他觉得这个政治主张 马上就要实现了 他看到了他生命的曙光 但是当走到楚国的城都的时候 有一帮人身穿白鞏来到他的面前 说夫子 请你回家吧 这是何故 楚王轰了 楚王死了 新晋的楚王不喜欢他这道学说 那一刻 夫子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 他瘫坐到了地上 他起不来啊 他说这是要天灭种泥啊 请问这是天灭种泥吗 这一次对他的打击 远远超过他上菜之围啊 这一次对他的打击 是理想完全破灭了 那请问 真的是天灭种泥吗 不 老天爷从来不会把你玩死 老天爷给你种种磨难 只是因为你偏离了轨道 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 经历了所有的磨难 都是为了让你入道啊 那一刻 孔子做了个决定 回家 我们回鲁国 他的弟子说 我们回鲁国 我们回鲁国 我们的理想难道 要灭亡吗 夫子 夫子说不 看来从政不是我的轨道 我们从此 著书立所讲学 再说各位 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 之所以有那一句 天不生众泥万古主长夜 不是因为他从政了这十几年 而就是因为他回到鲁国 安心做学问 安心讲课的那几年啊 他用了三年的成就 达到了自己 成为圣贤 所以说 孔子之所以颠沛流离 就是因为他干嘛 他做了不是他轨道的事啊 王阳明亦是如此啊 王阳明十三岁的时候 就立志说 师父 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他的老师说了 那肯定是考取功名啊 就像今天你问别人说 今天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你们肯定说了 那肯定是赚钱啊 王阳明说非也 他老师说 那你说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王阳明说了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请命 为往生济学学 为万世开太平 啥意思啊 就是我要当圣人 我要当像孔子 像老子 像佛陀那样的圣贤 所有人都嘲笑他呀 王阳明说了 他们是人 我也是人啊 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圣贤 我不可以呢 人人皆可成圣成贤才对啊 他当时他有生起这个大院 但是当他为朝为官以后 他就忘了这个大院 当官而去了 也整偏了 所以到最后 宦官留紧弄权 把他下了大理事的造狱 差点死在监狱里 到最后被贬贵羊 直到那一刻 到了农场以后 他才恍然大悟 从政压根就不是我的轨道 我年少就生起梦想 要成为圣贤 我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啊 那一刻农场悟道 圣人之道 无性之足 不加外求 那一瞬间他开悟了 从此以后 他的人生大家都知道了 顺风顺水啊 立功立德立言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今天给大家讲 咱们中华民族的两位圣贤的故事 只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那就是你之所以 今天会遇到困难 会遇到挫折 就是因为你没有在道上 为什么老子这辈子 如此孙呢 就是因为老子 他这辈子都走在自己的道上啊 所以你这辈子之所以会痛苦 就是因为你没有走到你的轨道上 你把你的天命走丢了 你的红尘使命是什么 我们都是从天上下来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降生为人 不是为了来上班还房贷的 我们活着要吃和拉杀 但是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和拉杀 如果我们活着为了吃和拉杀 那我们跟蝼蚁又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如果你正在经历痛苦 病痛等等一切灾难的折磨 就证明你偏离自己轨道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来到这就是为了学习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升级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学习的方法 第一种叫主动 第二种叫被动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主动学习吗 主动学习就是我遇到问题了 我马上去想方设法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今天生病了 这个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我知道病怎么来 我才能知道把病怎么送走啊 这个病发生在我身上 我的十大好处是什么 痛苦的背后一定是礼物 他要来唤醒我什么 我觉醒了 通过这件事我觉醒了 我拿到病背后的礼物了 这个病就瞬间消失了 想象一下你们今天在开车 你经常不注意车距 离前车的距离从来都没有超过两米 你的高 我觉得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所以就想提示一下你 突然有一天 他就安排了一场小车祸 小刮蹭 那就是让前车司机 咔嚓踩了一下刹车 你就撞上去了 虽然说保险杠撞坏了 但是你人没事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这个时候你醒了 你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那就是我从今天起 一定要拉开车距 这事就结束了 这事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醒 要干嘛呢 你的高我为了让你醒来 会做一件事叫加码 知道什么叫加码吗 那就是他会安排第二场车祸 而第二场车祸就不是 小刮蹭那么简单了 一定让你碰出血 如果你醒了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醒 他会继续加码 这一次最少断你四根肋骨 他不会把你弄死 你放心 老天爷整人 绝对不会把你弄死 弄死了 这个游戏就没得玩了 就是为了让你醒来 所以在座的各位 之所以灾难不会出现在 像老子这样的人身上 因为他是一个主动学习的人 而之所以灾难会频频出现在 你的身上 是因为你是一个被动学习的人 你停在原地 踏步不走了 生活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啪叉扇了你一巴掌 兄弟早 该学习了 你还不走 他就踹你一脚 你再不走 拿棍敲你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想不想从今天起 那些所谓的厄运 那些病痛 那些破产 那些灾难 那些疾病 那些失败 再也不要发生在你和你的家人身上 想不想 送你四个字 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 而且还有 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 其实往大的上讲 其实是一样的 在座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 往大的上讲 都是一样的 来我们的功课是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从道中来 要回道中去 我们忘记了我们就是道 我们所有人的目的 终极功课就一条 修道啊 从得道到成道啊 来 改版上来 现在系统想对你们进行一个提示 地球玩家你好 欢迎您来到地球这个游戏 你已经偏离主线任务多年了 请不要再做支线任务了 早点回到主线任务上去 能听懂吗 来 我给你们画张图啊 如果刚才那张图没有把你唤醒 这张图 如果再换不行你 我跟你讲 真的你可能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来 这条线 叫主线任务 主线任务 是为了修道 这些线 叫支线任务 这是你的学业 这是你的婚姻 这是你的两性关系 这是你的小孩教育 这是你的公司财富 这是你的身体健康 这是支线任务 我们大多数人是 从主线任务上来 然后遇到了第一个支线任务 然后一辈子就卡在这个支线任务上了 大家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你知道我跟你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你知道我跟你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你们可能都卡在第一关和第二关了 而我已经到这了 那为啥我走了这么快能到这呢 我教你们一招好不好 我教你们一招让你们迅速财富自由 迅速开悟觉醒 想不想学 你们知道当年 我在跟罗伯特清奇学习的时候 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我要实现财富自由 当我定了一个目标 我要财富自由的时候 你知道我做了个什么决定吗 从那天起 我的吃喝拉撒 我的衣食住行 我的恋爱旅游 我的看书听音乐 我的所有一切 只为干这一件事 没有第二件事 只有这一件事 也就是我干了一件事 那就是我把这些支线任务的这些支押 全部把它掰到了主线任务上 你们能理解那意思吗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都掰到主线任务上去了 你们的人生是这样的 我的人生是这样的 因为我把那些支线任务和主线任务合并了 合一了 如果你问我是怎么样快速实现财富自由的 我就送你们一个核心秘诀 叫不二 人生没有第二件事 举个例子啊 我那个时候看书 只看跟财商有关的书 跟创业有关的书 跟投资有关的书 我那个时候看电视 我只看跟财商有关的电视 我只看跟创业有关的电视 我看大宅门 我看乔家大院 我看电影 只看跟创业有关的 我只看白银帝国 这个各位 连谈恋爱这件事 都被我掰到了主线任务上去 我谈恋爱怎么谈的你知道吗 我找第一个女朋友 我跟她讲一下什么是穷妈富妈理论 我让她看看穷妈富妈那本书 我问她 你觉得这本书讲的怎么样 她说这是传销吧 我说拜拜 直到我找到你们师母 我想跟她谈恋爱 但是我得先测试测试 她跟我是不是一号人 我说 当时我们是同事 我说今天呢 我给你推荐一本书 她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叫穷妈富妈 你去看一看 她就去看了 看完以后我就说 你分享一下 你看完以后啥感觉 哇太好了 我以前的梦想 就是回家开个小店 我现在我看完这本书以后 我也生起了梦想 我也实现财富自由 然后接下来 我就讲了那一句话 你懂的 当天晚上就拿下了 因为这是我要找的人 也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支线任务 和主线任务合一了 当我快速实现财富自由以后 我就生起了一个梦想 那时候就开始修行了 我想开悟觉醒 但是我修行的多年 也没有真正的开悟觉醒 连开悟的门都没有摸到 直到2019年 我去加拿大 最后一天课程现场 我们看着北极光在游学 然后我们请了联合国 写那个幸福指数的那个老外 在给我们讲什么是幸福 在听他分享的时候 那一瞬间 我链接到了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都想开悟 但是我一直没有开悟 就是因为当年 我之所以能实现财富自由 是因为我在看了那本书以后 我就给自己狠狠地 下定决心 死到实现财富自由 那一刻起 我瞬间悟到了一句话 爬上猪木拿马峰的 不是体力最好的 是死到上去的人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那一刻起 我就给自己狠狠地下了个决心 我这辈子死到开悟决心 我一定要实现 我给自己狠狠地下了个决心 你知道吗 当你给自己狠狠地下了个决心以后 那个机缘就来了 2020年我被网爆 而那件事 恰恰就是我开悟的机缘 我穿越了生死 我明白了心情那句话 无忧恐怖 人的电脑梦想究竟涅槃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开悟三部曲 第一步 下定决心 第二步 机缘 第三步 通过这个机缘 你搞懂了宇宙真相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从那天起 我所有的事 全部跟主线任务合一了 来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 我带着我的高管 去了迪拜游学 那每一年 我都要带我的高管 出国旅游 这是我的工作 那么每一年 我都要带着我的爱人 出国旅游 这是我维持 我的家庭平衡的 也算是我的一个工作 那我希望孝顺 我的父母 每一年还要陪 我的父母出国旅游 这是我作为一个孝子 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那还有 那就是我要修道 我去过兰比尼 去过菩提加业 去过印度 去过尼泊尔 那么我去过犹太人的会堂 我去过道观 我去过寺庙 我只有一个地方 没有去了 清真寺 为什么要去迪拜呢 因为那个地方 离麦加很近 离穆罕默德很近 这位各位 修道是我的主线任务 但是我还是个人 我还要承担 我的家庭的义务 我还要承担 我的教征父母的义务 我还要承担 我带着高管 去旅游的义务 我把这四件事合一了 本来是我要去清真寺 但是我顺便带着 我的高管去迪拜旅游 我顺便带着 我的老婆一起去旅游 我顺便把父母带上 出国旅游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我把所有的 支线任务 跟主线任务合一了 所以我的速度 就会比你们快 而你们是迷失 在支线任务出不来了 一辈子在婚姻问题里 卡壳出不来 一辈子在财富问题上 卡壳出不来 这就是普通人 你们听懂了吗 写上啊 做主线任务 把支线任务和主线任务合一 从此不二 做的所有的事 都是为了完成主线任务 你要走到这个维度 你要走到这个维度 那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讲到这以后 你们出去找工作 跟我出去找工作 一样吗 你出去找工作 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我当年在没有实现 财富自由的时候 我出去找工作 是为了实现财富自由 而我今天做的 所有的工作 都只为了一件事 什么 成生成贤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把我的事业 跟这件事合一了 你想想 我以前是讲财商的老师 我是讲财商 讲创业 讲投资的 但是因为我想修行 所以我开了个修行的课 我在讲修行课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是我 能听懂再说说吗 所以我比你忙 我比你损失更大 但是我要去 为什么 因为再也没有 比生命觉醒更重要的事 每一个人都会觉醒 在你死的那一刻 你都会觉醒 在你死的那一瞬间 你醒了 我原来来是修行来了 干了点啥呀我 就那一刻 我告诉你 人这辈子 做成四件事 到法书期 四件事全干了 那就死了武汉 这四件事 一件没干 那就死不瞑目 第四件事 第一件事 找到了自己的红神使命 做了一番 惊天地气鬼神的 做了一份事业 就像乔布斯 创立苹果一样 他死了 他的苹果公司 依然还在 这件事做成了以后 叫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 双生火焰 谈了一场 惊天地气鬼神的爱恋 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 双生火焰 第三件事 找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一起游学 我们一起策马奔腾 我们一起对酒当歌 第四 那就是在死之前 觉醒 拿回自己 真真正正的生命 这辈子才没白活 你的灵魂成绩 是从第二等级来的 你走的时候 可以从第六等级走 这才叫没白来 这四件事 做成了 叫死而无汉 这四件事 你一件事都没做到 那就是死不瞑目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想象一下 如果下一秒你要死了 用四个字来评价一下 自己的人生 你会用哪四个字来 给自己盖棺定论 他只能把那箱 酒扔到了垃圾桶旁边 来 你们都在笑话他们 对吧 你何尝不是他呢 那个酒明明带不走 他的那个加币是能带走的呀 他用了加币能带走的 换了一大堆带不走的酒 其实黄刀那里有卖冰酒的 你知道吧 他说老师去那买贵 这买便宜 所以到最后钱全扔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一天一定会觉醒 是生起的时候觉醒 还是死的时候觉醒 如果你是死的时候觉醒 我跟你讲 你真的会死不瞑目的 死的那一刻你觉醒了 你发现你这辈子白活了呀 那一刻你才明白了 你不要等到 那个时候再有遗憾 那个时候再有遗憾 没有用了 真的 这座各位 人生要搞懂死法 也要搞懂活法 什么是活法 跟着修道 让你每天健康 让你每天好运 让你越来越好 让你明星见星 开悟觉醒 因为离岛越近越健康 离岛越近越幸福 离岛越近越财富啊 你还要搞懂死法 再说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要死 但是每个人的死法 都不一样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因果是真实不虚的 我还有一个 他也是捞片门 赚了很多很多钱 我跟他讲过 我说因果循环 你做的每一件事 要不就是福报 要不就是业障 你赚的每一分钱 要不就是福报 要不就是业障 我说业障的钱 我宁可不赚 我只赚福报的钱 他说别给我讲这些 第一 我很认可你 我就很认可你 谁说我都不听 我很认可你 但是 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什么没想说过啊 我什么车没开过 我什么表没带过啊 我怕啥呀 你别给我天天讲 什么天天 给我讲道 讲那些 我不怕 再说各位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谁最了解你吗 不是你自己 不是你爸 不是你妈 是老天爷最了解你 他知道你的软肥在哪里 他明明就已经从 人到 调到地狱到了 无数人 因为他的赌场 倾家荡产啊 无数人因为他的赌场 跳楼自尽啊 他说我什么都不怕 老天爷不是牛逼吗 来天天我 来来来来来来 我找活够了 我 我什么没想说过啊 两年以后 他唯一的一个小女儿 他最爱的那个女儿 得了癌症 天天被化疗 年纪轻轻才一两岁 化疗了整整两年 然后医生说 最多一年 你知道那一刻 他整个人像瘫了一样 你知道吗 那些年是意气风发呀 那这些年真的就是 他跪在我的面前呀 哇哇痛哭啊 啪啪啪磕头啊 你只要能救我女儿 他打开他一张卡 一张卡 以后27个亿人民币 你只要能救我女儿 27亿全是你的 谁能救 我就给谁 我说谁都救不了你 我救不了你 老天爷都救不了你 就是这样啊 因果是真实存在的 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 要不就是福报 要不就是业障 你做的那个事 是违背道的 你就会造天前 你做的那个事 是顺应道的 天父天赐 所以为什么 《道德经》告诉我们 是要违道是从呢 什么叫违道是从啊 我们要跟着道走啊 但是你没有觉醒之前 你哪知道 你这个想法是违背道的呢 在没有觉醒之前 你怎么知道 你这一句话 是违背道的呢 在没有觉醒之前 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动作是违背道的呢 很多人会说 周老师你别跟我讲这个 好人不一定有好报 我见过太多了 把时间线拉长 咱不看一年两年 咱拉长 看十年 看二十年 看五十年 好人一定有好报 恶人一定有恶报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日本的道生和夫 在他最后死之前 写了一本书 叫《心》 他第一本书叫《火法》 第二本书叫《心》 这本书他讲了 他说 站在我一个 九十岁老人的角度上 把时间线拉长九十年 坏人一定有坏报 恶人一定有恶报 好人一定有好报 这是真实不虚的 这个各位 就像我跟你们讲 王阳明跟宁王的故事一样 那王阳明 做了多少好事啊 死以后 还把自己的课程 变成了一本书 叫《传习录》 请问今天 有没有人 因为传习录而受益 道生和夫 就是因为 传习录而受益的人啊 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自由度 你们想拥有相对幸福 还是想拥有绝对幸福 知道什么叫 相对幸福吗 就是你今天 本来很痛苦 因为你老婆 刚给你离婚 但是呢 你突然看到你的一个朋友 他这辈子都没有娶过老婆 你跟他一对比 你是幸福的 你娶了个老婆 你本来挺开心 但是你发现 别人娶了老婆 比你年轻 比你漂亮 你又痛苦了 也就是你的幸福 是建立在跟别人的对比之下的 你得到幸福的那一瞬间 就注定了 你一定会失去它 它是个相对的 那什么叫绝对幸福呢 就是不管发生所有事 你都是幸福的 一个人什么时候 才能达到绝对幸福 就是觉醒以后 就是开悟以后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幸福就是自由度啊 那为什么要修行呢 修行就是恢复你的自由度啊 举个例子啊 你天天只能坐公交车上下班 你坐公交车 对你来讲就是痛苦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坐公交车 我天天坐劳斯莱斯 我今天就想体验一下 坐公交车的感觉 我坐公交车就是幸福的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我可选 你不可选啊 我们的所有的一些 都是自己选的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长相 我们的智商 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灵性 都是我们自己选的 是吗 对呀 那我怎么可能选 长得这么丑啊 你也想转好看一点的皮肤啊 你也选了像周老师 这么帅的皮肤啊 结果拉上去以后 低余额不足 你福报余额不足啊 你只能选比较差的 你也想选智商 像周老师这么高的呀 对不对 你拉到150 低余额不足 你只能选90啊 你也想选自己 对我身体健康一点的呀 对不对 百分之百是健康 你也想拉百分之百 拉满的 结果低余额不足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就是各位 来摆摆上来 这张图 这是第三张图 如果这张图 还换不醒你 想象一下 这张A四子 就是整个宇宙 你的可选性 就只有这么少 你只能在这里面活动 其实这个空间 也已经很大了 但是 你相信了宗教 你相信了伦理 你相信了道德 到最后 你就只能够 在这个空间里面活 你会有一种 什么感觉呢 被压得 喘不过气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过 这样的体验 就是宇宙如此浩瀚 世界如此之广阔 但是就是 有时候有一种感觉 就是窒息的感觉 下辈子投胎 我不想当人了 我说那你想当啥 他说我想当太阳 我说你想多了 因为太阳 谁想当就能当啊 那是恒星 那是领袖 那我能当啥 众生平等 在灵魂成绩 众生真的是平等的 狗与狗的灵魂成绩 都不一样 我说一句话 可能有点难听 但是这句话 真的能唤醒你 有些狗的灵魂成绩 都比人高 告诉我是不是 告诉我是不是 马斯克收购了推特 把推特CEO开除了 开除之前跟他讲 我随便找个人 都比你好 我就看看你的后继 怎么比我好 第二天 马斯克把他的家的狗 签到公司 说他就是推特CEO 这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这是真事 马斯克家的狗 现在是推特CEO 在座各位 你告诉我 如果你生在马斯克家 投胎在马斯克家 做条狗 那个灵魂成绩 都得到第六道 请问有没有一些狗 一出生就出生 在超级亿万富豪的家庭里面 有无数个保姆 伺候他 死了以后 主人把上亿的资产 留给这个狗 成了一个慈善基金 告诉所有管理者 这个狗死了 基金全部充公 狗只要不死 就给你们发工资 那些人比伺候他爹 比伺候他妈 还伺候他狗好 来 有没有这样的狗 你告诉我 有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那有没有一些狗 活得就是很痛苦 一出生就是被人杀了 就是落水狗 就是被人打了 就是野狗 就是被人炖的 有没有 那些狗就活在地狱啊 但是有些狗 就活在天堂啊 有些人就活在地狱啊 有些人就活在天堂啊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果 灵魂成绩低 你的赠品低 你就会碰到这样的事 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灵魂成绩高 你这辈子这些事 价格就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 不同的世界 你们知道吗 佛祖说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哪是一花 是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那是一人一世界 再多各位 我问你个问题 乌克兰在打仗 请问 有没有乌克兰在打仗 但是乌克兰人 就活在天堂里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但是有没有人 死在战乱里的人 有 同样是一个地方 但是有人活在天堂 有人活在地狱 那跟什么有关 一切皆跟福报有关 一切皆跟灵魂成绩有关 一个根据宇宙的 能量守恒定律 一个能量比较低的人 遇到了一个能量 比较高的人 那个能量低的人 会瞬间被能量高的人 拉高 来告诉我 是不是 最快的方法 就是找一个灵魂成绩 比你高的人 跟他在一起 赚钱是不是 也是一样的道理 跟着亿万富翁在一起混 你再烂都是个千万吧 跟着千万富翁在一起混 你再烂都是个百万吧 你跟着穷光蛋混呢 你一定变穷光蛋 宁可在富人堆里做穷人 也不要去穷人堆里做富人 来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是 来 这是我教你们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找那些灵魂成绩比你高的人 而且找的不能是一个人 得找什么人 一批人 一批人 找一个圈子 就是你们要想实现阶层月签 唯一的方法就是换圈子 换一个比你的能量成绩高无数倍的圈子 来我再教你们第二个方法 但是第二个方法就比较慢了 就是累积福报 福报够了以后 自动从第一等级到第二等级 但是这个方法很慢 推荐你们看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了凡四训》 了凡四训 了凡是真实地生活在我国明代的一个人 他出生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个道士 这个道士是个算卦的 他不相信算卦的 但是这个道士把他一生 所有一切全算准了 你什么时候考上状元 你得多少分 你当什么官 膝下几个男几个女 然后呢 什么时候娶妻生孩子 他发现全准了 从此以后 那个了凡就认为 反正命天注定 奋不奋斗都一样 躺平了 那么躺平 心如止水 当官当个小官 这辈子 生了两个女儿 也不见一个儿子 这辈子废了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有一天 去禅心寺院去禅定 就朋友带他去庙里烧香 说我认识禅心主师 咱们跟他一起去请教一下佛法 他已经躺平了 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去吧 然后就跟师父说 那咱们一起打个座吧 三个人一起打座 发现带了凡来的那个朋友 就是一会儿一个念 一会儿一个念 一会儿一个念 一闭眼八万四千念 但是了凡呢 心无二念 就坐在那就是坐在 完全临在的状态 跟那个禅师震惊了 阿弥陀佛师主 你的修行很高啊 我们打坐了 打坐了这个两盏茶的功夫 你一念都未生起啊 了凡说高个屁高啊 我给你说说我的人生吧 就说了 从小被人算准了 干啥都算准了 所以他觉得人生 也不用奋斗了 奋斗也没有用 然后这个禅师听完以后就笑了 说我以为你是个王者 原来你是个青铜 你什么被算准了 算准你的那个是低版本的你 你还有一个高配版本的你 你的人生是无限可能的 我怎么能够练到高配版本的我呀 做好 做好事 我给你一张纸 给你个小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上印在两边 一边是写的善事 一边是做的恶事 从今天几年 做的每一件事是好事 你就在这里画一个 写个一 坏事就在这写个一 什么时候坏事为零了 好事做一千件了 你的官升两级 他说不可能 你试试 你试试嘛 你又没损失 结果他真的干了一千件好事 他真的升官了 这是第一次 他算的那个 跟他算的那个人不准了 听懂吗 他很兴奋 他说我现在最想要的不是升官 我想要儿子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呀 行 你做五千件好事 怀儿子 他真的就开始做好事 一件一件做 做到第五千件 老婆怀孕了 生下来就是儿子 从那一刻起 了凡就觉得 福报是真实存在的呀 做好事真的能改命啊 你知道吗 到最后了凡 最高官做到天津 天津的 就用咱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天津市委书记 而且当时这个朝鲜 是我们明朝的藩属国 被日本人打 然后呢 求救这个明朝政府 了凡是派大军一起 去解平朗之围的人 而且立了大功 虽然到最后被奸人陷害 但是皇帝没有杀他 就是高老还乡 然后这辈子过得 过了一个富家翁嘛 就了凡这辈子过得 是非常顺的 就是他写了一本书 叫了凡四讯 就是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做福报 是真的可以改命的 那那个老师讲到说 他的命本来是算准的 但是为啥后来又不准了呢 很多人看了凡四讯 都看懵了 看不懂 了凡也没讲清楚 来 再说各位 我开课十二年 每一次都有同学说 我这次来不了了 不好意思啊 我身体不如我来不了了 来 每一次都有 请问有没有一次 周文强说 我来不了了 我生病了 一次没有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是个奇迹吗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有没有受过病啊 你觉得这十二年 我有没有受过病啊 有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静脉曲张犯了 我走不动道 我不能走 直不起腰 我那个嗓子发言 我讲不出话 但是我没有拉过一次课 接下来这个点很重要啊 这个点听懂了 什么就通了 瞬间开悟 开悟就在那一瞬间 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 你们用宇宙心理法 都怎么用的 赶快让我的病好吧 宇宙听到的是病 赶快让我健康吧 证明你不健康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每一次我生病的时候 我是怎么做的吗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在睡醒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你都无法控制你的身体 你的意识 就像那个电脑程序一样 在慢慢地加载 慢慢地加载 慢慢地加载 直到最后 你能控制你的肉身了 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每一时每一刻 你们都在不同的版本当中 来回切换 来回切换 把那个能级表打出来 万松 现在西方科学 已经发达到什么程度 发达到可以把任何的 物质的能量给你测出来 人的能量也可以测出来 就是人的能量 我们把它分为一千分 有人是一百分 有人只有五十分 你跟他来看啊 如果你现在羞愧 你的分数只有二十分 内疚三十分 冷淡五十分 悲伤七十五分 恐惧一百分 欲望一百二十五分 愤怒一百七十五分 勇气两百分 淡定两百五十分 主动三百一十分 宽容三百五 明智四百 爱五百 喜悦五百四 平和六百 开悟是七百到一千 项羽跟刘邦 如果说能力 项羽一定超过刘邦 那是为什么他输了 刘邦每次被项羽打败 把自己的老婆踹下车 他跑了 把自己的儿子踹下车 他跑了 把自己的爸踹下车 他跑了 别人都骂他是什么 骂他无耻 你有没有想过 这叫明智啊 只要刘邦不被抓 他的家人就是安全的 只要刘邦被抓 他的家人必死 刘邦被打败了 无数次 刘邦有没有一次抹脖子 没有 剪图重来 重新给他干 项羽只败了一次啊 只败了一次 而且还是被刘邦骗的 兄弟咱们别打了 咱都是结拜哥们 从今天起 楚河汉界 那边归你 那边归我 咱签个合同 项羽带八千子力兵 过江跟他签合同 签完合同以后 刘邦撕毁盟约 让韩信带着三十万军队 把他围域盖下 四面楚河 八面埋伏 但是就这样都打不过项羽 项羽带着八千子力兵 硬生生的从三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里面 冲了出来 狠不狠 到了吴江 有一艘船等着他呢 能听懂吗 他现在可以上船 到了 到回江东 还有百万雄师 可以跟刘邦干 但是他上船了没有 他说我带八千子力兵过江 今天除我一人以外 无一人生还 我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那个时候他的情绪在哪 来告诉我 羞愧 二十分 激进死亡 所以讲完以后 抹抹着了 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在什么状态下会自杀 老板破产了 如果这个老板是名的 他不会自杀 如果这个老板是个愤怒的 他也不会自杀 他是欲望 他是恐惧 他也不会自杀 他只有老板觉得 我对不起我的孩子 我对不起我的供应商 我对不起我的员工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肯定还不了债了 我羞愧呀 我自杀了 他能听懂吗 所以你的情绪 就决定了你的能量成绩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愤怒的时候 你老公愤怒的时候 你的另一半愤怒的时候 他那不就是魔吗 不就是畜生吗 是不是 各位 他愤怒的那一瞬间 他列印到了 那个畜生道的自己 大家能听懂吗 所以你们的每一个情绪波动 你的升起的每一念 都决定了 你能列印到 哪个版本的自己 什么叫开悟啊 开悟就是让自己的情绪 恒定在七百分以上 不管发生任何事 都是在平和的状态下 你们知道你们的人生 为什么是这样的吗 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 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 因为你的能量成绩是 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开悟就是让自己的能量 恒定在这里 所以我在这里 告诉你们个秘密啊 成功的秘密 成功就是洗脑 不是给别人洗脑 是给自己洗脑 我曾经的女朋友离开我了 我就告诉我自己 她就是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离开了我 我一定要赚钱 让她后悔 后来我成功以后 干的第一件事 我就想方设法 找到了她的联系方式 让她来我的会场 挺可爱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你后不后悔 她说你有病吗 我后啥回啊 我说你当时 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离开我 你看我没有想过 我今天能这么成功吗 她说你是不是失忆了 你当年为什么离开你 是因为你根本不爱我 因为你天天说 出差是为了我 结果来了以后 就去谈客户 我一谈客户 谈两个小时 在那边等你 说等我十分钟 十分钟聊完客户 就带你看电影 结果一谈两个小时 一谈两个小时 最后一次我就说了 如果这一次你再骗我 我就给你分手 结果你一进去 三个小时 她跟我讲的时候 那种感觉仿佛 那是我前世的记忆 你能听懂吗 你们能听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已经把自己的记忆 篡改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这里 送你们一句话 真相一点都不重要 有道理的东西 一点都不重要 什么东西能让你 变得更好很重要 就像网络上 很多人攻击我 说周文强都不懂历史 天天跟我们讲历史 你讲的都是野史 我讲这种历史 让你唤醒 让你拥有雄才大略 很重要 秦始皇是不是暴君 跟我们有毛关系啊 我们相信他是暴君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相信他胸怀天下 因为他 我们的格局境界拉升了 对我们有好处 这个很重要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秦始皇 一定是暴君 你见过秦始皇吗 既然咱们都没见过 别说谁 对还是不对 对各位 你是要听有道理的屁话 还是要听对你有用的话 你是要相信 能让你变得不好的信念 还是要相信 让你变得更好的信念 别人说你是个崇皇 那就会穷一辈子 你相信这个信念 你就废了 有一个人说 你一定会成为亿万疯的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 这个信念呢 因为宇宙的真相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知不知道 量子物理学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 单位到底是啥 我们想看懂这个宇宙 我们用飞行器 那个美国的那个旅行者 旅行者号 飞到现在 飞了四十多年 也没有飞出太阳系 更不要说飞出宇宙了 因为宇宙太大了 其大无碍 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就研究 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 到底是啥 我们用放大镜 显背镜 把所有的物体 研究到最后 分子 原子 夸克 电子 再往下 叫上帝粒子 上帝粒子 已经是组成 所有物质 最小单位了 但是那个上帝粒子 再往下 有人观察它 它就是上帝粒子 不观察它 它就是能量波 这个时候 大家就在想 那组成物质的单位 到底是上帝粒子呢 还是能量波呢 科学家天天做实验呢 来 白板上来 这个时候 就有两个科学家 做了 想造了一个实验 光也是一种物质啊 那组成光的单位 是粒子呢 还是能量波呢 然后呢 就找了一个木板 挖了两条杠 挖了两条缝 用那个光子机枪 把这个木板的 两条缝里面 打出来 如果通过两条缝 光子机枪打过去 屏幕后面 留的是两条杠的话 就说明 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 是上帝粒子 那如果打出去 是斑马线 是很多条杠的话 因为波峰与波谷相交 就会产生一条新杠 那就说明 组成光的最小材料 是能量波 结果你们猜猜 打出来以后是啥 是斑马线 所以大家才发现 原来组成物质的 最小单位是能量波 都是振频 所以才有了超弦 定律 但是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科学家说了 咱们能不能够 因为他们之所以会 无数条线 是因为两个上帝 粒子之间会相互干扰 量子纠缠才会产生 我们能不能从一条 木板缝里面打 而且一个一个打 让它不干扰 有没有可能 留下来是一条杠呢 结果打出来以后 发现还是斑马线 这个时候科学家就说了 那到底他在 跟谁干扰呢 他自己跟自己在干扰吗 来 我们能不能用摄像头 观测观测 是不是光子 只从了一条板里面 穿过去了 然后一观测不要紧 这一加摄像头 是了 加上摄像头以后 打出来的是 两条杠 摄像头撤掉 斑马线 那到底组成电子的 最小单位 是上帝地址 还有能量波呢 两条线就说明 它一定是粒子嘛 斑马线就证明 它一定是波嘛 这个时候 爱因斯坦出来了 说既是粒子 又是波 这就是玻璃二相性 他因为这个 拿着诺贝尔奖 玻璃二相性 组成光的材料 既是波又是粒子 那什么时候是粒子 什么时候是波呢 有人观察它 它就是粒子 没人观察它 它就是波 科学家又开始做实验了 就是明明光子 已经穿过木板了 把摄像头突然撤了 只要撤掉摄像头 就是两条杠 就是能量波 只要加上去 就是两条杠 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 我们加不加摄像头 这个上帝历子 怎么会知道呢 它是个物质 它怎么会知道呢 为什么我们做个假摄像头 它知道是假的 我们没有装摄像头 它知道我们没有装摄像头 我们装个隐形摄像头 它也得知道 也就是你骗不了粒子 粒子仿佛有生命一样 这个时候大家在想 是不是有个更高的存有 在观察我们啊 我们人类做的 所有的一些 是不是都有个更高的存有 在观察我们呢 你可以把这个更高的存有 叫做老天爷 叫做神 叫做上帝 叫做道 就出来了量子物理学 奠基式的理论 观察者理论 什么叫观察者理论 就是这个宇宙大爆炸 138亿年前 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 一定有一个观察者 在观察这个宇宙 要不然这个宇宙 根本不可能存在 因为如果没有观察者 这个宇宙 根本不可能形成物质 整个宇宙都只有能量波 而就是因为有那个观察者 所以宇宙才形成了 星球 星系 恒星 卫星 行星 日月三颗 花草树木 你我 这个理论直接把上帝推出来了 你能听懂吗 所以你会发现 不管是牛顿 不管是爱因斯坦 到最后他都相信 有一个高的宇宙是存在的 那我想告诉你们 观察者理论是我们可以佐证到的 来 各位 这个沙发以前不存在 你信不信 它以前不存在 它是有一个人的意识 脑袋里面想做一个这样的沙发 它才存在的 这把扇子 它以前不存在 是因为有一个人的脑袋里面 想做一把这样的扇子 这个扇子才能够出在 这只话筒 这个会场 这个航展 这个背景幕布 这个LED线视频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 有了一个观察者 它才会存在 大家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所以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你知道吗 意识创造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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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由意识创造出来的 来 看这两张图啊 在没有觉醒以前 我们认为 人类跟浩瀚的宇宙相比 人类太渺小了 在整个浩瀚的宇宙中央 有这么一个小黑点 这就是你的意识 这就是你 而这么大的A4子 就是整个宇宙 所以你觉得 人类好渺小啊 来 看这张图 看这张图啊 所有人 看这里 这么浩瀚的宇宙 中间有一个小点 就是你 就是你的意识 所以你觉得你太渺小了 我想告诉你 开悟以后你会看到 不是这样子的 把这两个标签颠倒一下 才是这个宇宙的真相 整个宇宙 就是你想象出来的 一个小黑点 而 你的意识 创造了这所有的一切 创造了宇宙 创造了日月三合 创造了你我 创造了所有的生命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道 都是道本身 但是我们忘了 我们道是道的身份 这个游戏的玩法 就是从道中来 回道中去 所以 当你一旦觉醒以后 你会发现 意识创造一切 所有的一些 都是你意识创造出来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穷吗 因为你在小时候 可能你爸爸妈妈 不经意之间告诉你说 赚钱好难啊 我们这个孩子这么笨 长大以后怎么办啊 你相信了这句话 所以你的意识 就创造出了一个贫穷的人生 你知道你婚姻 为什么会失败吗 因为当你看到 你的爸妈妈离婚的时候 你升起了一个意识 那就是 婚姻好像就是这样 争争吵吵 我长大以后 肯定也不会幸福 你就真的创造一个 这样的世界 你知道为什么 有一些人他会富有吗 就是因为他从小就认为 我赚钱很简单 我长大一定会 成亿万富豪 所有的一些都是你自己 创造出来的 既然你可以创造出来 贫穷 疾病 痛苦 那我们从今天起 也可以创造出来 富足 幸福 健康 财富 所有的一切 只要你想要 都可以创造出来 因为这个宇宙 因你而存在 你是这个宇宙 第一个出生的人 也会是这个宇宙 最后一个死亡的人 你死了 这个宇宙就消失了 因为你才是个宇宙的中央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唤醒你而存在 我们只是你生命的那种培炼 你才是你生命的那种主将 所有的佛经 所有的古兰经 所有的金刚经 所有的圣经 其实都为了讲这一个道理 一是创造一切 所以 从今天起 告诉自己 你不是受害者 不要再抱怨 不要再指责了 你要对你的生命 百分之百负责 你不是受害者 你是创造者 所有的一些 都是用自己创造出来的 哪怕你老公家暴你 没有失掠者 这个世界就没有受害者 你不是受害者 你要对你生命 百分之百负责 你是那个伟大的创造者 你可以重新创造一个 无与伦比的人生 你知道人生活着的 唯一目的是什么吗 就是活出全宇宙 那个最恢弘的 那个版本的自己 那个财富 最后的你 在向你招手 那个已经开悟 觉醒的人 在向你招手 你本圣贤 你本开悟 你本就是财富 你本就是健康 你本就是这一切 我们通过 我们课程的一首主题曲 希望能够来唤醒你们 如果真的听懂了 就真醒了 如果真的没听懂 你这辈子可能真的 还会活在 那种猴子捞月 活在镜像的世界当中 我们一起来 听一首我们规律的主题曲 希望能够唤醒你们 好不好 四大文明古国 比我华夏文明渊源的文明 有很多个 但是今天 他们都消失了 不管是古巴比伦文明 还是古印度文明 还是古埃及文明 他们现在不认识 他们祖先的文字 这是多么的可惜 而四大文明古国 只有我华夏文明 传承至今 五千载 为何 除了有秦皇汉武 这样的雄族 统一天下以外 还有 无数个像 崔岩崔公这样的人 像老子 像孔子 像孟子 像韩非子 这样的人 一代又一代 为文明的传续 守住了这盏灯火呀 成绩的老师 九十了 你只想找一个 一波传人 他没有找到啊 他不敢死啊 在古时候 五十岁就是古来西了 他将近活到九十岁 在找到成绩的时候 激动的直接转圈圈 成绩呀 我都九十了 你怎么才来呀 典籍里的中国 拍出来 所有所有 我们华夏文明的 这些圣贤以后 无数是让我泪流满面 我泪流满面的是 医圣 孙思淼 医圣 李时珍 包括福生 包括老子 包括孔子 他们的故事 让我很感动 而让我更加激情澎湃的是 王阳明活着的时候 喊出自己要成为圣贤 那是被人群起而攻之啊 就你还想成为圣贤 到最后被冤枉 被陷害 进了政府寺的大狱 差点被活活打死 但是王阳明 为什么没有死 因为他说 我还没有找到 我的一波传人 为什么他要 收徐爱为徒啊 就是因为他不希望 让自己死了以后 让自己的智慧断绝于世啊 为华夏的文明 守护好一盏灯火 以灯能除千年暗 一致能破万年余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写上书的那个人 是远古时期的人 是跟皇帝 元帝同时期的人 他这辈子都没有 遭到自己的传人 所以他把他毕生心血 写成了一本书 叫上书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一千年以后 终于有一个人懂他 这个人叫福生 那个时候官府 要收缴天下所有书籍 福生 不希望让朝廷销毁 这些我们文明的结晶啊 他把这本书 藏到了自己家的墙壁夹城里 就因为私藏禁书 他的孩子 他的伴侣 都被官兵活活打死 但是 就是因为福生户书的故事 才有了后来的四书五经之手 也就是上书啊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孔子 他为什么到最后 能够传承两千五百年 就是因为他有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啊 就是因为他的子供子路 延回啊 为什么王阳明的心血 能够传承至今五百载 是因为他找到了他的血爱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 是因为我们华夏 有一个制度叫师徒制 在修行的天地里面 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叫见自己 当你见自己 找到自己的天命 找到自己的轨道的时候 你会活得很稳定 你不会再内耗了 你很清楚这辈子 自己要干啥了 但是心中只有自己 你也就看不到更大的天地 而第二重境界 叫做见天地 你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不停地学习 你不停地成长 你不停地去全世界游学 那比这个境界 更高的是什么呢 是见众生啊 见众生 方可知众生之苦 方可生起普度众生之心 生起普度众生之心 才愿意把自己的毕生所学 全部传承于世 愿意把自己的毕生所学 全部交出来 这样的人 方可成的是一代宗师 但是要想成为一代宗师 除了境界上要上升到 见众生这个维度 你还要找到合适的弟子啊 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弟子 这个智慧的传承就断了 所以佛陀找到了家业啊 张子找到了成绩啊 让更多的人 明星见性开悟觉醒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学会财商 实现财富自由 让众生各归其道各行其事 自行运转 人人皆可成圣成贤 当全球八十亿人都实现财富自由以后 当全球八十亿人都实现了明星见性 开悟觉醒成圣成贤以后 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才会变成真真正正 我们华人心中的那个世界大同啊 那就是把这份智慧传承出去 不分国家 不分民族 因为当你觉醒以后 你会发现 万物皆一体 众生皆手足 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 为什么那些觉醒的圣人 他不杀生的呢 因为你已经感同身受了 你杀了一条鱼 就是你杀了你自己啊 你吃了一条鱼 就是你吃了自己的一部分啊 一朵浪花 他终生在寻找大海 他找不到大海 当他觉醒以后 他才突然发现 我就是大海的一部分啊 当他修成正果以后 他会发现 我就是大海啊 他能感受到太平洋 大海的波浪 他能感受到大西洋 大海的波浪 那种感受就是万物皆一体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跟着好好修行 我们一起来帮助更多的人 把这娑婆的世界 变成美丽的莲花帮 愿世间再无愚昧谎言 愿世间再无颠沛流理 让这天下 真真正正的变成大同天下 把这娑婆的世界 变成美丽的莲花帮 从今天起 如果人类不学习 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教育这件事 人类不到一百年 就会全部灭绝 我们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猿猴 能够走到今天 成为万物之灵长 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 把自己的智慧跟经验 传承了下来 我希望这个智慧 不要在我们手上给断成了 录了将近一千多篇的 喜马拉雅的音频 如果你的财富有问题 你可以在里面听我的 吸引力篇 秘密篇 天气篇 专门是讲运用宇宙吸引力法 赚到时间低于统金的 如果你修行上有问题 你可以听灵在篇 修行篇 然后呢 活在当下篇 是专门教你修行的 如果你有抑郁症 你可以听抑郁症篇 全部都有 好还是不好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能够收到 对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的这份爱 因为 前世如不相欠 今生整会相见 其实 我们上辈子 就是师徒 我们讲好了这辈子 再度重相逢 希望有一天 能够见到你们 谢谢你们 不管多难 学习不能停 每天拿出半个小时 听周老师的视频 好还是不好 和高能量的人做链接 每天拿出半个小时 做慈善 莫因善小而不为 莫因恶小而为之 不是今天我有钱了 做慈善 是我当年没有钱 就做慈善 所以今天才能这么有钱 帮助那些 你能够帮助的人 只有你先成为了 别人的贵人 别人才会成为你的贵人 因为这个宇宙是圆的 每天从笑开始 第一个笑 是无一笑的笑 每天早上起来 先听太棒了那首歌 跟着一起唱 然后开心快乐一整天 每天从笑开始 这里的笑 是孝顺的孝 你要孝顺你的父母 不管他做得有多错 你记住 你都应该感恩父母 他都是来唤醒你的 因为都是你自己选的 还是那句话 不管他曾经对你做过什么 他生了你 他给了你生命 他给了你一次 灵魂修行的机会 所以对父母好 孝顺他 给钱 给他 给他交流 跟他沟通 带他去旅游 你和父亲的关系 是你和财富的关系 你和母亲的关系 是你和婚姻的关系 每天拿出半个小时独处 什么叫独处呢 你可以看推荐的书籍 比如说你在财富上有问题 你可以看 富爸爸穷爸爸 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还有汉维埃克的那本 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 还有秘密 力量 魔力 英雄 这些所有的书 我都印在了给你们的财道笔记本里 你们不需要记 上面都有 你们财富上有问题 就看这些书籍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想修醒 能够觉醒 你可以看张德芬老师的 欲见未知的自己 欲见心想事成的自己 活出全新的自己 让你进入初境 你可以看 不纠结的世界 水之道答案 让你进入感知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课 让你进入不惑 你可以看 与神对话 1234 与神对话 123都叫与神对话 与神对话的第四部 叫与神回家 可以让你入洞穴 你可以看 从未知中解脱 灵魂前的出生前计划 这些书籍 让你直接入天命 这些修行的书籍 和财富的书籍 在财道笔记本上都有印 也可以下载我们的666书友会 都有在那里亲自解读 你可以买本书 几块钱 你不需要找我在我这买 你可以在网上买 你甚至可以在图书馆借 没有钱 更要学习 学了才有钱 咱没有钱 咱有没有钱的学习方法 对还是不对 反正还是那句话 无财不养道 为道是从 就是让你们在这个世界上 获得健康 或者财富 获得所有一些美好的誓愿的 核心秘诀 无财不养道 把钱花在修道上 老天爷给你更多钱 把钱花在吃喝玩乐 嫖赌上 老天爷就会收走你的钱 你的每一分钱 要不就是福报 要不就是业障 不但你赚钱的方式 要不就是福报 要不就是业障 你花钱的方式 要不就是福报 要不就是业障 如果你把钱花在 吃喝嫖赌上 你的钱就是业障 如果你把钱花在学习上 你的钱就是福报 如果你今天做的那个生意 是要靠害别人 比如说电信诈骗 对吧 比如说杀生 你做的是这种行业 再赚钱不要干了 你的身体会很差 给自己的子孙积打得吧 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我还是那句话 人世间最大的悲哀 就是把业障当事业干 人世间最大的福报 是把福报当事业干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帮助更多人 帮助你的家人 过得越来越好 帮助你的员工 过得越来越好 帮助你的顾客 过得越来越好 帮助你的同胞 过得越来越好 帮助你生命当中 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过得越来越好 你在这个世界上 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你的缘 那到底是给他 结善缘 还是给他结恶缘呢 周老师一路走到现在 很简单 那就是我遇到 再垃圾的人 我都给他结个善缘 叫祝善因 结善缘 到最后一定是得善过 如何找到轨道 除了刚才我讲到 要链接更高维持的人 链接那个版本 提升你的能量以外 除了福报以外 还有几个方法 你们知道一个人 为什么会穷吗 你去问一个人 你做什么行业啊 我做IT啊 你打工还是在创业啊 我打工啊 你在哪里做啊 我在这个吉隆坡啊 你为啥在这做啊 我在这出生的呀 我在这上的学 你为啥打工啊 什么人都在打工啊 你为什么做这个行业 我学的是这个行业啊 你就被自己限制在这里面了 你知道吧 你就只能在这哭了你 你的世界就只有这么大 请问谁规定 你学的是这个专业 一定要做这个行业的 请问是谁规定 你在这个地方 出生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工作的 请问是谁规定 你打工 你父母打工 你就一定要打工的 老板的第一大思学 就是用家园思想 活在全球时代 你们知道犹太人 为什么有钱吗 因为犹太人的思维 就是我是全球公民 哪里有钱 哪里就是家 你是哪里人 地球人 你看 就是上过周老师课的人 对不对 但是还不够 对吧 下次周老师问你 你是哪里人 你要说我是宇宙人 也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敢于走出去 能听懂吗 当然了 如果你非要问我说 能不能告诉我 未来的趋势跟前景是什么 现在走火运 你们有没有发现 前面二十年赚钱的 全是做房地产的 因为是走土运 再往前二十年 是不是都搞金融的 因为走金运 而接下来的二十年 走的是什么运 2024年到43年 是走火运 走火运 在座各位 我在这里真的 头行窝地 跟你们讲一段话 第一 你们一定要做 跟火有关的行业 什么跟火有关的行业 跟比如说 直播 互联网 元宇宙 就是跟火有关 就跟电有关的 包括餐饮也是一样 餐饮也可以 殡葬业也是一样 第一个是跟火有关的 第二个是跟电有关的 来第三个 跟虚拟经济有关的 虚拟经济 因为 九子离火运 离挂又是虚的意思 再多个举个例子 你是卖水杯的 你就是食物 而我是卖课程的 我的课程就是卖虚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未来 来还继续 跟美有关的 美能听懂吗 未来的离挂又是美的意思 未来的人会越来越爱美 整容 风胸 风臀 美容 卖化妆品 这个绝对是趋势 然后还有 跟传统文化有关的 跟文化有关的 你们把它写下来 这很重要 如果你们不知道该干啥 你就干我说的这几个行业就完事了 看看有没有感觉 跟美有关的 跟文化有关的 跟火跟电有关的 跟互联网有关的 跟虚拟经济有关的 元宇宙 NFT Web 3.0 对吧 做点这个 跟未来接鬼的事 包括人工智能 对吧 Tank GDP 4.0都出来了 你们要跟那些五行火运声望的人 在一起合作 不跟你开玩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们知不知道 上一个180年 走离火运的时候 世界发生了什么 你们去查一下 蒸汽 第一次人类工业革命 能听懂吗 发明蒸汽机 可以这样讲 就那二十年 把人类直接从农业时代 拉到了现代时代 那二十年的发明创造 发明了什么 发明了蒸汽机 发明了电 然后发明了飞机 发明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汽车 几乎是一夜之间 所以世界局势 也会发生巨变 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点都不夸张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 再狠一点了 你知道你们改变 你们家族命运的机会 还有多久吗 就二十年 未来二十年 整个世界 都会陷入阶层固化 换句话讲 就是寒门再难除归子 因为这个世界的 各行各业都会变得很清晰 就像当现在的韩国 现在的日本 现在的这个美国一样 它几乎很难再出来创业了 为什么中国人能够有这么多的新贵 就是因为改革开放 我们是个发展农国家 但是未来在中国也是一样 二十年皆从固化 换句话讲 就是接下来这二十年 如果你们再不努力的话 你们整个子孙后代 就当工人 就只能当工人了 我说实话 所以这二十年 是你们改变你们 不单是你们命运的机会 是整个子孙后代 最少三代五代人命运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抓住这二十年的机会 这二十年 整个世界将会发生 打的改变 你一旦抓住了 可能一下子就崛起了 再直接一点吧 这二十年全球的财富 会重新分配 我还是那句话 任何事在没有下定决心之前 都很难的 下了决定以后都很简单 叫做 当你真心的下定决心的时候 整个宇宙在下公厅 它会把相应的资源推进你 所以你们知道 你们用宇宙心理法则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 用的没有效吗 你在做房地产 你想一个月赚一百万 结果你天天想的是 我赶快让我开单吧 赶快送我个客户吧 赶快让我赚一百万吧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要限制宇宙 宇宙可以 你只要要一百万就行了 你别管宇宙怎么给你 可能是你的朋友 借你一百万 可能是你买的材料 中了一百万 可能是你跟朋友 一起投资个项目 赚了一百万 可能是你突然一个亲戚走了 给你那个遗产一百万 这什么事都有可能 你不要限制宇宙 因为宇宙是无限的 人的大脑是有限的 你有限的东西 怎么能去理解无限的呢 然后你们去好好听一下 我讲的宇宙心理法则 会颠覆你们对宇宙心理法的认知 我的第一桶金 真的都是通过宇宙心理法则吸的 这位各位 真的不跟你开玩笑 用宇宙心理法则 然后跟着心走 跟着感觉走 当时我给自己定 看到没有 突然有个感觉说 我要换行了 我只有换行才能赚一百万 要去这个地方做那个事 然后去做了 然后就赚了一百万 真的就很神奇 来 最后一张图 我们很多人 在没有听周老师课之前 如同一个井底之蛙 左边没有路 后边没有路 前面也没有路 人生很灰暗 听周老师课的时候 突然发现 哇 周老师 我仰望周老师 然后你就来听我课了 演讲就是拉伸你的境界 我们把你们从这里 拉到了这里 到这以后 你有一种感觉 小马乍兴闲路仔 处鹰仔子恨天敌 你觉得前面有路 后面有路 左边有路 是路 后面也是路 但是当你回到家以后 你那些没有上过 我课程的家人 就会说 老公 我发现你 自从上完课以后 你有点飘 不太落地 他认为这是地 你认为这是地 你想把他拉上来 他想把你拉下去 你是一个人 他们是一群人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被他拉下去了 到最后你做了个决定 成功拿到那么简单 再也不出来上课了 你的人生也就结束了 叫闷声发大财 你就自己 偷摸练好自己的内功 等到你已经 拿到结果了的时候 你的老公就问你了 说老婆 你咋突然收入 这么提升这么多呢 对孩子也好了 对我态度也好了 对我爸妈态度也好了 你是怎么改变的 你说老公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因为我拜了一个高人为师 这个时候 你老公说 哪个高人 来 我给你买张门票 下一次我带你去中国大陆 一起上他的课 他是不是就来了 对不对 结果你一回去就来一句 我告诉你 我们周老师 比你年轻 比你帅 比你钱多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不爱学习 回去把你老公吊了一顿 你老公还会支持你来上课吗 对还是不对 你学完周老师的课 你得运用过去 教你们说话了吗 那天让锦兰老师 教你们说话了吗 话是说给别人听吗 要用别人的方式吗 所以你回去以后跟你老公这么说 亲爱的 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发现我们家之所以赚不着钱 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忘符的女人 我从今天起我要崇拜你 你赢 我陪你军灵天下 你输 我陪你冬山再起 我永远爱你 你就是我心目当中的英雄 你讲到这儿以后 你老公再想 这是什么课 课太牛逼了 你去上 他就支持你来上课了 你知道吧 所以在座的各位 还是那句话 你们回去以后非常兴奋 想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一 九大姑十大婶 老公老婆都带来上课的心情 我很能理解 但是 一定要拿到结果以后 再慢慢影响它 什么叫结果 你上完课赚到钱了 是不是结果 你上完课情绪稳定了 懂得爱老公了 爱老婆了 懂得孝顺父母了 是不是结果 懂得爱孩子了 不发火 不走情绪了 是不是结果 我教你们一招 让你们刚才 我讲到那个能级表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感觉 就是我们在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下三道 我们就练进到了那个低版本的我们 对孩子不对 叫一念成佛 一念成佛 那你们想不想从今天起状态 想不想 我教你们一招 叫带着觉知的活着 才叫活着 随时随地带着觉知 觉察自己的情绪 想象一下 你跟你老公吵架 你其实已经很生气了 但是你还没有发火 你很清楚 很清晰地知道 你老公只要再说一句 你就活了 能不能觉察到 能 能觉察到以后怎么办呢 以前我们就继续在那挺着 结果他真的说了那句话 结果你们就怼起来了 那从今天起来 找你们一个方法 当他被 当他吵你发火的时候 你记住 那不是你的老公 那是他被磨附体了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你也会被磨附体 所以每一次 当我跟我爱人在一起 当我爱人再说一句话 我就火了的时候 我就跑了 然后 等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 我就回来了 他就来了一句 亲爱的你刚才去哪了 我说我出去转转 大能听懂吗 来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就是当你带着觉知活着的时候 你的小孩 在那 在那 在那捣乱 你一直在说他 他还在给你降嘴 你很清楚 你马上就要发火了 他只要再说一句 你就发火了 要打他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看着那个情绪 从你身边滑过去 或者说 再直接一点 跑 跑 出去转一圈 做三个深呼吸 养成习惯 慢慢的那个 磨附你体的时间 变得越来越少 也就是你的灵魂层级 经常被哪个版本的你来接管 你就是哪个灵魂层级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说实话 我真的是一个 非常普通的人 我不知道这两天 你们听清奇先生演讲 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是 他的每一句话 都是那么的触及我的心灵 因为在 17年前 我一无所有 初中毕业 没有人脉 没有资源 然后在工厂上班 在工地上班 就因为 看了一本 穷霸富霸的书籍 他让我的命运魔术般的 发生了改变 他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财商 他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梦想 他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被动收入 他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财富自由 周老师一直在践行着 富霸这套理论 我想用我的结果 告诉我们 今天来现场的 每一个人 清奇先生讲的 每一句话 和他书上写的 每一个真理 都是真实的 因为我就是靠着 他的理论 白手起家 我就是靠着 他的理论 实现财富自由 当周老师 实现了财富自由以后 我就开始登台演讲 因为当我第一次 看清奇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发了个大愿 我说如果 如果我能通过 这本书改变命运 我将来一定会 著书力说站出来 把这么好的学问 带给身边的所有人 帮助曾经跟我一样的人 周老师站在台上 这是第八年 帮助无数人 跟我一样 实现财富自由 其实周老师 已经很少参加这种 世界大师的论坛活动 我自己平均一个月 会办一到两场 两千多人的演讲会 然后我的生活 过得也很惬意 但是当诚之找到我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活动呢 因为真的就是一份感恩 我觉得 如果没有清奇先生 我今天可能还在工地 是因为我的老师 他让我拥有了 我今天拥有的所有的一切 我以前 只要在课程现场 我一定会建议我的学生 买清奇的书籍 买清奇的现金流游戏 这些所有的收益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对老师的一份感恩 所以当诚之的负责人 和我们的范老师 找到周老师的时候 所以我把清奇老师 请到现场 希望周老师 一起来参与这场活动的时候 我说可以 没问题 我没有想过 通过这场活动能赚钱 我就是想通过这场活动 感恩一下我的老师 所以我想做个调查 是因为周老师 或者周老师的企业 邀约到现场 来到今天的同学 请挥手 应该有一多半 我觉得这是我 对我老师的一份感恩 那我今天就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把我这些年的财商心得 给大家做分享 然后把今天清奇先生 上午讲的内容 给大家做一个落地分享 因为可能很多人 没有接触过财商 清奇先生讲到 再多的钱 都不会让你富有 哇 很多人一愣 他听不懂 有钱不就应该会富有吗 清奇老师今天讲说 你今天赚再多钱 都没有用 你要守住你的钱 当我们很多人 都还在 创富这个维持的时候 其实老师已经 从创富到首富 到用富到船富 当今天清奇先生讲 未来两年 美国可能会经济崩盘 甚至会殃及到 整个全球的经济 我们很多人很恐慌 但是清奇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美国经济崩盘 只会让我更加富有 这些很高深的理论 可能我们现场很多同学 不一定能听懂 哇 金融危机来了 不是应该人人都变穷吗 怎么会让新奇先生 越来越富有呢 那今天上午 我将用一个简短的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落地分享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可以吗 周老师就用我的理论 用我的比较直白的语言 来给大家做一个表达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 大家把它写下来 叫做开启富人的秘密 我们来看看穷人和富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97%的人和3%的人 97%的人你可以把它称为穷人 或者普通人 3%的人你可以把它称为富人 那为什么很多人是3%的人 而我们很多人是97%的人 其实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 一出生就是3% 所有人都是从97%的这个向线 走到了3%的向线 就像今天清积先生讲的一样 97%的人为什么是97% 因为他们活在E向线和S向线 什么是E E就是雇员 一辈子为别人工作 没钱没时间 什么是S 自由职业者小老板 一辈子为自己工作 没钱没时间 而3%的人之所以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因为他们进入了B向线和I向线 B向线是什么 企业家 让别人为你工作 你可以拥有被动收入 I向线是什么 投资家 你可以让钱为你工作 那开启富人的秘密 第一条 大家写上 穷人和富人的第一个区别 叫收入方式的不同 在没有学过财商之前 我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人收入方式有区别 在这个世界上 财商的理论 把世界上的收入方式分为两种 第一种写上主动收入 第二种写上被动收入 什么是主动收入 工资收入 劳动收入 你干就有 不干就没有 叫主动收入 什么是被动收入 不干也有的收入 叫做被动收入 97%的人之所以穷 因为97%的人 不管怎么努力工作 他只有主动收入 而3%的人之所以富 因为他们可以不工作 就有钱环游世界 因为他们拥有被动收入 今天你拥有再多的钱 都有可能 今天是你的资产 明天是你的负债 而且在财商理论里面 我们讲到的钱 主要讲的是被动收入 什么是真正正正的财富 真正正正的财富 不是你今天拥有多少钱 而是当你今天停止工作 还能活多久 真正正正的财富 指的是资产 能否为你带来被动收入 如果今天你买了一个房 你买了一个车 但是不能给你带来更多的钱 而且反而把你口袋的钱 掏出去了 富法理论把它叫做 这叫负债 如果你今天买了一个房 你不自己住 而是租出去给别人住 每个月收租金 租金大概越购 这个时候有更多的钱 因为这个房留进你的口袋 这个房子富法把它叫做资产 如果你今天买个车 只是为了炫耀自己开 每天加油啊 交税啊 要停车费啊 这都是负债 如果你因为买了这台车 让更多人相信你 愿意跟你做生意 因为这台车 让你的业绩提升了 这个时候车赛是你的资产 所以这个世界上 穷人和富人的第一个区别 叫做收入方式的不同 你是主动收入 还是被动收入 而我们没有被动收入的人 每天就只能干一件事 大学毕业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 工作 工作是为了什么 赚钱 赚钱怎么办 消费 消费以后没钱了怎么办 继续工作赚钱消费 工作赚钱消费 到死为止 一辈子不敢退休 为钱工作了一辈子 变成了钱的奴隶 而3%的人 每天睡觉 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收金 这辈子什么都不干 为什么 因为当你不用 为钱工作的时候 让钱为你工作 你就会变成钱的领袖 所以你是有钱人 我们不用你的钱 多少来衡量 我们用你的收入方式来衡量 如果今天 你还是主动收入 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向线 怎么样才能够 从主动收入 变成备动收入呢 只需要改变你的向线 从E向线到S向线 到B向线到I向线 包括马云 史玉柱 郭台铭 王永庆 李嘉诚 黄光玉 小普斯 比阿盖斯 他们曾经跟你们一样 都来自E向线 我们不甘于现状 所以开始创业了 变成了一个S向线的小老板 后来企业做大了 请职业经营人 把我们管理 变成了B向线的企业家 后来有钱了 全球投资 用钱为我们工作 变成了I向线的投资家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 很多人在一个向线一待 就待了一辈子 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改变你的向线 周老师第一次 在穷爸爸富爸爸的书上 看到ESBS线中 四向线的时候 我被震惊了 我那个时候 立志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我一定要去到B向线 我一定要去到I向线 你有一个志向吗 如果你问我周老师 到底清晰先生 是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他到底教了你什么 其实他就是 让我生起了一个梦想 我们中国城 有一个圣人 叫王阳明 王阳明先生 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志不立 天下 无可曾之事 为什么王阳明 能够成为古人 能够成为圣人 在他年纪新鸡的时候 有一次问自己老师 一个问题 他说 老师 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他的老师跟他说 那肯定是 孙观发财 考取公民啊 王阳明说 非耶 老师说 那你觉得 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王阳明先生说 天下第一等事 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请命 为往生即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他老师一听 我靠你想成为圣人啊 你一个小屁孩 学习都不行 你还当圣人 太可笑了 王阳明说 凭什么 我就不可以成为圣人 当时王阳明 喊出自己梦想的时候 被无数人嘲笑 但是到最后 王阳明有没有成为圣人 王阳明成为了流芳千古的圣人 李嘉诚的老师是王阳明 马云的老师是王阳明 日本金银之神 道生和福的老师是王阳明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当你有一个宏伟的梦想 你就可以吸引 无数个没有梦想的人 和梦想比你小的人 来为你工作 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你可以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连梦想都没有的话 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你们都知道 在今年的教师节 马云在阿里巴巴 创立20周年的晚会上 宣布退休 他上台有将近 几十万人的阿里员工 在杭州体育馆 举办了一场盛会 把全球阿里的员工 全部叫到体育会上 宣布自己要退休 哇 今天他的身价 是2000多亿美金啊 他上台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他说20年前 我一无所有 但是我只有一个东西 叫梦想 所以马云先生 最喜欢讲那句话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97%的人和3%的人 最大的区别就是 你有梦想吗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一定要给自己 生起一个梦想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 就让大家生起一个梦想 就是因为当年 清奇先生 让我生起了这个梦想 所以我们才会成为我们 那这个梦想 就是四个字 把它写本上 财务自由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 都非常向往 能够达到财务自由的状态 那什么是财富自由 我们在财商的理论里面 有一个公式 把它写下来 财富自由等于 被动收入大于支出 财富自由等于 被动收入大于支出 举个例子吧 今天有一个人 拥有三个亿的身价 请问这个人是穷人 还是富人 很多人说富人 在我看来不是 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人的收入 是主动收入 还是被动收入 这个人在左向线 还是在右向线 如果这个人 靠自己的努力 变成了亿万风 拥有三个亿的资产 但是如果他还是一个 左向线的人 不好意思 在财商的理论里 他不能是富人 因为我们这里的富人 不是用钱的多少来衡量 什么是财富 当你今天停止工作 还能活多久 我们是用时间来衡量 今天你拥有三个亿 但是你拿着三个亿 什么都不干了 做出三公 很快你就会继续成为穷人 而今天如果你拥有 三个亿的资产 什么都不用干 这三个亿的资产 每一年都会给你带来 花不尽的被动收入 这个人才能成为是富人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 什么都请举手 所以真真正正的财商 不是教大家盲目的去追求金钱 成为钱的奴隶 是要教大家掌控金钱 把钱成为我们的工具 钱是什么 钱是货币 钱是如何被人类制造出来的 是因为我们渴望生活的更美好 更便利 所以我们制造出了一个工具 叫钱 但是我们今天非常悲哀的是 我们变成了工具的工具 那什么叫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举个例子 今天有一个人就在广州 就在深圳 有房 有车 家里面每个月最多开销三万块 但是如果他今天 手上有两栋农民房 每个月收租都能收到三十万 请问这个人还需要工作吗 这个人才叫做富人 而且他拥有的是纯被动收入 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广州人 很多深圳人 他们一辈子不需要工作 全家一辈子不需要工作 他们全家一个月最多工作两天 28号超水表 30号收房租 其他时间在家打麻将 因为他们拥有花不完的被动收入 如果你想实现财富自由 除了要知道这个公式以外 你还要知道有两个先决条件 写上第一个条件 人身自由 第二个条件 时间自由 今天有一个老板 他赚了十个亿 结果这个老板犯法了 被抓了 来请问这个老板是富人吗 请问这个老板财富自由了吗 不要说财富自由 人身自由都没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当你是一个真真正正有财商的人 你绝对不会去犯法 因为我们要追求 财商人要追求的目标 是要实现财富自由 要想实现财富自由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是人身自由 一个是时间自由 我为了追求赚钱 结果人都进去了 我要钱干啥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请举手 这叫本末导致 这不是真正正正正的财商 那第二个叫时间自由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有一个老板拥有十个亿的身价 拥有上市公司 但他每天很忙 他忙到没有时间做体检 没有时间休息 没有时间陪家人 来告诉我这个老板实现财富自由了吗 没有 在我看来他还是穷人 他还是97%的人 我还是那句话 要想实现财富自由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是人身自由 一个是时间自由 当你实现了人身自由 时间自由的时候 才能实现财富自由 当你实现了财富自由以后 你才有可能实现心灵自由 才有可能实现灵魂自由 我们人活着是在追求什么 不就是追求两个字吗 自由吗 那要想实现自由 有两个条件 我们人活在两个世界 一个是物质 一个是精神 首先要在物质世界 解决钱的问题 解决了人身自由 时间自由 才能实现财富自由 然后再进入心灵世界 解决更高级的自由 所以当你学完财商以后 你会发现财商人不浮躁 穷人和富人的第二个区别 把它写下来 叫支出方式的不同 或者叫花钱方式的不同 很多人认为财商是教你赚钱的学问 但是我记得当时 我上青旗老师课程的时候 青旗老师首先要教我们 先如何花钱 因为如果一个不会花钱的人 他根本就不可能赚钱 那穷人和富人 在花钱上是天壤之别的 穷人不敢花钱 97%的人每天都在省钱 记住越省钱越少 当你不敢花钱的时候 你认为钱花了就没了的时候 钱花了就真的没了 这叫宇宙吸引力法则 而那些富人就是为了花钱 我曾经采访过 无数个实现财富自由的人 都是一些亿万富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赚钱 说我赚钱就是为了享受 我花钱的那个快感 那个感受啊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 请举手 实现财富自由 有了钱不是让你想干啥就可以干啥 是想不干啥就可以不干啥 听懂的举手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穷人在省钱 富人在花钱 你会发现穷人在花钱买负债 富人在花钱买资产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可能很多人羡慕周老师的成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没有学习之前 跟你们一样 今天很多人羡慕罗伯特清奇先生的成就 你有没有想过 他在没有学习之前 也跟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一样 穷人攒钱不敢花钱 越攒钱越少 富人敢花钱越花钱越多 这是我教的第一条 第二条 当然了 我让你花钱可不是让你瞎花钱啊 穷人和富人的第一个区别 叫收入方式的不同 让我们生起了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叫财富自由 我们有了梦想就要去实现梦想 那怎么去实现梦想 首先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财富自由的计划 把这句话写上 财富自由的计划 不断地增加资产 不断地减少负债 在增加资产后面写上 增加资产就是增加被动收入 在减少负债后面写上 减少负债就是减少支出 那当你不断地增加资产的时候 就是在不断地增加被动收入 不断减少负债的时候 就在不断地减少支出 那总有一天你的被动收入会怎么样 大于你的支出你就实现什么了 财富自由了 讲到这以后你必须得分清楚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你们知道穷人为什么穷吗 就是因为穷人错把负债当资产 错把资产当负债 我们很多人在没有真真正正的学习财商的时候 你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 我采访大家一下 你们有看过穷吧富吧书籍的请举手 来放下 只是偶尔看了那么一遍 其实你压根不是很理解的请举手 来放下 最少看了五遍以上的请举手 来放下 看过十遍以上的请举手 来放下 看过三十遍以上的请举手 我靠就我一个人了 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不一样的吗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请举手 这本书我不是看了五十遍 我除了亲手看了五十遍以外 我还亲手抄了八遍 第一本穷爸爸富爸爸 第二本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第三本富爸爸投资指南 第四本富爸爸聪明的孩子富孩子 第五本富爸爸商学院 第六本富爸爸销售狗 第七本富爸爸提升你的财商 第八本富爸爸女人一定要有钱 第九本 这位各位 这是你跟我的区别 听课听一遍不够 看书看一遍不够 因为你不一定能够把老师的智慧百分之百吸收 就像今天我讲的课一样 可能很多人听过我讲课 但是听一遍不够 如果你听一遍你还是没有搞懂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等于没听 什么是资产 你们认为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 汽车是资产还是负债 股票是资产还是负债 我听到有人喊我资产负债 房子和汽车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不一定哦 看在谁手上哦 在一个有财商的人手上这些东西都会变成资产 在一个没有财商的人手上这些东西都会变成负债 什么是资产 不需要你工作就能把更多的钱装进你口袋的东西叫资产 什么叫负债 不需要你工作就把你的钱从你口袋掏出去的叫负债 一个没有学过财商的人炒房亏钱 炒股亏钱 炒黄金亏钱 买车亏钱 那这些东西都是他的负债 但是有财商的人炒股赚钱 炒黄金赚钱 买房子赚钱 买车也赚钱 那这些东西到他手上都变成了资产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情绪说 那到底什么是资产 穷霸富霸霸里面 清奇先生这么写过一句话 人类唯一的资产 就是你的头脑 既思维方式 既财商 把这句话写上 当你的头脑经过训练 变成资产的时候 所有东西在你手上都是资产 当你头脑没有经过训练 头脑是负债的时候 所有东西在你手上都是负债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那我考考你们好不好 钱是资产还是负债 今天清奇先生是不是讲了这么一句话 反复在讲 今天早上就讲了这一句话 再多的钱都不会让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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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们当时听了什么感觉 懵了 我采访了我坐在旁边很多同学 再多的钱都不会让我富有 我有钱了不就富有了吗 仔细听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没有钱的时候 小日子过得还挺好 结果一有钱 我靠负债了 没有中彩票之前还挺好 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结果中了彩票变成了百万富 结果就开始瞎投资 投完以后我靠 几百万没了还倒亏几千万 很多 为什么 所以讲到这儿我就问你们一句话 钱是资产还是负债 钱只是个工具啊 房子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 黄金是资产还是负债 股票资产还是负债 在一个有财商的人眼睛里面 这些东西都只是工具 这个东西才是资产 秦奇先生 昨天上台虽然很短 但是他也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你想发财 你想致富跟钱多钱少没有关系啊 你们有没有听懂这句话 他说致富跟赚钱没有关系啊 请问马云创业之前有没有钱 李嘉诚创业之前有没有钱 扎克伯格创业之前有没有钱 比尔格尔创业之前有没有钱 就是因为没有钱才去创业啊 有钱谁还去创业 我这一只投资了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的头脑才是你最大的资产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靠脖子以下赚钱 百分之三的人靠脖子以上赚钱 周老师到现在为止 在市面上只要你能听得到的老师的课 我全上过 当然了 罗伯特先生永远是我的人生第一恩师 我上的所有的课 不是为了盲目崇拜那个老师 都是清奇先生让我去上哪个课 我就去上哪个课 你们能听懂吗 很多人说老师 清奇先生让你去上什么课啊 读过穷罢富罢书就知道 清奇先生讲到 财商是有四种能力所构成的 有谁能答出来 你说第一句话就已经错了 销售 我告诉你销售是穷人学的学问 不要再学销售了 当一个老板变成了企业 最大的业务员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老板 请问销售赚来的钱 是主动收入还是配奖收入 是主动收入吗 你去销财有钱 你不销就没钱吗 财商 穷罢富罢那本书里面讲到的 财商的四大能力 第一个能力叫营销 第二个能力叫财务知识 第三个能力叫投资学 第四个能力叫法律 销售跟营销有没有区别 销售是你要卖东西给别人 营销是别人主动要买你东西 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 被动 普通业务员应该学销售 而老板一定要学营销 周老师初中没有毕业 我就因为亲戚先生这句话 知道我干嘛去了吗 我跑到北京大学去蹭课蹭了一年 我跑到深圳大学蹭课蹭了一年 后来别人把我赶出来了 我一想 牛逼啥牛逼 我自己考个大学 初中没有毕业的人要考大学 能不能考上啊 我自学了所有高中的所有科目 我开始考业大 经过周老师不懈的努力 周老师考上了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在座各位 我09年读的是工商管理 我为什么要读工商管理 因为里面有两个学科 是亲戚先生让我学的 一个学科叫统计学 一个学科叫会计学 这两个学科就专门交进财务支持的 一个老板看不懂财务报表 这个老板赚再多钱都会被赔光的 很多老板赚了上个亿 然后没了 这就没有财商啊 而且周老师除了读了一个工商管理 还读了个市场营销 还读了个法律 你能听到意思吗 我为什么要去读法律啊 因为亲戚先生讲 财商是由这四个能力所构成的 本科我读的是金融学 有一些人是根本不学习 那就不用说了 肯定不成功 有一种人说 老师我也爱学习啊 什么老师科我都报啊 这个报一个 这个报一个 我不是我 要建一个房子需要打地基啊 那个地基建文才能一层一层往上盖房子 能不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财商是我的地基 我不是建客就报 我是上的所有的课程都是在财商的基础框架之下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请举手 哎 不是给大家开玩笑的 真的 学财商的人 跟学其他学科的人是不一样的 到最后结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了解真相 你就会发现 财商才是最落地的学科 大家真的一定要践行财商 什么是五大资产 在我们没有 把头脑变成资产的时候 我教你五大资产 那都是搞笑 没有用 但是当你有了财商以后 周老师要跟你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想不想知道 亲戚先生今天讲的那句话的意思 美国两年以后可能经济会破产 但是我会越来越有钱 想不想知道 如何让金融危机 跟你从此没有关系 想不想 接下来这个学问 不是让你富过三代 是让你富过五代 十代 百代的学问 那一定要认真听 当你把头脑变成资产 头脑叫软资产 我们还要需要硬资产 正能把你帮我们变现 头脑是思想嘛 光讲思维那不行 还要讲实际的 还要落地 写上 全球有五大资产 第一个资产 可以自动化运营 并且为你带来正向现金流的企业 第二项资产 不动产 第三项资产 有价证券 股票啊 基金啊 债券啊 保险啊 第四大资产 专利权 著作权 第五大资产 可以保值 升值 流通的物品 如 股丸 字画 黄金 很多人说 中国没有自己的民族品牌 谁说没有 我们中国有一个品牌 已经做了三百多年 经历了明朝 从康熙年前创立 经历了中华民国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品牌都在 这个品牌的名字叫 同仁堂 有听过的请举手 有看过大宅门这部电视剧的请举手 大宅门里面的百草厅 就是同仁堂 为什么今天同仁堂 能够经历这么多的朝代 它依然可以生生不息 今天变成主板上市公司 第一条 白家 不是只有一个百草厅 还有拢期交装 白家不是只有一个药铺的产业 还有自己的绸缎庄 还有自己的很多生意 换句话讲 白家在布局的自己的第一大资产 叫可以自动化运营 并且为你带来正向现金流的企业 第二项资产 叫不动产 也就是房地产 你们有没有发现 白景旗给他妈买个园 给自己再建个园 给自己的姨太太再建个园 而且白家开店铺有一条规定 只买不租 要想让我白草厅在这开店 把账布卖给我 所以 白家不是说开药店赚了多少钱 其实他搞房地产赚了很多钱 你知道吗 几乎民国和清国最牛逼的延接店铺 全在白家手上 讲到这以后很多人是不是说 老师 那个麦当劳不就这样的吗 都知道麦当劳不是卖汉堡的 是做地产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 是先有麦当劳 还是先有咱的同仁堂 我告诉你 麦当劳的盈利模式是超得同仁堂啊 第三大资产 有价证券 股票 基金 债券 保险 在民国的时候 白草厅已经开始卖股份了 来 第四项资产 还记不记得日军清华 抓住了白景旗 非要让白景旗交出几个药方 配方全在白家人手上 这是第四大资产 来 第五大资产 你们有 有没有记得这个场景 就是二奶奶 四行高娃老师演的那个角色 她在病危的时候 把景旗叫过来 跟景旗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说 妈在美国汇丰银行和花锡银行 开了几个保险箱 我存了一些黄金 白银和古丸字画 还有一些贵重药产 他日如果白家有难 你可以把保险箱的这些东西 取出来变现 助咱白家度过危机 有记得过这个场景的请举手 这是第五项资产 换句话讲 为什么同仁堂能够屹立不倒 就是因为他布局了五大资产 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一个亿万富豪 结束了 一个上市公司老总 破产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布局五大资产的概念 有没有这样的老板 今天开了个工厂赚了很多钱 就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投到了这个工厂 房子车子都没时间买 就天天投工厂 机器设备花了几个亿 结果突然有一天 行业被取缔了 环保不达标 不让干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今天炒股赚了很多钱 就把钱都投到股票里 哇赚了很多钱 结果一个股灾 一夜回到解放前 跳楼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巴菲道先生讲了这么一句话 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 我每次讲到这儿 都有人反对我 老师这谁不知道 三岁小孩都知道 我投资股票的 我绝对不可能 花我所有的钱都买一只股票 我告诉你说老师 我一买就买了167只股票 我说那不是还是股票吗 那不还是第三种资产吗 如果股市不好 你不又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吗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清奇先生今天还讲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真相 他说我从来不买股票 投资者有两种 一种叫外部 一种叫内部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巴菲特也是一样 索罗斯也是一样 你们很多人都认为财商等于被动收入 大于支出 等于财富自由 你们创立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帮你赚了被动收入 一个月能赚十万 而且公司不用你管了 你就可以财务自由了 不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他能帮你赚钱 明天有可能没有了 真真正正的财富自由的定义 仔细听啊 不是搭建一条被动收入的管道 五大资产 五五二十五 我最少要拥有二十五条被动收入的管道 每条被动收入的管道 都远远大于我的支出 我才改退休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请举手 我今年开了五家公司 我有房地产公司 金融公司 旅游公司 证券公司 我如果只有一家公司 有没有可能我退休了 结果公司倒闭了 我又要从头再来 但是五家公司同时倒闭 这种机率微乎其微吧 很多人说 也有啊 老师 打仗了 你的公司不就没了吗 金融危机了 你公司倒闭了 没关系 我还有第二项资产 房地产 很多人说了 老师今年房产还能买吗 房子能不能买 如果你想买房的目的是 为了等待升值赚差价 不好意思 房子千万不要买 但是一个学懂了财商的人 没有一个人买房子 是为了赚差价 在富爸爸理论里面有一条 投资有两种收益 第一种叫资本利得 第二种叫现金流 普通人只为资本利得而投资 而高手只为现金流而投资 真真正正有财商的人 只为现金流而投资 而不是为差价而投资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第五大资产是什么 还记得吗 可以流通并保值升值的物品 古丸 字画 黄金 我举个例子啊 我在三年前 让我的弟子买黄金 我的很多弟子相信我买了 都赚了 翻了40% 不相信我的人都亏了 因为那几年房金都在跌嘛 其实我买黄金 从买的那刻起 我就没打算卖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买黄金是为了做资本对冲 买黄金是为了买的就放着 很多人说 那如果说我们盛世 哇国家越来越好了 怎么办 股丸赚钱了 我收藏的股丸赚钱了 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手 叫盛世股丸乱世黄金 那如果说将来 真的有事了怎么办 黄金值钱了 记住一句话 战乱出黄金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如果说打仗了 第一项资产不值钱了 第二项资产不值钱了 第三项资产不值钱了 前四大资产都不值钱了 第五大资产最值钱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亲戚先生讲 他说金融危机 美国明天崩盘了 我就富有了 因为他在全世界不是买黄金 他在买金矿 谢谢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他还有第三大资产 我说了他不是不买股票 第三大资产叫有价证券 股票基金债券保险全属于 今天你买了一个保险 哪怕你公司倒闭了 你的这个保险 是跟你资产做隔离的 你依然有保险的 这个币笼数留于你的管道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第四项资产 今天的清奇先生 再也不干什么东西了 他的书就在全世界卖 他光卖书的钱都够他活了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请去说 这叫第四种资产 那换句话讲 清奇先生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 是因为他布局了五大资产 清奇先生说了 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这个篮子不单只是五大资产 五个篮 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篮 如果今天清奇先生 把他所有的资产都放到美国 美国有一天打仗了 被人诈平了 请问他不就全没了吗 但是不好意思 清奇先生说 我在澳洲有资产 我在亚洲有资产 我在非洲有资产 我在欧洲有资产 我在中国有资产 我在美国有资产 我在中东有资产 换句话讲 美国打仗了 他其他国家的钱 照样可以让他实现财富自由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请举手 布局五大资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全球配置 你要配置属于你的五大资产 当你知道这五大资产是什么 而且懂得怎么配置的时候 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永远实现财富自由 金融危机从此跟你没有关 穷人和富人的第二个区别 叫支出方式的不同 穷人花钱买负债 富人花钱买资产 换句话讲 穷人把钱都花在了 旅游 看电影 买衣服 买包包 享受人生 而富人都把钱花在了 我要投资学习 我要报课 我要学财商 我要买房产 我要开公司 我要自己做一家上市公司 我要收藏古玩字画 我要买黄金 我要买贵金属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手 穷人和富人的第三个区别 写上思维方式的不同 为什么清奇先生有两个爸爸 一个穷爸爸 一个富爸爸 穷爸爸的学历好高 什么都有 教育局局长 而那个富爸爸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到最后穷困潦倒 而有一个越来越富 成为夏威夷最有钱的人 什么不一样 思维不一样 写上 97%的人 他的思维我们把它叫做 穷人思维 3%的人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富人思维 什么是穷人思维 你为什么穷啊 因为我没钱啊 97%的思维模型是 因为没钱 所以不学习 请问不学习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告诉我 更没钱 更没钱 更不学 更不学 更没钱 穷人越来越穷 听懂的举手 你去问一下梁老师 你当年为什么要学习 他会告诉你说 就是因为没钱啊 所以才学习啊 所以有钱啦 所以更学习 更有钱 更学习 更有钱 富人越来越富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 请举手 你今天去问穷人 没钱怎么不去创业啊 他说没钱怎么创啊 借啊 他说亏了咋办 你们有没有发现 穷人的思维是这样的 你去问马云 没钱怎么办 创业啊 没钱怎么创 借啊 亏了呢 马云说万一赚了呢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 请举手 如果讲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 你听不懂的话 在穷人思维后面写上四个字 叫做消极思维 三个字 负能量 富人思维后面写上三个字 积极思维 扩乎正能量 有一部电影 曾经风靡全球 帮助无数人改变命运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秘密 讲的是宇宙细腻法则 有看过的请举手 如果你没看过 一定要回去看一下 我每一次演讲都会感恩 感恩我人生当中的两个贵人 让我的命运魔术般的发生了改变 第一个人 是罗布特清奇先生 他的穷爸爸 富爸爸这本书 彻底的让我生起了梦想 让我人生有了方向 他告诉了我应该怎么去做 但是我学了财商以后 并没有很快的就拿到结果 直到我遇上我人生当中的 第二个贵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朗达白恩 他拍了部电影叫秘密 专门讲宇宙心理法则 我为什么学了财商 我还是没有拿到结果呢 因为学了财商 我的思维改变了 我也懂得了主动输入和并动输入 但是我的内在有没有变 我的内在还是相信我是个穷人 我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周老师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小农村 我的父亲以前是一个专厂的老板 在我没有出生之前 我们家是村里的首富 听懂了啊 非常有钱 结果我出生了 哇哇我一出生家穷了 从我记事开始 我们家里面都有人要债 要债的人络绎不绝 因为我们家发不起工资 欠整个村子里所有人的钱 你能听懂吗 在我15岁那年父亲破产 被人告 被人抓走了 我15岁被迫初中辍学 我进工厂上班 我在工厂当技术工人 学了三个月技术 马上就可以领工资了 老板跑路了 我去修车厂上班 马上学会补轮胎电机汉 马上要领工资了 公司倒闭了 你们知道我在内心 感觉到自己是个什么人吗 扫把星啊 我觉得自己好倒霉啊 我觉得怎么全世界 最倒霉的事都让我碰上了 请问当我的潜意识 当我的内在 觉得我是个倒霉鬼的时候 就算我学了财商 我能致富吗 我学了财商 我都不相信 我能成为百万富 我怎么可能成为 但是当我看完宇宙细腻法则以后 我彻底的被颠覆 我彻底明白了 不是我运气不好 是因为我觉得我运气不好 所以我运气不好 听懂得请去说 你们有没有做过业务员啊 做业务员的时候 我们很辛苦很努力 就是业绩不好 结果咱们工资的第一名 我搞不怎么努力 他业绩很好 然后你就问他 你为什么能成为第一名 他还跟你讲说 因为我运气好啊 当时听完以后 很生气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才发现 原来他讲的是真的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什么是宇宙性立法则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今天早上起来心情很好 结果一天什么都好 今天早上心情不好 什么都不好 好 突然想起了一个 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微信就发过来了 本来没有人找你借钱 结果身边有朋友 找他借钱 你正嘲笑他呢 我靠朋友的借钱电话就来了 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宇宙吸引力法则 就像地心引力一样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从这里跳下去 都要摔到你的 从五十楼跳下去 都要摔死的 什么意思 你脑袋里的想法会成为现实 有一本书叫《思考自负》 你们有没有看过 思考可以自负 这都对 当你脑袋里相信自己 是个穷人的时候 你就会穷 当你脑袋里相信自己 是个富人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富 我们人活在两个世界 一个是物质 一个是精神 内在丰盛 外在富足 内在匮乏 外在贫穷 在《穷爸爸富爸爸》书里面 清奇先生讲了这么一句话 叫颜济肉身 什么叫颜济肉身 清奇先生说 一个穷人为什么穷 因为他每天见人就讲 好穷啊 赚钱好难啊 赚钱哪有那么简单啊 当一个人嘴巴里讲的 全是负面的时候 请问根据宇宙心理法则 会怎么样 会吸引让他更负面的人和事 进入他的生命当中 组成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 禁欲 能听懂这个词吗 禁欲 很多人都说 马云为什么能成功 因为他有好的禁欲嘛 他遇到了 这个蔡崇信嘛 遇到了 遇到了孙正义嘛 别人给了他钱嘛 又遇到了18罗海 我是因为运气不好 你有没有想过 首先是因为马云 相信自己能成功 所以他会吸引 让他更成功的人 进入他生命当中 是因为你内在 觉得自己就会失败 所以你吸引了 让你更失败的人 进入你生命当中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请去收 穷人和富人的第三个区别 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而造成我们 穷人和富人 思维方式不同的 其实是第四个 写上 穷人和富人的第四个区别 意识能量的不同 意识能量的不同 当一个人满脑子都是负能量的时候 这个人怎么可能创造财富啊 当一个人内在满身都是正能量的时候 这个人绝对过得不会差 如果我们所有人随时随地都能保持正能量 我敢保证你的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们今天想拥有的房 车子 钱 都叫物质 物质是由什么组成的 物质是由能量构成的 这个话筒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拿放大镜放到最后 分子原子夸克到最后就是超悬 到最后就是能量 你们吃的不是那个面包 喝的也不是水 喝的吃的都是能量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你的内在是正能量的 你就会吸引正能量的人和事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但是你的内在是负能量的 你就会吸引负能量的人和事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请举手 所以我们很多人之所以有负面思维 其实是跟我们的能量有关 我这句话能不能听懂啊 当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失败了 你会觉得没事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但是当你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 又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挫折 你会想人活着干啥 我怎么这么痛苦 你们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你脑袋里面到底是 集体的思维还是消极的思维 跟你的能量有关 你的能量是正能量 你的脑袋里就会出现积极的思维 而你的内在是负能量 你就会创造负面的思维 美国的一个科学量子物理学家 他做出了一套仪器 这个仪器是可以测出每一个物体的能量的 今天你买了一块百达菲力的手表 花了247万美金 你也今天花了2000块 买了一个仿的百达菲力 来请问这两块手表能量一样还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能测出来的 200万美金的那个手表 做他的那个人的能量 一定比做那块假表的人的那个能量 要高得多得多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请举手 来看一下 这个量子物理学霍金博士的能级表 他把全世界的能量分为两种 一种叫负能量 一种叫正能量 那我们为了让人家能够表示出来 感受到能量的存在 他用了一个人类特有的东西来表达能量 这个东西叫做情绪 来 这说各位 想象一下你人生当中有没有最顺的时候 有没有 你人生最顺的时候来看一看这个能级表 你在哪 很多人都在300分以上 你是积极的 你是宽容的 你是主动的 你是拥有感恩的 那你们人生有没有最不顺的时候 最不顺的时候 看看你的能量在哪 100分以下 愤怒 纠结 痛苦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的思维意识直接拉升了 或者拉高了你的能量 我们人脑有三种意识 一个叫表意识 一个叫意识 一个叫潜意识 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潜意识 而你之所以能够调动潜意识 是因为你的能量是高频的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为什么你必须要改变你的圈子 思维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结果 那什么决定思维 是环境决定思维 为什么这么说 在中国学英语 怎么学都学不会 把你扔到英国 不需要学一出生就会 什么变了 环境变了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个穷人吗 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跟你一样嘛 收入只有三千五千一个月嘛 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全是月入过百万的 你再烂都是月入过几十万的人 你今天在哪个向线 你为什么会在异象线 是因为你身边人都在异象线 你被他们的能量吸引到了异象线 你为什么是个小老板 个体户S向线 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全是个体户小老板 你被他们的能量吸引到了S向线 那换句话讲 你知道吗 如果你身边十个朋友 九个朋友都是主板上市公司老总 你再烂都会上个新三板 听懂的举手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十个朋友 有九个朋友 都是投资家 你再烂都会是一个投资者 你会被他们的能量吸引到I向线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请举手 换句话讲 你被你身边的这些能量给左右了 跟穷人在一起只会让你越来越穷 跟富人在一起只会让你越来越富 所以改变命运不是多努力啊 如果努力可以成功的话 你们知道吗 全世界最成功的应该是农民工 因为他们比谁都努力 记住选择大于努力 人这辈子做对了三个选择 你的人生就有可能让你的命运 魔术般的发生改变 写上 第一个选择 叫选对伴侣 一个女的选做男的 这辈子毁了 一个男的选做女的 祖宗三代都被你毁了 再座各位 历史上有几个帝王是白手起家的 刘邦 刘秀 刘备 朱元璋 请问在刘邦没有找到吕智之前 他是干啥的 最多是个四岁亭长 地痞无赖 老婆都找不到 正经工作都没有 就是个流氓 但是因为他找到了吕智 吕智让他生起了一个梦想 他马上就建立了大汉王朝 请问刘秀 在没有遇到 他的老婆之前 他是干嘛的 就是个放牛娃 这个刘备 在没有遇到他老婆之前 混了三十年 连个地盘都没有 连利锥之地都没有 是因为娶了孙权的妹妹孙上乡 让他有了荆州 以荆州作为利锥之地 夺得蜀汉 建立蜀汉王朝 请问 那个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 朱元璋 当在没有遇到马皇后之前 他是干啥的 那就是个要饭的 黄爵士的和尚 因为遇到了马皇后 遇到了一个正能量的老婆 放大他的格局 升起自愿 建立大明王朝 如果你的另一半 是个负能量的人 你这辈子结束了 你上再多的课都没有用 你说我要去上课 他说老公 你又要去搞传销 你去搞传销 我就给你离婚 你说我要去创业 他说你敢去创业 我就给你离婚 万一亏了咋办 你如果找的是这样的老婆 你怎么能成功啊 如果你找的另一半 是像我们的师母一样 是像我们 罗伯特清奇的太太一样 清奇先生 不管是在最辉煌的时候 他的爱人会陪着他 在最落魄的时候 最失败的时候 他的爱人会陪着他 那种感觉就是 你赢 我陪你君临天下 你输 我陪你东山再起 当你身边有一个 这样的闲灵柱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不成功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们知道吗 人这辈子 最重要的第一个选择 就是选对伴侣 当我看到 我的老师 是因为选对了一个伴侣 让他获得成功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照着师母的标准 来选择我的爱人 今天 在此 我除了要感谢 我们的城市集团 感谢我们的清晰先生以外 周老师还要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 就是周老师的爱人 今天也在课程现场 是因为他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周老师 周老师才能走到今天 周老师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 杨老师永远支持 我创业他支持 我学习他支持 我到处上课 全球上课他支持 我做的任何觉得他都支持 所以才造就了今天的周老师 我也希望你们一定要给自己 做对一次正确的选择 很多说老师选错了咋办 来第二条 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对伴侣 第二个选对圈子 如果你的那个圈子 全是负能量的 全是穷人思维的人在一起 你完了 你结束了 你上再好的课都没有用 必须要改变圈子 改变圈子才能改变命运 来人生当中的第三个选择 老师我前两个全选错了 怎么办 最后一个 选对教练 你今天是谁不重要 你的老师是谁 很重要 因为他能决定你未来能成为谁 你今天跟了一个 非常会演讲的老师 结果这个老师演讲了一辈子 累得要死 只有主动输入 不演讲马上没有输入了 到最后你最多能混成他那样吗 你们能不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周老师这辈子只崇拜一个老师 就是罗伯特清奇 你跟我说谁都没用 因为清奇先生 在25年前就已经实现财富自由 他不需要演讲 演讲是他的爱好 是他的副业 他可以讲也可以不讲 无所谓 因为这点时候对他来讲简直就是 你们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在给自己选教练的时候 一定要给自己选一个 你想活成这样的吗 你想活成这样 你就跟他学 你们还记得今天 罗伯特清奇复发团队里面 那个美国人讲的那个故事吗 他讲的真的是真的呀 很多人外表光鲜亮丽 其实早在破产的边缘了 能听懂吗 这个各位 所以希望你们来到这里 坐在这里听课 你们一定要听懂 不是听老师讲什么 是要听老师背后想讲什么 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的明灯 给自己找一个人生的教练 要学就学一辈子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请去说 穷人和富人的第五个区别 起心动念的不同 清奇先生在九岁的时候 找了他的父爸学习财商 他的父爸说 想让我教你吗 他说对呀 你为我工作我就教你 清奇说好 去我的杂货店 帮我打扫卫生 每个礼拜给你五美分 结果干了两个礼拜 一分钱没有拿到 听懂意思吗 他就找到穷爸爸了 穷爸爸说 马上去告他 他这是剥削同工 你要跟他谈价格 你要让他帮你升职 然后清奇就去了 知道吗 到了富爸那里 以后富爸说 哎 你要干嘛呀 他说我要投诉你 你说过我为你工作 你就会教我 结果你什么都没教我 富爸跟清奇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 我一直在教你呀 你什么都没跟我说 怎么叫教我 富爸说 教东西一定要说的吗 用语言来教人 是最低的级别 我是让你自己感悟生活 生活才是你最好的老师 他为他的富爸爸工作了两个月 什么都没有学到 清奇 富爸爸说 我教了你两个月 你都没见过我 你怎么要教我 教东西一定要说的吗 生活才是你最好的老师啊 来跟我说说 你学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如果你还指责我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不要停止批判我 用心的跟我交流 你将会学到东西 你学到了什么 你是个绿色鬼 你剥削我 你不给我发工资 富爸说 好好好 我给你发 一小时 五美分够吗 清奇没说话 十美分 清奇这个时候 心里面很开心 很想要你知道吗 一美元 我清奇简直就想要 太好了 一美元 我看我就成为妇人了 五美元 清奇没感觉了 知道清奇 为什么没感觉吗 因为在六十年代的 六十年代的美国 一个成人都不可能 一小时赚到五美元 结果当讲到这的时候 老师非常开心地 说了一句话 恭喜你 恭喜你 躲过了成为 富人的第一个陷阱 很多人认为 有钱才能成为富人 如果你刚才 接受了我的工作 你这辈子都完了 你只能成为我的员工 为我打工一辈子 但是你没有接受 所以我现在 要真实教你了 如果你刚才 接受了我的工资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看没看到 在便利店 跟你一起工作的张阿姨 清奇说 看到了 你把你在我便利店 工作的两个月 想象成25年 就是你的人生 清奇这个时候 头脑发懵了 你听你说 对我 我如果接受这份工资 我跟那个阿姨 有什么区别 那个阿姨 据说在那个便利店 已经工作了25年了 富伯就开始说了 穷人之所以穷 就是因为穷人 为钱工作 成为富人的第一课 叫做 富人不为钱工作 让钱为他工作 当你开始 为钱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迷失掉你自己 再说各位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种力 第一种叫动力 第二种叫主力 一个物体动力 大于主力这个物体 就往前走 主力大于动力 这个物体就停止不前 在这个世界上 人这个动物非常奇怪 人这个动物要行动 只有两条 一个是爱 一个是恐惧 爱是人这辈子 最大的动力 恐惧是人这辈子最大的 主力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 人这个动物啊 追求快乐比较重要 还是逃离痛苦比较重要 错 逃离痛苦 对于一般来讲 它的动力 要远远大于追求快乐 因为恐惧的力量 远远大于爱的力量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呢 请举手 你们会为了逃离痛苦而工作 而不会为了追求快乐而工作 我接下来告诉你一个 非常重要的秘密 起心动念决定了你是谁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之所以成为穷人 因为他们的起心动念 是恐惧而不是爱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都是在为恐惧而工作 你们能不能听懂 我的很多的学生告诉我 他从上班的第一天 就想辞职 想了三十年 因为他不敢辞职 他害怕他辞职以后 没有钱付账单怎么办 没有钱买车怎么办 没有钱买房怎么办 没有钱付租金怎么办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为恐惧而工作 记住周老师一句话 因为恐惧而工作 只会让你收获一个更大的恐惧 听懂的举手 你知道百分之三的人 为什么能成为百分之三的人吗 为什么刘翔能成为刘翔 为什么姚明能成为姚明 为什么朗朗能成为朗朗 为什么柯比能成为柯比 为什么马云能成为马云 因为百分之三的人 只为爱而工作 有一个小孩叫柯比 三岁的时候 他摸了一个篮球 有一个叔叔送了他一个礼物 他第一次摸篮球的时候 他就爱上了篮球 当他第一次拍篮球的时候 他听到那个篮球发出的声音 他简直陶醉 他马上找过 他的爸爸说了一句话 我这辈子只打篮球 这辈子什么都不敢 我不想上学 我就想学篮球 你给我找一个 专门学篮球的学校 他爸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爸说你有病啊 你光学篮球不学其他 那怎么能行呢 不行 柯比说了这么一句话 如果人这辈子活着 不能做自己爱的事 我宁可死掉 从此以后 他的爸爸不允许他学其他了 只学篮球 所以柯比才能成为柯比 柯比 应该是NBA历史上 最牛逼的球员 没有之一 他在退役以后 写了一本书叫 柯比的篮球之道 第一句话就把我给震撼了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柯比是这么说的 还记得得到第一个真正的篮球时 我还是个孩子 我喜欢他在我手中的感觉 我对他一见倾心 我甚至舍不得拍他或用他 因为不愿破坏那些鹅卵石般的皮革颗粒 还有那些完美的凹槽 我不想毁了那种奇妙的感觉 我也喜欢他发出的声响 那种在硬木板上 反弹出来的 喷喷喷声 清脆 清晰 一余预测 那是生命之声 光芒之声 这正是我热爱篮球 热爱比赛的一部分原因 也是我篮球知道的根基和 百分之三的人是因为爱而工作 而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是因为恐惧而工作 因为爱而工作的人 他将会死尽浑身泄疏 他根本体验不到什么到累 而因为恐惧而工作的人 他怎么会有动力呢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到底是因为恐惧而工作 还是因为爱而工作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想追求成功 那你知道什么是成功吗 成功就是做你爱的事 成功就是做你有感觉的事 有感觉的做事 有做过销售员的请举手 今天你的公司有很多的产品 请问哪个产品卖的最好 一定是你最爱的那个 你最有感觉的那个产品卖的最好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周老师只对演讲有感觉 我就只做这件事吗 刘翔 只对那个跨栏有感觉 这就只跨栏嘛 所以就跨出了世界第一嘛 姚明对篮球有感觉 刘翔对跨栏有感觉 张国人栋演戏有感觉 麦克尔一个运队唱歌有感觉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对什么有感觉 你可能从来都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什么叫成功 成功就是找到有感觉的事 有感觉的做事 成功就是找到自己的优势 把它发挥到极致 成功就是找到自己的天赋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上帝不会制造垃圾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肩负使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人活着要吃饭 但是你人活着一定不是为了吃饭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 清奇先生 他的人生使命就是传播财商 帮助更多人实现财富自由 所以他做了 这就是他的轨道 当他进入他的轨道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他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那你的轨道是什么 你的使命是什么 很多人说老师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才来学习啊 你能告诉我们我的轨道是什么 跟着感觉走一切全都有 跟着感觉你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轨道 从今天起 如果你做的那件事不是你爱的 不要做了 你们知道人这辈子活着的最大悲哀是什么吗 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 你知道人这辈子活着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找一个爱的人 在爱的地方做爱的事业 人生最高的成功不过如此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我们无数人是因为恐惧而工作 而不是因为爱而工作 硅谷为什么能够引领世界创新 硅谷精神说了这么一句话 硅谷精神是因为要创新所以成功了 中国人是因为想成功所以去创新 马云说这辈子跟钱有关的决策我全做错了 这辈子跟钱没关的决策我全做对了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我们很多人97%的人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97%的人每天大脑里只想一件事就是赚钱 当你97%的人脑袋里只想一件事就是赚钱的时候你是赚不到钱的 根据宇宙性的法则一个每天想赚钱的人一定是穷人 因为你穷才想赚钱嘛 匮乏嘛内在匮乏外在只能贫穷嘛 而3%的人每天脑袋里不是想的钱 就是如何让自己成长 记住成长才会有成果 你们想要的钱房车都只是果而已嘛 你都不成长怎么会有成果呢 我在这里发自内心的告诉大家 周老师从来没有想过赚钱 我想的就是我如何能够让自己今年比去年更进步一点点 因为我知道我进步了 我的财富一定会进步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请举手 如果你说我非要有个目标的话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成长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购买或者说创造属于我自己的资产 因为资产可以带来钱 来 穷人和富人的第一个区别是收入方式的不同 穷人是主动收入 富人是被动收入 知道了这一条 一定要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被动收入 穷人和富人的第二个区别 是花钱方式的不同 要敢于花钱在脖子上购买自己的五大资产 穷人和富人的第三个区别 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让自己变成富人的思维 穷人和富人的第四个区别 是意识能量的不同 一定要开始提升自己的能量 见更有能量的人 穷人和富人的第五个区别 是起心动静的不同 从今天起 心里面不要想我要赚钱 要想我如何成长 97%的企业想的是创业我要赚钱 而3%的企业是 创业是为了帮社会解决更多的问题 那当你这五条全做到了以后 最后一条 只要再能做到最后一条 今天的我们就是明天的你 但是前五条讲啊 大家都觉得很简单 甚至你都听过 但是第六条是最难的 写上 穷人和富人的第六个区别 行动力的不同 行动力的不同 王阿民先生成为千古第一圣人 力功力德力言 成为我国四大圣人之一 王阿民创立的新学到底在讲什么 新学其实就讲了四个字嘛 知行合一 什么叫知行合一 很多人都说了 知行合一很简单 就是知道做到 当你认为知行合一 就是知道做到的时候 你已经把心血整偏了 在王阿民先生的心中 不是知行合一 是知道并且做到 当你认为知道并且做到的时候 你就把知跟行分开了 在王阿民先生的心里面 知就是行 行就是知 脑袋里一个意念 就会产生一个行动 但是我们很多人 为什么脑袋里的想法 它不能够变成事实呢 心中的梦想不能变成现实呢 因为不是真知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问题 写上 真知 假知的问题 什么是假知啊 今天你听了一个课 老师告诉你说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健康真的好重要哦 这叫假知 你听完以后 你觉得对对对 好好好很有道理 但是你回去 该熬夜 该吃夜宵 吃夜宵 该早上睡懒觉 睡懒觉 但是在这里 各位你知道什么叫真知吗 真知就是因为你 常年不吃早餐 结果出问题了 到医院开刀 胃溃疡 出问题了 医生说 再不吃早餐 你会死的 从此以后 我敢保证 不需要任何人跟你讲 你睡得再晚 你一定爬起来吃早餐 什么叫假知 别人告诉你的 叫假知 你自己体验到的 叫真知 写上 你所听到的 看到的 学到的 再好 都叫知识 知识是别人的 很多人说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我告诉你 知识绝对改变不了命运 如果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全世界最有钱的 应该是最有学历的 是吗 不是 来 第二句话 你所体验到的 悟到的 才是你的 叫智慧 你听到的 学到的 看到的 是知识 是别人的 叫十人崖慧 而你自己体验到的 悟到的 叫智慧 智慧 所以你自己 上课的唯一目的 是让你们在现场 升起一个决定 决定 决定命运 新的决定 决定 新的命运 你上了再多老师的课 记了很多的笔记 巴掌都拍红了 但是你没有 生成一个决定 回到家以后 等于零 只有你给自己 升起一个决定 你回去 才有可能去行动 就像 十七年前 很多人都看了 穷巴富巴那本书 但是你没有 升起一个决定 而我升起了一个决定 我的老师 四十五岁 可以财富自由 我一定要超过我的老师 爱老师的表现 就是超越老师 所以我给自己 定了个目标 我要在三十五岁的时候 实现财富自由 周老师二十五岁 实现财富自由 我今天去上了 一个老师的课 我会给自己 升起一个决定 我听了一首歌 我会给自己 生成了一个决定 我看了一本书 会自己生成一个决定 而我们今天 在座的各位 听了以后就听了 这就是你跟我 最大的区别 你们做梦想版 我也做梦想版 你的梦想版 是用笔写的 我的梦想版 是咬破手指 用血写的 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 梦想不需要理由 需要的就是 身上的那股劲 听课最大的收获 就是让自己 生成一个决定 因为只有 生成一个决定 我们才有可能 去行动 记住 在这个地球上 唯一的语言 就是行动 不行动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只有行动 才可以让我们 创造结果 我们听任何一个 老师的课 只要去行动了 这个老师的课 都会有效 你听再好的课 只要不去行动 那个课都对我们 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我们今年在座的 所有的家人们 我希望你们来到这里 一定要给自己 生成一个决定 你是谁 一点都不重要 你给自己 下了一个决定 你给自己 下了一个什么决定 很重要 当年周老师听课 我就给自己 做了一个决定 我听到 亲戚先生的演讲 我就告诉我自己 哇 亲戚先生讲课 讲得太好了 但是他很少来中国 讲在中国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 老师讲财商教育呢 我就给自己 做了一个决定 如果他日有一天 我实现了财富自由 我一定把我下半生 交给财商教育 我要登上讲台 创立培训公司 把我的故事讲出来 帮助更多人 跟我一样实现财富自由 就那个决定 让我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 实现财富自由 就那个决定 让周老师走上讲台 成为了一个超级演说家 就那个决定 让周老师 这条路 一走就走了八年 就在这个时候 周老师又给自己 做了个决定 还有没有可能 有一天我的财商 能够在学校讲呢 未来有没有可能 周老师的财商 能够走进中国的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如果我们每个学校 都有一个财商学 那我相信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超过美国 只日可待 在座各位 一个决定 加上你强烈的行动 就有可能让你的命运 魔术般的发生改变 我可以 我的那些学生可以 你们可不可以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 未来国与国的战争 就是财商与财商的战争 我们很多中国人 跑到美国 去买奢侈品 什么叫奢侈品 有历史吗 几百年创始吗 但是我想问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最有历史的国家 是哪个国家 五千年文明历史 但是为什么今天中国 没有自己一个 奢侈品品牌 因为当我们的品牌 做大以后 因为不懂财商 被资本猎杀 我们今天有没有听过 一个品牌叫可口可乐 它的商标的价值 几千亿美金 但是你们知道吗 中国曾经有一个品牌 的价值远远超过 可口可乐 这个品牌的名字叫 建立宝 听过的举手 李经纬先生 创立的建立宝 被誉为东方摩水 它当年的销量 是可口可乐加百事可乐 全球的总和 但是在我们建立宝 卖到最疯狂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建立宝消失了 市场上整整八年 不是我们不想买建立宝 是根本买不到建立宝 建立宝去哪了 被美国资金收购 品牌直接猎杀 今天虽然我们重新 从美国人手上 拿回了我们的商标 但是市场已经不在了 我们中国也有一个 可乐的名字 叫非常可乐 有没有听过 当年在四川卖得非常火 在做到最鼎盛的时候 百事进入中国 可口进入中国 找咱们合作 说你看你这是 偏居一五的地方品牌 想不想跟我们合作 我们把你给你钱 给你渠道 让你成为世界品牌 我们一听太愿意了 我们认为别人给钱 给我们是跟我们合作 但是其实别人给钱 给我们是为了 拿到我们公司的控股权 直接把这个公司品牌 给灭掉 直接雪 雪藏 当百事可乐入主非常可乐 成为这个品牌最大股东的时候 从此中国再也没有生产出来 一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可乐 这个品牌又一次被外资所列杀了 而外资进入中国列杀的 不单是一个建立宝 不单是一个非常可乐 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 金鸡鞋油中华牙膏 统一美家境乐百事 三小大宝小护士苏蕾 这些品牌今天都消失了 消失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在中国美卖十瓶饮料 有九瓶饮料 是美国人 是日本人 是法国人生产的饮料 在中国美近十个服装店 美近十个酒店 我们今天买的洗发水 是虎腹用品 服装店 换句话讲 今天在中国美消费十块钱 留进了外资的腰包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阿里巴巴上市 马云成为新首富 我们都在欢呼的时候 其实我想告诉你 阿里巴巴上市最大受益者 不是中国人 是日本人 因为孙正义才是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 今天不管是阿里巴巴 不管是百度 不管是腾讯 BET三家巨头 没有一家是中国百分之百控股的企业 为什么 不是马云重压美外 当马云创立阿里巴巴集团的时候 他渴望创立一个全球 最牛逼的B2B平台 来到中国 告诉我们中国老板 投资我一千万 我将超过Facebook 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我们说的是骗子 说的是疯子 到最后 日本的孙正义相信马云 投资2500美金 收购了阿里巴巴 这是真相 19年前 马化登在深圳 创立腾讯 他希望建立一个腾讯帝国 找中国人 融资 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 在腾讯公司 资金积极高危的时候 他愿意把QQ卖掉 卖50万人民币 就可以让QQ这家公司 起死回生 但是在中国 我们愿意拿这个钱去炒股 买房 都不愿意投资腾讯 到最后美国人相信了他 美国成为了这家公司 最大的股东 当年的百度 李延宏在北京 创立百度的时候 他希望融资 找一些百度联盟会员 每个人只需要交五万块 他告诉这些百度联盟的会员 未来百度只要上市 你们手中的股票 全部都会上市 但是在中国594个百度联盟会员 其中有491个是日本人买的 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他 我们说的是骗子 说的是疯子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 阿里巴巴被收购 腾讯被收购 百度被收购 我们今天一个又一个的民主品牌 被外资无情的所收购 为什么 外资进入中国 猎杀的不但是咱们的品牌 不但是猎杀咱们的财富 有猎杀咱们整个中华民族 有一种食品叫转机 请天国的请举手 美国有一家公司 用了25年的时间研究 出来种子 告诉中国人 这个种子种在土地里 可以让我们的产量翻三倍 我们中国河南河北 东三省的人一听 哇翻三倍 而且美国人免费提供种子 马上买过来种 结果种到土地里以后 你们知道吗 翻三倍了没有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个种子只要在我们的土地里 连种三年 未来三年 这个土壤就会产生抗体 如果未来三年 你不再种转型的种子 而是种我们自己的种子 这块土地将会颗粒无收 中国有一个央视主持人 叫小崔 有听过他的请举手 小崔说是 小崔知道了转机的真相 自费跑到美国 日本调查转机的真相 在今天在中国 我们吃的油 吃的玉米 吃的水果 吃的粮食 60%以上是转机 在美国转机不是给人吃的 是给猪 是给狗吃的 在日本 猪和狗都不吃 因为吃完以后 基因会变异 我们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不孕不育医院 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中国 癌症横行 疾病横行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这就是一场猎杀战略 一场猎杀我们中国品牌的战略 我们的中心 我们的华为 成为了全球技术最顶尖的标准制定者 他们开始联盟所有的发达国家 一起来进华为 一起来进中心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未来国与国的战争 就是企业与企业的战争 就是财商与财商的战争 我们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 成形有3700年 我们才是世界第一名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梦想有一天 未来不再是外国人跑到中国 猎杀我们的品牌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梦想有一天 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崛起 重新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伟大最骄傲的民族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梦想 不再是外资中心 中国猎杀我们 而是有一天 我们冲向世界 猎杀他们 中国的强大 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 而我的整个使命 就是要唤醒你们体内的财商 跟着周老师一起钱财商 做好你们自己的企业 做大 做强 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 中国必须要诞生一个 类似于像华为 像中兴这样的民族企业 我们才对得起我们这块土地 对得起我们身上 流淌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血液 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爱我的国家 我爱我的民族 我爱你 中国 来 白板上来 我不知道你们的 现在 将来 未来 是多久 就可能我们每个都会做计划 你的这个现在 你的这个过去 你的这个未来 你可能会做一个月的计划 你可能会做 这个一年的计划 我来给你们看一看 周老师是怎么给自己人生 做计划的 因为设计什么 都不如设计自己的人生 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这个衣服设计出来 这个发型设计出来 这个大厦设计出来 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那设计什么 不如设计自己的人生 我的过去 是人类文明五千年 我的未来 是人类文明五千年 我的当下 就是我活着的这一百年 站在一万年的历史尺度下 来看我此生 不是我要做什么 是红尘需要我做什么 站在一万年的历史尺度下来看 今天的中国 乃至今天的世界 不缺少一个会赚钱的商人 但是缺少一个思想家 在两千五百年前 地球的同一个经纬度里面 诞生了一大批人 这批人的名字叫 苏格拉底 布拉图 亚里士多德 乔达摩 西达多 老子 孔子 他们是同时代人 而且是在地球的同一经纬度 这个形象被科学家把它称为 人类的轴心时代 我们今天用的所有的思想 学说其实全来自于他们的思想 其实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 是上古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和基督文明的冲突 如果将来有一天地球想和平 只有一个方法 天下大同 我们祖先讲的那个世界大同 那个梦才有可能实现 你伤害了一个人 到最后那个伤害 一定会回到你身上 你帮助一个人 到最后那个爱 一定会回到你身上 你已经搞明白了 这个人世间的所有一些 都是你而已 都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的游戏 你想让别人爱你很简单 只需要干一件事 就是娃娃爱别人 就这么简单 所以 周老师我今天听到 你讲那个人类成人 我一下子被你震撼了 我终于明白了 我为什么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我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我从今天起 我触摸到你的思维路径 我要像你一样 升起一套 属于自己的思维体系 好不好 非常好 周老师 您今天讲那个维持太牛逼了 我终于明白了 就是您是在高危 帮我们解决问题 一个老板天天在研究制度 一个老板天天在学习管理 然后天天去忙于管理 那个老板就变成了优秀 当按照您的课程 我们老板只需要知道顶层设计 知道股权架构 知道财商的五大系统 知道运营 知道管理 但是不需要自己去做 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影响那些会管理 会运营来帮我们做 来 这个人通了 这个人通了 领袖 是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去影响一大堆 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做什么来帮我们做 而我们很多老板根本不懂 经营企业 你必须要懂顶层设计 你必须要懂战略布局 你必须要懂商业模式 你必须要懂品牌定位 你必须要懂营销 你必须要懂企业文化搭建 你必须要懂得人才系统的构建 你必须要懂得运营管理 你必须要懂得重抽融资 你必须要懂得全网营销 你必须要懂得连锁复制 你必须要懂得风险管控 你必须要懂得财务 你必须要懂得税务 你必须要懂得如何危机公关 但是这14个模块 上完经营指导以后 我不是一个一个模块 告诉你让你自己去做 而是告诉你这14个模块 如何请相关人来帮你做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才是核心 也就是说 你们知道学习财商 用财商做底层逻辑的创业者 跟没有学习过财商底层逻辑的创业者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就是 没有学过财商做老板 事事轻微 一个人干了2000员工的活 实际上是你养了一帮员工 不是员工养了你 你会越来越累 越来越辛苦 你不是拥有事业 你是被事业所拥有 而学了财商的人 永远底层逻辑就是 我如何让别人帮我干 我如何从优秀进入卓越 我如何从卓越进入辉煌 我如何从辉煌进入神企 公司啥也不干 自动化运营 把公司变成我的资产 把公司变成我真正的事业 我要赚的是被动收入 听懂了吗 能不能感受到财商 周老师 我今天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 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就像您讲的一样 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才能知道我将来 可以变得多伟大 你看 周老师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 今天你讲的东西太好了 我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吸收 你不需要吸收 我讲的再好都是我的 对于我来讲是精华 对你来讲就是食人牙晦 就是垃圾 就是废物 我不需要你学我的 吸收我的 我需要的是你生起你自己的 学别人的叫食人牙晦 自己生起的叫智慧 智慧才是能够为你所用的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吸收我的任何东西 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为了让你吸收 只有一条 唤醒 因为教育的最高经济就是唤醒 唤醒你体内的原本具足 唤醒你体内的原本具足的智慧 这是在告诉你 你的人生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模式 叫无人驾驶 叫沉浮 沉浮于你的生命洪流 来 有没有听过庄舟梦蝶的故事 就庄子有一天啊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呢 变成了一个蝴蝶 庄子呢 他就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我庄舟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呢 还是蝴蝶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 它变成了庄舟呢 如果你问庄子 到底庄舟是真的 还是蝴蝶是真的 庄子会告诉你说 梦是真的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有些人明明是第一次见 你就觉得你事成见过 有些地方明明是第一次来 你就感觉到你一定来过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你走在大街上 明明你走在大街上 你走在前面 但是你就感觉到 后面有人在看你 你一回头 发现真的有人在看你 你不是用眼睛看到了别人在看你 你是用你的高我看到了别人在看你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有一个人在你生命当中曾经出现 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后来他突然消失了 你再也找不到他了 仿佛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你知道画自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炉火纯青 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 进入了一种新的境地 比画境更高的叫做空境 在规律里面 我讲过三个词 第一个词叫五净之巅 第二个词叫变化之美 第三个词叫无我之境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两个世界 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 在我没有看秘密那本书的时候 我就活在物质的世界 虽然我学了财商 但是我没有赚到钱 直到我开始学习秘密 当我学习秘密的时候 当我开始读张德芬的 《遇见未知三部曲》的时候 我开始进入了初境 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 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 那就是内心世界 当我开始掌握宇宙心理法则 把宇宙心理法则用在自己身上 第一次用宇宙心理法则 吸引了一个月 中二十七万的时候 吸引到人当中第一套房 第一套车的时候 我进入了感知 我能感受到那种能量的存在 当我开始用宇宙心理法则 开始吸引到自己的公司 吸引到自己的伴侣 吸引到自己的轨道的时候 我进入了洞玄境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 顺承人逆承仙 玄妙直在颠倒间 当周老师继续学习 继续修行 有一次 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我记得特清楚 那个时候 我正在读那本书 叫做世界上最神奇的二十四堂课 所有人都在那里嘻嘻笑笑 在那里聊天 只有我还在那里看书 那一瞬间 我进入了书里面 我进入了无我之境 仿佛整个世界停止了转动 只剩下了我和那本书 那一刻 我醒了 我知道了我是谁 当我醒来以后 我再看人世间的所有人 我都知道 他们只是我的一个投影而已 那一刻 我拿回来 所以我真真正正的身份 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 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的轨道是什么 我进入了知命 当你进入知命境以后 已经站上了五境之巅 如果再往上走 那就是天气 那就是涅槃 那就是 无人之境 什么叫做无人之境呢 无人之境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空境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 空是万有的意思 佛家的最高境界是空 道家的境界一个字无 它不是讲没有 今天这个地方放了一个苹果 你说这里有个苹果 来 有人把苹果拿走了 你说这里没有苹果了 其实 这个没有的背后有一个有 有一个人看到了 那里没有苹果了 他才会说出 这里没有苹果了 所以真真正正的无 不是没有 是万有 我看到了外面在飘雪 我告诉你说 外面在下雪 你问我 你怎么知道外面在下雪呢 我说 因为我就真是那雪 我曾经做过一场梦 我经常做这个梦 我梦见我自己 就是天上的一个云彩 我渴望回到大海的怀抱 我渴望找到大海 不知道曾几何时 我变成了雨 我变成了冰 我流到了河流里 有一天 我流到了大海里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大海 我变成了大海里的一滴海水 我变成了大海里面的一种浪花 我从南边流到了北边 我流到了北冰阳 我流到了大西洋 我流到了南极 我流到了北极 我终生都在寻找大海 但是殊不知 其实我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我就是大海 那朵浪花就是大海 我一生都在寻找道 殊不知 道也一直在寻找我 它无时无刻不想找到我 因为它无比地爱我 它无时无刻不想让我回家 它无时无刻不在保护我 不在暗示我 不在唤醒我 让我回到它的怀抱 就算我的生命当中 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今天我醒了 我终于你知道了 那也是它要把我 逼到我的轨道的一种方法而已 它在唤醒我 有一次 我跟我一个朋友打乒乓球 我的球技不如他 但是我这个人很爱面子 我特别想赢 但是每一次 当我想赢的时候 我就输了 我觉得打球挺没意思的 突然有一天我在想 为什么要在乎输赢呢 我想起了我在家 跟我家二岁 两岁的孩子玩游戏 他拿一把枪 我拿一把枪 他打我 我打他 然后为了逗孩子开心 当他打我的时候 我就假装倒下 啊 爸爸被你打死了 你赢了 然后我们开始来第二局 第二局我又开始说 爸爸被你打中了 你又赢了 但是到第三局 我正准备中枪倒地的时候 我家儿子倒地了 他说 我被爸爸打中了 爸爸你赢了 那一刻我很好奇 你知道吗 赢你不是还开心吗 然后我的儿子说 如果总是赢 那有什么意思啊 他在乎的根本不是输赢 他在乎的是游戏本身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幸福 我们认为赚到钱就会很幸福 所以我们拼命地赚钱 但是赚到钱以后 发现烦恼更多了 我们认为我们找到爱情就会幸福 但是找到爱情以后 发现麻烦更多了 我们认为成家就会幸福 但是成了家以后 我们依然发现 一地的鸡毛酸皮 到底什么是幸福呢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幸福 第一种幸福叫做绝对幸福 第二种幸福叫做相对幸福 请问你想拥有哪种幸福 有人说我要拥有相对幸福 恭喜你 你现在拥有的就是相对幸福啊 对啊 你找了个老婆 你老婆不支持你学习 长得也挺不好看的 你其实挺痛苦 但是突然今天来这里上课 发现有一个男同学 他没老婆 那一刻你是幸福的 但是突然今天又遇到一同学 然后他把他老婆照片给你一看 长得非常漂亮 那一刻你是痛苦的 也就是众生都活在相对幸福里 相对幸福是什么 是对比 是比较 我们找到了不如我们的人 比较 我们就会幸福 我们找到比我们混得好的人 比较 我们就会痛苦 但是这个世界一山更比一山高 总有人过得比你好 总有人钱比你多 总有人权利比你大 总有人过得比你大 所以这辈子你此生都在对比当中痛苦 但是你知道吗 输赢一点都不重要 人生只是个过程 什么是人生 生死之间就是人生吗 你想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就给自己设计什么样的体验吗 你想拥有幸福的人生 你就给自己设计一个幸福啊 如何拥有绝对幸福 那就是从今天起 把幸福不要当成一个目标 要把幸福当成一个大背景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幸福的大背景之下 让你人生的所有一切 都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不管是生老病死 不管是输赢 不管是吃喝拉撒 不管是赚钱亏钱 不管是升官还是破产 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 让你人世间的所有一切 让你的人生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你就会永远幸福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会幸福 因为当你觉醒以后 你会发现 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吗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场梦啊 那个梦感觉到无比的真实 但是醒来以后才发现这是梦 那如果你在梦里面丢了一块 你最喜欢的百大肥地手表 你会很伤心 但是如果在梦里 你突然发现这是在做梦 你还会伤心吗 你说梦中醒来 你会发伤心吗 你不会 因为你知道那是梦 那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梦 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什么是真实 你的感受就是真实 其他全都是假的 一切皆是幻象 所以你问庄子 是他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 还是蝴蝶做梦梦见变成了庄周 到底庄周是真实的 还是梦是真实的 他会告诉你梦是真实的 什么叫无我之境啊 就是把自己整眉 把自己整眉就是李嘉诚先生讲的那个 追求无我 你知道把自己整眉是一个什么状态吗 你明白了 我处于这个世界 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投影而已 我正在扮演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叫周文强 我是一个演员 我是这部戏的总导演 角色 演员 观察者 我处于这个世界 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什么是空净之美 你知道吗 空净之美 就是当我悟到这一层以后 我告诉我自己说 我不再在乎输赢了 我就给他打这个乒乓球 我就 我就把自己 交给那个洪流 我要看看生命的列车暴 带到哪里去 你知道那一刻 我再给他打乒乓球的时候 我是什么感觉吗 是一种 我在被乒乓球打的感觉 不是我在打乒乓球 是乒乓球在打我 不是我被乒乓球打了 是有一种 更大的存在 他仿佛手握着我 在帮我打乒乓球 我发现我每一个球 都是赢的 那就是空净之美 那就是妙不可言 你知道在我 对方的感受里是什么吗 这他妈不是 人在打乒乓球 人在打乒乓球 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他的角度再刁钻 他的速度再快 你都能接到 就是有一种 被一个更高的存在 在握着我 在帮我打球 就那种感觉 所以 莫扎特的音乐特别好 很多人问他说 你是怎么创造出 那么厉害的音乐 美妙的音乐 他说 我从来没有创造过 一首音乐 是音乐透我 让你们看见了 让你们听见了 尽此而已 每一首音乐 都是透我而来 不是因我而来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物理学家 牛顿从来不敢说 我发明了 地心引力 来 你不能发明 这个宇宙没有的 这个世界没有发明 只有发现 只是他发现了 万有引力 不是他发明了 万有引力 规律就是道 他先天之天 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不可能 创造出规律 但是我们可以 发现规律 我们发现规律 以后就可以 使用规律 在三体里面 那个更高等的文明 比人类文明 比三体更高等的 那个鸽子文明 就是把地球 之下二相伯的 那个文明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宇宙当中 最伟大的武器 是宇宙规律 成功有成功的规律 失败有失败的规律 当你一旦 掌握了成功的规律以后 你整个人生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 学骑自行车吗 别人告诉我们的方法 就是双手握把 脚往上蹬 眼往前看 走 别人一走就走了 我们一走在腰了 但是乘几何时 不知道摔了多少脚 我们仿佛触摸到了 那个规律 再也不摔了 一只手抓把也不摔 两只手都放开 他都不摔 还记得第一次游泳吗 教练告诉我们说 狗跑 挖泳 羊泳 他告诉我们的 所有的方法 他一游就能游 我们一游就喝水 就下沉 不知道喝了多少水 不经意之间 突然触摸到了那个点 掌握了那个规律 从此以后 你怎么游 他都能游 三十年 五十年没有进过游泳馆 你现在下来 你依然忘不了 他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 这就是划进的最高境界 已经如火存清 已经划成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 人 从某种程度来讲 也是一个技能 也是一个载体 你们想不想让自己的人生 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当你的人生 进入自动驾驶模式以后 你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的高我 比你更了解你 因为你的高我 比你更爱你 因为你的高我才知道 哪个地方是你的轨道 哪个地方是你的财 哪个地方是你的坑 我有一个老师 是一个大开悟者 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 一无是处 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没有 婚姻失败 事业失败 他住在一个出租房里 那个出租房也马上到期了 他没钱付房租了 他很痛苦 他有一天晚上不想活了 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痛苦 我为什么要这么倒霉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不想活了 他真的不想活了 他看到那个肮脏的出租屋 他看到自己破落的房间 他对着那个镜子 他要自杀 他说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但他喊到第三遍的时候 他突然 我恨我自己 说明有几个我 有两个我 我才可能恨我自己 说明我没有活出 那个真正的我 所以我才会恨我自己 那一刻他突然发现 他体内有两个我 一个是假我 一个是真我 那个假我就是由我们的头脑 由我们的情绪组成的小我 而那个真我就是那个高我 就是道本身 还记得我刚才讲的 那个浪花的故事吗 浪花一生在寻找大海 说不知其实自己就是大海 来你告诉我 今天在大海里的浪花 它是不是大海 它就是大海啊 那一刻他觉醒了 他感受到了 他回到了宇宙的怀抱 他感受到他真的回家了 他的人生进入了一种巅峰体验 第二天 当他睁开眼睛醒来的时候 还是那个破络的出租房 但是他看哪儿哪儿美 哦 我这个灯好漂亮啊 哦 哦 这家地毯好漂亮啊 这颜色 然后看到窗外 有一棵树 树上还开了一朵小花 它就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 哦 这朵花好漂亮啊 他突然看到那边的花更多 他就情不自禁地往前走 然后他走到了一个公园 他看到公园里面的花草树木 他发现怎么这么美 我以前怎么能没有发现呢 太美了 那一刻他才能明白 什么叫做所有的花都为你而开 所有的景物都为你而安排 小和尚问老和尚 师父 开悟以后是啥感觉呀 师父说 你可不知道 这个开悟以前呀 上山是为了砍柴 砍柴是为了烧火 烧火是为了做饭 做饭是为了吃饭 吃饭是为了吃饱以后去念经送佛 开悟以后啊 上山就是上山 砍柴就是砍柴 烧火就是烧火 做饭就是做饭 总而言之是个字 我在当下 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不都一样吗 当你上山就是为了砍柴的时候 上山的过程会变得极其的痛苦 因为你会抱怨指责 这个山怎么这么难上啊 但是当你上山就是上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上山好美啊 可以看到花可以看到鸟 当你砍柴是为了烧火的时候 你就会边砍边抱怨 因为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这个柴怎么这么难砍呀 但是当你砍柴就是砍柴的时候 你会发现砍柴都会变得很美 砍柴怎么会美呢 小时候有没有爬树 取个树枝来 有了举个手来 开不开心 妈呀能开心好几天 当烧火是为了做饭的时候 烧火的过程很痛苦 但是当烧火就是烧火的时候呢 小时候玩过火的举手 玩火开不开心 妈呀老开心了 周老师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善缘 很有善根的人 话说有一天夏天 有一个蚊子咬我 我就把他抓住了 抓住我手的杀他 我觉得这蚊子也挺不容易 也是混口饭吃 但是我把他放了 把他扔出我的文章外 他又饿死了怎么办呢 我的菩提心就上来了 我就把他放到我妹妹的文章里面去咬 哎呀妈呀 劳开心了 劳开心了 人生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把它写下来 逆流而上 第二种模式把它写下来 顺流而下 一个人的人生 为什么会逆流而上呢 写上 因为你在用小我 你活在头脑的世界里 人有三性 第一 寿性 第二 人性 第三 神性 寿性就是自我 就是我们的表意识 人性 就是本我 就是我们的意识 神性 就是高我 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自我跟本我 括弧 叫头脑 统称 假我 那个高我 括弧 叫真我 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你 如果说真我 你还听不懂的话 就直接一个证 它的名字叫什么 叫道 什么叫寿性啊 来 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 自我就是寿性 他只关心自己 不关注任何人 自我强大的人 最喜欢打别人 最喜欢发脾气 控制不了 来 有没有就是生气以后 仿佛变了一个人 把老婆打了一顿 结果回过神以后 又给老婆道歉 给老婆下跪 抽自己大嘴巴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那个抽自己大嘴巴 就是人 就是人性 人性是被孔子教化出来的 他也是假我 仁义理智性 这些所谓的道德 都是他教化你的 是为了压制你体内的那个魔 那个兽 因为我们人来本来就是动物嘛 人以前就是动物 跟那个动物世界一样的 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这叫体内残存 这叫兽性 这是本性 能听懂吗 这叫各位 那请问兽性 如果主导了这个世界 会发生什么事情 看看动物世界就知道了 那人性 如果主宰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看看人世间就知道了 小时候为父母活 到学校为老师活 娶个老婆为老婆活 生个孩子为孩子活 你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这就是被教化出来的人性 当你活在自我 或者活在本我的这种 驾驶模式下 你的肉身 想象一下 你的肉身就是一台机器 就是一台汽车 你让谁来驾驶 你这个车很重要 你让一个从来没有开过车的人 来驾驶你这个车 他只能够乱撞嘛 一路是乱撞嘛 能听懂再说什么吗 各位 但是如果你交给一个 专业的赛车手呢 那这个车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不就 哒飘哒飘哒一哒飘嘛 来试还是不是 各位 所以 你的人生为什么感觉到 仿佛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 你就感觉到你不顺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在用自我和本我 在驾驶你这台汽车 你知道觉醒和没有觉醒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觉醒为什么佛祖说 把它叫放下 这里指的放下 不是放下性行名利指 是放下你人生的那个方向盘 沉浮于大宇宙 沉浮于你的生命洪流 看它能把你带到哪儿 不再过生活 让生活来过我 不再玉树临风 让风铃玉树 来什么就体验什么 享受变化之美 让你的人生进入宇宙自动驾驶模式 这个感觉美美 这个感觉就是 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道德经》 有一句话叫 大器晚成 但是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 和《楚简版》出土的《道德经》 离经都有将近两千多年了 它们更接近于原文 虽然这四个版本也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是一样的 没有大器晚成 写上四个字叫 大器免成 你们去马王堆 看一看那个老子家一本 你们去《楚简版》 挖出的那个《道德经》 西汉年前的《道德经》 你看看 是哪四个字 叫大器免成 来什么意思 大器晚成 那个字一改 那一有人篡改 我跟你讲那个意思 天壤之别 什么叫大器晚成 大器晚成的意思就是 年轻的时候不能成功 年轻的成功不好 人生最大的三个悲哀 就是年少得志 有没有人这样说 太多人年少得志 那汉武帝还年少得志呢 怎么叫年少得志就不好呢 就是因为受这个思想影响 你知道吧 叫大器晚成 大器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那个皇帝祭天的那个大顶 你知道吧 晚成就是要做很久很久 才能把它做成 大家就会理解成这个意思 但是原文老子讲的是 大器免成 大器免成啥意思啊 体验一下 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器 根本不需要人工 对它进行任何干预 它是天成的 它是浑然天成的 就大器免成 听不懂写上 浑然天成 够直接明牌了 能不能听懂 大器免成 来我问你个问题 刘秀是被人培养出来的 朱元璋被人培养出来的 刘备被人培养出来的 韩新被人教出来的 他生下就是这个命 他只是干了他命中该干的事 此时此刻看一看 你身边的所有一切 我们桌上有水杯 有纸巾 有花 有扇子 这都是人造出来的 人造出来的 来你看看这个房间 有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凳子是不是有凳子的用处啊 桌子是不是有桌子的用处啊 来这个房间 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叫人都不会制造垃圾的 何况是道 何况是高人的一等的存在 他更不会制造垃圾 叫上帝不会制造垃圾 那为啥有这么多垃圾呢 就是这是个纸巾 它是当纸巾用的 你知道吧 结果你非要把它当水杯用 怎么用 这是个水杯 当水杯用的 你非要把它当纸巾用 它怎么用 它是不是就用的别扭 它是不是用的 就不能用 就把它扔了 就变成废物了 如果你只把它当水杯用呢 你会发现它很好用 你知道 你为什么一事无成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一事无成吗 是因为你是一个纸巾 你非要干水杯的事 你再怎么努力 也干不成水杯 是因为你是一个橘子 你非要当苹果 你再怎么伪装 你都变不成苹果 玫瑰 不要羡慕牡丹的澎湃 牡丹 不要羡慕月季的静雅 月季 不要羡慕 玫瑰的娇艳 你是玫瑰 你就开出自己的娇艳 你是牡丹 你就开出自己的澎湃 你是月季 就是开出自己的静雅 就行了 能听懂吗 老子之所以能够得到 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阴阳 道生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项 四项推八卦 八卦演万物 他发现了阴阳以后 他就不痛苦了 他从拥有绝对幸福 变成 他从拥有相对幸福 变成绝对幸福 因为既然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太极图打出来 是不是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好事发生的 背后一定有坏事 坏事发生 背后一定有好事 既然是这样 好事发生了 我很开心 但是我很清楚 这件事 背后一定有阳面 有阳面就有阴面 有黑天就有白天 有男人就有女人 所以他才能收到 叫不宜几杯 误我两望 庄子就是因为整懂了 听懂了老子 给他讲的阴阳学说 所以才能开悟 所以有一天 庄子他老婆死了 在家里唱歌呢 你知道吗 今日我是必成 今日是我 事成之日 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邻居看到就骂他呀 说你这王八蛋 你老媳妇刚死了 你不哭就算了 你还唱歌 他说你怎么懂个屁 我哭能把他哭活吗 来我哭 能把他哭活 我往死里哭 但是我哭不活 他为什么要哭 既然哭没用 为什么哭 为什么不祝福他 你怎么知道 他去的地方 一定比我们不好呢 其实那个时候 庄子已经很清楚了 人死那一刻 都会回到道德怀抱 回家了 给他庆祝一下呀 正常啊 这就是为什么 咱们老人死了 以后要办喜伤 请人操打鼓跳舞 这是庆祝 所以庄子那句话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就修到这种经历 把一个人做到极致了 就什么要把人做到极致 就是圣人无己 没自己了 进入无我状态了 那一刻你就 把人做到极致了 你也不是人了 你就是神 神人无功 就是你修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根本不在乎功名利禄了 那些都是过眼于烟 没有任何用途 就像我们今天看的 秦始皇汉武帝 那么牛逼 但是今天 有什么呀 圣人无名 圣人根本不在乎这些 不在乎这些的 反而反而成为圣灵 在乎这些的 全是假圣贤 就是我今天讲的 叫大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下德无德 下德值得 是以无德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如果能够进入宇宙 驾驶模式 你如果能够把大脑扔掉 完全进入临在的状态 把人生交给自动驾驶模式 你的整个人生会螺旋式上升 教你如何进入临在的状态 教你如何能够24小时 活在喜悦的围次里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们认为男女的言识 是我们很向往的吗 那一刻你是进入临在状态了 所以你会觉得很爽 其实如果你能够 进入临在的状态 你能够把自己修到无我 你们知道是一种什么状态吗 对啊 就是那种状态 就是那种感觉 如果你的工作 都能进入这种状态呢 如果你的工作 能进入这种状态 不用脑流 用心流 哇 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才叫活着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什么叫活着吗 你从来没有活过 你从来没有活过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活着 你根本不知道 你没有体验过 当你一旦体验过 什么叫活着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哇 生命如此美好 就这个女的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跟这个她的舞伴 在跳舞的时候 她站在她头顶的时候 她在想什么 她能不能想 这场舞能赚多少钱 她能不能有念头 她只要运用大脑 一定往下掉 你信不信 她得完全进入 临在的状态 完全进入无我状态 完全进入 交给高我 我想告诉你们个秘密 这个世界所有的发明家 音乐家 钢琴家 舞蹈家 就能称上家的 全是达到了心流的状态 全是在用心流 全是进入临在的状态了 全是把这个躯壳 交给了高我 让高我来接管我的肉身 让道穿越我 这叫以身是道 这个表演叫以身是道 让道穿越我 让你展现出来 道的美 所以这个世界的财富 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我说过 离道越近越有钱 离道越近越幸福 离道越近越健康 所以这个世界财富的 运作规律 就是从那些 不灵在人的口袋 掉到那些 灵在人的口袋 就是那个财富 本来就是道 就是不是说 你们想去道家里 是万事万物 皆从道中来 都想回到道中去 因为你的那个钱 看到我 知道我离道太近了 比你离道近多了 就想把我口袋里钻 能听懂吗 你知道为什么 你听我课 你的大脑在那评判呢 能不能报啊 太贵了 但是就是有一种感觉 仿佛推着你 把你推进我的生命 因为你的高我知道 我是谁 所以 来万松继续 放一下那个刘翔 可比的 就是这个世界有三种人 第一种呢叫黑人 体力最强 第二种人白人 体力稍微比他们弱一点 但是第三种人叫黄种人 知道吧 但是因为我们体力稍嘛 所以在田径上风上 总是黑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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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久而久之 我们都认为 我们是没希望的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道生气了 然后就派了一个人过来 这个人姓刘叫刘翔 就刘翔下凡 就是干这件事的呢 这种嘛 但是当刘翔来了以后 开始搞白米赛跑 那白米赛跑 不是他的轨道 跑了一辈子也没出息 后来突然有一天 他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有一个声音 告诉他说 让他去跨栏 他跟他的老师说 教练我想改赛道 我想去跨栏 所有人全部反对他 你这个训练了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换赛道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领域 刘翔说 我如果这辈子 我不能去试一下的话 我觉得我比死了还难受 我现在很痛苦 我想去试试 就这一试 就试出一个飞人 就试出了一块金牌 打破了所有金仪式纪录 来我们来看看 刘翔雅典奥运会的这个状态 想象一下如果刘翔不去跨栏 比你还普通 周杰伦不去搞音乐 比你还普通 周星驰不去拍电影 比你还普通 周文强不去演讲 比你还普通 能听懂吗 所以要不要进入自己的人生自动驾驶模式 要不要 第一条就是找到自己的轨道 如何找到自己的轨道 有很多种方法 这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确实没问题 举个例子 我发现老子发现了一个规律 叫阴阳规律 刚才讲过了 佛祖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叫英国规律 周老师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叫生命周期 生命能量 我刚才说了 我说这个水杯 它被做出来 它就是当水杯用的 它是有说明书的 它出厂 它有出厂设置的 一个电视机出厂 是有出厂设置的 一个冰箱也是有出厂设置的 来 周杰伦 人出厂有没有说明书啊 你的出生年月 时间八字 就是你的出厂说明书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周杰伦 什么叫生命周期啊 给你们举个例子 你哪一年走什么运 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 先天就已经定好了 你不要怪你命不好 送你们一句话 你上一辈子的福报 换来了你今生的八字 但是其实上帝对我们是公平的 不是说你命好 就一定这辈子就能好 叫做你有一手好牌 也有可能被你打得稀烂 什么叫生命周期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来 我跟这个同学 我们这两年都走大运 我们接下来五年都走没运 我们再过五年又走大运了 我们现在都走大运 我们两个人都往死里干 我们两个都很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以后赚了钱 就狂啊就傲啊就牛逼啊 我知道我五年以后要走没运了 他不知道 结果那五年把那两年赚的钱全亏进去了 五年大运来了 他不知道他大运来了 他去疗伤躲载去了 而我知道五年后 两年以后我要走没运 我这两年拼命干 而那五年我不做 我守 或者找个运势好的人来帮我干 我为后面的五年做布局 结果等我大运来以后 我就拼命干 一下子赚了更多 我们两个人的命运 是不是就截然不同了 我知道你不知道 我们的唯一区别只是因为 我知道你不知道 那什么叫生命能量啊 很简单 比如说我是五行属土的 身弱的土 他也是身弱的土 既然是身弱的土 就要做属土的行业 和属火的行业才能生亡 我们要去南边 南方为火嘛 北方为水嘛 东方为木嘛 西方为金嘛 中方为土嘛 我知道他不知道 我在南方发展 他在北方发展 我做的是火的行业 他做的是水的行业 来 我们两个人的人生 就会截然不同 我就能赚到钱 他就赚不到钱 不是说他不行 是我如果去北方 我做他那个行业 我也不行 你们现在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呢 来举个手来 有人说周老师 真的那么准吗 你们知不知道 四书五经之首就是义经 他已经存在了2500年 在古代考公务员 是必考科目啊 各位 来我问你 哪个富豪盖 盖这种五星酒店 盖这种写字楼 不会找人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啊 反正李嘉诚信 反正王永庆信 反正马云信 我以前也不信 但是后来我发现 那有钱的人都信 没钱的人都不信 我想变有钱 所以我信了 所以我今天有钱了 信不信是你的事 只是因为他掌握了 规则仅此而已 那就是说数学题 你学了你也能算出来 还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以前 我做 我以前在北方发展 怎么都赚不到钱 真的 在北京 后来我就去到了南方 就发财了 因为我立南方 不立北方吗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把公司 搬到海南吗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要在海外 马来西亚 新加坡开公司吗 因为更难 因为更热 你们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吗 知道各位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曾经讲论坛的时候 我在这个平台上讲课 只有两个小时 没有人认识 周文强是谁 我说的都是 七八年前的事 我今天北京讲 非天津 天津讲完非大连 大连讲完以后 非上海 上海讲完以后 南京 南京 北京 然后广州 然后深圳 海南 这些各位 同样的讲稿 同样的状态 我在北方 跟南方比 能差三到五倍 你们是不是觉得 周老师那是你以前 你现在修位 已经修得这么高了 肯定已经跳出五行了 来 跳出了没有 我刚刚在北京开了两场 业绩是我南方的 应该叫做 最少少五到四倍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各位 真的 我一到北方 我就生病了 因为我的身体很敏感 它在提醒我 这不是开玩笑 这不是我 就是 就是你们之所以 今天不信道 是因为你不懂 是因为你无知 当你真真正正 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敬畏它 你真的就会开始敬畏它 各位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 为什么周老师 好 这个生命能量 跟生命周期用到的极致 来 看看周老师的 背后的海报 是不是红紫色 是不是声望我的 是不是有金山 是不是声望我的 来 汇城的logo 是不是一个火山 来火山 火山又是土又有火 我哪个苍天啊 火跟土都是忘我的吗 来 是还是不是 看看你们的凳子什么颜色 对啊 黄色 能听懂吗 周老师 所有一切 真的 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那不是开玩笑的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就是你 就是很喜欢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就是不喜欢你 但是有人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他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老板用人 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用对一个人 起也 上去了 用错一个人 起也 万劫不复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老板用了一个 声望自己的人 螺旋式上升 用了一个 克制自己的人 螺旋式下滑 来 家庭有没有这样 娶对一个女人 家里 螺旋式上升 娶错一个女人 家里 螺旋式上升 一样的 一样的 对不对 就这个东西神奇到什么程度啊 对不对 神奇到 我知道你的生日 和你老公的生日 能知道你们的生活质量 你们能听懂吗 就是 这就是规则 这就是道 来 咱们看看道 就是不知道道有多恐怖啊 对不对 你想快乐吗 你想快乐 你不懂 你这辈子都快乐不了 这个男的 跟这个女的在一起 在一起的一辈子 这个女的是他的初恋 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 在一起 过了十五年 来 过了十五年以后 终于忍不住 他老婆跟他提出离婚了 已经单身五年了 他发现 他为什么不找女人 你知道吗 因为他认为 他自己不行 因为他跟他老婆在一起 从来没有行过 后来我一看 我发现不是你不行 是因为你刚好找的是个 克你的人 所以你不行 来 各位 我送你们一句话 这个世界没有不行的男人 也没有不行的女人 就是这样 其实对这个女人来讲 也是一种伤害 对这个男来讲 更是一种伤害 你知道我这个弟子 我跟他讲了以后 他也半信不信了 大家能听懂 我在说说吗 来 你开了个饭店 这个饭店干黄了 他开了个饭店 这个饭店干活了 这个饭店是同样的饭店 同样的位置 为什么 跟你适不适合 干那个行有关 跟那个地方可能没有关 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各位 你知道自己是 数什么能量的 你可以瞬间找到你的轨道 瞬间知道哪个方位忘你 瞬间知道什么颜色 生忘你 你就通过这个一布局 哇 这个长田 那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我们昨天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说你想改变结果 结果是由行为产生的 行为是由你的思维产生的 那思维就是我们的意识 对不对 我们的意识 决定了我们的思维 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决定了我们的结果 如果今天我们的 我们的意识很低频 很伤心 可能就会 就是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开个玩笑 我们都把他打了一顿 因为我们心情不好 我们能量低 但是如果我们的意识很高位 我们很开心 可能我们的儿子 多调皮 我们都会跟他 很开心地度过了一个下午 所以我们认为 人能量跟什么有关 能量跟意识有关 对不对 是意识决定了 我们的能量的高低 但是我想告诉你 意识有什么决定了 你今天穿成这样 在这里是不是感觉到挺舒服 把你咔扔到北极 你会自己做一个感觉 做一个动作 是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你自己 意识做出来的吗 是那个环境上 你自动做出来的 人是环境的产物 你之所以穷 只是因为你那个环境 造就了你穷 你换个环境 你才有可能负 你不换环境 你永远穷 刘邦如果没有 从四水走出来 他这辈子都是个 都是个四水亭长 最多 刘秀没有从南洋走出来 他这辈子都是个放牛娃 能听懂吗 你们 万说你给他放个视频 放那批马的视频 给他放个视频 这个视频如果看懂了 可以让你们瞬间醒来 可以解决你们 人生90%的问题 钱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不幸福的问题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认真看 认真看 来 掌声有请大屏幕 有一匹马 掉到了泥坑里 这批人想救他 但是他拉不动 太沉了 问你们个问题 马掉到泥潭里了 出不来 自己都放弃了 人都没办法 叫了一匹马 在他旁边转 结果这个马出来了 这是个什么原理啊 这是个什么原理啊 来 这对各位 如果没有那匹 那些马来 这个马肯定会 慢慢慢慢沉下去 因为他自己都已经放弃了 有时候你跟那匹马 你何尝不是那匹马呢 你今天之所以觉得 赚钱很难 是因为你那个环境的人 赚钱都很难 就你在这个场待久了 你就会自然而然地 改变一个想法 那就是 就当你的信念一旦改变 整个人生就完全改变了 因为世界是你相信的样子 世界是你相信的样子 读书怎么可能改变命运呢 来 走的各位 我说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他说读书不能改变命运 你觉得我们俩 谁说的是对的啊 都对 因为我认为读书能改变命运 我就真的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因为他认为读书不能改变命运 所以他读在读书都改变了命运 因为 世界是你相信的样子 所以你知道我跟你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晚上经常有小黑客攻击我 说呀 周老师讲的什么大新帝国 他们讲的全是虚构的 周老师讲的这个量身108条好看 死了数字都不会 就经常攻击我 知道吧 他们殊不知 历史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真相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咱们都没有在2000年前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讲的就一定是错的 你怎么知道那个史书上记得一定是真的 今天有一个同学跟我分享 周老师 我以前我真的就觉得秦始皇 就是暴政啊 修长城啊 哎呀 产无人寰啊 暴君啊 那是因为他被人打败了 能听懂吗 各位 再说了 真相重要吗 我们为的是探讨这个吗 真一假是假一真 假一真是真一假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不真不假不假不真 真假一点都不重要 什么东西能让我变得更好 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他有格局跟境界 因为他有格局境界 让我有了格局境界 让我变得更好 这件事很重要 这句话能不能听懂 这句话能不能听懂 对的各位 我以前有个初恋女友 我分手了 分手以后我就一直告诉我 他为什么给我分手 就是因为我没有钱 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事 也让他后悔 我将来功成名就以后 我一定要在后悔 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后来我赚钱了 我赚钱的第一件事 你知道吗 我演讲了 很厉害了 第一件事 我想方设法 找到他灵异方式 把他约到我的会上 听我课 你知道吧 报完以后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后不后悔 后悔了吧 你当年觉得我没出息 是不是 他说你 他说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我什么时候觉得你没出息了 我说你不就是当年 因为看不起我 所以跟我分手的吗 他说你脑子坏了吧 你 他说你不记得吗 当时你每一次 你跟我说 你去这个地方出差 是为了我 他三门侠的 我经常去三门侠出差 当时在18岁的时候 做电脑 做IT 做渠道 我说我为了你 选了三门侠城市 然后每次去的时候 我都带上他 带上他以后 我去谈客户去了 我说你现在坐这儿 等我一下 我谈完客户以后 咱们就一起去玩 看电影 等我 等我五分钟 我啪 一进去一个半小时 每次都是啪 一进去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最后一次 我进去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说 如果这次你再骗我 我就跟你分手 我说你不会 等我五分钟 啪 三个小时 然后就把客户 拿下我才出来 然后他就跟我 分手了 他分手 他跟我在讲 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种 什么感觉吗 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 但是我又一回忆 我发现 妈呀 好像是 记忆是会被篡改的 你知道吗 成功不是给别人洗脑 真真正正的大成者 是给自己洗脑 你知道吗 给自己疯狂洗脑 让自己相信 自己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我还是那句话 真相不重要 什么能让我变得 更好很重要 如果是因为 我不陪伴他 他跟我分手 那我是不是 就要改变我自己 我要去陪伴 这个小女孩 那我还有事业吗 那我大丈夫 还怎么立胡式之功啊 所以我就篡改了 我的记忆 能听懂吗 这就是高手 高手全是 不开玩笑 你信什么很重要 什么能让我变得更好 我就信什么 什么能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好 我就信什么 他能听懂吗 所以在座的各位 啥都不说了 再回到这匹马 他本身已经放弃了 就是因为 他换了一个能量厂 所有马都在跑 他认为 他妈的我也能跑 我凭什么不能跑 然后跑着跑着 卡 出来了吗 这个能量厂就不一样 你进入这个圈的能一样吗 来是还是不是 这都各位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就是那匹 深陷泥潭的马 我就想带着马群救你 你得 这都各位 记住 最好的配置一定是什么呢 叫阳圣阴符 能听懂吗 这都各位 你们知道啥叫旺夫吗 很多女人 长得胖就叫旺夫 活得个仓天呀 其实每一个女人都旺夫 每一个人都是旺夫女人 不是说长得胖就旺夫 知道吧 能不能听懂这都各位 这个世界没有不忘乎的女人 这个世界没有不行的男人 不要说人要学习 那么猴也得学习吧 这都各位 话说孙悟空啊 你说你没背景没资源 你还能用孙悟空没资源 没背景吗 这些没妈石头缝 你蹦出来的 蹦出来以后 猴都不跟他玩 他想方设法跟猴玩 他说你们看那边有一个水帘洞 有没有人敢跳啊 猴说我们都不敢 他说这样吧 谁敢跳 咱就拜他为 没猴王行不行 行啊 你敢跳吗 我不敢 你们敢跳吗 我们都不敢 说那我试试吧 这一跳不要紧 他变成了没猴王 他拥有了整个猴山的资源 整个猴山说的财富全是他的 从此以后夜夜升歌 但是这个猴突然有一天 看到有一个猴病了 看到有一个猴死了 他就问旁边那个老猴 怎么回事啊 老猴说了 那生灵万物都要经历生老病死啊 那多难受啊 能不能不死 能 怎么做 去哪修道 那我也不知道 去找神仙啊 哪有神仙 海那边可能有 悟空就因为这一句话 驾着一夜偏舟在海上 飘了整整八年要求道 再说各位 八年以后 小船终于靠岸 走在大街上 看到有一个人挑的柴火 边挑柴火边唱歌 今日我是碧城 今日是我 是城之日 悟空一听 这歌太有能量了 普通一下就跪倒了 神仙教我 神仙说我神仙 我不是神仙 那这歌你唱得这么好 这歌不是我写的 谁写的 这歌菩提老祖写的 去哪能够见到菩提老祖 来到海南岛 上了菩提老祖的公开课 悟空有没有学到真本领 那公开课是讲规矩的 真本领要一对一单船 所以这个时候悟空很焦急 怎么样能够让师父 教我真本领呢 中午上课的时候比较困 老师在他后脑手上 敲了三下 悟空说 没有机会 创造机会 老师是不是要晚上三点 收我为徒啊 晚上三点 他就跪在老师的门口 师父一看 何人在门外喧哗 师父是我 你来坐圣 师父不是您说了吗 晚上三点收我为徒吗 师父说我没说 悟空说你就说了 今天你不教我就不走了 你这破猴 进来吧 悟空第一次走进师父的房间 悟空老兴奋了 你知道吗 你真的要拜我为师吗 是的师父 我要跟你学习 这个时候 当悟空拜了菩提老祖为师以后 请问菩提老祖 有没有开始教他真本领 什么没有 传了他七十二般变化 教他金斗云 一个金斗就十万八千里 让悟空从一个普通的泼猴 变成齐天 杀了 是还是不是 在座各位 在座各位 悟空求学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猴都知道学习 要的是你修到的决心 得学习 得成长 你今天经营企业那点破事 经营家庭 经营孩子那点破事 就站在我的这个高度 解决太简单了 so easy 直接在投影员 帮你解决 那个向瞬间改变 我再说一遍 道是真实存在的 教大家各位 不是跟你开玩笑 来 健康 有没有健康的道 你为什么会生病啊 你每天熬夜 你能不生病吗 你每天吃东西 全部吃的都是一些 有害食品 你能不生病吗 来 你每天心情愉解 你能不生病吗 如果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如果你吃的食物 全是干净的 健康的 来 你会生病吗 你不会生病 你要与道合呀 但是你不知道 什么是道 我知道 我离道比你离道更近 离道越来越近 好还是不好 在这儿各位 有人说 周老师啊 就是您刚才讲的 我真的觉得真的好 但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跟您学了 到底您想带我们去哪 你想让我们学会以后做什么 来 在这儿各位 我想让你们做什么 一 我想让你好 我想让你自己活出来 我想干嘛 很简单 我希望把我的一生本领传出去 传出去 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学到这些课程 我们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强盛的王朝 就是因为有两个人 一个叫秦日皇 一个叫孔子 一文一武 光有武力统一 不够 还得有文化 而孔子的文化 之所以能够传承到今天 靠的不是恐求一个人 靠的是孔子的种弟子 靠的是他的子路 靠的是子贡 靠的是严徽 那个王阳明的智慧 今天能够传承五百年 影响了道生和夫 他做了两家世界五百强 他腰盘挂个印 此生指负王阳明 是因为他有许爱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为什么今天的埃及人 不认识自己的文字 为什么今天的希腊人 不认识自己的文字 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的文明 出现了断层 你们知道有一个制度 是让中国文明 传承五千年的核心是什么吗 师徒制 是师徒制 让中华的文明 能够渊源流畅 接下来 今天下午的最后一个短片 如果这个短片你们看懂了 你真的整个人生 可能都会被唤醒 如果这个短片 你没有看懂 真的 你这两天的课真的白学了 我再说一遍 我今天讲的每一句话 看似在讲这个 其实我不是为了讲这个 我在给你们种种子 我在给你们买礼物 你要拆礼物 我在给你们买彩蛋 通过我的一句话 通过我分享的一个故事 让你醒了 你的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看这个视频之前 我再给大家讲一遍 我是怎么样找到我轨道的 我希望用我的故事 让你们找到天启 让你们都能找到你自己的轨道 让你们都能够从手动驾驶模式 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好还是不好 认真听啊 很重要 在座各位 我问你们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发现 周老师在2020年 遇到至暗时刻的时候 刚好有一部电影上映 刚好那个情况跟我一样 讲的是姜子牙的故事 我看了姜子牙的故事 让我拿到了力量 对还是不对 突然又有一部电影上映 叫保你平安 刚好讲的就是网报 刚好我讲了以后 哇 又让我从这个事件里面 上升了个更高的维度 来解决了我当下的问题 来我 我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的助理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师父 每次你遇到危机 就刚好有一部电影 仿佛就是为你而拍的 是吗 不是 不是 你的道 无处不在 你在找道 道也在找你 你看的每一部电影里面 都是道 你听的每一首音乐里面 都是道 你见的每一个人里面 都是道 你经历的每一件事里面 都是道 你的道 在想方设法地唤醒你 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 它一直在你的身边 只是你从来没有细心观察过 周老师15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破产 然后呢 那个时候 我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读书 还有一个就是出来打工 所以我初中辍学了 我初中辍学以后 进过工地 进过工厂 摆过地摊 坐过修车工人 学过补轮胎 学过电梯汉 坐过车床工人 锯床工人 磨床工人 洗床工人 当过厨师 但是到最后 学艺一事无成 到最后的妈妈 只让我去工地上班 工地窝钢筋 开始建楼盖房子 到最后架高压线 我认为我的人生 可能已经到底了 也只能这样了 但是我不服输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不想过这样的生命 甚至我觉得 如果我这辈子 只能在工地 我宁可去死 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我端着碗 正准备吃饭 我从来没有进去房间 进去餐厅 跟那帮农民工在一起吃饭 因为我觉得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人 因为我觉得 我这是暂时的 我不能成为他们 但是那一刻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鬼使神差的 就跟着感觉 走进了餐厅 我坐在墙角 蹲在墙角吃饭的时候 河南都市频道 放了一个电视节目 这个电视节目呢 是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讲的就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一场戏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 这个戏里的主角 你有可能是唱花旦的 你有可能是唱老包的 你有可能是唱小生的 你如果现在演了那个角色 你很不爽 不是因为你不行 只是因为你演错角色了 可能你是演一个小生 但是你非要演一个花旦 你知道那个广告 我感觉到仿佛 就是为我而拍的 你知道吗 那一刻仿佛有一个声音 在告诉我说 曾文强你不所以工地 你应该继续学习 我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 你知道吗 我从那一刻做了个决定 我下一年不要再工地了 我要出来学习 我不知道要学啥 当我过年 把我赚了四千三百块钱 交给我的妈妈 我正准备想 明年我要去学啥 我不知道该学啥的时候 我们农村有集会 我就去到了农村的集会上 看到有一帮人 穿着西服 打着领带 在那里发传单 那个传单的第一句话叫做 学习改变命运 知识改变人生 我马上回去就告诉我妈 我说妈我要学习 我妈说不行 我说为啥 她说万一学会以后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你听我妈的话 别瞎折腾了 我爸都给你算过卦了 你就跟你爸一样 在工厂当个男工人 娶个女工人 生个小工人的命 在座各位 我很孝顺 我从来没有跟我妈 红过脸 但是那一刻 我跟我妈讲 我说如果我这辈子 只能当一个工人 我会后悔的 我会恨我自己的 我也会恨你的 我希望为我的人生 买单一次 我希望为我的梦想 买单一次 如果我输了 我不后悔 这个世界我来过 我奋斗过 我努力过 我不后悔 我不在乎结局 来 你觉得 我有没有说服我的妈妈 我的妈说滚 到了河南省方圆 电脑学校 交完钱以后 我没有一分钱 我露宿街头 在街上睡了两天 在旁边游荡 找了一个网吧 兼职做网管 白天上课 晚上做网管 每天睡不到 两三个小时 老板管吃管住 一个月给我开 两百块钱薪水 那一年 我是这样度过的 那一年发现了 一个小插曲 有一天 我在学校 这个楼顶 然后呢 跟同学聊天 突然有一个女的 打电话 把电话摔个粉碎 然后就从五楼上 众生一跃 再说各位 我同学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但是她没有动 我那一刻 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 让我冲了过去 抱住了她的脚踝 我把她救了上来 当我把她救了上来以后 你知道吗 她说 她说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我要死 我那个朋友也说 她说你疯了 你冲过去 救她的时候 如果她的那个重力 把你带下去以后 你也会死的 你知道吗 我说我当时 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把她救了 她认我做干弟弟 我认她做干姐姐 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 她说弟弟 你想做什么 姐来帮你 我说我特别喜欢历史 我想去 洛阳 但是我在洛阳不认识人 她说行 我男朋友就是洛阳的 现在跟我和好了 你姐夫 我给你找工作 我毕业以后 就被她安排到了洛阳 洛阳 七里河 十几天早城 我在那边租了个房 一共就两百多块钱 交完以后就没有钱了 我跟我老板说要辞职 我老板说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不敢早说呀 然后扣了我的破坏件 不给我 扣了我工资不给我 我在那求了别人半小时 我恨不得给别人跪下了 到最后别人扣了我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工资 只给我发了一百 一百块钱甩到我的脸上 我永远记得我弯腰捡起了一百块钱的场景 我告诉我自己 我这种一场一定会比你混得好 我最好的同学 借了我三百五十块 我怀揣四百五十块走天下 从此再也没有找过母亲要一分钱 那天我十八岁 我害怕 我住旅馆 我害怕我的钱被偷 能听懂吗 我买了个带拉链的三角裤 把钱放进去 还把那个针线 把那个缝 缝起来 能听懂吗 然后抱着我的三角裤 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找到了房子 交完房租以后 我几乎没有剩什么钱了 我每天早上不吃饭 中午只吃一顿饭 晚上不吃饭 每个礼拜要攒钱 给我妈妈回电话 让我妈妈知道我是安全的 那个时候我没有手机 我不知道什么是手机 那个时候我没有银行卡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银行卡 单身一人付洛阳 我记得 就是坚持到第25天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一分钱了 我已经做好了挨饿的准备了 结果那天发工资 发了一百七十块钱 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呢 做做做做做做做的还挺好 然后呢做成了我们公司的第一名 有一次刚好碰上我们老板生日 老板就请我们去那家吃饭 你知道我第一次进小区啊 然后开了那个小轿车 咱也不认识啥车 就进到那个房子 妈呀 我当时我的想法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老板开会说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就记住 我就一个声音 他才35岁 他拥有35个员工 能够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能够开上这么好的车 35岁我比他更牛逼 就那一刻我就 我就种了这个种子 你知道吗 后来北京 后来郑州一个老板 看上了我就把我拉到了郑州 然后跟他一起跑业务 做渠道 后来我郑州老板 给我介绍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们的供应商 来自深圳 深圳的林总 他是我 人生当中建的第一个千万富翁 老板让我陪他喝酒 所有人都在陪他喝酒 只有我问他问题 我拿个小本本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习惯 你知道吗 就是拿个小本本 逢人就问问题 那个时候已经看了 穷爸父爸爸了 我已经生起梦想了 我问那个林总 我说林总 您是怎么摆手起家的 我听我老板说 您小学都没有毕业 您是怎么成为千万富翁的 他说小州啊 你每一年花多少钱 花多少时间 花多少精力 在自己的学习成长上 那一刻把我问呆了 我从来没有在学习上花过钱 我最多就买过几本书而已 他说我告诉你 我每一年拿出 前面的奋斗那十几年 我几乎拿出我80%的钱 投资学习成长 我在北大上课上了一年 我在清华上了两年 我说你小学都没有毕业 怎么能上北大清华呢 他说北大清华 我冒充北大学生进去蹭课呀 很多的这个大学生 很多的那个很成功的人 是跟我们讲课呀 我说我是这样的吗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要去北京 我要去北大 我要去清华 后来因为老板干了一年 都不过我们发工资 我们几个哥几个就辞职了 就来到了深圳 来到深圳以后 仿佛来深圳是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来深圳干了几个月 我就去北京 我就去北大了 但是我告诉你 老天爷给你安排的 任何一件事 都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来深圳 虽然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是我认识了杨老师 我把杨老师拐到了北京 白天上班 晚上我们就去北大乘客 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 我们住在北京香山 离北京五环外非常远 因为我们在中关村上班 为什么在中关上班 我不是为了上班 我是为了去北大乘客 然后呢 但是那个房子太贵了 每一次六点钟下班 我会坐公交车 走到北大东门 从北大东门走到北大西门 找教室 有一个校园一脚贴上 哪个企业家过来分享 等他上来分享的时候 我在台下听他演讲 那个时候我就生起一个感觉 他是80后 我也是80后 他是亿万富 为什么我不可以成为亿万富 有一次是商界杂志的老总 在那边分享 而且他以为我是北大学生 你知道吗 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本商界杂志 从此以后 我就每一个月 必买商界杂志 我不懂什么是IPO 我不懂什么是品牌 我不懂什么是股权 我不知道谁是马斯克 我也不知道谁是马云 谁是郭台铭 谁是史玉柱 我全部是通过商界杂志认识的 那本杂志我看了18年 每期必看 有无数次的夜晚 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六点钟下班 没有时间吃饭 跑到北京乘客 听到九点半下课 我们要开始跑 要奔跑 要从北大西门 跑到北大东门 坐最后一班 发往相三的车 如果没有赶上那班车 我们要打车 打车对我们来讲 那个时候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有无数次的夜晚 在北京大学纷飞 在北大校园 周老师牵着杨老师 在大学里面奔跑 一不小心 咔嚓摔倒了 重新起来继续跑 跑得浑身湿汗 赶到最后一班公交车 那就是我们那一年 在北京的日子 后来我们回到了深圳 在深圳开始创业 做房地产 然后呢 他做金融 然后后来我又做明星代言 后来我又做企业咨询 然后反正做了很多行业 但是我没有找到我的轨道 我没有赚到钱 我没有实现财富自由 就在这一刻 我还是习惯性地 看商界杂志 看图书馆的书籍 有一个商界杂志 08年的时候 写了一篇 介绍了一部电影 叫《在云端》 讲的是企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08年很多大公司裁员 然后有一部电影叫《在云端》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我看到那一篇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就是心里噗通噗通乱跳 你知道吗 我在想 这是不是老天爷要提醒我呢 我回去就看了《在云端》的电影 我看完以后我就在想 哇 我要创业 我要做心理咨询 我要做国内第一家心理咨询公司 再说 各位你知道吗 当我想做心理咨询的时候 我要去心理咨询公司上班 我跑遍整个深圳所有的人才市场 没有一家心理咨询公司招聘 我没有放弃 我不会像你们那样轻言放弃 我要想做的事 我一定会想方便把它做成 你们知道我绞尽脑子 想到了一个什么方法吗 我找到深圳工商局的网站 把在深圳注册的所有心理咨询公司 全部搜索了出来 一家一家百度 看到他有没有网址 有网址我就找他有没有投简历的邮箱 有邮箱我就写介绍信发出去 一百多家公司 到最后我只搜索不到二十五家 写了二十五封信寄出来 没有一封打理我 我开始一家一家打电话 你好 我是周文强 我给您投了一封简历 然后您公司现在还招人吗 不好意思 不用了 啪 挂了 再说各位 二十五家有二十家都拒绝了我 你知道吗 我打了二十通电话都拒绝了我 我打到第二十一通电话时 我告诉我自己 这家我必须拿下 不然我没有机会了 我告诉我自己 我周文强强办成的事 我一定能办成 我说你好 你先不要挂电话 您看到我简历了吗 我叫周文强强 他说我看到了 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学历不够 你也不是我们心理咨询专业的 所以我们不招 我说您这样 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是房地产行业的销售冠军 您可以尝试跟我面谈一下 我不要工资都可以 我终于争取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 就因为那次面试 我进入了那家心理培训公司 就是因为我进入了那个心理咨询公司 我看了张德芬的书 张德芬里面书里面 推集了一部电影叫《秘密》 我看了那部《秘密》 我看完那部《秘密》以后 我一直在寻找秘密背后的秘密 然后我找到了《硅谷经书》 我找到了《世界上最深圳二十堂课》 我看了很多跟《宇宙心理法》都有关的书籍 就是后来我赚到钱以后 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做什么呢 我现在有钱了也有房了 我现在也实现财富自由了 我可以什么都不用干了 我逢人就推荐《富八穷八八》这本书 我逢人就推荐《秘密》这本书 然后就有一个 突然有一天 就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 《秘密》我觉得你应该做培训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你那个《老师罗伯的心》 那个书写得太好了 那他不讲个了吗 我觉得你跟我们讲讲吧 当他跟我讲到这儿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你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不会觉得那是人在跟我讲话 我会很细心地观察这个生活 我会在想哪一句是老天爷想跟我讲的 当他跟我讲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 有没有可能是高我通过他来跟我讲话 我马上就回去 问我的那个同学 我说你觉得我做培训可以吗 那个时候我在读业大 读工商管理 读专科 我是班长 我找我的副班 他说可以啊班长 你太适合了 我回去找我老婆 我说你觉得我做培训可以吗 他说你太可以了 我在想来 既然三个人都说我可以 很有可能这就是我的轨道 我就开始进入讲课 当进入讲课以后后面的故事 你们都知道了 一发不可收拾 一战成名 我讲我是如何找到的故事 是想告诉你 是想告诉你 天启 天启 五境之巅的境界叫天启 老天爷会想尽一切办法唤醒你 把你推到你的轨道里 你听到的每一首歌 你看到的每一场电影都有可能 是老天爷借这首歌来典型你 是你的高我借这首歌来典型你 你在找道的同时 道也在找你 他无比地爱你 他无时无刻不想唤醒你 不想把你引到你的轨道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情绪手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知道吗 三年前 这个习惯我保持到现在 两年前 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讲 你到童话平台吗 我什么童话平台 一个培训公司 我没听过 第二个人又说 周老师 你知道那个童话平台吗 我什么玩意儿不知道 后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明天去童话平台上课 那一刻你知道吗 一件事重复发生三次 如果是你 你可能就滑过去了 我不会 我是一个很细心观察生活的人 我告诉我自己说 这又是不是高我给我的礼物啊 我要去 我就去了童话平台 我去了那个平台 我就认识了一个道家的师傅 我认识了道家的师傅以后 他也认识我 他也是我的粉丝 诶 各位 你知不知道 就很多人说 你没有机会 我想告诉你 机会无处不在 很多人说 我听不到高我对我的呼唤 高我无处不在 只是你没有细心观察 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 所有的花都为你而开 所有的景物都为你而安排 但是你不看 花就白开了 所有的花都为你而开 所有的景物都为你而安排 连我都是为你而来 你说人生如秀 我说人生如梦 那有什么不同 不都一样朦胧 朦胧中有你 朦胧中有我 有你有我就已经足够 我们肯定前世就相爱过 说好了这声 再度重向方 来 给大家放今天下午最后一个影片 我希望可以唤醒你 开启你们的天启之路 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跟着心流找到自己的轨道 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从手动驾驶模式进入 自动驾驶模式 好还是不好 好 来 万总 点击里的中国 认真看 今天下午最后一个视频了 很重要 今天上午 我们放了 华夏五千年的帝王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离你太远 我相信 这些人离你会更近 陈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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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时珍 司马迁 孔子 孟子 王阳明 老子 他们跟你我一样也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 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轻使流明呢 因为他们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你亦可以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如果你不可以 你不会出现在今天这个会场 孔子曾经入州问道于老子 他想知道他的轨道 他想知道他的使命 回来以后 他就笑得合不拢嘴 众弟子大惑不解就问他 说师父 你学啥了 你笑成这样啊 开心成这样啊 孔子说了 招闻道 稀死可以 就早上让我知道道是啥了 反正让我死都是 那当年 老子到底给孔子讲啥了 他这么兴奋 孔子问道于老子 老子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天命 你要问你的天命对吗 天命 为之性 结果孔子没有误道 所以老子说的第二句话 率性 为之道 孔子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误动 直到最后 老子又说了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几乎就是名牌了 不用猜了 修道 为之教 这三句话来自于忠庸 忠庸最早出自于李济 李济最早就是孔子的嫡孙 他的嫡孙孔吉写的 那是孔子生前跟他讲的 老子跟我讲的这三句话 忠庸到最后变成了和世俗五经同名的 进入了世俗之首啊 就这三句话 为什么孔子人生如此坎坷呀 你孔子以前啥也不是啊 你是教书的 中国第一个开培训公司的 那个时候全是官学 他是第一个开私学的 靠教书赚钱了 有名了 想当官 当官了 结果到最后又被八官了 被逐出国境 差点下了大理事的遭遇 后来他不死心呢 还是想推广这些政治学说呀 想搞政治啊 想当官啊 所有国家都不要他 直到最后他被围于陈蔡 差点饿死 他的弟子子贡 跑到楚国搬了救兵 才救他一命 人家陈蔡说得很清楚 你只要不去楚国 不帮楚国 我们就放过你 不 楚国是他最后的希望啊 救兵来了以后 孔子终于解围了 但是当孔子到了楚国以后 才发现楚王轰了 楚王死了 他没有后退这路了 到最后他 再想起当年 老子跟他讲的那句话 天命未知性 啥意思啊 想找到自己的天命 想找到自己的轨道 很简单 率性而为 率性未知道 孔子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到底是喜欢当官从政 还是喜欢教学 你喜欢教学 但是你认为 从政才能帮助天下的灵敏百姓 所以你选择了一条 根本不是你轨道的路 这个时候他终于明白了 他想回国教书 他回不去 他的人生才开始进入自己的轨道 当他从此进入自己的轨道以后 从此他的人生 那顺得不像话 就变成了圣人了 这位各位 有去过渠府的请举手 来去孔子家看一看 孔子养活的一帮百姓啊 渠府人不需要出去上班 全世界的人都会去到渠府旅游 你随便在那坐在买卖 都能过活 孔子所有所有的子孙 都被他所庇佑啊 庇佑到现在已经七十多代了 所有的皇帝 不管是元朝的 不管是清朝的 只要来到我们这儿 首先第一就是撤封孔家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孔子这件事做成了 他不但庇佑了自己的子子孙孙 而且庇佑了自己的一方百姓 更庇佑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那请问这事是靠孔子一个人做成的吗 是靠孔子的租弟子呀 今天孔子学院的院长 还是盐回的第七十四代孙啊 这座各位 换句话讲就是 盐回可能不厉害 但是因为盐回拜了孔子为师 所以盐回的后人很厉害 能听懂在说什么的举手 王阳明亦是如此 十三岁的王阳明上学 问他老师第一句话就是 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老师说那肯定是考取功名啊 王阳明说非也 他老师说那你说 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王阳明说为天地利心 为圣灵请命 为往生纪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要成为圣贤啊 老师嘲笑他 同学嘲笑他 所有人都嘲笑他 但是他自己知道 我就要成为圣人 他们是人 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圣人 中国已经几千年 没有出过圣人了 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圣人 但是他忘了 当他考上状元以后 当他去到京城当官 他忘了 执迷于政治要建功立业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的高窝想唤醒他 让他下了大理寺的遭遇 被贬贵阳 那一刻面壁 他才找到了自己的轨道 你生下来是来搞教育的 你不是来搞政治的 所以他才开始顺风顺水 在座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中国的圣贤只有一个人 这辈子啊 几乎没有什么磨难 就是老子 就是老子 因为老子一生 都只在自己的道上行走 在座各位 人生啊 有三大境界 第一境界 叫见自己 你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 你知道了自己的天命 你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来干啥了 你知道自己哪个点强 哪个点不强 你的内心活得很圆满 活得很饱满 你不再纠结 你不再内耗 见自己 叫功成 第二个境界 叫见天地 叫见天地 叫明成 你终于明白了 自己再牛逼 一山更比 一山高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愿意走出去 见识更大的天地 而第三个境界 叫做见众生 见众生才能知众生 知众生苦方可生起大愿 普度众生 当你愿意 普度众生以后 你才会愿意 把自己的毕生 所学全部传出去 你才有可能 建立所义 自己的门派 愿意把自己的 毕生哲学 全部交出来 只有你到了 见众生这个维度 你愿意把自己的 一生本领 传承出去的时候 让文明不会 锻炼你手上的时候 你才配成了上市 一代主事 老子的老师 指的那盏灯说 看见这满极的灯 这个点极了吗 看见了 看到这盏灯了吗 看见了 啥意思啊 哦 师父 您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灯能照亮点极 点极如灯 能照亮世人 所以他老是死之前 还是指的那盏灯 守候好 为华夏民族守候好 这一盏灯火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有人的地方就有灯 点一盏灯 照亮无数人 一灯能出千年案 一智能破 万年余啊 他的老师在告诉他 你必须要把 这个一生本领 传承下去啊 师父 在找徒弟 徒弟也在找师父 但是实际上 师父更想找到徒弟 他希望把他 一生本领传承出去 你看到 写永乐大典 那个陈记了吗 陈记的老师 活了九十多岁啊 他一直想找一个 找一个传人 把自己的一生本领传出去 直到九十多岁 才找到陈记 但他找到陈记 那一刻老头高兴地 转圈圈啊 陈记啊 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九十了 中华文明之所以 能够渊源流长 就是因为师徒制 就是因为传承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写了上书的那个人 他找不到自己的传人 但是他坚信 一定有人懂他 一千年以后 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福生 当年 汉武帝 要把所有的书籍 全部烧掉 福生 把那本上书 藏在了自己 墙壁的夹城里 为了护这本书 他的老婆死了 他的女儿死了 他的儿子死了 他终于为整个 中华文明 守住了半本上书 这就是福生传书的故事 这就是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的故事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 所有家人们 我希望把我的智慧 传承出去 我希望能够 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希望有一天 如果我不在了 我的学说依然还在 因为财商是 普世就是之学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有人的地方就有灯 一灯能处千年暗 一智能破 万年余 我希望我们 所有的家人们 不要用脑袋 来听我的课程 要用心来听我的课程 你一旦被我唤醒 你的整个人生 会魔术般地发生改变 到 无处不在 他想唤醒你 我希望你能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天气 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命 因为天命最高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 找到了自己的天命 开始去践行 自己天命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整个宇宙 都会为你让路 当你没有找到 自己的天命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是很痛苦的 是很苍白的 是很渺小的 是很平庸的 李时珍 也有可能成为 一个普通人 司马迁 也有可能成为 一个凡人 陈济 也有可能成为 一个凡人 王阳明 也有可能成为 一个凡夫俗子 但他为什么没有 就是因为 他给自己 做了个决定 指路 颜回 徐爱 他们都可能成为 一个普通人 但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 给自己做了个决定 大家早上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今天 其实有来自日本的 有来自韩国的 有来自新加坡 有来自马来西亚 有来自美国 有来自欧洲 有来自台湾 香港 就是咱们今天 在现场的是 来自全球的粉丝 就你会发现 可能有自己打工的 也有自己创业的 也有做抖音的 也有做MSN机构的 然后也有做传统企业的 也有做书法的 就是为什么 这么多的人 都喜欢周老师 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长得帅啊 太肤浅了 然后问你们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们觉得周老师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是讲财商的 交斗音的 来这是第二个问题 来第三个问题 你来到这里想学什么 有人说呢 要学财商 要赚钱 要实现财富自由 我现在一一来回答 你们的问题啊 刚才有一个同学说 我以前觉得 这个世界很大 但是我没有家 听了周老师的 线上的音频 他让我找到了家 还有一个同学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来到周老师面前 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把这个问题放这儿 上完这四天课 你们每个人都能找到答案 如果 来 翻开本写上 第一个字 目的 目的 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到这里的目的 直接决定了你此次课程的收获 如果你来到这里的目的 只是为了追 追逐偶像 追星来了 我看一下周老师就可以了 那你将不会有任何的收获 你会浪费四天的时间和生命 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 老师我来这里要学习 怎么赚钱 好 如果你想学习怎么赚钱 来第二个词写上 相信 相信 周老师在线上录的第一篇课程 叫相信相信的力量 你的人生没有相信 你的人生就没有开始 想成为一弯风 非常简单 全地球六十亿人 每人相信你一次 每人给你一块 恭喜你六十亿 那如何让别人相信你呢 首先你得学会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是一种能力 相信别人是一种智慧 我可以让你实现财富自由 我可以让你明行见性 我可以让你开悟觉醒 但是前提是 你信我能 写四个字 你信 我能 你不信 我能不能 不要说我能不能 佛都做不到 佛很厉害 但是佛有三种人度不了 第一种 叫无缘者不度 有缘分 你走进不到他的会场 他度不了你 第二种 无愿者不度 来这个愿是哪个愿的愿 愿力的愿 三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爱 所以在三维空间 所有获得成就的人 全都是找到了自己爱的人 找到了自己爱的事 在自己爱的地方 柯比 为什么能成功 因为他找到了他自己最热爱的事 那就是打篮球 梅西为什么能成功 因为他找到了最热爱的事 那就是踢足球 刘翔为什么能成功 因为他找到最热爱的事 跨篮 周杰伦为什么能成功 因为找到最热爱的事 音乐 周星驰为什么能成功 因为他找到最热爱的事 电影 你之所以不成功 因为你压根没有勇气 做你真正爱的事 如果你此时此刻 你的那份工作 或者说你那份事业 只是因为责任而干 责任等于消耗 爱等于能量 所以在全世间 所有能够在三维空间 拿到结果的人 都只有一个核心 就是做自己爱的事 在自己爱的地方 和自己爱的人 人生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此 找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一件没感觉的事 人生最 活着的最高境界 就是找一个爱的人 在爱的地方 做爱的事业 那四维空间 最高的能量是什么呢 感恩 感恩是四维空间 最高的能量 你感恩谁 就会拿到谁的能量 如果你坐在这里 对周老师 是指责 是抱怨 是怀疑 是不相信 不好意思 你拿不到我的能量 就像那么多人 看了罗伯德清奇的 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 为什么只有我实现了财富自由 因为我感恩罗伯德清奇 我感恩老师到什么程度呢 来有看过周老师直播的举手 你会发现在周老师直播间 我不会推荐我的书 但是我一定会推荐我老师的书 能听懂吗 就我感恩老师到什么程度 我把他所有的课程全上完 把他书全部卖完 然后买完 然后帮他卖书 跟我一分钱的关系没有 2019年老师要来中国 我说这事我来干 是为了我听他讲课吗 不是 只是为了感恩而已 所以把这句话写上 你感恩谁 就能拿到谁的能量 爱是三维空间最够的能量 感恩是四维空间最够的能量 所以中国首富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叫感恩的心离财富最近 其实感恩的心不是离财富最近 写上 感恩的心是离道最近 感恩的心是离道最近 离道越近越健康 离道越近越幸福 离道越近越好运 离道越近越有钱 你们想要的不就是这些吗 为什么你会生病啊 疾病缠身啊 恶运缠身啊 为什么你贫穷啊 为什么你倒霉啊 为什么你天天遇到灾难啊 因为你背道了 因为你离道太远了 所以感恩的心离道更近 来这是四维空间最够的能量 那五维空间最够的能量是什么呢 远 就是一个字 远 远立的远 你知道马云为什么能成功吗 因为马云发了个大远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他在没有发这个远的时候 他创业三次都失败 当他发了这个大远以后 你会发现十八罗汉 全部给他准备好了 全世界最会搞财物的人 被他吸引而来 叫蔡崇信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被他吸引而来 叫孙正义 全世界最会运营公司的人 被他吸引而来 叫做观明生 全世界最会搞业绩 带团队的人 被他吸引过来 魏泽 就有一个人 他发了个愿 叫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就这个人 就成菩萨了 所以那个愿力很大 愿听不懂就俩 使命 三维空间教你们找梦想 高维空间 教你们找到自己的什么 使命 就一个人找到使命 跟没有找到使命 那个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各位 就什么是找到使命的人 你知道吗 魏青祸去病这样的人 汉武帝这样的人 就这种人有一个特性 叫什么叫使命 叫拿命去使 叫使命 就这种人怕不怕死 他不怕死 就刚刚有一个同学 上来分享了一条 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到 他说我老公给你带了个书法 叫见贤思琪 他说我坚信周老师 不会翻车的 他讲了一句话 你们知不知道 此时此刻周老师 正在经历什么 你们知道 当周老师被网报以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就我没事啊 我早经历过了 2021年 2020年 咱们疫情 我在家里做直播 然后疫情当天 我们就捐了200多万 捐给武汉 然后呢 有一个人 这个人负贷六个多 叫罗永浩 罗永浩呢 这个付出 在抖音做直播 第一天呢 有将近上亿人看到直播 他把他赚来的 所有的钱 打赏的钱 全部捐给了武汉 第二天他说 今天我做直播 还是一样 你们所有人 给我刷的礼物 全部捐给武汉 而且如果刷到榜一的话 我加你朋友 我给你交个朋友 我加你微信 当他讲到这儿的时候 周老师 杨老师 正在家里看直播 然后呢 杨老师就觉得 哎呀 这个罗永浩 负负责六个多亿啊 他还没有放弃 还敢出来创业 这个人的精神 太知道我们支持了 第二 本来我们也要给武汉捐款 那就给他刷礼物吧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就是 就对我来讲 可能别人骂我两句 无所谓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岳父 我的岳母 我的孩子 他都会看手机啊 每天我会收到 我的亲朋好友 我的同学 我的爱人 我的家人给我发一信息 全世界都以为我出事了 能听懂吗 就那个感觉是很痛苦的 知道吧 那这个时候 我要选择是反击呢 还是继续沉默呢 然后 正在这个时候 哎 因为我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是一个很 用心观察生活的人 然后我就突然 这个 看到了电影院上映的一部电影 就是讲专门关于网报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 正在上映啊 要看这个电影 我就马上去电影院看 看着我哭得 我泪流满面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一个女孩 是孤儿院 在孤儿院长大的 然后她长大以后呢 通过自己辛辛苦苦 努力工作 赚了点钱 然后给自己买了个意外险 因为学了财商 知道吧 给自己买了个重疾险 结果还真生病了 脑癌 然后直接赔了她136万 她觉得 我要这钱干啥呀 她把这160多万全捐了 裸捐 捐给了孤儿院 结果她这一捐不要紧 她上了头条热搜 当她上了头条热搜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网友 这个网友就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 她就天天在网吧里面打游戏 然后呢玩 有一天她在看小说 她没有钱了 她突然看到了这个 所有人都在夸裸娟姐 裸娟姐裸娟姐的事件 她死了 她把钱全裸捐了 当所有人都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她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如果我今天搞一条神评论 这个神评论火了以后 我可以赚点数 点数可以兑换成钱 叫做各位 她能兑换出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9块9 就只为9块9 她在评论区 所有人都在评论 那个裸娟姐有多好的时候 她写了一条评论 她是座台小姐 我曾经花三千块点过她的钟 这一条 瞬间变成了热搜 这个女孩已经死了 结果她买了一块墓地 她墓地旁边那个是一个 很牛逼的一个企业家弟弟的墓 当这个企业家的这个 姐姐去给自己的宠物猫 宠物狗去做清洁的时候 那个清洁友儿就说了一句话 说你知不知道 那个寒露 最近很火的那个裸娟姐 她是个座台小姐 当她说到这的时候 那个企业家觉得 座台小姐买到我弟弟旁边 太晦气了 她动用自己的人脉和关系 要把这个女的这个墓 给她挖出来 就这个人已经死了 你知道吗 已经下账了 死之前还把自己 所有的钱全捐了 就移民一个不良的网友 然后到最后 污蔑她 因为观众不会看其他的 那条神评论出来以后 全网所有人 全部都是骂她的 有人说对 她就是小姐 我见过 她在南方打工 就每一个人都在讲 仿佛自己亲眼看过的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看完这个电影以后 我特别的心酸 我无数次理由满面 我觉得现在的网民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们知不知道 就因为看了这部电影 我开始关注网报这件事 现在为止 全球每一年 因为网报死的人超过五千人 韩国的明星 欧盟的明星 东南亚的明星 香港的明星 有无数人因为网报致死 知道吗 你的一句话 有可能拯救一个人 你的一句话 有可能害死一个人 我问你们个问题 那些人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觉得只是 吃了一个瓜而已 他们觉得只是 发了一条评论而已 他们觉得 我只是为了趁点流量而已 会死人的 会死人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会过得这么惨吗 因果真是不虚 福报是真实存在的 周老师的课程 其实真的不是讲财商的 如果你非要说 我是讲财商的 行 我是讲财商的 但是我不是教你赚 银行卡里面那个数字的 我是教你福报存折 里面那个数字的 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你今天生起的每一个念 你今天做的每一个行为 都决定了是福报 还是业障 为什么惨啊 中等级在第六等级啊 在座各位 你们很多人 不都想提升财富吗 财富跟什么有关 很多人说跟能力有关 那能力跟什么有关 有人说的能力跟能量有关 能量一旦提升 能力NV那边 那请问能量跟什么有关 找到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东西 跟什么有关 有一个老头 创立了两家世界五百强 帮助日行扭轨为影 这个人叫道森和夫 道森和夫是个大修行者 活到九十多岁的时候 他在临死之前 告诉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 是让自己的灵魂走的时候 比来的时候更高一点 这句话 他揭露了修行的真相 无数人说 我在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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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修行 周老师的真实身份 不是一个网红 不是一个企业家 不是一个慈善家 我的真实身份 我是一个修行者 那修行修的是什么呀 有人说修情绪 有人说修贪嗔吃慢疑 来说说各位想象一下 为什么一个人 会堕落到恶轨道 因为贪嘛 那是不是把贪修没了 他就能从恶轨道爬出来 是不是 不是啊 这叫本末道治 这叫众生颠倒 物有本末 事有宗史 之所先后则尽道意 不是他有了贪念 所以掉到了恶轨道 是因为他的灵魂 层起在恶轨道 所以才有贪念 有玩过游戏的巨手 玩过游戏的 我们玩那个电子游戏 第一关有很多妖怪 我们把第一关的妖怪 全杀完了 但是只要我们不升级到第二关 你走回原来那个场景 那个妖怪会自然再发生 再出现一个 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妖怪 你想把第一关的妖怪 让它全消失 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升级到第二关 第一级的妖怪 瞬间消失了 但是第二关的妖怪又来了 比第一关的更猛 杀是杀不完的 只有一个方法 上升到第三关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打怪升级的过程嘛 所以境界一旦提升 问题立刻消失 你当下所有的问题都是你当下的境界嘛 是你当下的境界造成的嘛 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心情不好 因为天上有乌云 你的心情会被受云的影响 因为你在它之下 我们坐上飞机飞上云霄 当飞机飞到云层之上 还有乌云吗 是太阳 所以 修贪嗔吃慢衣 是不是终结 你修一辈子 你在恶鬼道修一辈子贪 那个贪你也消失不了 来 这个各位 有人修到八十岁依然贪啊 你信不信 就活到八十还贪 走在大街上 一个老奶奶走在大街上 突然有一个年轻人也走在大街上 啪嗒 地上有一个大金叶子 然后那个年轻人拿起来说 老奶奶咱见面分一半啊 咱这一起剪了 咱一起分 掰不开 你有没有钱口袋里 没有 你这样吧 我是年轻人我吃点亏 你手上有个小的金叶子 你把那个小的给我打了给你 老太太说 行 回去一看 假的 分层级 在这个层级 贪将会是你这辈子的主题 只有一个方法 修情绪 有人说 修行是修什么 修心 修情绪 修贪嗔吃慢衣 这都不是终极 这都是像 在像一座文章 来 这座各位 我说一下我的目的啊 我说一下我讲这堂课的目的 我每一次在开教练会的时候 我都会跟我的教练这么说 我说我们一定作为会成人 要做到一条 那就是把我们每一堂课 都当成我们生命当中 最壮的一堂课来讲 因为今天坐在台下的很多人 可能他此生 只会走进一次北韵课堂 可能他此生 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 只会见我一次 收音机是不会放歌的 是电台会放歌 你要把你的频率 调整到相应的频道 才能听到这首歌 比如说有一个频道 叫飞扬971 正在放一首歌叫人世间 你想听这首歌 你听不清啊 你听不到啊 你只有把你的频率调整到 971点赫兹 你就能听到那首人世间 就是听周老师的课 刚开始是懵的 你都不知道我想讲啥 但是听着听着 你会发现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会有一种 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不知道哪句话 我不知道哪首音乐 我不知道哪个电影 我不知道给你放的哪个短片 会让你醍醐灌顶 但是醒了就是醒了 记住 开悟就在一瞬间 改变就在一眨眼 有可能我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一首背景音乐 把你唤醒了 你就醒了 你醒了以后 你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醒了以后 你就知道你要该追求啥了 你们在追求啥呢 钱 房 车 那都是像 那不是本质 那只是投影员 你追求这个 永远得不到这个 叫静中花水中月 叫猴子捞月 你要追求那个像 本后的那个投影员 那个投影员 那个投影员是什么 投影员 是道啊 我们每个人都从道中来 有人说老师道 看不到摸不着 看不到摸不着 它存在 这个世界就是 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 它决定了我们 看得到摸得着的 来 所以这个世界 是看不到的 决定了看得到的 道看不着 摸不着 但是它存在 想周老师学习 大家能听懂 我想表达什么吗 周老师各位 所以 你们看到有一个人 赚钱啦 然后破产啦 看到一个人升官啦 看到有一个人 被算归啦 看得楼起 看得楼塌 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核心点是什么 核心点是 假如说这个舞台 就是整个宇宙 我的这个地毯 中间有一条缝 这条缝就是道的话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道 这条缝是道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道 我走在这儿 我是失败的 我走在这儿 我还是失败的 我一不小心踩到 道的门槛了 我成功了 但是我又走出道了 我又失败了 这就是普通人的一生啊 我知道了这是我的道 我还会失败吗 我只走在我的道上 我永远成功啊 这句话能不能听懂 我其他地方不去了 我只在我道上走啊 我把它叫做鬼道 叫做使命 叫做天命 马云把它叫做企业文化 叫做使命愿景价值观 马云说我们阿里为什么而有 是因为我们的使命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马云在创立阿里巴巴之前 失败了三次 那请问阿里巴巴创立以后 马云是不是做什么什么成 不是 他收购中国雅虎失败了 他做了一个跟我们微信一样的 社交软件叫来网 失败了 但他做淘宝成功了 做天猫成功了 做支付宝成功了 做阿里云成功了 做达摩院成功了 为什么 马云说 我突然发现 只要我做的事 是跟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有关的 我都成了 只要我做的事 是跟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没关的 只是为了跟别人竞争 只是为了赚钱的 全失败了 能听懂的举手 所以 就是知道我的道在哪了吗 要知天命吗 当然了 这不是终极啊 终极是什么 就是 我可以永远成功了 我只要走在我的道上 我可以永远成功 一辈子很顺 但是 我的自由度很窄 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我想去那 我还会不会去 我不会去 我去那 我知道 我就会失败 我怎么会去那呢 所以我只会在这条道上走 我的自由度就会很窄 所以 开悟不是终结 叫务后起修 终结是什么 有人说 老师道不存在 我不相信 大道无形 生于天地 大道无情 遇行日月 大道无名 长阳万物 无不知其名 强明月道 你敢说道不存在 我问你个问题 我们皇帝 为什么要给我们中国 做出二十四节气 因为中国是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靠种地为生 地里有粮食 咱就能活 地里没粮食 咱就得死 但是在没有二十四节气之前 老百姓知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种地 什么时候该收割 不知道 今天也种 明天也种 结果有时候发现 种 它就有粮食 有时候发现 种 它什么都不长 二十四节气 有一个节气 叫做盲种 有没有弄村 有没有中国底的举收 中国底了 就是盲种啥时候 是不是五六月份的时候 盲种啥意思 就是 讲普通话 不然你听不懂 是吧 就是 有 像有盲 有盲 有盲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农作物 得收割 像到这种 这种农作物 就得种 也就是盲种 这个节日 是农民最盲的 盲着收小麦 盲着种水稻 那个小麦 如果过了盲种不收 小麦死了 小麦发芽了 不能吃了 再吃会种毒 过了这个节日 不种稻 不好意思 再种稻 颗粒无收 老师盲种是个啥 盲种就是稻 看不着摸不着 但它就是存在 你在这个时间点种 它就能有 你不在这个点种 过了这个点就没有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道 道是科学的 不是封建迷信 那是科学的 老祖宗传承了2500年 道是真实存在的 道就是规律 道就是原理 你顺应它 它就给你奖励 它就成就你 你背叛它 它就惩罚你 所以你们知道 你们为什么很痛苦 敢不敢听实话今天 这一句话 可能让你很痛 但是这句话 如果你没有搞懂 你这辈子不会成功 你这辈子不会幸福 你这辈子不会有钱 你这辈子有钱了 也会破产 你这辈子现在很顺 你未来一定会生病 这肯定的 敢不敢听 在人世间 所有正在经历苦难 折磨的人 都是因为他在遭天遣 打这句话 在人世间 所有经历痛苦 折磨的人 都是因为他在遭天遣 合道天成 背道而亡 这是大一点 所有 所有为觉醒之人 所有为觉醒之人 成功是偶然 失败 是必然 成功只是因为 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合道了 合道天成 失败只是因为 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背道 叫背道而亡 所以我再说一遍 你们想不想成功 来靠谁能成功 还靠自己呢 还靠自己呢 靠自己能成功 这个世界 所有的大成就 靠的全是道 靠的全是河道了 给你们布这个作业啊 今天回去做 写上 刘巴 刘秀 朱元璋 你们去给我查一查 这三个人 在没有当皇帝之前 是干啥的 你们去给我查一查 这三个人 从一个 没爹没娘的 一个要饭的 从一个放牛娃 从一个 朝廷侵犯 到统一天下 成为一带帝王 他们只用了几年时间 你们查完以后 你们会发现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你们查完他们三个人的故事 你们会发现 太吓人了 不是他们牛逼 是老天爷成就他们牛逼 你们想不想让老天爷成就你们 想不想 来老天爷 会不会成就你 会不会 写上 道 是冰冷的规则 继续 道 是温暖的怀抱 自己选 你们自己选 你们是希望 道成为冰冷的规则 还是想成为你 温暖的怀抱 来 到什么时候 是冰冷的规则 扩活 未觉醒前 或者叫未得道前 来 到什么时候 会变成温暖的怀抱 四个字 觉醒之后 你们知道 为什么你们做抖音 做不过我吗 为啥 他在问 为啥 这位各位 张一鸣要做一个APP 他需要做一个APP 他需不需要制定一些规则的支撑啊 不然那个APP怎么玩 咱们三个人打个扑克牌 都要制定个规则吧 打个麻将也需要制定个规则吧 那老天爷造这么大个宇宙 需不需要规则的支撑啊 一个国家没有规则就乱套了 一个宇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 如果你稍微有点物理学知识 如果你稍微有点天文学知识 你会发现地球是刚刚离太阳的位置不近也不远 近一点点远一点点 我们生命不会存在 就是刚刚好 就是那么巧 就仿佛是被精密计算过一样 你知道吗 太阳与月亮的距离 太阳与地球的距离 是被精密计算过 设计过的 我搞懂了抖音的规则啊 你没搞懂啊 所以你总是在做违背抖音规则的事 所以抖音就给你封号 就给你限流啊 我总在顺着它的就给我推流啊 就成就我啊 能不能听懂在说啥 我用抖音举例 是不是在 在 把抖音变成宇宙呢 我知道宇宙的规则 所以宇宙规则一直在成就我 你不知道宇宙的规则 所以宇宙的规则一直在惩罚你 就这么简单 修行修的是啥 修行到底修的是啥 你们都是来学财商的 我的课程不叫财商 叫财什么 叫财道 你们都想要财 其实我想告诉你 有了道以后 你有花不完的财 没有道你没有财 我不是为了讲前面那个财 是为了讲后面那个道 叫顺成人逆成仙 玄妙只在颠倒间 财道的真名 其实这个课程不叫财道 叫道财 现在听懂了没有 离道越近越健康 离道越近越幸福 离道越近越好运 所以修行就是修道 修道修的是邪 还能让我说呀 或者叫意识成绩 所以你去普通老师那里上课 在跟你讲啥呀 修情绪 修心态 修贪嗔痴慢疑 我再说一遍 灵魂成绩一旦提升 贪念瞬间消失 贪念只出现在恶鬼道 能听懂吗 写上 普通老师在跟你教能 能几表 能量等几表 来吧 零几表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玩一个游戏 我们每一个人的成绩 都是不一样的 对 写一下 第一 地狱道 第二 恶鬼道 第三 畜生道 第四 人道 第五 阿修罗道 第六 天人道 讲这个政客之前 先写来的三句话 第一个叫无缘者不渡 这个不用说了 你们都有缘 要不然坐不到这 你们知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 想来上这堂课 所以有缘 不用说了 肯定有 不然你进不来 来第二 叫无愿者不渡 还记得吗 就无愿者不渡 无缘者不渡 无愿者不渡 来第三 无信者不渡 就我讲到这以后 我不讲了 把这三句话写上 无缘者不渡 无愿者不渡 无信者不渡 啥意思呢 就是如果 这三条你不具备 你现在可以走了 后面的内容你不配听 听了没有用 我帮不到你 想实现财富自由吗 来 怎么样才能实现财富自由 他说了顺道 你回答得非常棒 如何才能顺道 有两个人 一个人说 我有一个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 我要实现财富自由 这个人顺道吗 还有一个人说 哇 我听完周老师的课 我觉得周老师课太好了 我一定要 把周老师的课 学会传播出去 帮助更多人实现财富自由 哪个比较顺道一点 你觉得 所以从现在起 要想把后面的课 能听懂 能不能给我发个愿 我此生 要把财商传播出去 帮助更多人 实现财富自由 你一旦发到这个愿 我告诉你 老天一定会帮助你 你没有这个愿 你想为自己 不好意思 为自己就要自私自利 下三轮干的事 解 把自己的愿写上 来 无信者不度 啥意思 你坐在这 你都不相信我 我能不能度了你 我能不能 叫你信我能 你们知道 我跟我老师讲 我跟我老师学习 我拿到结果了 别人拿不到 我老师就问我 为什么你能拿到结果 我说 因为我百分之百 相信老师 我老师问了我第二句话 你为什么百分之百 相信我呢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相信你 我又没损失 万一我成功了呢 这句话我送给你们 相信周老师 你又没损失 万一你成功了呢 对还是不对 你为什么要怀疑呢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太久 四天足以 你相信我四天 四天以后 我还你一个财富人生 我把你引到你的道上 好还是不好 所以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 你做了地狱道的事 你就应该承担地狱道的果 因为因果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你要不想让癌症发生在你最亲的人的世界 在座各位 我告诉你 道长人 我跟你讲 那老牛逼了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人道是伦理道德 你违背了伦理道德 大家都说你坏话 大家都鄙视你 拖不拖你脸上 但是地道叫法律啊 你违反了以后 那要坐牢的 要枪毙的 但是如果你顺应了人道呢 大家都说你是好人 给你介绍客户 你顺应了地道 顺应了法律呢 国家给你财政补贴 给你税务补贴 给你税务返还 但是比这两个更可怕的是什么道 天道 天道整个人 我跟你讲 你不要认为说 老子不怕 大不了18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你想多了 你还能成为好汉 所以从今天起 我想问一下 有些念还敢生起吗 有些话还敢说吗 有些行为还敢做吗 写上那四个字 尊师重道 重道的重用念 重置 尊师重道 这就是地狱道的人 请问今天有没有很多人活在地狱道 此时此刻 有没有人正在被医院开藏破肚 此时此刻 有没有人正在经历战乱之苦 有没有 来 第二 一个字 贪 钱都不行 女人都不够 来 有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钱的时候 只要我能成为百万富 我一定陪我的父母 陪我的家人过好生活 赚到一百万以后呢 我要成为千万富 千万富 一万富 一万呢 十亿 百亿 千亿 来 做做各位 送你们一个词啊 叫财富承载力 把这句话写张 财富承载力 知道啥意思吗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是个百万富翁的时候还挺好 企业做大就变成千万的时候 他压力很大 公司开始发生亏损 然后他如果把公司缩小到百万的级别 他又过得很好 很滋润 但是如果他坚持还要做千万级 甚至上亿的生意 他很快就破产了 来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他不是得不配位 是他的财富承载力 他承载不了那么多的财富 一个人只能背五十斤 背八十斤是他的极限 他看到了一座金山 想把整个金山都背走 他会怎么样 会被压成一滩烂泥的 能听懂吗 这会 叫财富承载力 你能不能承载得住 你承载不住 不好意思 先修醒 修你的灵魂成绩 等你能承载住的时候 再专上亿 能听懂再说什么 所以在恶鬼道就一个字就贪 所以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 师父 我是不是报了你的课 我明年就可以发财 我说你知不知道 当年我拜萝卜的青旗为师 我给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是多少年 我说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 18年的学习计划 我觉得我跟老师学习 我老师45岁实验财富罪 我35岁实验财富罪就可以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今天学习 明天就能拿到结果 而我们今天的人 太浮躁了 恨不得今天学习 明天就能发财 不好意思 我做不到 因为你今天的果实 你昨天的因造就的 明天 因为惯性思维 你还会继续划行 我不能让你今天变得更好 我也不能让你明天过得更好 但是只要你持续跟我学习 我可以让你后天变得更好 来继续 灵魂成绩第三 来说的各位 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笨蠢 你都已经讲课 讲成这样了 还做坏事 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听不懂啊 他不信啊 对牛弹琴 不是牛的错 是咱们的错 你能听懂吗 那没办法啊 他为什么会笨呢 会吃呢 因为他是灵魂成绩低啊 所以这种人 几乎是人云亦云的 只要别人让他干坏事 他就 好 如果有人喊他做好事 他也去 你们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这种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你让他去做好事 他也跟你去 你让他做坏事 他也跟你去 他没有分辨力 所以这种人 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什么 四个字 送你四个字 你就瞬间让你 从下三轮爬上来 叫向上社交 叫向上社交 啥意思 向上社交什么意思 来 我们只听谁的话 只听有结果人的话呀 那个人都已经穷困了倒了 说周老师坏话 让你做伤害周老师 你听他的不听我的干嘛呢 他比我混得好吗 你听那个负债累累的话 你不是要跟他负债累累吗 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能从一个 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 没有学历 没有人脉 没有资源 从社会的最底层 真的是从农民工走到今天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有四颗心 这四颗心成就了我 第一颗心 叫赤子之心 就像王阳明先生走的时候 说的那句话 此心光明亦附何也 赤子之心 你们知道什么叫赤子之心吗 就是归来时人是少年 永远用善心善念 对我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 你们猜猜周老师被网报了 我找到我们的律师 我找到我们的这个 负责做舆论的 这个新闻稿的这些工作人员 我给他们开了个会 你们猜猜我开了个什么会 我说你们现在写文章 不要攻击他们 而要写网报死了多少人 网报害了多少人 这样做是要背叶的 背英国的 我们要通过我们这件事 唤醒更多的人 不再被网报 唤醒更多的人 不再做这些害人的事 你知道我讲完这段以后 你知道吗 就把我那个工作人员讲哭了 给他泼脏水 这样骂您 您现在还想唤醒他们 帮助他们 我说对呀 是啊 帮助他们啊 你知道我的人生做的名是什么吗 世界掠我千百遍 我待世界如初恋 宁天下人负我 我不负天下人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是什么吗 冰雪临终 住此身 不同桃里混方尘 我希望成为冬天的那朵白梅花 不和那个桃花 杏花 李花 争方斗燕 就孤单地开在冬天的冰川雪原上 冰雪临终 住此身 不同桃里混方尘 忽然一夜 清香发 散作乾坤万里春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人世间会给我一个公平的交代 可能不一定是我活着的时候 没有关系啊 我问你 孔子活着的时候 名声很好吗 15岁的王阳明先生说 我要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情命 为往生解决 为万世开太平 所有人都是对他谩骂 但是不单五百年以后 他成为圣人啊 所以 我不在乎世人怎么看我 我只在乎我怎么看我自己 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典籍里的中国 我看得泪流满面 无数专家学者在那里说 孔子多好 老子多好 王阳明多好 你知道我看完以后 我什么感觉吗 此时此刻的我 要对着历史上 所有冒着生命危险 传播真理的人 是以最高的止境 因为我正在做 跟他们一样的事 生意何欢 死意何苦 当生则生 当死则死 我就要讲 这是我的使命 如果不让我讲 我宁可现在就死 孔子问道于老子说 我的道在何方 老子说 世风日下 全是庸主 你应跟我一起隐居啊 你若入世 世必艰险啊 无数人都想弄死你啊 这个时候孔子说了一句话 先生的道 在天穷之上 我的道 在人间 有些事 总得有人来做 我生是华夏人 死是华夏贵 死生不换国籍 我身为华夏 民族 感受到无比的骄傲 所以 我会一直在 这就是赤子之心 那有人说 周老师 你不怕吗 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怕吗 因为你在用得失 来去平定人世间 发生了所有的事 我这件事做了 我有可能失去所有 但是我不做 我可以拥有一切 所以我不做 这叫得失 但是我不是在用得失 来衡量我所做的 所有一切 我在用是非之心 衡量我做的 所有的一切 第二颗心 叫是非之心 什么是是非之心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如果站在物质的层面 我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会怕 但是如果站在更高的维度 你说那个王阳明 当年如果没有被他含冤入狱 被他下了大理事的遭遇 被他贬到贵州 哪有农场无道 哪有新学的诞生啊 哪有圣人的出世啊 你站在这个维度 还怕吗 该来的总会归来 怕也没有用 那就来吧 因为发生的所有一切 都是为了把我给炼成 所以就不怕了 当你用是非之心 来代替你的得失之脑的时候 只要你做的这件事是对的 你就不怕 不管发生任何的事都不怕 哪怕死 也不怕 因为你知道 老子为心无愧 第三 敬畏之心 我去任何一个地方上课 我坐在台下一定就是一个学生 我一定是对老师有敬畏之心的 天地君亲师 对天有敬畏之心 对地有敬畏之心 对这个国家有敬畏之心 对我的父母 双亲有敬畏之心 对我的所有的老师 有敬畏之心 这颗心没有 我走不到今天 还是那句话 你敬畏谁 就能获得谁的能量 所以 我不知道你们坐在台下听课 是一种什么感觉 如果你坐在台下听课 你还是个老板 你还是个企业家 不好意思 你将一无所获 坐在台下 此时此刻 你就是学生 敬畏台上的每一个老师 你就能拿到 这些老师的智慧和能量 所以 不管发生任何的事 这三颗心永远不变 正义 它可能会迟到 但是 它不会缺席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天地良心 这就是王阳明先生 死之前对他弟子 说的最后一句话 死心光明 一夫可言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在用哪个道 来去衡量你的人生 来 第四道 人道 就一个字 散 在座各位 我在这里要送你们一句 你们可能很难以接受的话 在今天这个时代 善良是一种奢侈品 你知道吗 善良是一种奢侈品 真的 因为太多活在下山道的人了 善良是奢侈品 你能保持住你内心 那个善良 用王阳明形成的话 叫治良知 你就能够在人道 最起码活在人道的人 他这辈子是 虽然是平淡的 但是是没有大灾大难的 是没有血与腥风的 是没有所谓的那些大的灾难的 虽然他的一生是平淡的 但是他的一生也是幸福的 好 继续 五 用心理学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意识层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意识 表意识和潜意识 我们的意识叫做什么 叫做自我 自我就是受性 来 这个各位 今天我走在大街上 有一个卖指甲剪的 然后呢 我刚好指甲长了 买了个指甲剪 结果我还没有付钱 城管来了 然后那个搞摊了的人就跑了 我还没有付钱 指甲剪在我手上 这个时候我会有一个声音出来说 太棒了 不用给钱 这个声音就是受性的声音 那么马上我就会 生出另外一个声音 总想你这样做 你还是人吗 人家小商小贩 多不容易啊 你要不追上他 把钱给他 要不就是把自家电 还给别人 这是谁 这是那个人性的声音 但是这两个声音 其实都是不牛逼的 最牛逼的是神性的声音 活在阿修罗的人 他此生叫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因为他此生都在战斗 他可能在官场上 在与人战斗 他可能在商场上 与人战斗 或者在情场上 与人战斗 他此生都在跟别人战斗 不是他算计别人 就是别人算计他 所以也很累 那第六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 出门欲贵人 一生平安 一生平安 顺顺利利 无灾无难 来 说的各位 听到这儿以后 你们有没有突然发现 咱们过年给别人 拜年的那些诚 其实都是在给天人道的人 在给他们祝贺 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说的各位 你活在天人道的这个维度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 身体健康 一生平安 出门欲贵人 你看 有人说周老师 我太想过上这样的生活了 灵魂成绩上升到第六等级 你就可以啊 所以得修行啊 修行修的是什么 灵魂成绩一旦提升 问题立刻消失 所以如果现在你是在负债 你现在正在经历灾难 贫穷 病痛 只有一个方法 那些都是像 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改变 什么 什么 你们在刷抖音的时候 有没有刷到一个这样的视频 系统提示 尊敬的玩家你好 你已经偏离主线任务 就来 给我拿那个白板走上来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任务 一个叫主线任务 一个叫支线任务 我们普通人这辈子之所以 他没有什么进展 他的人生没有什么进展 假如说这是道的话 这是道 这是道 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它的主线任务 但是主线任务旁边全是支线任务 能听懂什么叫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吗 来 比如说婚姻的问题 比如说事业的问题 比如说身体健康的问题 比如说情绪的问题 比如说公司的问题 这些都属于你的支线任务 而主线任务是什么 怎么主线任务是道呢 主线任务是提升灵魂层级吗 让自己到最后修成道本身吗 我们从道中来到最后回道中去吗 我们的主线任务是修行 这些都是我们的支线任务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 之所以这辈子一事无成 有一种仿佛前半生都白活了 就是因为你沉迷在支线任务里没有出来 你在支线任务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跟精力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道是你的母亲 她就是你 她是你的高我 她无比地爱着你 她无时无刻不想把你 引导到你的主线任务上去 我们每个人都在找道 殊不知其实你的道也在找你 我送给大家一个词啊 这个词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主题 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 彩蛋 我记住啊 各位 我今天讲的每一句话 都不是我想跟你讲的话 这句话能听懂吗 我今天跟你讲的所有话 都不是我想跟你讲的话 我想跟你讲的话 藏在我讲的话后面 我的课程是主线 我的课程是明线 明线下面买了一条暗线 看电影有没有看过彩蛋 就是你们听我的课 得找彩蛋呢 听懂吗 我不知道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有人说 周老师 我就是出门拜师学艺来了 我找到属于我的师父 你说的太好了 那个杨过 没有找到自己师父之前 他是个啥呀 那郭靖 没有找到自己师父之间 是个啥呀 那令吴冲 没有找到自己师父之间 是个啥呀 所以金庸笔下 所有人物要成功都是三部曲 出门 拜师 学艺 你们在找师父 你知不知道师父也在找土地呀 在座各位 我来到这四天的课程 除了要对你们来的每一个人负责以外 我也要对我负责 我也想找到我的传人 如果孔子就一个没有今天 是因为孔子有三千弟子 里面有七十二个贤人 才能够把儒学传承到今天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有了儒学四大文明古国 前三个都没了 咱们这个国家还在 民主还在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儒学 在座各位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 所有的家人们 真的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 不是你有多渴望 是我有多渴望 我有多渴望 能够把我这一生 所学传播出去 只有传播出去了 我才能死而无憾 因为木秀鱼林封闭 垂直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我这么好的学说 它不能没有 不能断层 这叫传承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会把这堂课 当成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堂课来讲 我希望大家都也能够把这堂课 当成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堂课来听 为什么你们上了很多课 拿不到结果 很简单 因为你学习 别人的成功方法和经验 只会让你死路一条 因为他的方法 再好适合他 不一定适合你 他的方法 再好适合他那个行业 适合他那个年代 不一定适合你 所以高手从来不讲 自己成功的方法 是讲自己 是怎么找到自己成功方法的 让你们一转身 找到自己的 为什么老子写出道德经 但是后人没有 一个人因为道德经而得到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研究 道德经本身的内容 本身道和道 非常道 明和明和非常明 是啥意思 你研究一百遍 就算你弄明白了啥意思 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这个境界太低了 你只学到了知识 为什么孔子三千弟子 七十二千人 没有一个人 曾经超过孔子本人 你都在跟孔子 学习那本论语 学习孔子的最高境界 是学习孔子 是怎么变成孔子的 一转身 变成自己 学习道德经最高的境界 不是学习道德经 本身的那个内容 是学习老子 是怎么写出道德经的 一转身 写出自己经营企业 经营人生的经 所以听我的课 要干嘛 要拿到背后的彩蛋 我再说一遍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是我想说的 所以我们上午结束以后 你们一起中午吃饭 我们给你们分组 你们一起探讨 今天上午 周老师到底想交给你什么 如果你把那个点误到了 你就拿到背后礼物了 如果你没有误到 不好意思 你此生没有任何生活 因为只有你自己误到的 才是你的呀 你听别人的叫食人牙晦 是用不出来的 是没有力量的 为什么很多人知道 但是做不到 来画一个金字塔 塔底是知道 塔尖是做到 为啥你知道 但是做不到 因为中间还有一层 叫误到 误到的才是你的 你才能做到 那我就开始讲了 你们自己误我啊 准备好了没有 你在找道 道也在找你 道在何方 道无处不在 你在这个世界上 遇到的每一个人 你听到的每一句话 你看到的每一个电影 听到的每一首 背景音乐 都有可能是你的高额 在给你天气 在给你启示 你抓到了 你的人生就上路了 你就找到自己的 天命和轨道了 一旦找到自己的轨道 瞬间天成 在这个世界上啊 你之所以赚不到钱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 找到自己的财道 你的财道就是你的轨道 就是你的使命 你之所以找不到 是因为你浑浑饿饿 你睡着了 你要醒来 当你醒来的时候 你才会细心地观察生活 2021年 2020年 我第一次被网报 然后呢 那一年不但被网报 还被人死亡威胁 别人说 如果你再讲这个主题 因为当时我在讲金融危机嘛 告诉大家 不要买房 不要投资 就得罪了某一个权力集团 刚开始给我利用 说我花 两千万 请你做我企业顾问 然后呢 你也有名声 你也有钱 但是有一个前提 不能再讲金融危机 告诉全天下所有人 未来的经济会非常好 让他们拼命买房 拼命买车 我说这事我不能干 然后我就收到了死亡威胁 就在那个时候 突然有一部电影上映 这个电影叫 江子牙 我去看了江子牙 瞬间让我找到了那股力量 你知道吗 让我拿到了背后的礼物 让我的境界 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围次 而且那件事 也被我摆平了 我特别感谢那件事 因为没有那件事 成就不了今天的我 换句话讲 就是我是通过那件事 而得到的 可以这样说 然后呢 今年 我不是又被网报了吗 就在前几天 然后呢 我突然看到电影院 又有一部电影上映 我就又去看了那部电影嘛 叫保你平安嘛 就当我看完保你平安以后 我又拿到了背后的礼物 哎呀 我很兴奋你知道吗 其实这段时间 很多人都认为 我肯定被网报了 心情很不好 其实我想告诉你 就是我每天睡觉都能笑醒 我心情很好 来 说说各位 你们想不想 三个字 体相用 今天 来 不用忘记啊 现在要雾的时候到了 来 此时此刻 所有人把你的手 摸着你的那个桌子 这是不是个桌子啊 桌子只是个像 桌子的本体 是个木头 它是给你来用的 写字用的 这个逻辑能不能听懂 来 我们是不是推出了木头啊 木头只是个像 它的本体是棵树 树是给你来做成木头 做成各种家具用的 这个逻辑能不能听懂 是不是推出树了 是不是这个桌子 被我们推到树那里了 来 树 也是一个像 树的本体 是一棵种子 一棵小种子 那么小 结果它竟然能够 长成苍天大树 开花结果 它也是给我们来用的 是什么力量 让一个种子 生根发芽 长成苍天大树 是道的力量 还记得王阳明 想开悟 然后他最开始 是干了一件什么事 叫割竹子 他为什么割竹子 因为宋代的大儒理学家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叫割物置之 他说开悟的境界 有一个修行的法门 叫割物置之 什么叫割物置之 就是人世间 所有的道理 都存在万物之间 只要你把一个物件 整通了 你就得到了 所以王阳明就割竹子 割了七天七 也没有割出来 其实就是因为王阳明 他不知道 割物置之的意思 不是盯着竹子看 是要通过 看竹子的像 找到竹子的本体 这样讲话 能听懂吗 这有点高 这是规律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现在 是不是推出种子了 那个种子 它只是个像 它的本体就是道 第一个种子 是怎么存在的 它不存在 第一个种子 是怎么来的 是道生出来的 是不是推到 道的本体上了 道是给我们来干嘛的 给我们来用的 给我们来悟的 让我们意识到 其实我们也是道本身 如果这样讲 听不懂 我再举个例子 今天你看到了一块冰 冰只是一个像 冰的本体是什么 是水 它是给我们来用的 可以做成冰膏 可以做成冰镇的东西 来让我们的食物部 这个不会发收 但是它的水 也只是个像 它的本体是H2O 它在零度以下变成冰 零度以上变成水 然后一百度以上变成气体 它可以在无数场线 无数像 那我们就可以跟水学习 在什么场显什么像 我在公司要显老板像 我都来到课程现场了 我还能不能把自己 当成老板 我当老板 我将一无所获 要把自己当成学生 在什么场显什么像 这就是水的智慧 那水再往后推呢 就又推到道上了 第一滴水哪来的 不就道生出来的吗 也就是 在这个人世间 你看到的所有一切 其实都是像 都是为了给你来用的 都是给你来悟的 那我再举个例子啊 我被网爆了 只是个像 本体是什么 我遭人嫉妒 有无数的小人 嫉妒我 趁我流量 对不对 那这件事我如何用呢 知道我如何用这件事吗 知道我如何用吗 我找到了全中国 最顶级的游行专家 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周老师 你的企业已经做得这么大了 你虽然现在财务上正规 法务上正规 各种各样的正规 但是有一个板块 是你公司确实的 我说不可能啊 我专门就讲 企业经营管理的 从品牌的定位 到股权架构 到营销 到管理 然后到财务 到法务 到税务 我都做得低水不漏了 他说有一条 你企业没有 我说啥 他说游行管理 他说你知不知道 在中国所有的公司 在座各位 阿里巴巴也好 腾讯也好 华为也好 都有一个部门 专门是搞游行公关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是没有负面的 你之所以看不到 别人的负面 是因为别人花钱了 别人有一个 游行公关软件 然后每天都在塑造 自己的网络形象 就这么简单 你企业已经做到这么大了 你没有 这就是你企业的软板 你已经这么有名了 你没有做这个板块 这就是你企业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又学新东西了 我很兴奋 他给我提了个新尘 你知道吗 他说周老师 你是全 他说但是你知道 我是搞什么的吗 他说我是搞声量的 声量 声音的声 数量的量 我说啥意思啊 他说你在互联 我的声量是零 你就是个哑巴 所有人都可以说 你周文强是个骗子 你周文强是干啥的 你周文强干啥的 你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 你不懂声量啊 如果你懂得声量 你用权威媒体来报道 定义 你没有给自己定义你是谁 所以别人就会定义你是谁 来周老师 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人民日报 如果权威媒体全报道了你 周文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记者采访你了 然后央视报道你了 所有的电视节目全报道你了 你的网络形象 就是一个慈善家 就是一个教育家 就是一个无比情怀的人 来 请问那些自媒体频道 黑你还有用吗 你的声量超过他们了吗 我那一刻我醍醐灌顶 这个各位你们知道 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记者采访我 报纸采访我 电视上我上节目 我说不好意思 没空 我以前愿意拿这个时间 去做企业 研究我的企业经营 然后我不愿意花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我捐希望小学也好 我捐教室也好 我做的很多事 网上都没有报道 比如说现在 就在两个月前 我们跟中国共青团 旗下的一个 儿童慈善基金 然后在全中国 发起了一个活动 叫阅读阅中国 因为孩子 希望小学工程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咱们中国扶贫 各个地方的学校 都已经有了 现在也不用 盖希望小学了 希望小学都有了 但是现在孩子们不读书 我们要干嘛呢 就是把每个学校 捐一个课外图书 就是捐一个图书馆 里面全都是 商业类的书籍 人物转机类的书籍 而且周老师 亲自领读这些孩子 教这些孩子读书 只是推荐孩子 改变命运的书 来 你觉得这个事好不好 但是 你们在网上 看不到一点报道 我给别人捐完款以后 别人说了 说周老师 除了我们给你 开慈善发表 你可以抵税以外 我们给你做一个报道吧 我说不要 我们捐个西方小学 在湖南 报道我们 政府采访我们 市长 不要 在河南捐 捐完以后 采访不要 在这个四川捐 捐完以后 不要 全是这样的事的 我以前觉得 第一 我不图虚名 第二 浪费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很宝贵 我要开课 我要做直播 我研发新课 我要服务我的学生 我一门心 都在这上面 能听懂吗 那方面是空白 而这一次我就发现 这就是我企业的短板 我就应该把 声量这部分做好 来 我马上就用这件事 用 体相用 像 我被网爆了 体 有很多小人针对我 因为我做强大了 有人嫉妒混 用 我如何通过这件事 反而把自己的 网络形象做好 能听懂吗 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去年商界杂志要采访我 因为你们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商界杂志 这本杂志改变了我的命运 然后呢 要采访我 我都推掉了 结果就在两天前 商界主编又找到我 昨天晚上还给我发信息 说周老师 我们准备 这一次 我采访我时候 我说上一次采访你 给你做一个采访 你没接受 我们这一次准备 邀请你做我们商界的封面人物 你有没有兴趣 我以前是没有兴趣的 我现在此时此刻很有兴趣 我说有 就是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件坏事 这件坏事是不是就变成好事了 来 如果只到这个层次 如果只到这个层次还不够高 来 我们继续往下推 我今天遇到小人陷害只是一个像 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的本体是 要让我通过这件事 不单能够把网络形象做好 学会渔行公关 我学会了以后 我就会把渔行管理 加到我的课程里 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了解了 有无数人被网爆致死的新闻 那我应该如何用这件事呢 我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 反网爆的宣传大使 然后唤醒更多 那些去网爆别人的人 让他们不再网爆别人了 因为一句话 有可能拯救一个人 因为一句话 有可能害死一个人 对还是不对 来 这件事是不是就更好了 不单是能够把我的形象做好 把我的企业做好 关键是这件事 我能够拯救多少 被因为网爆而死的人 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福报 来 这件事结束了吗 来 我说了 再往生了物 老天爷给了我一个使命 让我去成为网爆的宣传大使 帮助更多人不再被网爆 这也只是一个像 体是什么 说明我们的灵魂又要升级了 你想当圣人 圣人是要被千刀万剐的 正悟以后会有一个东西叫正量 正量以后才会有一个东西叫正果 你们都听过一句话叫修成正果 对不对 来 正悟了 你悟到一个东西叫正量 你知道什么叫正量吗 就你说你得道了 你说你离道只有一步之遥了 道要拿着一件事量量你 考验考验你 看你是不是真的修道了如如不动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修行修到一定程度以后 反而会有更多负面的事 前移你 拉扯你 比如说你们要来上课了 可能会有更多的负面能量 拉扯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叫正量 白白松打出来 正悟 正量 正果 就是你的高我要考验一下你 正量你的意思就是 你看看考下试 就我们做任何事 就是你学了一阶段 学完了 是不是要参加一下期末考试 你考试 考一下你要 正量啊 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这件事发生 让我的灵魂成绩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来 说说各位 如果你学会了用体相用的思维 来去处理事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你遇到的每一件坏事 都可以瞬间变成好事 在这个世界上 你遇到的任何一个人 他都能变成你的天使 变成你的助力 从正悟到正量到正果 大家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就是你们 发生在你们身上一件事 就把你打败了 发生在我身上一件事 我知道这件事只是个像 假的 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想交给我什么 我如何使用这件事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一件事发生了 你被这件事打败了 你被这件事给覆盖了 你被这件事给淹没了 你就完了 但是我是干嘛 我会站在这个事情之上 使用这件事让我变得更好 人世间最高的学问 不是学问本身是 使用学问的学问 使用只是 在我这里都是最低等级 比使用更高的是什么 物 拿到背后的礼物 比物更高的是什么 活出来 成为 通过这件事把你自己列成 写 第一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 叫什么意思 或者叫为什么会发生 比如网报 为什么会被网报 越问越痛苦 因为你有名啊 因为木羞雨林 风闭垂直啊 那意思就是我不能有名呗 我就不敢再发生了呗 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发生 来第二个境界 第二层境界 如何使用这件事 使用 人世间最高的学问 不是学问本身 不是学问本身 是使用学问的学问 第三 物 物 拿到背后的礼物 证物 第三 第三层境界 物 那是 那就是活出来 成为 你们听到这不兴奋吗 你们觉得是不是我被网报了 我会用这个思维逻辑啊 我是发生任何一件不好的事 我都会用这套东西 瞬间把人件坏事变成好事 你们是不是都喜欢正能量 不喜欢负能量 在我这里没有正能量和负能量 只有被我使用的能量 负能量我也可以把它用出来 变成好能量 好 这朵花美美 美美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爱周老师吗 因为我就像这朵花一样开了 所以 哎呀 你就会很爱我 你也想活成我这样 你也想开 对不对 这朵花很漂亮 那如果我把这朵花的种子 捧在手上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很丑陋的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 它就像你们刻的瓜子一样 很普通 如果我说那个瓜子 这个花的种子 就像瓜子一样的 就是它 你会不相信的 你会觉得不可能 但是我想告诉你 它就是它 一个种子 它具备这朵花的所有的一切 具备绿叶红花的所有的一切 它就是它 它之所以没有绽放 只是因为它没有找到一个懂它的人 找到一个懂它的花匠 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然后把它放到什么样的位置 给它浇水 给它施肥 它就会长成盛开的花 所以你不知道啊 我问你一条河里的鱼 把它放到海水里会怎么样 不舒服 放久了呢 会死的 那不都是水吗 就是这样啊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朵盛开的花 你们每一个人都原本居足 只是还没有 知道自己是什么品种 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花匠 当你一旦找到一个懂你的花匠 把你种到合适的地方 给你浇水是非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胜放的花 所以我不知道这四天 你们听了感觉是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财道 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就听懂一条就够了 就是当海南离岸以后 海南二五年一旦封关以后 你再想来成本非常高 海南二五年一旦封关以后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真的就会像香港一样 会比香港繁荣十倍二十倍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这一个资讯你听懂了 就这场活动就没有白参加 来告诉我是海是不是 而且还有我们大豆老师 所以在座的各位今天就像16年告诉你们 波商会火一样 就像12年告诉你们 威商会火一样 今天我想告诉你 未来一定是个人IP时代 就你今天就把这个课听懂了 我跟你讲 那说句不好听点的就只 他讲了那个萧厂长的案例啊 清丁点水 萧厂长跟我也是好朋友 为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在疫情期间 在互联网上 不管是百度 不管是喜马拉雅还是抖音上 刷到过疯狂英语的广告 是刷到过的举个手 那个就是萧厂长公司做的 然后一年做六千多万的营业额 后来就是因为认识了大豆老师 大豆老师让他赶快转型 做小二美 因为你在这家做下去会出事的 你们在视频上看到 所有的广告全是他投的 这家公司去年 大概做了四十多个亿 厉不厉害 今年破产了 老板负责十个亿 因为当年的萧厂长 看我火了以后 不想包装我 砸我的广告 萧老板也找到我 然后后来我在跟他们两个人 周旋当中 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懂跟不懂的区别很大 萧老板当时除了找了我以外 还找了很多老师 比如说你们知道的 你知道的这个抖音上比较火的 全是他签的 接下来就要签我了 当他跟我谈完以后 然后我就给谁打电话呢 给乔帮主打电话 我给他们打电话 我就问他 我说你给我查他这家公司 我能不能跟他合作 知道各位 这家公司没有上市 他即将要上市 已经融到第一轮了 然后呢 我们正常来讲 是不知道这家公司的年报了 他说他去年做了四十多个亿 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现在企业经营状况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他合作 如果我不知道对方底细 我跟他合作是冒很大风险的 能听懂吗 马上就找到了红山资本 和高领资本的副总裁 因为其中有两家 投了这家公司 马上就拿到了这家公司的年报 这家公司 现在已经在破产的边缘 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了 他说给你签你 其实是希望用你来救他们公司 后来我没有签 你们都知道后来的情况了 本来自己在抖音上 做课程做得挺好 一年也做了一两个亿 结果就因为跟这家公司 签了合同 被这家准上市公司收购以后 然后呢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客户无法交付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没有进入这个圈子 可能你 就是 你们知不知道去年 如果我签了那份合同 我现在可能就已经完了 你能听懂吗 这就是有财商 用财商做底层逻辑 跟没有财商的人 完全的区别 这就是有这个圈层 跟没有这个圈层的 完全的区别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有时候你认识一个人 你整个命运都会发生改变 因为我们是个圈的人 就很清楚 能不能感受到 永远是想把我最好的资源 全部给到你们 让你们来学习 能不能感受到 这种各位 好 接下来 今天晚上就是精彩中的精彩了 就是其实现在的美国啊 欧洲啊 日本啊 其实全世界 说实话都躺平了 都已经不想工作了 然后因为他们的 这个福利也很好 而这个世界之所以还前进 就是因为有那么一小撮人 在拉动了这个世界的前行 比如说 咱们现在的世界首富是谁 马斯克 那你知不知道马斯克是哪里人 马斯克就是犹太人 马斯克就是犹太人 然后包括这个Facebook的创始人 扎克伯格 也是犹太人 就是你们能够 你们能够知道的那些富豪 几乎全是犹太人 他们这拨人在拉动着整个世界 文明的前进 比如说 马斯克为什么要做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SpaceX 太空探索 叫殖民火星 就是因为当这个冷战结束以后 列国都不愿意在航空上再花钱了 换句话讲就是 在马斯克SpaceX家公司 没有成立之前 人类的技术几乎就停止在 二战以后 这个美国登月的那个技术 几十年没有进步了 马斯克可以这样讲 是以一己之力 拉动了整个航空的建设 所以到最后 我们不得已要花更多的钱 去研究航空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 航空跟我们在座的人 没什么关系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就像山体里面讲的一样 就像流浪地球里讲的一样 地球已经不再适合生存了 整个人类族群 整个人类文明 可能会因子灭绝 但是你就因为 马斯克做这家SpaceX公司 他们在研究什么 他们在研究可控核聚变 他们在研究什么 他们在研究曲率飞行 他们研究到这些东西以后 人类才有可能去殖民第二家园 来有看过流浪地球的举手 有看过流浪地球的 流浪地球里面讲到说 太阳发生害散 然后地球已经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了 有三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什么 在地球上建上万个行星发动机 然后让推动的地球去流浪 寻找到新的家园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上万个行星发动机 拿什么做燃料呢 拿石油吗 拿天然气吗 用的技术就是可控核聚变 而可控核聚变 就是以色列发明的 第二个计划是什么 第二个计划叫做 这个飞船派 要建一个恒星级的战舰 这个战舰是取力驱动 可以达到光速飞行 那这个技术 现在也是有一些人在研究 那第三个技术是什么 第三个技术就是数字生命 把人的意识上传到云端 有看过流浪地球的 我问你们个问题 那里面的主角是谁 是吴京吗 是刘德华吗 是那台人工智能电脑 慕斯 他才是主角 他才是这个电影的主角 他被激活了 他被激活以后 他突然发现 人类完全可以不需要 带着地球去流浪 人类完全可以把这个意识 上传到云端 在云端活着 不就是活着了吗 人类可以获得永生啊 到最后刘德华 跟刘德华的女儿 就是在里面获得永生了嘛 很多人可能会讲说 没有人类的文明 不叫文明 我们虽然能够活在虚拟的电子世界 但是我们没有肉体了 那怎么能叫这个真实世界呢 你有没有想过 人类是探机生命 如果将来有一天 人类的意识可以尚存到云端 那再发展 有没有可能那个意识 可以从云端下载到个体呢 有没有可能 未来给人类打造一个全新的身体 人类有可能会从探机生命 生存到归机生命 如果给人类做一个归机生命体 这个归机生命体 能源是无限的 你在一百度以下的高温 五百度以下的上的高温 都可以生存 哇 那多牛逼啊 但是我们看到流浪地球以后 认为那是什么 那是科幻片 但是你知不知道 此时此刻的正在做 正在践行流浪地球里的计划 马斯克做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SpaceX 正在发展可控核聚变 和曲率飞行 马斯克还做了一家公司 叫OpenNI 做什么的呢 最近比较火的Trike GPT 有知道Trike GPT举手 这个是个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多牛逼呢 在美国 你现在可以让他给你写篇论文 绝对不是抄的 绝对是原创 在美国Trike GPT 当医生给人看病 比医院最顶级的医生都牛逼 在美国Trike GPT 已经变成律师 来帮助人打官司 还打赢了好几场 能听懂吗 这各位 它在疯狂地进化 而且还有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我们不是要学英语吗 这各位 假如有一天 你大脑里面有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可以及时同时翻译 你还需要学英语吗 来 假如说 你电脑里面有一个芯片 这个芯片可以随时上网 你会前职五百年 后职五百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就未来的人类 一定是往这上面进化 其实今天我们 从某种程度来讲 不是全部的人类了 今天我们已经 不再是肉体生命了 今天我们已经 有一部分是金属生命了 比如说 我们都离不开汽车 我们都离不开手机 来试海是不是 对不对 我在第二天的时候 给你们讲 我的格局是 以一万年来做历史尺度 你知道马斯克 是在以多少做尺度吗 他说 他的过去是 宇宙形成的 一百三十八亿年 他的未来是 未来五十亿年以后 太阳会变成红矮星 太阳会死亡 太阳会吞灭到地球 所有的生灵 所以他的过去 是宇宙诞生的 一百三十八亿年 他的未来 是宇宙 地球 人类文明可能会在 五十亿年以后被摧毁 所以他的 那个跨越尺度 不是一万年 是多少年 一百三十八亿年 加五十亿年 一百八十八亿年 来做他的人生尺度 所以他说 他要敢在地球 出现危机之前 发明可控核聚变技术 核取绿引擎技术 能够让人类 成为跨行型种族 来很多人会认 你们是不是都认为 马斯克是个怪胎 马斯克是个外星人 对不对 你们就周老师 把我的课程 专利全公开了 全中国培训行业 全世界培训行业 都可以抄我的课 随便讲 因为不管是谁讲 只要你能让人 实现财富自由 我觉得挺好的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格局已经很大了 因为在培训行 禁止同行 复制他的课程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放弃的可能是一年 损失十亿 二十亿 三十亿 那你知道马斯克 那么不容易 三次濒临破产 做成了特斯拉 你知道他做成特斯拉 以后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吗 他把专利全公开免费了 他说全世界 所有的人 都可以用我的专利 所以为什么中国 会有比亚迪 一 地球环境会被污染 太阳继续 这个整个地球继续升温 南北川继续融化 海平面继续上升 地球有可能 变成汪洋大海 二 那就是总有一天 汽油会被人开发完的 石油会被人挖完的 石油如果有一天 被挖完了 天然气有一天 被挖完了 请问人怎么办 整个地球 突然有一天没电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整个人力文明 还怎么继续呢 我发明电动汽车 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所以他全世界最大的 太阳能电动 太阳能 太阳能的研究公司 是马斯克的 全世界最顶级的研究 可供核击面的试验室 是马斯克的 你们听到这以后 是不是觉得 马斯克是个怪胎 现在可能觉得 他是个外星人 他是个怪胎 所有家中没有电视机 没有平板 到了家不允许用手机 只有一个场景 看书 从小就这样培养孩子 就是他把教育 已经融到了血液里了 就是从胎教 到小孩 这个刚刚爬出娘胎 就要教小孩看书了 就像我们百年 让小孩抓鳩 抓鳩是吧 就他们会引导孩子 去找那个书 他们甚至会在书上 涂上蜂蜜 然后让孩子 从小就喜欢书 所以他们是把教育 做到极致了的 就是刚出生的宝宝 他那一个月的 发展心态是什么 应该如何应对他 比如说零子二岁 他需要安全感 应该如何给到 孩子安全感 他不是零子二岁 你知道吗 他是精确到每一个月 甚至每一个天 孩子的心智发展 全部都要学 恨不恨 零子二岁 如果孩子要安全感 如何能够给到孩子安全感 二到三岁的孩子 要重要性 如何给到孩子重要性 三到四岁的孩子 要成就感 如何给到他成就感 很多孩子会沉迷于游戏 就是因为 该在给到他成就感的 那个发展心智阶段的时候 没有给到他成就感 所以他在现实上 能获不得成就感 他就会在游戏里 找成就感 或者很多人 他会缺安全感 他一辈子都缺安全感 为什么 因为在他心智发展 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 没有给到 所以为什么 在心理学界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幸福的人 用童年疗愈一生 而不幸的人 用在一生 在疗愈童年 精准到每一个孩子的 心智发展 精准到每一年 精准到每一月 精准到每一天 比如说今天老师 孩子们说 我想去操场 老师说 走 我们这段课去操场 走 就这样式的 然后全是提问式较答 就像我们那个孔子一样 孔子讲课 就像论语一样 这个学生问 老师答 你们的孩子 从学校回来以后 咱们中国家长 最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今天学校听话了没有 有没有打架 来 你知道犹太的家长 见到孩子第一句话 问的是什么吗 宝宝 你今天在学校里 提了老师几个问题 能听懂吗 他们是提问式教学 你觉得这个已经很狠了吗 来 再讲更狠了好不好 所有家庭里面 全都是白墙 然后孩子随时有灵感 随便画往死里画 因为他们认为 那个灵感 那个创造力 是一瞬间的事 高我来了 你不画就没了 所以孩子想画 随便画往死里画 来在中国 如果你家孩子在墙上画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暴打一顿 孩子好多有灵感 咔 暴打一顿 又有灵感 又画一次 又暴打一顿 第三次他不敢有灵感了 他说算了 有灵感就会被打 他就从天才 被你们打成了庸才 能听懂吗 各位 刚才周老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每一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孩子都是天才 只要你小时候帮他找到他的天赋 他的天赋就是他的轨道 他做他轨道以内的事 他就是神 而我的孩子其实也是天才 硬生生被你们整成庸才 再说各位 他的墙为什么可以随便画 你知道吗 他们的墙 家人的墙都是白的 而且是可插 可以插掉 就这个跟你们说吧 家庭必备的就是 所有墙都是黑板 都是白板 写完以后随便插 是可以插掉的 然后可以重新重新画 就是为了让孩子 随时随地有灵感 狠不狠 硅谷超级家长课 那个妈妈培养了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 第一个是创立了谷歌 被称为谷歌教母 身价几十亿美金 还有一个 是一个 自己搞了一个上市公司 她的二女儿 三女儿呢 是在全世界最顶级的 生物博士 生物学博士 也就是为什么 她的三个女儿全能成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妈妈是犹太人 犹太人教育孩子的方法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就他们把家庭教育 已经融入血液了 从小就会培养孩子 独立动手的能力 你们猜一猜 孩子们上了小学以后的 第一课是什么课 拉到野外生存 先生存啊 把你丢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一分钱没有 你如何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活下来 把你丢到野外 你如何能够在这个地方活下来 因为犹太这个民族 流浪了两千多年 它没有自己的国家 你们都知道 犹太人是一直被屠杀 所以他们骨子里 就是求生存是第一能力 第二就是抗挫能力 从小培养孩子经历挫折 跌倒了 自己爬起来的能力 就是你们知不知道 周老师昨天给我讲的一个东西 让我特震撼 在中国很多人创业失败 可能一次两次三次 这辈子都不敢再创业了 告诉我是不是 很多的企业家 他们在一起比的 不是谁的企业做的大 谁的成功 你知道吗 他们比的是 谁的失败次数 失败了多少次 失败的次数最多 就他们认为 我失败九十九次 我第一百次只要能成功 我就是成功的 大家能听懂的吗 这就是因为 他们从小在接受 这个逆伤的培训 能听懂吗 就是我们的孩子 就是小时候 我们为孩子承担了一切 长大以后 让孩子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稍微有点不顺 十个恋都自杀 十个业都能自杀 创业失败都会自杀 是还是不是 然后第三 就是培养孩子 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小就让孩子 自己做主 你能想象到 他们的学校 没有教材 没有课本 太吓人了 这位各位 而且所有学校的主角是谁 不是老师 是孩子 所以说 你觉得犹太人这套教育 咱们要不要把它学回来 如果我们把犹太的 这个教育学过来 把它搬到中国 这位各位 就是创新 创新是融到 这个骨髓里的东西 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孩子 他创新的一个小产品 可能他三四岁的时候 做了一个手工的 一个小产品 这个小产品 可以做得很烂 可以做得很low 只要是原创 大家都会表扬它 但是如果你是 抄袭别人的 你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 你做得再好 这就是 这就是 那个从零到一 那本书里面讲的 为什么 硅谷能成功 能引领世界 硅谷人是因为 创新 所以成功 中国人是因为想成功 所以去创新 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创新 所以成功 创新是因成功 只是果 他要的不是成功 能够果 他要的就是创新 能改变世界 而我们是因为成功 所以去创新 发现创新太难了 超比较快 我们当年在欧洲的时候 我跟杨老师 跟准备一剧 刚好在巴黎 然后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个展会 一个全球最顶级的 设置品品牌的一个展会 我们就想去看一下 然后一刷中国护照 不好意思 拒绝进入 我说其实我们中国人 说先生你不要着急 我跟你讲一下 就只要有一个中国护照 就我们是新产品发布会 我们的产品只是样品 还没有大量生产 然后那只是一个展会 就是你只要有一本 中国护照进去 就我们还没有产出来 你们的淘宝又开卖了 就已经 你知道那一刻 我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创新是融到了 骨髓里的东西 这个东西很重要 不管在学校 还是在家庭教育 都是融进孩子的血液了 融到骨髓了 所以所有人 每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创新 我能不能搞个新的概念 我能不能搞个新的产品 我能不能搞个新的专利 你能想象到一个四岁的孩子 能够申请到专利吗 就是人家比的都是 你有几个专利 还记不记得咱们讲 财商第四大资产 专利权 著作权 还记得吗 这道各位 每一次上完课都逗我 老师 那个专利权是个什么东西 人家四岁小孩 每个人都有专利了 你还在问啥是专利 周老师 您跟我们好好讲讲 还有一个板块 第六了 就是那个财商板块 财商是融到他们骨髓里的 这个各位 从小就植入骨髓了 就觉得你家长 怎么能跟孩子讲钱呢 怎么能让孩子暑假 去打工赚钱呢 而在犹太人 不好意思 从小就让孩子 学会赚钱的能力 狠不狠 你们知道犹太人 赚钱赚到什么程度了吗 去你会发现 全整个街道上 没有一个人穿LOA爱马仕 没有一个人拿包 拿的是爱马仕 没有一个人 一台什么奔驰宝马 劳斯莱斯 那那么有钱 为啥没有 我就 我说为啥没有 然后说 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就问了那个 一个犹太人 然后那个犹太人 还特别有钱 穿的都是布鞋 然后我就问了他 那个富豪跟我说的一句话 那些都是我们生产 出来赚别人钱 卖给别人的呀 他们不活在物质世界 他们认为创造物质文明 是为了赚你们钱 他们活在精神世界 我们活在精神世界 让你们活在物质世界 顺便给我们钱 也就是说 目前 咱们整个地球上 最尖端的物理学家 医疗学家 高科技 全部来自于犹太人 狠不狠 太吓人了 所以咱要把犹太人的教育 我们准备原封原味地搬到中国 想象一下 如果咱们中国的家长 全部都学了犹太的教育 咱们中国这个民族是最聪明的 那我相信这个国家会迅速地崛起 螺旋式地上升 这个事太有价值 太有意义了 对还是不对 来 你们看完以后 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 我的感觉就是 全程英文 讲英文 还写英文 孩子们能听懂吗 我们的孩子用英文对大如流 因为全是深圳最高级的 这个国际学院的孩子们 换句话讲就是说 在中国现在那些顶级的富豪 从小就会给孩子做规划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你孩子做的规划 可能是孩子到了小学到了中学 你知不知道 中国的现在最顶级的富豪 是什么时候给孩子做的规划 是孩子三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是孩子什么 胎教的时候 是孩子在出生前五年的时候 这些孩子全都是生在国外的 拿了国外的户籍上国际学校 从小接受国外的教育 长大以后直接送到以色列学习 大家能听懂吗 这个各位 所以有没有发现 布局就直接决定了结局啊 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呢 第一我很震撼啊 第二我很气愤 我就跟周老师讲 我说不行 我说那些富豪都已经很有钱了 你天天帮助他们的孩子 你应该帮助帮助普通老百姓的孩子 对不对 来有没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就犹太人很牛逼 牛逼到两千多年 从来没有建立过所谓自己的国家 中华民族虽然不牛逼 但是存在了两千五百年 因为 总是在那个历史节点 有一批人站了出来 不是我们 又是谁呢 终于等到我们上场了吗 今天 为什么很多人赚不到钱 你知道吗 就是假如说 这是全世界的365行 如果这一行就是你的轨道 就是你的天命 但是因为你学的是这个专业 你一条道跑到黑 一辈子只做了一个行业 你这辈子怎么做都不会成功 你会做得很普通 你会做得很平庸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有一些人他就是很散光吗 他就是能活出来 就是因为他不是做一个 他这个他做得不顺 他就换一个 再不顺再换一个 周老师换了26份工作 横跨12行业 才找到自己的轨道啊 吴京今天演戏 牛不牛逼 这个各位 随便演一部戏 都是百亿票房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以前是个卖牛仔裤的 后来他做影视了 他做影视 是不是一开始就成功 也不是 他做影视 刚开始去南方发展 来香港就是不成功 后来到了北方以后 转起了 来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所以啥都不说了 还是那句话 你一定要敢于换 就找到轨道 有一个核心 写上 换地狱 换行业 能听懂什么 叫换地狱吗 换地狱 换行业 第二张图 换地狱怎么换 现在学了这个 是不是知道 该去哪了 去声望你的方向 对不对 来万松 打开中国地图 河南的那个部位 就属土 中原 那个江泽 上海就属东 那个西藏 那个叫什么 对 昆明那里就属南 就属西 广东 海南这边就属什么 就属南 就打开中国地图 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这个我就不用教了吧 然后 然后北方就是北京那边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换地狱 换行业 换行业怎么换来 写呀 换地狱是东南西北中吗 找吗 找一个声望你的吗 老师我没学会咋办 没学会你就蒙呗 东边干两年不行 南边南边不行 北边北边不行 那只能蒙的还这么多 你学会你就蒙吧 总比你在一个破地方 待一倍的强吧 来 第二个 换行业怎么换 来 你知道有人换行业 是怎么换的吗 老师 我今天去卖鱼 没赚钱 我找找海鲜 我卖虾 然后呢 我还不行 我就出海 都在水行业里面换 换行业怎么换 来写上 金木水火土 来 第二张图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赚不到钱呢 你在哪个地方 我在渔城 为啥在渔城 因为我出生在这里啊 地域 确定了 你做什么行业 我做IT 为什么做IT 因为我学的是这个专业啊 因为我家里做这个行业啊 这个行业确定了 打工还是创业 打工 为啥打工啊 因为我家里都打工啊 因为我孩子都打工啊 因为我父母都打工啊 你就在这里面 能哭了 在这里 你的人生就这样了 那听懂吗 来 我问你个问题 有哪条法律规定 你在河南 新乡出生 你就必须在新乡上班的 来 有没有这个规定 为什么不能走出去 对还是不对 对 你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你看 他认为他是山东人 他就只会在山东工作 能听懂吗 来 你问周老师 周老师你哪里人 周老师您是哪里人 我地球人 我有说错吗 我在这里给你们揭露一个 犹太人赚钱的核心秘军 好不好 犹太人的概念就是地球公民 犹太人给这个定位是地球公民 哪里有钱 哪里就是我的家 为什么中国的广东人 中国的温州人 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也是一样 哪里有钱 哪里就是我的家 所以我们去到美国 去到加拿大 去到欧洲 去到尼泊尔 去到任何一个小国家 去到印度 去到新西兰 就到澳大利亚 这都各位 只要找中国餐厅 一定能找到粤菜 广东菜 甚至中国菜 就是广东菜 广东菜就是中国菜 它跑全世界各地开 但是你如果跑到国外 想吃个河南回面 那走不错呀 那河南人都不出去呀 都在河南呆着 是不是 所以说 为啥人家有钱 原来是全球公民 你哪里人 地球人 你们学习 不能像鹦鹉一样 鹦鹉学蛇 你得举一反三 所以老板的第一次学 就是用家园思想 活在全球时代 用农业思想 活在市场时代 用封建思想 活在民主时代 能不能听懂 各位 你的思维得打开 很多人为什么赚不到钱 来 周老师有没有能力 如果我就在河南省 新乡徽县 我们那个村 我们那个这儿开课 有人听我讲课吗 就算有人听 有人付钱吗 我再牛逼也没用啊 你告诉我 是看是不是 所以我得来这儿啊 所以能不能听懂 就是 就是 我在我们村 成为亿万富翁的几率是零 我在我们县城 成为亿万富翁的几率 可能是一分之一 但是我到河南省会呢 诶 可能就千万分之一了 到北上广呢 诶 可能北上广真的是 每一千个人里面 都是一个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啊 所以还能不能在你 那个鸡脚嘎啦 那个地方待着呀 卖鱼网呢 在山东 山东一个言台 我没法学了 你说了 同行是我最好的老师 我都已经是我们那儿第一了 我跟谁学呀 我说你一年做多少 他说我一年做两千八百万 我说你两千八百万就第一了 是你们村的第一吧你是啊 他说对呀 我们乡的第一呀 我说你去你们市找找 你们市有没有做你比你牛逼的 有 一年做多少 五千万 我说你们手有没有做得比你牛逼的 有 做多少老大 一年做两个亿 来 全中国有没有最牛逼的 有 做多少 一年做二十多个亿 来 全世界有没有最牛逼的 有 做多少 我们这个行业老大 一年做三十多个亿 我说对呀 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学呢 做成你们乡第一都觉得自己牛逼了 格局境界太小了 要把整个地球装入自己的胸膛 要把整个人类装进自己的胸膛 要把整个宇宙装进自己的胸膛 有这样的格局跟境界 才有可能赚到钱 能不能听懂这个各位 所以 找鬼道 这是第二个方法 来 第三个 天气 还记得我说的天气吗 你再找道 道无时无刻不再找你 一首歌里面有道 一个电影里面有道 一个人的一句话里面有道 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有道 可能 你的高我通过大豆老师的嘴 在唤醒你 可能 你的高我再通过 今天自贸港领导的嘴 在唤醒你 可能你的高我通过 周老师的嘴 在唤醒你 可能你的高我通过 刚才我们这个周老师的嘴 在唤醒你 道无处不再 到无时无刻不再唤醒你 所以要从 手动驾驶模式进入 自动驾驶模式 不要听头脑的 头脑全是逻辑分析 是小我 要跟着感觉走 写上一句话 跟着感觉走 一切全都有 不跟感觉 要啥啥没有 所以 周老师是如何天气的 就是你老婆没有怀孕的时候 你从来没有发现 街上有孕妇 当你老婆怀孕以后 你发现满大街 走哪哪都是孕妇 来 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有没有 那是以为 真的就是因为 你老婆怀孕了 全世界女人都同时怀孕了 只是因为我们大脑 每天会接受 上兆亿万的信息 但是 它只会推送 它认为对你有用的信息 给到你而已 对你有用的信息 对你有用的信息 对你有用的信息